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妙儿姐领先演播,欢迎订阅 第454集 驾驶座的车门开着,里面再没有多余的人 男人齐长挺拔的身躯矗立在车的旁边 后背略略地靠着,手机贴在耳旁 听到突然挂断的声音,便将手机给拿下来 揣进西装口袋里,手便也没有再拿出来过 站着的位置以及面对的方向,正好是萧依依的房间窗口 丽环安的脸色特别平静,薄唇中夹着一根香烟 看似无波无澜,但实际上湄公下好像压着两个漩涡 稍有不慎便会将人给吸进去 终于,最后一口香烟燃尽了 丽环安低谋,淡淡扫了一眼烟头上残余的腥火 动了动,抬手将驾驶座的车门给关上 迈着沉稳的脚步朝侧门走去 经过门口的时候,将香烟熄灭 顺手丢进垃圾桶里 区区一道高墙而已,岂能难得到他 老公亲自来抓人,某个傻白甜还一无所知呢 萧依洗完澡之后,趴在床上玩手机 没玩多久便没兴趣了 退出了游戏界面,鬼使神差地将通讯录给打开 来到异国之后,顾白泽给了他新的手机 卡也是经过加密的,只有他联系别人 别人不可能打得进来 就算是知道号码,拨过来也只是会听到一串机械的声音 提示这是一个空号 当然也有例外,这个号码只对顾白泽开通 能不能打通呢? 我拨过去,会接到我电话吗? 萧依下巴底下垫了个枕头 他趴在上面,手机屏幕上已经打出了一串号码 光标在最后一个数字后面闪动,迟迟没有按下拨通键 他记得四爷的号码,每一个数字都清楚地刻在脑子里 根本不用去想,手指碰到数字键,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他很想他,很想很想 想到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心肝疼 睡着之后,有时候他还会入他的梦里来 等他惊醒之后,眼前又谁都没有,满屋的黑暗和寂寥 明明房间布置得很温馨,小舅舅还买了许多的盲容玩具,堆得到处都是 那么急,可每次梦中惊醒之后,却又觉得眼里、耳旁,全部都是空旷无边的 萧依依以为自己能忍耐更久一点 可是没到一个星期,他就已经按捺不住了 思念仿佛长脚一般,肆意地疯狂生长 思念现在好不好呢,有没有很生我的气 笑意自言自语,食指弯曲着,点在屏幕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扣着,盈润的秋筒里光彩一点点的暗淡 扮上之后,狠狠心将手机按回来待机 扔得远远的,嘟着嘴巴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暴躁地抓着头发在床里滚来滚去的 哼,讨厌的男人,谁准你在我心里面扎根了,谁准的 知不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都快死掉了 我不想你来,可是,可是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为什么还不来找我 你想谁想的快要死掉了 突然间,耳旁落下了一道沉冷的嗓音 笑意浑身一僵,周身的温度突然间退了下去 他立刻从床里坐起来,惊慌的眼神正对上一双深邃的毛子 那双眼睛藏在银色的面具之后,遮住了眉眼、鼻梁 大半张脸只露出了飞薄的唇,以及那一双幽沉的毛子 男人站在床沿,双手抄在裤兜里,挺拔地矗立着 他什么都没做,可整间房间瞬间被他的强大气场给填满了 笑意额头滚下一滴汗来,平白地有种被压制的感觉 头皮像是被一只手给抓紧了 他通过男人的双眸,以及银色的面具下露出的那张脸的轮廓 很快便认出这是那个面具舞会上的那个男人 笑意的第一反应是从枕头下面抓了一件外套 第二个反应是拔腿被往门口跑 连鞋子都忘穿了,光着小脚丫踩在地毯上,险些被绊倒了 身后的脚步声传过来,男人的气息逼近,拽着他的胳膊往后扯了一下 他后背结实地撞进男人的胸膛,嘴巴上捂了一只大嘴 刚到嘴边的话,立刻成了模糊不清的 闭嘴,别叫 男人薄唇抵在他的耳廓旁,近距离传进耳朵里的低沉声音 和白天里见到的那个黑猫面具男一模一样 小义瞪大眼睛,朝他的方向看去一眼 太害怕了,眼瞳颤个不止 他的视线被遮挡,看不太清楚 只是捕捉到了一抹银色 他脸上的银色面具 乖点,你别叫我去放开你 男人滴滴沉沉的嗓音混合着温热的呼吸 一寸寸地浮在他的脖梗 小义被捂着嘴,被迫地昂着头 露出曲线优美的脖梗 他紧张到脖梗上的软骨都凸显出来了 他点点头,连呜呜声都被咽回去了 丽桓这才将手收回来 得到了呼吸,萧依依憋着没动 他等着男人往后退开一步 然后果断地扑到门口 嘴里高声地喊 救命啊,采花贼闯进来了 救 还差几步就到门口了 丽桓站着腿长,几大步跨过去 再一次捉住他 这次倒是没有捂他的嘴 却将他拽在手里 将他还没有来得及穿上的长袖针织衫 拎出两条袖子,将他给绑了起来 萧依立马就成了被绑住两只爪子的螃蟹 就只剩下表情还能手无阻挡了 你,你滚出去 丽桓把他逼到了墙角 挺拔的双腿往中间一站 膝盖往上一顶 轻松地就把他顶到了腿上坐着 那若是不滚呢 不滚 不滚,我就杀了你 萧依卯足了浑身的力气 正脱开袖子的束缚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冷 幻指冲他的脖梗迅速攻去 丽桓仅仅是偏了一下脑袋 躲得非常轻松 他手中抓着的针织外套的一只袖子 没有看清他手上是怎么动的 萧依幻指在他眼前的时候 从他手指到手腕 全部都被袖子给缠住了 他顺势一扭 将他不乖的小手反身背到身后 推着他的肩膀再次抵到了墙上 只是这次不一样了 整个后背都暴露在他面前 萧依浑身凉透了 这男人的功夫果然深不可测 他用尽了全力 可是被他一条袖子便给制止住了 太可怕了吧 现在他完全受制 若是他想干点什么 他连命都保不住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455集 我早说了让你乖一点 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萧依听着他游刃有余的声音 只觉得从头凉到了脚 一开始从身形上 萧依以为他是四爷 可是四爷的身手 呃 好像四爷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暴露过 反正他打不过他 眼前这个男人 交手了两次 能够在谈笑间 便将他的患者给化了 只怕恐怖程度是在四爷之上的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不就是戴了跟你同样的面具 怎么还赖上我了 我究竟欠你哪了 欠他哪了 小崽子还好意思问 居然敢假装死来欺骗他 害他都快找疯了 也想疯了 甚至 担惊受怕了很久 他又想过 见到他之后 一定狠狠地打他一顿 事实上 他也的确是动了手 只不过打完之后 自己又心疼了 拉下面子来找他 可却被他给当成采花贼对待 他采自己的老婆 那可是天经地义的 你自己想想 你牵我哪了 我 小翼惶恐 愤怒啊 懵逼啊 这回被这么绑着 说话都不能够硬切 就算脑子里面想得再牛掰 说出口的话也蔫了 我要是知道 我还问你啊 都成这样了 还理直气壮呢 丽桓直接把他抵在墙上 俊脸压尽 银色面具的边缘 擦着他的脸颊蹭过去 然后 薄唇来到他因为羞 怒而染成飞红的小耳朵 你让我硬 他 他说什么 什么时候 萧伊 居然在回想 不过 他还真想到 这茬儿出在哪了 是在那个包厢里 他把他给压在沙发里的时候 摩擦了那么几下 的确是感受到他 呗 某些人的脑子里面不干净 还非要怪到他的头上来 先生 你这是 欲加之罪啊 况且 我也没让你逮着我 干嘛一副几百年 没有见过女人 碰上了就死赖着不放的样子 长得挺人无人流的 品性怎么这么差啊 丽桓面具下的眉头 突然间拧了起来 好啊 还敢顶嘴了 瞧瞧 没有他在身边管着 他什么话都敢说了 这都打哪听来的 乌白泽交道 还不等他说什么 萧伊便耿着脖子 拿眼角斜斜地看他 你要是 在大半夜里面造的话 就去酒店里面开一间房吧 等一会儿就会有人 往你的门缝里面塞小卡片 两百块钱的服务费 就能解决的事 犯不着你老人家 大半夜的爬我的窗户 当那个什么采花贼 两百块服务费 他这是拿他当什么人了 七步大嫖客 那很抱歉了 他这辈子只嫖过他一个人 你懂得挺多呀 经常收到小卡片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懂 我没有 不如我给你两百块 你尽管把我伺候束缚 如何 萧伊只卷脑子里面轰了一下 瞬间烟花炸响 炸得他三魂去了七魄 对于他张口就来的虎狼之词 毫无招架办法 我不要 要不要 可又不得你 李桓安把着他的下巴 成熟男人强大的气场 从后脑上逼近过来 萧伊恍惚地颤了颤眼神 看到他越来越近的薄唇 脸色泛白 这时候 咚的一声 从窗户那边传了过来 李桓安警觉 立刻回头 正好瞥见 在窗户外面晃过的钩爪 有人要翻窗进来 谁来了 一双眼睛紧紧地看着萧伊仪 似乎要把他给吞了 萧伊仪知道 刚刚那动静 绝对是关城车闹出来的 他这会儿 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男人呢 他该怎么办呢 那是我的 我杀了他 他躲躲藏藏的表情 让李桓安挤压着的怒气 翻了几番 以为是他的小情郎 半夜翻窗过来找他 气得连呼吸都压沉了 萧伊仪刚觉出 他沉重的呼吸力压制的薄怒 手脚已经被放开 他居然真的要去杀人了 他想都没想 跑过去拽住他的胳膊 便往回拖 一只手力道不够 就用两只手 就他那点小力道 连脑痒痒都算不上 李桓安往回正了一下 萧伊仪差点没摔倒了 他便没动 由着他 可这个小家伙一路拉扯着他 却是将他给塞到了衣柜里 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 注意力全都在窗户那边 他也是翻窗进来的 不过进来之后 故意把锁给落了 外面的人进不来 勾爪也没有地方可以扣 试了几次 一次比一次暴躁 通通作响 谁听了 不是抱着 要将窗户给砸开的劲儿 谁呢 这大半夜的 谁敢来敲他老婆的规方 李桓安一把抓住 萧伊伊的手腕 他已经要撤了 脚下的步子刚刚迈开 正是双脚扎根不稳的时候 轻松地 便被他给拽进了衣柜里 门一关 外面的光线照不进来 只从门缝里 透进来微弱的薄光 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楚 萧伊伊感觉到 他的呼吸声 小手不知道该往哪放 随意地一搭 正好碰到 男人起伏汹涌的胸膛上 他吓得要收回手 却被李桓安给摁住了 卑鄙地将他的小手 给塞进了解开 几颗纽扣的衬衫里 无阻碍地碰着他的胸膛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手感不好 还是我不能够满足你 我警告过你 不许在外面找一男人 不听是不是 窗外的是谁 你叫来的两百块钱服务 他以为外面的是个男人 你胡说八道是什么呢 那是我的小保镖 女的 女的 萧伊伊连忙开口解释 可是说完之后又顿了顿 干嘛要跟他说这些 他推着他的肩膀 想要把彼此之间的距离 推开一些 现在这样的光线 这样贴近的身子 实在太过危险了 可是他呢 纹丝未动 身子好像是一堵墙一般 他只好把自己的手 给解救出来 小手早就被他身上 卓人的温度 给烫得通红了 有毒吧这个人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环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六集 喂 自己不都是一个野男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丽桓案也反应过来 他说的小保镖 应该会是关城镇 城镇失踪了 欧阳身都找疯了 没有想到 是跟着萧义一走的 好啊 带走关城镇 不带走他 还说他是野男人 说谁野男人呢 你再给我说一遍 他的手指按着他的咫尺 疼得要命 萧义可是最受不得疼的 娇弱夫人 被他用力一捏 脾气暴涨 你 就你 你谁啊你 口口声声的野男人野男人 你不就是野男人吗 我实在不明白 你缠上我是到底为了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 我 我有病 花柳病 我老公就是因为嫌弃我有病 所以才抛弃我的 我知道你迷恋我的美色 可是我除了美貌 一无所有的 骂人也不耽误自怜自夸 萧义还觉得自己特别的占领 你 最好离我远一点 否则 我把病传给你 丽环挑着眉 舌尖抵了一下口腔内壁 即便光线昏暗 也还是能够看到他脸颊凸起的一角 俊秀的脸突然间有棱有角 他气笑了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他怎么不知道 自己是因为嫌弃他有病才抛弃他的 还花里有病 这哪儿听来的 谁教的呀 谁把他的乖乖蒙七 给教成这个样子了 楼下 顾白泽刚从书房里出来 突然间冷气往身上袭击 他打了个喷嚏 陈叔刚好上楼来 将手中的一杯热茶递给他 左下 是感冒了吗 没 鼻子有点痒 感觉有人在骂他 顾白泽拳起拳头 抵在唇上 擦了擦 然后接过热茶喝了一口 抬头看着三楼笑意意的房间 小姐睡下了 早就睡了 对了 下人来抱 看见小姐身边的那个官城上 又怕窗户了 有着吧 他们若是喜欢那么玩 你们就当没看见 要不要给官小姐准备一个梯子 梯子 顾白泽颇为玩味地看他一眼 将手中的热茶递给了陈叔 不用 要是陈叔知道 在他的眼中 看起来年纪刚刚成年 看着纯凉无害的官城城 实际上是一个杀人不眨眼 并且枪法准确的杀手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好好地听着小姐的房间 怕这段时间睡眠不好 晚上会做噩梦惊醒 我吩咐你找的医生来了吗 明早就到 那么早上再叫我 顾白泽扬了扬手 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栋别墅的隔音 做得非常的好 要是他知道 非常不待见的丽环 正在萧义义的房间里 他会立刻撸袖子过去揍人的 萧义义觉得面具男人的那句话 说的是莫名其妙的 果然 这个人喜欢角色扮演 刚刚是把自己 带入到什么角色里了 他丈夫 就他 也不会 可别侮辱了四爷啊 萧义义懒得跟他废话 鬼知道官城城 什么时候会进来 虽说现在官城城跟着他 可到底是欧阳申的咋 也就是四爷的人 要是以后官城城说漏了嘴 知道了大半夜 他的房间里面有个男人 四爷非打断他腿不渴 喂 你给我好好待在这儿 萧义义趁他不注意 膝盖往上一顶 正中他的痛点 混着他的身子 双手松了松 萧义义趁这个机会摆脱他 打开衣柜走出门 然后迅速地把门给关上 窗户都震碎了 被砸出一个大窟窿来 一块巨石正好滚到萧义义的脚下 他抬手 扶在额头上 太阳却是突突地跳啊 这个蛮力的东西 你扣不开窗户直接让石头砸 呼呼地冷风钻了进来 萧义义正好站在风口 他身上穿得很单薄 紧紧有一件睡衣 正好沙发上搭着一件外套 他拿起来劈在身上 很快 关城正爬窗进来了 手里捧着一个碗 那碗上面是有盖的 不过边缘处 还是洒了一些褐色的药汤 沾得他满手都是 他用他惯用的愚蠢的落地方式 每一次摔出的花样都不一样 但每一次都能够把药丸给拖得纹纹 夫人 我来了 关城正从地上爬起来 看了一眼自己手背上见到的药 眼睛到处找了找 看到纸巾盒 不过他觉得位置有点远 懒得去拿 索性直接便舔了个干净 可是他吃的 那可是保胎药啊 蠢的不要不要的 小姨头更疼了 虚弱地半靠在床上 刚刚和那个面具男博弈 他心惊肉跳 还打不过人家 这会被关城正给刺激了 突然觉得心里焦脆 呀 关城正叫了一声 挤到床檐坐着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难道这个药吃了还有后遗症吗 萧毅也没说话 关城正便觉得他是默认了 那个该死的庸仪 我身就把他绑了去 丢进鳄鱼坛里 你给我站住 萧毅赶紧把人给叫住 关城正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嘴上这么说 绝对就会这么干的 过来 白药给我拿过来 关城正打开盖子 双手捧着碗递过去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萧毅一把药喝了 可还是不放心 怎么样夫人 喝了喝有什么难受的感觉吗 还是那个用一用的药有问题 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都不太好 能好吗 就关城正每天晚上这神精致的出场方式 只要是个人 都会被他的动静给吓得脸色泛白 你少做点念 我的气色就能好 萧毅把碗放在床头柜上 伸手去找纸 关城正殷勤地扯了一张纸塞到他手上 萧毅看了看他 他正被关城正的一双眼睛给盯着呢 萧毅也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 他心里清楚着呢 关城正是在关心他 现在在异国他乡 除了小舅舅 就只有关城正还陪着他了 我没事的 这么晚了 想睡了 你和李医生说 药没什么问题 我喝得管 那就好 那个用一还算有点用处 话音刚落 额头上就挨了一击 关城正捂着被打的那一块 倒是不疼 可就是觉得自己被打得挺冤枉的 夫人 你干嘛老是打我的头 会打笨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而捷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七集 别老是拥一拥一的叫人家 他是一个好医生 况且 年龄上又是我们的长辈 对人家客气一天 萧义打完之后 又有点心疼他了 揉了揉他的脑袋 好了 你也辛苦了 回去吧 早点睡 他不经常做打一巴掌 给一个早的事 但是一旦对谁做了 那便是从心底里 将这个人当成自己人的 而且这一套对付关城政便已经够了 揉了眉两下 关城政便笑了 连委屈的表情都退了 乖乖地点点头 那我走了 要是夫人觉得哪里不舒服 给我打电话 我立马飞檐走壁过来 能不能多正经几秒啊 去吧 晚安 夫人晚安 关城政的退场方式 依然是从窗户 这回连窗户都懒得开 直接从被打破的窟窿钻了出去 萧义一巴掌拍在额头上 头疼啊 喝的什么药 差点忘了 衣柜里还有一个人呢 立马安已经从衣柜里出来了 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 深邃的毛子盯着床头柜上的那碗药 碗底还剩了一些褐色的药渣子 关你什么事 立马安长腿跨过去 直接伸手去拿药碗 萧义也在同时动了 他们各自扣着药碗的一边 谁也不让谁 松开 这是我的东西 你凭什么看 立马安在衣柜里 将他喝药的一幕看在了眼中 心下诧异 他是最怕苦的 平时哪怕是吃个胶囊 也要他哄上好半天 这么大一碗中药 他连眉头都没扭 一口气就喝掉了 他怎么了 生病呢 为什么要吃药 吃的什么药 观成正一走 他便出来了 他一定要知道 那是什么药 可萧义也不让 非要和他抢 反而欲盖弥彰 从侧面告诉他 这里面有事 该放手的是你 男人颇有压力的目光 落在他仙仙欲指上 松手 世人的压力 险些让他撑不住了 仓皇间 下意识地将碗 往自己的方向拽了拽 搞不清楚状况啊 你这个人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东西 没见过明强 有你这么光明正大的 耍赖皮是不是 立马安懒得跟他说 用了一把力 将他的手给震开 手心里一拖 萧义也心下 漏跳了一拍 那可是他的保胎药 怀孕的事情 只有他和观澄澄 还有李医生三个人知道 连小舅舅那都瞒着呢 这个人不知身份 不知底细 非要抢他的药碗 究竟是何居心 萧义也冒不起那个险 着急去抢 原本是抢不到了 可是身子突然间跪下来 朝着他扑去时 突然间失去重心 倒在他的怀里 李怀安下意识地搂住他 萧义也一点都没耽搁 立刻把药碗给抢过去 要往被子底下塞 你敢 萧义也没来由地打了个机灵 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怕意 他哽了哽脖子 委屈巴巴地瞪他一眼 索性抄起药碗 朝他砸了过去 这一下子 简直就是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将手边能够拿到的东西 包括枕头 台灯 闹钟 全都朝他扔去 李怀安站在那 臂都没臂 由他扔 由他砸 始终没有吭过声 只是那双幽深的毛子 越发地冷了 如同夜间 湖面上泛起的零零薄光 刀刃一般的凌厉 萧义也手边 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扔的东西了 摸到枕头底下的手机 犹豫都不带犹豫的 仰手便冲他砸了过去 刚好砸在 李怀安的额头上 手机碰到他银色面具 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笑意突然不动了 他愣愣地看着男人 因为压抑怒气 而上下滚动的喉结 头顶的水晶吊灯没有开 灰扑扑的 唯独床头的这盏暖灯 摇曳过去的灯光 笼罩着他挺拔的身躯 穿着黑色西装外套和西裤的他 快要和脚下延伸出的阴影重叠了 他的整个气场 突然间冷得让人齿观打颤 萧义仍然觉得不解气 小手左右的前后抓了一转 唯一能够抓到手里的只有被子 可是被子那么大一坨 他拎不动啊 就只好喘着粗气看着他 心想 这下他总该是怕了吧 不就是眼神上能吓唬人吗 谁不会啊 两个人互相盯着看 看谁的气势更凶 谁先熬不住眨眼睛 可是看着看着 怎么看到他的脸颊有血流下来 细小的 一滴两滴三滴的 是从银色面具里面流出来的 慢慢汇聚成了一大滴 悬在他的腮边 看着是触目惊心 刚刚 手机是砸到他头了吧 你 你干嘛站着不动 你不会躲啊 小依依气势已经虚了 他没有想过要伤他的 明明这个人很讨厌 不管说话还是行为 都令他讨厌至极 可是为什么 在看到他流血的时候 小依依的心脏会如同是抽吸一般的疼痛呢 他想去看看他的伤 可是他动弹不了 总觉得有股力量在牵扯着他 等稍稍的平静一会儿之后 便觉得心虚愧疚 丽环侯杰上下滚动 凸起的侯杰 好像慢动作一般落在眼中 他生气了 脑壳了 冷不丁的 男人深沉暗雅的嗓音传了过来 光是听声音都知道 他已经气到了极致 小依依手指脚趾都蜷缩了 有点害怕地往床头躲 你凶什么 是你做错了事情 是你不对在先 你还用力了 丽环安抬手 将悬挂在塞边的血水擦干净 小东西下手挺狠 若不是有一层面具搁着 只怕额头的伤 就算是好了 那也得留吧 看他怕成这个样子 丽环安也没难为他 而是往旁边走了几步 小依依不清楚他要干什么 目光没办法从他身上抽离 瞪着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最后 丽环安在某个点停了下来 蹲下身 伸手 拨开了几片碎片 那好像是他的药碗 早在砸过去的时候就已经碎了 小依依突然间想起来 就是因为他非要抢他的药碗 这才刺激到他动手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环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58集 你恐怕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警告你 这儿住着的 是你招惹不起的大人物 你最好赶紧离开 否则 有什么下场 我可不敢担待 还有 面具舞会上的事情 只是一个意外 我并不知道拿到 另外一面面具的人是谁 这纯属是一个误会 如果是我冒犯到了你 很抱歉 我向你道歉 但是麻烦你 你有多远 你就走多远 我们最好不要有交集 丽环安从碎渣里 看到了一点要渣 他藏了一点在手心 我跟你说话呢 你好歹答应我一声啊 行还是不行 给句准话 丽环安起身 深邃的黑眸 精准地落到他白膝里 透着红衣的小脸 你想和我划清界限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很高兴你理解到了 本来嘛 萍水相逢 我们连彼此的名字 都不知道 丽四 啊 什么四 不是 请问 你刚刚说的是 哪国的语言 莫非是国语 他怎么听不懂呢 丽四 厉害的丽 丽丽的四 我的名字 丽丽 萧毅蒙了好一会儿 他是真的蒙了 隔了好久 他当机的大脑 才重新开始运转 你 居然 是在告诉我 你的名字 丽环安 脸色沉稳 镇定地点灵下头 他竟无言以对 他只是随口一句 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是一句劝退的话吧 长脑子的人 应该都能听明白的 他是真不懂 还是装不懂呢 抱什么名字嘛 脑子里有包吧 所以呢 不打算告诉我 你的名字 苏 不是 这么突变的画风 难道他真的傻到了 要和他一起做自我介绍 先生 你拆话题了吧 脑子是个好东西 要是坏了的话 提早治疗 指不定 还能够挣扎一下 李环一仰手 把什么东西给扔了过来 萧毅以为是暗器呢 怂得往被子里面钻 可也只是感受到了很轻的一个动作 早晚一次 自己吐 什么 萧毅以掀开被子 露出一双大眼睛 看了看他 没看到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 李环指了一下被子上的一只药膏 自己捡 做什么用的 吐屁股 不提这茬太旺了 在包厢里的时候 被他按着打了一顿屁股 也的确是 一直都犯着疼来着 可是 没看出来他在硬撑嘛 干什么非得提醒他 这下 都不觉得自己是坐在软软的床里面了 而是坐在刀尖上 我说你半夜翻窗户进我的房间来 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 不然 萧毅气得没差点撅过去 说点什么 才能让气氛不这么尴尬呢 谢谢啊 我帮你通 不不不不用了 不用了 大可不必 我谢谢你啊 那个 你可以走了 你要是不走 我就要喊人了啊 他板着一张脸 凶凶地吓唬他 稍微有点羞耻心的人 都会被这个竹壳令吓得赶紧走 况且 他还是一个身份不凡的大人物 可是李环哪里有什么羞耻心啊 对着他自己朝思暮想 咬牙切齿的老婆 哪里会有羞耻心 长腿一脉 一步步地逼近床沿 齐长的身躯压下来 较可以 但是只能较给我定 他这刚刚是不是 开车了 这车速点快啊 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等他查取出来这个 叫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呢 羞愤的杨起手 就想给他来上一巴掌 意料之中的 没能够打下去 杨起的手臂被他截住 顺便压过头顶 按在了枕头里 萧毅被迫地养身 上身攻起 他故意地压下来贴着它 隔着薄薄的衣料 彼此间的心跳 都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他瞪大了眼睛 正正地看着它 刚刚你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外面人都没有听见 房间的哏音效果这么好 我若是现在对你做点什么 你求求有门 他温热地呼吸 浮在他的人中上 泛着丝丝缕缕的氧溢 你别乱来啊 你别忘了 我们可都是有家事的人 你似乎忘了 我说过老婆现在忙得很 没空管我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萧毅从他的语气里 听出了一种咬牙切齿的一味 被逆光遮掩着的眼眸 如同一汪搅弄风云的漩涡 要在他不注意的时候 便把他给吞得干干净净的 萧毅心下突然一记 不等他细想那抹不对味的时候 腰间突然一痛 萧毅掐着他迎迎一卧的小腰 捞进怀里 彼此间剩下的那点距离 也被拉得毫无间隙 不是喜欢玩刺激游戏吗 这会儿怕了 萧毅正正地看着他的眼睛 头皮一阵发麻 越发觉得男人身上的那股 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场 是他故意的 故意要这样压着他 给他造成莫大的恐慌 他脑子里 哪里还能腾出一心半点 可供思考的余地 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推开他 然后屁滚尿流地 爬到床的里侧 把被子拉过来 盖住整个人的身子 只露出一张小脸 他眼睛里闪着泪花 屈辱到了极致 又羞又气地 还拿他没办法 最糟糕的是 当面对他的时候 靠得那么近的时候 他的心跳很快 失了频率 像是要从胸膛里面 跳出来似的 只有在四夜面前 他才会这么地失控 从来没有想过 莫名其妙出现的男人 竟会让他产生这般的感觉 这可不是一个好征兆 滚 我让你滚啊 丽环安还保持着抱他的动作 怀里空的一瞬间 他唇角的笑意就淡下去了 慢慢直起身 他的阴影 依旧将他小小的身子 给笼罩住 很快便看到 他眼睛里流出的泪水 他咬着唇 呜呜员员地 委屈到了极致 又气又恼 他为什么还不走 为什么要站在那 为什么还要用那种眼神 看着他 他心里越发地乱了 我让你滚啊 听见没有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五十九集 墙上精美的挂钟 滴答地走动着 清清楚楚地落到他的耳中 也将他心慌 拉扯到了触不到边 也探不到底的恐慌 萧依依不得不承认 他很怕这个男人 非常的怕 若是他还待在这儿 他会疯的 对峙并没有持续多久 李怀安转身 朝窗户方向走去 萧依依的眼神跟着他走 当到窗口的时候 男人停了下来 半侧回眸 脸上银色的面具 在室内晕黄的灯光 和外面月华流光的 相互冲击之下 整个人好像描了一层 不真切的光边 侧脸和脖梗 落下了一片阴影 深沉难测 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 想要和我划清界限 是不可能的 要不了多久 我们还会见面 哼了一声 软软的枕头 砸到他的后背上 声都没起便落下了 萧依依便没有看他 把自己的脸 埋进了膝盖 只拿侧身对他 力宽心下一阵脚痛 很想冲过去 把他抱在怀中 告诉他 我就是你的四爷 我来了 抄在西装口袋里的 双手蜷缩成拳 握紧 又松开 然后双手拿出来 撑在窗户边缘 纵身跳了下去 耳旁终于安静了 安静的只剩下苗表 和破洞窗口吹进来的冷风 萧依抱着自己坐了很久 浑身冰凉 这一晚上的惊吓 让他的心情起起伏伏的 全部都因为那个陌生的男人 他给他一种陌生之中 又很熟悉的感觉 正是那种说不清的感觉 让他感到很害怕 他的脸上早已枯花了 胡乱地扒了吧 想下床去找手机 一动才觉得腿已经麻了 半个身子扑到了床外 双腿还在床里 像是被截肢了似的 好一会儿他找到手机 外壳边缘已经碎了 他想要给立华安打电话 很想 连日来压抑着的思念 急需要找一个出口 他想要听四爷的声音 想要四爷的抱抱 想要和他道歉 自己不该那么作死 他应该什么都跟他讲 什么都不该瞒着他 还有 他想告诉他 他很害怕 可是手机坏了 开不了机了 砸那个男人的时候 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把手机给砸坏了 萧姨急得哭出声来 又咬着唇 哭着哭着 在一片狼藉之中 他睡过去了 手中还紧紧地 抓着坏了的手机 第二天 阳光洒进房间里 附在床上熟睡的 男人的脸上 司马锦 眼瞼动了动 翻了个身 美人 来啊 继续啊 手往旁边摸了摸 没摸到昨天晚上的美人 反而摸到了一手的冰凉 司马锦 砸了砸嘴 恢复了几分清醒 睁开眼睛 突然间看到了空着的一侧 美人呢 来人 他立马从床里坐起来 要换美人进来 抬眼却看到 坐在梳妆台前的那道娇美的背影 百柔儿正在梳妆 他坐在镜子前 身上穿着红色的裙子 落肩的款式 将他银润的镶纤 暴露在空气里 裙摆很长 双腿并拢 侧身坐着 腰脂很细 薄梗修长 葱白的手指 撵着一支眉笔 正在轻轻地描着上妆 有一种风情 搅得他心甘发解 九皇子 你找谁呢 百柔儿侧过身 看他一眼 视线并没有完全看到他的脸上 仅仅是用余光调着他 可这一眼 当真是风轻万种 勾在了眼角处 司马锦突然觉得口干舌燥 舔得挺唇 脑子里完全是昨天晚上 百柔儿齐在他身上 驰骋地交好身段 那触感极好 像是猫儿一般的叫声 还带着一点点的哭腔 每听一次 就觉得心中翻腾 我的好侧妃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他靠坐在床头 故意把被子往下压了压 露出的线条并不明显 纹理也并不清晰的胸膛 以及锻炼的不伦不类的腹肌 过来 陪我再睡一会儿 百柔儿转过头 抓着眉笔的手 愈发得紧了 他得要多大的自制力 才能控制自己别出手 昨天晚上 司马锦和他之前安排好的女人 战斗了半宿 一直到体力耗尽了 百柔儿才将那个女人给送走 他并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什么身份 并且下意识地 按照肖依依安排好的流程去做 到这会儿 房间里还有一股甜腻的味道 闻着令人作呕 不呢 九皇子勇猛 人家怕胖呢 当初司马锦见到百柔儿的第一面 他那性格便是一个刺头 那时候就已经在想 驯服他之后 会是怎样的情形 果然 没有一个女人能够逃得过 他在床上的魅力 经过了昨天的一晚 就已经把他征服得服服帖帖了 软软的声音 让他吓服一几 又开始有感觉了 别怕呀 我疼你呢 你可是我的侧妃 如今宫殿里唯一的侧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王宫里就没有你去不得的地方 我宠着你 也没有人敢不敬你 只要你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乖一点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别拒绝我 百柔儿翻了个白眼 伸手在梳妆台上一撑 站起身 摆动着腰枝朝着司马锦走去 司马锦眼睛都直了 这件长裙 款式很新有 最适合他这种 眉眼间带着阴气的女人 穿在他身上 有一种区别于别的女人的性感 大红的颜色 别的女人穿上只会觉得老气 可是他穿着 却没有一丁点的违和感 尤其是窗外 那大段大段的阳光倾洒进来 他每走一步 都好像踩在韧白的光影上 司马锦觉得眼热了 眼角甚至染上了一层野兽的 星红光芒 一双眼睛死死扎在他身上 恨不得直接把他给剥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集 来吧 过得好侧妃 再陪本皇子 他朝着百柔儿扑过来 可百柔儿是什么人啊 从小便是马背上长大的人 驯服的野马不在少数 早就已经将身手锻炼得灵巧敏捷 他闪身一臂 司马锦扑了个空 这让他很不爽 从来就没有敢忤逆他的妃子 百柔儿 你这什么意思啊 刚刚我说的话 你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吗 可他不会经常在早上 还会宠信哪个妃子 这个百柔儿 有了这么大的荣耀 居然不抓紧了 还避开他 九皇子别急嘛 百柔儿转了个身 最后坐在了 距离司马锦两部的床檐那 翘着二郎腿 身子惬意地往后仰 宽秀之下 露出一小节银白的手臂 我都累了一晚上了 九皇子也不让人家痒痒 到现在我都还要酸背痛呢 原本已经动了怒气的司马锦 听到这句话 还有美人脸上娇俏万分的脸色 哪里还有半点气象 早就已经被勾得 魂都不知道去哪了 他自以为很有魅力地挑了挑眉 看来昨晚本王还是没有出过力气啊 还能够让你这么悠闲地和我说话呀 最伤他面子的 居然他还能下床 这在司马锦的月女史上 这还是头一遭 若是每个女人都一样 岂不无趣 九皇子也知道我什么出身 常年耍到弄腔的 哪里是九皇子那些娇娇弱弱的妃子 能够比得了的 可就算是 我有身体素质 也还是好累呢 百柔儿侧向她的那只手轻轻抬起来 掐在自己不应一卧的腰上 人家就是像九皇子 跑个饶 哪里就不听话了 昨晚 人家可是很听话 很听话的呢 他提昨晚 司马锦立刻就想到了昨天晚上 房间里没有开灯 他身体异常燥热 当女人那娇软的呼吸 浮在他脸上的时候 在他耳边滴滴说话的时候 便再也忍不住了 那样的手感 到现在他都在回味着 怎么会这么的柔软呢 手感非常好 就像是从小便学习美术似的 百柔儿的那张脸 也算是漂亮的 可并不见得有多绝美 尤其是在司马锦见过 萧依依之后 百柔儿那张还算不错的姿色 立刻就变成了清秀 可这会儿 他无浓软语地说话 眉眼间的娇俏柔软 每一个表情 甚至只是一个抬眼 便狠狠地抓住他的眼球 再也难移开半分的视线 他也是个游武王 被他疼爱之后 已经从少女变成了 具有妖娆风情的少妇 这可都是他的功劳 司马锦后背 往枕头里面欠了钱 目光缓缓从他光着的小脚丫上 看到了他的脸上 唇边缓缓勾起一丝淫欲来 今晚上多留一碗 那可不行呢 按照规矩 只要不是正妃 从侧妃到侍妾 和皇子订婚后 只留一碗呢 司马锦脸色一变 九皇子许了我侧妃的 威风和荣耀 可不能自己打破规矩啊 百柔儿站起身 挑起九皇子的下巴 让他抬头 迎上他已准备好的 小女人的目光 三个月的时间 九皇子难道都等不了了吗 等你正式地娶了我 每天 每夜 我可就都留在九皇子的身边了呀 话落 百柔儿在司马锦伸手抓过来之前 灵巧地躲开了 转了个身 身上飘起的清香 送入司马锦的鼻息间 她仿佛醉了 百柔儿最后再给她一个留恋不舍 她身子飘飘地 脚步清浅地从寝宫里出去了 留下一世的新香 以及空气之中 欢好过后的甜腻气味 司马锦深深吸了一口气 压得眼角更加的心红 这该死的规矩 偏偏她还不能真的将人给扣下来 百柔儿的身份 对她还有很大的用处 是拿捏住百炼最直接的方法 昨天晚上她的确很乖 将她伺候得也非常舒服 懂得很多淘汰欢心的姿势 可再怎么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况且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三个月后百柔儿照样逃不掉 到时候非得将她摁在床上 宠幸个几天几夜不可 来人 今天之外 走进来她的近身吓人 恭敬地垂着头 没有看床上的狼藉 地下的视线 也小心地从地上扔着的 男人女人的衣服上擦过 对这种场景早已见怪不怪了 九皇子 你有什么吩咐 上个星期送来的那个女人 我带过来 司马锦后宫的女人多得数不清 各种款的都有 光是谭言送过来的 就已经排到好多号了 全都在盼着九皇子的宠幸 吓人想了想 上个星期进来了几个女人 只有一个让九皇子宠幸过一晚 还记得第二天九皇子还夸她 只是现在都还没有给身份呢 是 这就给您送来 下人连多余的话都没有 他也没那个胆子 别说是把女人带到侧飞的宫殿里 和九皇子来欢好 就算是正殿上 九皇子也做过处理宫事到一半 便让人带女人进去的事 并且不止一次 百柔儿走到宫殿最外面的那套走廊上 视线随意地一放 正好看到一个下人 带着一身华服的女人 朝她的宫殿走去 那女人双手放在身前 羞涩地低着头 红韵爬了满脸 隐隐地期盼着 迈着小碎步稍微有些急切 百柔儿当即便明白了 清冷的目光露出了一丝鄙夷和嘲讽 某些男人的本性真是恶心地 仿佛臭水钩子里面的烂虫子 即便是位分再高 身份再尊贵 穿得再怎么华丽 也还是掩盖不住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腐朽臭味 她才懒得在意呢 刚刚离开宫殿的时候 别看装得很舍不得的模样 但其实脚下的步子 每往前迈开一步便快一些 恨不得能够从那间 未到难闻的房间里快点出去 要不是必须要在司马锦醒来之后 做这一场戏 免得他生疑 他是一分一秒都不想多待 与其把时间用在司马锦的身上 还不如好好地去找某个男人算账呢 居然真的就眼睁睁地 看着他嫁给别的男人 顾白泽打了个喷嚏 耳根子有些发痒 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耳唇 怎么觉得有人在背地里骂他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环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61集 还是被谁给惦记上了 小舅舅 你怎么了 萧毅面前摆了一大桌子的美食 抽空问他一句话 便悄悄地将他面前的几道美食 朝自己方向拿过来 他在意的不是顾白泽是不是感冒了 在意的是这些吃的 千万别被他喷到口水 顾白泽嫌弃地看他面前的那碗拉面 非得放那么多的辣椒啊 萧毅一左右看看 还朝窗户和餐厅的门口方向看了眼 伸手在空中静止不动 感受风吹来的方向 怎么了嘛 我坐在你对面呢 隔这么远的距离 辣椒还能呛到你 是 就是呛到了 顾白泽直接把他面前的碗给拿走 递给一旁的明浩 去 给小姐换一碗不辣的来 明浩憋着笑 却不敢看小姐暴躁的脸 赶紧去厨房吩咐 萧毅一手里只剩下一双筷子了 咬牙切齿地插了一只小笼包 咬了一口 嘴里含糊不清地跟着杠 我看你就是没事找事 什么被辣椒呛的了 自己打喷嚏 还怪在我头上了 说不定是什么小姐姐 正惦记着你呢 顾白泽立刻拿起菜单 在他脑袋上打了一下 大草上的非要找打是吧 笑意气呼呼地瞪着他 干脆不理他了 你那是什么眼神 你就不能乖一点 对我尊敬一点吗 你看看别人家的外甥女 哪个不是听话的 在舅舅面前又恭敬又小心 古往今来恐怕只有你这个胆大包天的 敢对自己的亲舅舅甩脸子 别人家的舅舅都是上了年纪的 没有你这么年轻的 怎么尊重啊 笑意面无表情地小声嘀咕 给了他一个会心一击 顾白泽听清了 听得真真儿的 不过他才不会承认呢 你说什么 有胆子再给我说一遍 你让我说我就说呀 我不要面子的吗 笑意咬了一大口 哼哼唧唧地又瞪他 在顾白泽又要拿菜单打到他的时候 他赶紧憋出笑脸 哎 我家舅舅最帅了 这是我亲近你 不像别人家的外甥女那么丝板 你不就喜欢我这么对你的吗 其实呢 我的心里是很爱很爱你的呀 压个屁呀 可偏偏顾白泽就是很受用 居然被他三言两语就哄好了 甚至默默地放下了手里的菜单 你说要出来吃早餐 呼吸天地灵气 我也依你了 什么时候把窗户的钱赔一下 笑意把剩下一半的包子咬进了嘴里 匆忙地咬上两口 梗着脖子硬是给吞下去了 不是我啊 不关我的事 那是关城着弄坏的 是他大半夜的非要翻我的窗子 窗户关上了 他用舌头砸 给砸开的 这可不能怪我啊 我可什么都没做 我可无辜了 顾白泽看着他那张无辜的脸 眯了眯眼睛 你房间里的那些东西 也是关城城砸的 笑意瞬间没脾气了 他昨晚闹得累了 哪里还有精力去收拾 大早上的被顾白泽逮了个正着 早上下人进去的时候 满地的狼藉 枕头和碎片还有衣服 甚至台灯都扔得一地都是 笑意居然在一片狼藉之中 睡得跟死猪一样 下人们都不敢动他 连滚带爬的找顾白泽去了 一直到顾白泽赶过来 手指探在他鼻息之下 才知道这个小混蛋 只是睡着了而已 关城城是吗 把你房间里弄得像是 被土匪给打劫了似的 也是关城城一个人干的 笑意睁着眼睛说瞎话 对啊都是他干的 跟我没有关系啊 没有你这个主人的允许 他有这么大的胆子 需要把人叫来对峙吗 不需要了 行了你 我也不是真的要你赔 以后你们俩给我消停点 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小手下经常翻窗进去找你玩啊 笑意一句话也不敢说了 非常尴尬 非常心虚的 勾了一下耳边的发丝 小嘴也稍稍的抿了抿 要是被小舅舅知道 昨晚那么大的阵仗 不是因为关城城 而是因为一个见了面 就死缠着他的男人 那后果不堪设想 却没有注意到 顾白泽凝视着他的目光 越发的变得又深意起来 时间倒退回七八个小时之前 利桓安从萧义那离开 没有避开任何的监控角落 堂而皇之地走在后院里 就像是走在自己的院子里似的 顾白泽站在房间的阳台上 冷冷地看着下面那道挺拔的身影 整个左相府的监控 并非都在他的电脑上 但是别墅周围 所有的监控镜头都是有的 当看见疑似利桓安的身影出现时 顾白泽被惊动了 亲眼看过之后 那哪里是疑似啊 根本就是他 那个该死的男人 居然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后花园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顾白泽留意了时间 不到一个小时 还好 这个时间之内 以利桓安的体力做不了什么 况且萧义义并没有求救 也就是说暂时是安全的 要不然他真以为 房间里摔摔杂杂的 那么大的动静 为什么没有下人进去呢 还不是因为他的受益 来得倒是挺快的 刚通了电话 人就出现在他的伏底里 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 这时候 利桓安似乎感觉到 一直凝视着自己的视线 双腿站定 半侧回身 视线并没有任何的偏颇 直接朝顾白泽的方向看去 正正地扫见顾白泽 站在那儿的身影 两个男人的目光 在空中碰撞出了无声的火花 利桓安唇脚微微一勾 脸上银色的面具 在月灰之下 泛着如同冷兵器的寒光 只要是一想到 昨天晚上利桓安的挑衅 顾白泽就觉得 心里一阵气血翻涌 耿了一口老血 怎么都出不来 他就责怪小依依两句 好嘛 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直接给他怼回来了 这两口子 究竟是谁传染了谁呢 你吃快点 怎么这么磨叽 顾白泽把一堆吃的 往他面前推 催他快点吃 干嘛 急什么 小姐姐要和你约会吗 你中邪了是不是 嘴里总是离不开小姐姐 小姐姐是谁啊 给你下酱头了 小姐姐倒是没有给我下酱头 只是呢 你给小姐姐下了酱头 还不止一个 你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 施主 我关你骨骼青旗 进来夜观天象 给你算了一挂 你印堂红润 脸颊泛着春风 桃花韵旺盛 不久的时日 你将会深陷三角链当中 话音刚落 他额头上便挨了一记暴力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而节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二集 小义一说那种话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挨揍 可是没想到小舅舅会下手这么重 要是给他脑瓜子打得嗡嗡的疼 好一会儿都没反应过来 不过嘛 既然已经开始作死了 哪里还在会挨打 他坐在那没动 甚至掐着手指的姿势都不曾变过一下 老僧入定般的 咪起的毛子还挺像那么回事 施主 你别不信嘛 就我这张嘴 可是被云游高僧开过光的 很灵验的 什么高僧 姓立明怀安的高僧 姓 他差点掉坑里去 怎么听着这话很不对劲呢 呸 你男人才是高僧呢 你家老公才是和尚 他的四爷可勇猛啊 特别是在床上 有用不完的体力 而且一点都不清心寡愈 一点都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一点都不 诶 这怎么还骂上了 话风有点偏呢 丫头 你舅舅以后是要成为别人老公的人 我不可能会有老公 成为谁的老公 五公主司马尤 顾白泽脸色突然间凝滞下来 尤其是嘴角内抹笑 就断在那了 笑意突然变得可乐了 立马得寸进尺 还是说 别人的老公 顾白泽没说话 他懒得说 用眼神点点他面前的早餐 快吃 吃完了我送你去见一个人 谁啊 别好奇 好奇没好处 吃你的 笑意明知道他是在岔开话题 可是心里也很清楚 这个话题就算再继续下去 也只会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 小舅舅不想说的 是怎么都撬不开他的嘴 吃完早餐之后 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小舅舅在A国的身份很高 但是出行的车辆和排场都很低调 即便他这张脸很少出现在电视上 就算是亮相了也仅仅是几秒 从来都不会被拍到他说话的任何视频 一开始 笑意还以为小舅舅是遭受了排挤 有一次和陈叔闲聊的时候才知道 小舅舅不喜欢在公共场合亮相 也不接受采访 可某些重大的场合 比如接见外国首相之类的 小舅舅是非出席不可 他呢 只是去走一个过场 就算在媒体面前暴露 或者是发言了 也会将新闻稿给压下去 并且所有的拍到有关他的镜头 都会吩咐要剪掉 除非必要的无法剪辑的画面 那也必须只能是他的侧脸 这是他最大的配合 所以堂堂左相 不同于别的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他的消息少之又少 就连网上都没有他的资料 若不是亲眼所见 更不会有人相信 权倾朝野的左相 出行乘坐的都是一般的豪华商务车 只不过车子的确低调 但是车牌号可不低调 那一串的零就是身份的象征 车子开在路上 明昊在前面平缓地长着方向盘 顾白泽和萧毅坐在了后面 你不是怀疑自己到了A国之后 身手变弱了吗 我要带你去见的 是仅存的古武四大家族的宗家 宗卿老前辈 四大古武是家 宗家排名末尾 啊 一听说是末尾 萧毅眼角的光瞬间按下去了 不管顾白泽是不是要和他解说 他插了一句话进去 小舅舅你好逊啊 还说什么是左相呢 以你的权势地位 难道就不能给我联系一下 排名第一的古武师家里的高手吗 小屁孩 你能不能学会好好听讲 我正要说到你急什么急啊 萧毅撇撇嘴 两只小手蜷缩在身前 摆成猫爪子的形状 冲他乖巧地舔了一下嘴边逆反的毛 哼 小舅舅 您说 四大古武世家最强盛辉煌的时期 是在你母亲征战前后 曾有两大家族归属于你的母亲 后来 在他被陷害之后 四大家族相继隐退 他们从来便不受皇权的制约 也没有哪一任帝王敢 在他们的心里 并不存在什么家国大义 说的不客气一点 当初若是没有你母亲 敌人打进腹地里来改朝换代 四大家族的人也不会出面的 他们依然可以过着偏安易于的安逸生活 所以 你便能够想得到 你母亲能够连着说服两大家族为他效命 甚至举全族之力成为你母亲的麾下 便可以想象得到 当初的他是有多受人尊崇 笑意不闹了 听得认认真真的 到了这里之后 他记忆当中的那个温婉贤熟 总是捧着一本书 或者是一杯清茶 喜欢试弄花草的母亲 形象来了一个大翻覆 你别瞧不起宗家只是排名末尾 宗家的人随便拎出来一个伸手 都是深不可测的 不是你以前接触的那些人 可以比得上的 顾白则指的是墓锦园里的那些变态 但是真和真正的鼓舞传承世家相比 复销那几个只能算是天资不错的 再者 宗老爷子好热闹 所以才将府邸选在了帝都 不然你以为想找到他们便能找得到吗 至于排名第三的南家 归属于皇室 不是属于司马末川 而是皇室 你明白吗 就是 不管皇帝是谁 南家只效忠皇室 可是小舅舅你不是说 四大师家不会参与全朝吗 那只是对外 但南家从属于皇室 这是几百年来皇室守着的最大的秘密 为的便是有朝一日灭国 南家必须举全族之力保护皇室的成员 那为什么当年我母亲 还有前朝皇室 会灭得干干净净的 南家呢 没管吗 你以为司马末川没有任何对策吗 当年前朝动荡 司马一族用了卑劣的手段 将南家引去了别处 等南家发觉中了调虎离山记 司马一族已经将前朝的皇室 给灭了个干净 从那以后 虽说南家依旧是在为皇室效力 但也一直都在防着司马末川 他那个王位做得名不正言不顺 除非牵连到家国大事 南家才会出面 否则南家一概不管 也就是说 有人把司马末川也暗杀了 南家也会装不知道吗 就是这么个理 可明面上 他们还是会护着司马末川 就看刺杀的人能力如何了 就你那三脚猫啊 想想就行了 你若是真的去做 还没到司马末川的宫殿门口 就会被埋伏在暗处的 南家顶级高手给杀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63集 小义缩了一下脖子 眼珠子都僵直了 古白则一点情面都不留 直接给他会心一击 你上次还想夜探皇宫 以后还敢不敢探了 不 不敢 那 另外两家呢 排名第二的是楚家 全族失踪 排名第一的是傅家 彻底的隐退 再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的踪迹 小义一点点头 这下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小舅舅会带他去宗家 因为那是一个 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古武家族 前面红灯 豪华的轿车停在车流中 等着岔路口的车开过去 等红灯结束 突然间 明昊敏锐地捕捉到了一道车影 面色一变 转过头来说 左相 前面刚刚过去了一辆车 那好像是右相的私家车 哦 顾白泽抬眸 薄唇缓缓勾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藏了这么多年 终于舍得露面了 右相从来不在地独 他的身份只是个摆设 表面上 也没有您的权力高 可是成为右相的那个男人 没有任何人对他有微词 如今他突然出现在地独 很抱歉左相 是我绝查得太慢了 没有提早查到右相那边的消息 这不怪你 藏得那么深的人 行踪飘忽不定 就连司马一族都找不到他 更何况是你呢 可是 右相会和您站在队里面的 顾白泽后背靠着沙发椅 昂头 手肘撑在窗檐上 曲奇的手指 缓缓摸缩过下巴 湄公之下那双躯黑的深眸之内 逐渐搅弄去了风云莫测 那便让他来 我还怕他不动手 只要动手就好办了 明昊似乎还有话要说 可他忠于左相 不会对左相的任何决定有意义 就算眉眼间还宁着担忧 但也会选择相信左相 默默地转过身 把这方向盘的手逐渐收起 仍是暴露了内心的忐忑不定 右相 那个男人可是深不可测 从来没有正面和左相接触过 但是 在左相进入中心之前 朝堂政局曾经有一半的天下 是属于右相的 他所在的高管中心地位很高 备受尊崇 就连司马末川那种生性多疑 从来不肯让大权旁落的君王 都曾经有意地提携过右相 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 当年左相在成为左相之前 还是边疆的大将军 战士打完了 左相被召回 就在那一场鸿门宴上 右相没有出席 可是属于他的一派党羽 险些将左相给杀得方寸大乱 若不是左相早有准备 在赴宴之前 并听从了幕后高人的指点 主动地放弃兵权 要从将军的位置上退下来 那场宴会之上 很有可能会被安格通敌卖国的罪名 被当场处决 至于保留两个军队 只属于左相 这是司马末川的妥协 明面上是妥协 但实际上是将左相这头猛虎 困在了华丽的牢笼里 并且将左相所有的势力 全都放在了明面上 搁在眼皮子底下盯着 后来高人曾经提醒过 让左相小心右相 那场鸿门宴 在背后搅弄是非的是右相 专门针对左相来的 就连之后司马末川对左相的安排 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右相的意见 可是等左相要查那个人的时候 整个右相府都空了 从上而下 撤得是干干净净 还以为是得罪了司马末川 被抄家了 可是这么多年 朝堂上的大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细一点去看的话 会发现 好多大人物曾经都是归属于右相麾下的 就连曾经右相府里的谋士 都成了能够直接对君主禁言的文官 而且右相的位置 一直都被他占据着 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动 林林总总的信息归结起来 若是还不明白右相的地位 那便是个傻子 恐怕司马末川 极度地信任那个家伙 如今左相正式回归 开始插手朝堂的事情 右相便出现了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萧依依左右看了看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可是关键词他是听懂了 捧着小脸看着顾白泽 满脸都是好奇宝宝的求知运 小舅舅 又想是谁啊 跟你有仇吗 顾白泽叹了口气 倒不是说仇又想 而是看着他叹气地 抬手摸摸他的发顶 小孩 要紧你的奶瓶子 大人的事 别好打听 萧依依一巴掌拍掉他的手 奶胸奶胸地瞪着他 转身不理他了 就在他转身之后 顾白泽含笑地毛子暗淡了一下 又想 别人不知道 他可是知道右向的名字的 司马涵 整个司马皇室 藏得最深的人 既然连名号都能看到右向的车 对右向私家车的车牌记得那么清楚 但是他不知道 右向也对左向的一切都是了如指掌 即便只是匆匆一瞥 驾驶座上的心腹 楚景自然也认出了左向的车牌 右向 刚刚那是左向的车 后座坐着的男人慢慢悠悠地睁开眼睛 眼底逐渐地 一出一丝轻笑来 哦 男人一身黑色的西装革履 领带打得很工整 双腿交叠地坐在沙发里 车顶覆盖下来的阴影 将他奇长的身子笼罩其中 依然挡不住这个男人 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贵胄和尊贵 此时他眉眼轻挑 丝丝缕缕地笑逐渐地在嘴角勾起 眼底却是没有半分笑意的 楚景看了一眼后视镜 主子 要抽个时间去和左向过个招吗 后座的男人嗓音低沉 压着一股子潜藏的危险 不必 再有不久 我就会和他见面 是 楚景应了一声 专心地开车 车子停在右向府的门口 府邸和左向的很不一样 除了门口站岗的哨兵 里面可再也没有任何具备武力的人了 不同于左向府内 十步便能遇到一个高手 这儿的装修 环境 还有花草 皆是清风雅静 彰显了主人的淡泊名利 淡泊名利 哼 在外界的眼中 右向可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吗 他不管那些纷争 也不参与任何决策 可如今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谁不会对自己背后着重叮嘱一句 千万不要招惹左向 千万不要不尊右向 这言语中的区别 不言而喻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64集 这座府邨很久都没有回来过了 当初右向半隐退 将自己的心腹都给带走 连同下人也一并遣散了 但是 还是留下了管家和两个下人看管府邨 右向刚到 管家便匆匆迎上来 面上有喜悦 也有惶恐 右向 九皇子十分钟前到了 现在在会客厅里等你 右向整理着袖口 来得倒挺快 这个九皇子 恐怕早就察觉到了您回国的动静 掐着时间来的 只怕是来者不善呢 他什么时候对我善意过 别慌 做你的事去 让下人把茶水点心上足了 右向并没有立即去见九皇子 而是回到主卧里 换了一身家居服 顺便看了几份文件 将时间拖到了半个小时 才慢慢悠悠地去到了会客厅 刚进门 前脚还没有跨进门槛 突然间摔了一支茶杯过来 这儿的下人是怎么回事啊 上的茶要么烫嘴 要么是凉的 怎么 很久没有伺候过主子了 连凤茶这么小的事也做不了了 右向看着脚下碎裂的茶杯 但某扫了一眼皮鞋和裤腿上溅到的茶水 什么都没说 提了一下膝盖上的裤子 面不改色地蹲下身 将几片大的碎片捡到一处 又去找那些小碎片 轻轻地放在大的碎片里 管家立即过来 双腿跪在地上 右向 这些事情让我来吧 怎么好委屈了你 右向还没说话呢 九皇子讥讽的嗓音传了过来 哼 委屈 区区一个臣子 捡被我摔碎的茶杯 你们说这是委屈 是不是太自以为是 把自己的身份放得太高了呀 管家不敢吭声 屈辱地看了一眼又笑 无妨 去拿扫帚来 管家咬了咬牙 死死地控制住自己 才不至于对九皇子出言不逊 忍着屈辱出去了 连君主都不敢这么对待右向 九皇子他怎么敢 九皇子是故意的 居然敢让他等 他借着茶水当借口 多刁难一下又怎么了 又不是他让右向亲子收拾的 可某些人天生就是贱骨头 不就是该做这种下人才会做的事情吗 想到此 九皇子堂而皇之地走过去 一脚踩在一块碎片上 下脚挺重 正好踩到了要拿的那块碎片 他连右向的几根手指 一并踩在了脚下 哟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排场 回府的第一时间不来见我 这就是你右向府的待客之道吗 右向神色淡淡的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怠慢九皇子是我的不是 劳烦九皇子抬脚 碎片扎你鞋子了 扎我的可不止是碎片 你的手更搁印我的脚 九皇子故意地拈了几下 还有人 右向拧眉 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 右向 这时候管家回来了 刚回来便看到了这一幕 九皇子居然把右向的手 踩在了脚底下 肆意地碾压 管家双眸通红地要冲过来 却被站在门口的楚警给拦住了 楚警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只是 他惯会隐藏 即便是脸困冷冽 也依然能够将 眉底的那抹心红 怒意给压了下去 右向需要扫帚 还不快送去 管家看得一眼 咬咬牙 迈着沉重的步子 将扫帚和波脊 放在了右向的旁边 您需要的东西拿来了 右向抬头 看着九皇子 劳烦九皇子抬脚 欺负够了 九皇子把脚挪开 一眼便看到 他被碎片扎出血的手指 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不管右向再怎么低调回归 就是逃不过他的眼线 这不 刚一入境 消息就已经传到他耳朵里来了 他知道这个男人很厉害 有谋略 有才智 还惯会对父王产妹讨好 甚至到现在 父王在决策国家大事上 还会延续了当年 右向给他提供的办法 凭什么呀 他就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杀一杀他的锐气 你也就只配做点下人打扫的活 要是聪明的 不要碰你不该碰的 别参与你不该参与的斗争 如今你的右向位置已经算是爬得很高了 但是也到头了 你也别指望着下半辈子还能继续往上升了 你心里也清楚 就你的身份 再往上是亲王 可你不配 你不配 你懂吗 对了 你母亲过得挺好的 算是安分守己 没有人为难她 不过 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她可就没有现在这么舒坦的日子过了 右向一只低眉顺眼的在收拾地上的碎片和茶末 脸色始终波澜不惊 像是没有被刺激到 右向是不敢顶嘴 肩默无言地做完了下人该做的事情 甚至连垃圾都是亲自倒进垃圾桶的 去 重新给九皇子上一杯热茶 司马紧嘴角抽了抽 合着她说了一大顿 这个男人是一点都没听进去啊 我还有什么心思喝茶呀 右向 你这儿的代客知道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他眉眼俱傲 盛气凌人地将右向从头扫到了尾 你这右向府 乌烟瘴气 一通无合之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雁诺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五集 右向抵着眉眼 面上始终没有任何的波动 唇角微微挑着 司马紧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态度了 不过 不敢顶嘴 倒是很讨他的喜欢 起码这个人 还知道一点自知之明 知道身份上和他有着天壤般的差别 只能是在他的面前低眉顺眼地 装足了孙子 这样才对吗 你要记住 这辈子 我是主 你是奴我 不管你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越过我的头顶上去 明白吗 右向仍然没有说话 嘴角的笑意似乎加深了 他眉眼温淡 似乎天生便是这张脸 从容有度 如同翩翩的温润公子 不会动怒 不会生气 不管怎么被侮辱 连一丁点的情绪起伏都没有 司马紧作威作福的够久了 可每一拳出去都是打在棉花上 渐渐地也失去了兴致 就算是边吃一条狗 狗也会冲你叫两声的 右向一声不吭 真是连狗都不如 行啊 我在你这待的也够久了 父王找我还有事 司马紧拍了拍 右向肩膀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笑得好像一条毒蛇 故意栖身接近 在右向的耳边说 记住我说的 安分点 这个地图 才能够有你的容身之地 你也不想再像之前那样 被灰溜溜地赶走吧 司马紧就不信右向 当真是一个 不会有情绪波动的人 司马 狠 司马紧游刃有余地 欣赏了一会儿右向脸上的表情 才大笑着出门了 他近日来 是来给威慑的 整个右向府的人都不敢得罪他 还得僵硬地笑着 好言好语地 仿佛送佛一般地将他给送出去 管家一直撑到司马紧的车 离开视线范围之内 才一巴掌将脸上的笑容给拍下去 脚步匆匆地走回会客厅 医生已经来了 正在将右向手指里 牵着的碎片给挑出来 小心地消毒 再涂抹上药 药性很刺激 所以医生没敢下重手 右向 疼的话您就跟我说 此时右向坐在椅子里 手里捧着一杯清茶 手搁在椅子的扶手上 医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正是容易对男人心动的年纪 整个右向府里的心腹 大多都是从小便被右向收养的 包括他 所以右向在他们的心腹中 如同是神奇一般的高高在上的男人 可是他被司马锦狠狠地踩在脚下 如何能不伤心呢 初锦站在一旁 眼睛都红了 他们并没有因为主子 默不吭声而觉得屈辱 而是觉得司马锦太过目中无人 欺人太甚 觉得很愤怒 如果不是因为司马锦是皇室的九皇子 不能够动他 非得把他的头给拧下来不可 柱子 九皇子刚大了侧妃 是百恋的女儿 百柔儿 备受宠爱 如果您想要对付九皇子的话 百家 会是一个很好的缺口 右向端着茶杯的手一掷 轻轻笑出声来 谁说我要对付他了 可 初锦身子动了动 堂堂七尺男儿 血气方刚 此时却因为隐忍 而浑身气得轻轻发抖 九皇子那样折辱您 知道您刚刚回国 就找上门来闹一通 这口气 难道就这么咽下去了吗 你也知道 他只是来闹闹而已 我都不生气 你这么气做什么 手背有凉凉的东西落下来 楚嫣儿哭了 眼泪巴达巴达地掉下来 咬着唇压抑着抽气 可还是有一些轻微的声响发出来 他慌忙地将右向的手背上的泪水擦干净 又把自己脸上的泪也给擦掉 慌慌张张地继续上药 看 头顶落下一道温润的嗓音 楚嫣儿鼻梁上的眼镜被取走了 他想伸手去拿 可是右向抬了一下手 轻松躲过了 他居然亲自帮她 将眼睛上的雾气给擦掉了 楚嫣儿受宠落惊 他心惊地看着右向手指上 还没有处理好的伤口 右向 您给我吧 万一切动您手上的伤口 无碍 右向一口回绝了他 仍是坚持亲自将眼睛擦干净 再亲自给他戴上 眉眼侧着 轻腻地笑了笑 挺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哭哭啼啼的就不美了 楚嫣儿立刻将脸上的泪水 全部擦干净 抽烟生也一并压了下去 强行打起精神 给右向处理伤口 再不吭一声 也不哭了 会客厅里站满了人 那些下人也在远处守着没有离开 他们心目中的神 被九皇子这样侮辱 全都觉得愤慨 咬牙切齿 右向的眼眸淡淡地看了一圈 包成围钩 低沉地笑出来 我刚回来 你们就要对我哭丧个脸 不是的 右向 我们是因为九皇子他太 好了 管家一脸的气愤 话还没说完 便被右向给轻斥住了 他只得闭上嘴巴 可脸上的表情 确实不服气 他是皇子 我是臣 没有一下犯上的规矩 九皇子实在是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主君都还仰仗着您 可这九皇子却 话音未落 突然一道冷寒的毛子 朝他逼时而来 初警突然觉得喉咙像是被掐住 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 右下很少会用这样警告的斥责目光看着谁 音质地从他那双素来如同清风浩月的毛子里散发出来 一眼便冷到了骨子里 我就当没听过你刚刚说的话 你该知道在我的身边是什么地位 日后就算是只有我们在场 这些话也不可以再说 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右向回归 各方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 左向是一个大威胁 还有政治场上乃至王宫里 从君主到皇子都在盯着他 刚刚九皇子来了一场闹剧 恐怕消息早就传开了 初警是一个懂分寸的 明白右向对他的敲打 即便是再有不甘 也只能打落牙齿或血吞 是 右向放下茶杯 将手朝着楚燕儿面前伸进一些 陌生无言 那之后谁也没有再说话 也不敢说 这时候有下人来禀报 外面来了客人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清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环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六十六集 右向 别来无恙了 一道阴冷的女嗓传了过来 初警身心一动 快速地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黑洞洞的枪口 对着突然间出现在门口的女人 你是什么人 管家也吓了一跳 下人刚刚进来通报 人就已经进来了 虽说现在右向刚刚回来 府上的安全做得并不细致 可是门口的几名哨兵 都是一等一的身手 他一个女人是怎么进来的 还有 这女人身上穿着一身 黑色的冲锋衣 外面披了一件黑袍 帽眼很宽 拉得滴滴的 遮盖住了大半张脸 只能看见说话时 翻动的红唇 来人 把他给我轰出去 管家立即叫人来 可那人却被处紧的手枪对着 半点挣扎也没有 更没有要出手的迹象 他谁也没看 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可出口的嗓音 却莫名地 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 像是精神上的绑架胁迫 右向 要和我走吗 右向淡漠地抬了抬眼 一声没吭 他完好的那只手撑着变脚 另一只手的手指上包扎了白色的纱布 另外几根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地敲击着 屈黑的深眸之内藏着让人看不清的高深莫测 他薄唇威名 没有开口说话的意思 尽此 楚锦立即将枪上膛 七进一步 抵在女人的眉心间 只要是扣下扳机 子弹便能够从她的眉心间穿透过去 女人终于慌了 举起双手 示意自己并没有恶意 右向 你好无情啊 你的手下也好凶 他现在正拿枪对着我 嗯 右向轻微地闭了闭眼睛 宝纯威勾着一段冷然的糊涂 我看见了 可不可以不让他把枪对着我 这已经算是在求饶了 右向唇角那丝弧度 才算是有了笑容的模样 楚锦 闻言 楚锦收了手枪 不过人依旧堵在门口 让他进来 楚锦这才肯让开 那女人走进来 站在距离右向一米远的地方 不敢再造次了 她气势汹汹地来 手中握有右向的把柄 本来是想要威胁她的 让她不敢再抛弃她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在玩弄人心的方面 是如此的炉火纯青 他什么都没做 甚至也没有任何吩咐 但他的管家 还有一个楚锦和一把枪 就足以让他心里防线崩溃了 这个男人 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 那么的温文尔雅 到他前面之后 气势彻底地没了 可谓是卑微 右向要怎么安排我 他还没说话呢 管家匆匆地进来 看了他一眼 而后 傅尔在右向的耳边说 主子 宗新仪宗小姐来了 先带她下去休息 他指的是那个黑袍女人 右向亲自吩咐了 管家不会没有分寸 虽说第一眼很不喜欢她 但是也没有给她脸色看 领着她从后门走了 很快 一道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小女孩粉色的身影 朝她的怀里飞奔过来 韩哥哥 你可回来了 我都想你了 宗新仪大胆 一下子坐到了右向的腿上 右向没有抱她 伸势手微微拳着 轻轻地出了出她的后背 心仪 你已经长大了 怎么还像小时候那样往我的怀里扑啊 快下来 我不嘛 我就不 就抱着 宗新仪二十多岁的年纪 满脸的胶原蛋白 她用自己的小脸贴在她的脸上 右向不愿 往旁边侧过去 以后你会有老公的 总赖着我像什么样子 我老公 我长大以后是要嫁给你的 宗新仪总算肯抬起她的小脸 揪着眉头 狠不悦地看着她 难道 你是要反悔了吗 她正要气冲冲地找得算账呢 突然间看见她右手的食指上 包扎着的白色纱布 面色突然一变 这是怎么回事 她看着右向 可是右向只是微微地抿着唇 在笑着 并没有说话 宗新仪气急了 从她的怀里站起来 谁弄的 这是谁弄的 右向才刚刚回来 你们居然就让她受伤了 很久没有侧候过主子了 连规矩都不懂了吗 是不是整个右向府 已经没有一个可用的了 要是都是废物的话 早点说话 我好亲自派人过来照顾右向 一屋子人都没说话 楚燕儿滴滴地垂着眼 她刚刚哭过 眼眶和鼻尖都还是红的 即便是小声的抽烟 也还是被她给注意到了 一见到楚燕儿红了眼 就觉得心情老大的不爽 你哭什么 给我滚出去 晦气 楚燕儿身心一颤 小嘴委屈地压了压 不敢和堂堂四大鼓舞 世家的宗大小姐叫板 赶紧拎着自己的医药箱出去了 管家安置好了黑袍女人 匆匆地赶回来 便见到楚燕儿哭着 跑出去的背影 她挣了挣 快步地走到宗欣怡的面前 宗小姐 小小姐 有什么伺候不周到的 您跟我说 我实在是不明白 你们干嘛留着楚燕儿 那个废物 一身脑纹的医药味 也没有看她医术有多高啊 宗欣怡立刻发难 她受不了右相身边 有任何女人 任何 这 管家一时为难 偷偷地朝右相 投去求助的眼神 都闹成这样了 右相居然还坐得住 那双眉眼清润如水 淡淡地看着她 笑了笑 话却是对着管家说的 牛奶和点心没上足 难怪总大小姐发脾气 还站着做什么 不去准备 管家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赶紧去办了 宗欣怡咬着唇 小脸羞红 愤愤地跺脚 可是看着右相手指上的伤 心疼坏了 韩哥哥 明明就是他们照顾不周 我刚回来 你就是这么欢迎我的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宗欣怡快步走过去 拉起她没有受伤的那只手 撒娇地摇了摇 真没有 你误解我了 又向淡淡地抬了抬眼 示意她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宗欣怡没动 而是看着她优雅 相交在一起的双腿 我不能坐在这里吗 不能 宗欣怡这才 心不甘情不愿地 坐到了冷冰冰的椅子上 可并不代表她就消停了 嘴里还在小声地嘟呢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西域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67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反正你也不会在意的 她听清了 不过她装作什么都没听到 很快 管家上了许多精美的点心和牛奶 那速度快得像是投胎似的 能怠慢吗 那可是四大鼓舞世家 宗卿老先生 唯一的孙女 从小便被众星捧月般地长大 就是王宫里的那些公主 恐怕也少有她这样 浇灌着成长的 如今 宗家在A国的地位 可不等同于 多年前四大家族鼎盛的时候 男家为皇室所用 就算是政治场上 接近于金字塔顶端的大人物了 可是见不到男家任何人的一面 所以 现在宗家越发的西贵 若不是宗家大小姐倾心又想 是整个A国上下皆知了 他们又早有婚约 恐怕宗家的大门 早就被求亲的年轻才俊给踏平了 怎么有空到我这儿玩了 家里没意思 今天爷爷有客人拜访 我觉得无趣 只好听说你回来了 那我当然来找你玩了呀 是吗 又像轻轻浅浅地笑着 茶杯里的茶水蓄了心的 优雅的手指托着茶杯 抬手送到唇边 轻轻抿了一口 又是那些权贵人家或者势力组织 想要请宗老先生出山呢 那些人 我爷爷要是不想见 他们连门都进不了 而且我爷爷也不惜罕见 又像便没说话了 宗行仪等了又等 他可希望这个男人能够搭他的话头 起码能够和他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 可是才说了几句又沉默了 真是让人没脾气了 你怎么都不问我 爷爷今天见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为什么要问啊 宗行仪觉得 这个人的思维好奇怪 人有好奇心 难道不是天生的吗 嗯 不管不管 你就要问嘛 必须得问 他只是笑 并不接茬 端着茶杯喝茶的样子 火拖拖的像是一个老干部 把宗行仪给急得直跺脚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不问是吗 那我偏要说 是一个大财阀来找我爷爷 好像是我爷爷的朋友 要不然 我爷爷才不肯见呢 文言 又向眉眼轻轻地挑了挑 财阀 那 很大的财阀 我爷爷的朋友 那肯定和他差不多年纪 我才不要在家里待着呢 否则 爷爷肯定让我去行礼的 他很不高兴地戳着盘子里的薯条 大户人家 就是这点不好 只要是见着辈分年纪比自己高的 必须得要行礼 要不然就是不懂规矩 就是辱没了百年世家的门妹 他才不想受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呢 突然间 他想到了什么 双眼一亮 紧紧地瞅着他 韩哥哥 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你娶了我 我来做右相夫人 哼 到时候 人人见了我都得行礼 多爽呀 右相深邃的黑毛浅浅地弯着 可眼底却凝着让人看不穿的高深 你想嫁给我 就只是为了别人对你行礼 那当然不是啊 宗大小姐脖子一梗 熊啾啾地盯着他 嫁给你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右相没说话 神色温温淡淡的 冷静地喝了一口茶 宗欣一急了 他看着面前摆放着的精致糕点 瞬间没了胃口 几大步走到右相的面前 抓着他的手摇晃 嗯 这次也不能给我个准信吗 他两眼盯着他 但实则事情发虚 很是忐忑 右相由着他放肆 抬手将他揪着的衣袖 给扶了下来 别闹 别闹 他说别闹 但其实他哪一次在闹了 宗欣一老大的不爽了 小嘴儿觉得老高 嘀嘀地嘟囔着 哼 亏我眼巴巴地 给你送消息来呢 知道你不会对什么 才发感兴趣 今天去见我爷爷的 还有第二个客人 他站着 他坐着 正是理所应当地服侍他 可是他不敢 一点盛气连人的视线都不敢给 你的死对头 左相也去了 文言 右相眉眼温动 可依然没有要说话的迹象 他总是这样 沉默寡言 面上带着人畜无害的微笑 可那样的笑意 从来不曾被任何人看穿过 根本无法窥探他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 这样是会让人很挫败的 宗欣怡松开了松着他衣袖的手 小手还没有垂下去 忽然间被男人温热的大掌给捉住 我刚回来 右相已经放下茶杯 抬眸 屈黑的深眸含着浅浅的笑意 很多事情还没有归正好 园子也有几处需要重新设计的地方 你若是有空的话 建议留下来帮我出个主意吗 忠心一心里咯噔一下 随即便是漫天的狂喜涌上心头 这是 让他作为女主人 参与园子的设计吗 他当然欣喜如狂了 答应得很爽快 好 什么矜持啊 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整个下午的时间 右相一直领着宗心一逛园子 每次他面色红光地说起 自己对于某处景点 或者是小阁楼的装修的见解 右相都会很认真地听 二楼的某间窗户 沙漫后面藏了一道人影 身着黑袍的女人 一直站在窗口 看着右相领着宗心一逛园子 看着他们手拉着手 宗心一走得累了 管家还拿了鱼耳来 让他坐在凉亭里面喂金鱼 时不时兴奋地扭头 对右相说几句话 满脸少女 情动地璀璨光芒 右相副手站在他身后 身形挺拔 好像有意地将宗心一 给纳入自己的保护圈 可仔细看 他脚下的阴影 却是延伸到了别处的 压根没有半点暗影 附在宗心一的身上 突然男人抬眸 瞬间朝着二楼的窗户看来 黑袍女人的一颗心 都跳到了嗓子眼 要不是躲得快 四目相对 她觉得自己简直要死在她的眼中了 她太可怕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68集 楚燕儿一直等在小亭子里 望远欲穿地盯着会客厅的门口 当看见楚景出来 她立刻领起药箱小跑着过去 换住了她 哥 楚景原本要去另一个方向的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顿住了脚步 有事 楚燕儿往会客厅里探头 但其实那里面已经谁都不在了 刚才右相带着宗大小姐出来的时候 楚燕儿就在附近 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 可是她还是忍不住想要看一看 右相她 这次回来 会完成和宗大小姐的婚约吗 楚景站着没动 一双豹子般犀利的毛子紧紧盯着她 你想问什么 楚燕儿当即听出了楚景话里的声音 连忙摆了摆手 没 我就是随便问问 动作幅度太大了 医药箱挂在她肩膀 重重地在腿侧磕了一下 她拧了一下眉 眉喊头 右相的婚事不是你我能揣测的 她做事自然有她的道理 娶宗大小姐还是娶谁 那都是她的事 我们只需要在多出个女主人之后 小心谨慎便行 楚景不是傻子 她当然看得出来 楚燕儿的脸色从西纪到洛纪代表着什么 没有给她任何缓冲的余地 声音声了 你只是被右相收养的 她给了你很好的教育 让你吸到这一身医术 目前还能够待在右相府里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造化 把心思收一收 别削想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或是人 楚燕儿心中猛的一个哆嗦 仓促间抬眸 眼底的光快速地涣散开 四处逃窜 楚 楚景哥 你什么意思 楚景没有解释 她眼神逼人 如同一座大山压下来 楚燕儿在她的面前 感觉到了一股很大的压力 仿佛自己埋藏在心里的那点隐秘的心事 全部都被她给看穿了 一时间慌得手足无措 回去吧 半晌 楚景只说了冷冰冰的三个字 走了几步 又停了下来 半侧回身 以后见到宗大小姐 尊敬一些 楚燕儿彻底地无敌自容了 她喜欢又像 从小就喜欢 那个男人是她阴暗童年里的一道光 是她这辈子所追求的 却又抓不住的一米阳光 宗家 豪华的黑色商务车在大门外停下 名号下车和门卫交流了几句 大门打开 她又重新回到驾驶座 放缓车速 将车开进去 宗家在郊区 占地很广 小义趴在车窗 看着倒退的景色 心下免不得微微地赞叹 很古香古色的一栋园子 若说用《红龙梦》里的雕梁画柱 区境回廊来对比 也是不差的 处处都没有彰显出任何奢靡的金钱气息 但其实遍地黄金 比如路边种着的草药 有石壶黄旗党参 还有许多她不认识 叫不上来名字的珍贵草药 再往前 有着品种不同的君子兰 每一株的价格皆不菲 当真是寸土寸金 低调奢华 让人惊叹地倒出冷气 宗老先生年纪大了之后 就喜欢试弄这些药草 你刚刚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 在他的后院里 还有一处专门辟出来的园子 里面种着如今市面上千金难求的药草 这就像是人老了之后 追求长生不老一样 宗老先生这是对自己的身体调理 非常的有一套 萧毅终于不趴着窗户了 他转过身来 痛心疾首地看了顾白泽一眼 你那是什么眼神 萧毅闭了闭眼睛 再睁开 那眼神更加低沉 还似模似样地摇了头 唉 小舅舅 你好穷啊 啪的一下 额头上挨了一巴掌 非常的简单粗暴 萧毅只觉得他是恼羞成怒了 不晓得收敛 你看个人家 路边都能种石壶 遍地都是黄金 人家把低调的奢华进行到了极致 可你呢 这么一对比 你那个园子 简直算得上是寒酸了 尤其是门口的那两尊石狮子 土刀吊渣 顾白泽闭目养神 装没听到 羡慕别人有钱是吧 他是不是忘了他的亲舅舅是干什么的 什么低调奢华 难道他不会 难道后院那汪人公湖泊 岸边欺着的翡翠 那是假的 待会见到宗老先生之后 收敛一点你的调皮劲 老先生不爱见客 这次肯帮我这个忙还是看在过往的交情上 他才肯亲自出面 帮你探一探你体内的紊乱气息 早在萧依依说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体内的那股力道的时候 顾白泽便已经放在心上了 他的手下不乏能人意识 可是和古武士家比起来自然是逊色了 他习惯了什么好的都要给萧依依 哪怕是塞给他也成 他很重视他的身体状况 半点也马虎不得 其实宗老先生前段时间一直都没空 好不容易有空了 这才给他打了电话 顾白泽日理万机 放下了所有的事情带他过来 可这个小没良心的 关注点这在哪呢 人家的石壶 人家的钱 不过人情也总有消耗完的时候 你别不懂规矩 把你那嚣张跋扈的劲儿收一收 若是宗老先生肯亲自给你调养 那才是壮大运了 乖点 听见没 又是这样训小孩的语气 萧依依呢 也不是一个拎不清的 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我知道了 绝对尊重人家老先生 绝对不闹事 他是一个相当没谱的人 可既然嘴上肯答应了 怎么也能够管用一阵子了 管家迎出来 客客气气地将他们带到了偏厅 好茶好点心地伺候着 左相实在怠慢 因为老爷子突然有个老朋友造访 所以要耽误一会儿时间 左相和小姐要是不介意的话 先用些点心 我这就把二位去催一催 不用了 既然宗老先生有课 那便等他见完课再说吧 顾白泽客客气气地婉拒了 其实管家最后那句也只是客他罢了 哪有下人敢催主子的 管家笑了笑 眉眼间舒展开 喊着一抹轻松 那好 如果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担待 我就在这儿 有什么吩咐 你只管和我说 顾白泽汗手 好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69集 管家走了 一转头 顾白泽正被一双眼睛给盯着 他那眼神相当地让人不舒服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 还是左相呢 是左相 位高权重 可是他作为客人登门拜访 还是被人给晾到了一边 顾白泽立刻懂得他的意思 脸都黑了 小兔崽子 你最近疲痒了是不是 小义儿瞥他一眼 小嘴儿翘得明目张胆的 故意嘲讽他 在这种公共场合 左相会很注意形象 这不 他都快要骑到他头上撒尿了 也没见他动手 倒是拳头握得听紧的 可不管他招了他 他的小手撑着下巴 翘起的手指 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搭落几下 也不知道能够让宗老先生 临时改变主意 匆匆匆匆地去见的人 这就是谁呢 顾白泽抿了一口茶水 没说话 眉眼间轻轻地拧了一拧 他说的没错 恐怕那位客人的身份 非复极贵 没过多久 管家进来 脸上依旧带着温温的笑意 二位 老爷子现在有空了 我带你们去见他吧 有劳了 顾白泽站起身 顺便将萧毅也一把拎起来 穿过回廊 快要踏上人工堆砌的石头路时 萧毅欣赏周遭的风景线 不经意地往某一个方向一看 突然间 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那人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宝宁外套 里面是黑色的窄身西装 走路时候西裤 如同行人流水一般 服贴地顺着他挺拔的双腿摆动 身材完全就是完美的黄金分割线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让他心动的 尤其是那一身 从骨子里弥散出来的金贵和傲然 让人觉得 自己的视线不小心放在他身上 那就是亵渎 萧毅脑子里面自动生出了四个大字 天之骄子 然而男人脸上戴着银色的面具 像是察觉到他的目光 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那抹刺人的银色好像扎进他眼睛里一般 如墨色蕴染开黑色的铜人 逐渐地浮现出一抹白刃般的冷光 不知道是笑还是震慑 萧毅心下突然一跳 不到一个呼吸的来回 一颗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慌张地挪开视线 机械地往前走 没有注意到脚下一鼻子撞到了顾白泽的背后 顾白泽反身回来 一把搂吻了他 做什么 这么冒冒失失的 萧毅这才惊觉 自己的掌心里居然冒出一层汗来 他攥了攥手心 朝刚才的方向右看去一眼 只见男人在宗家下人的引领之下 渐渐地走远了 他碰了碰烟红的嘴唇 说出的话却是苍白的 哦 没 没什么 本来是没什么 可是他太慌张了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别人看 不被察觉那才奇了怪了呢 那是我们老爷子的朋友 也是老爷子唯一的忘年之交 多年前 那位先生曾经救过老爷子的性命 还给了老爷子 很大的帮助 所以老爷子 一直很重视这个朋友 这次那位先生造访的突然 老爷子一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便去见了 不过他对二位很抱歉 匆匆结束后 立刻赶往会客厅 我们现在过去 小程快一些的话 幸运还能够在门口碰见老爷子呢 管家将话说得很轻快 在这样备受人推崇的古武世家 浸淫多年的老管家 在人际方面的造诣 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虽说那位先生身份尊贵 可是左相也不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人 如今A国赤手可热的 政治官场上的大人物 岂能怠慢了呢 好像左相的脾气实在是好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的神色 可是他身边的这位小姐 据说是左相的亲外生女 也不是能怠慢的 二位刚往来 不久便到了 顾白泽客气地应了一声 视线低下 盯着萧衣一看 你怎么回事 萧衣觉得可冤枉了 我不是狠听话吗 没闹事的 那你表现得这么娇气做什么 地上有鳄鱼还是有尖刀啊 平地你都能摔成这样 我 平白被斥责了一通 萧衣一嘴中发苦 是很苦很苦的那种 苦到有口不能言了 然而下一瞬 顾白泽蹲下来 拿后背冲着他 自己上来 管家压住了亚裔的神色 才忍住好奇不去看萧衣一 果然传言是真的 恐怕如今整座帝都 已经都知道了 左相宠爱外甥女儿 已经宠到了无法无天 灌到骨子里的那种 养女儿恐怕也就到这个程度了吧 前一秒斥责了她 可立刻就给了糖吃 这个世界上 敢爬到左相的背上 还心甘情愿的 恐怕就只有眼前这位小姐了 萧衣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她从小就被小舅舅 和两个哥哥这么宠着长大的 眉眼不变地趴到她背上 二位这边小心台阶 管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从石头路再往前走 又是一段回廊 萧衣衣没忍住 朝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 又看了一眼 屁股死死作痛 宗老爷子把堂堂左相给撇下 见的人就是她吗 不一会儿 在即将到会客厅之前 顾白泽将萧衣衣放下来 担心她又走不稳 索性牵着她的小手 有意地放缓了脚步 宗老先生比他们两个早到了两分钟 还没有来得及坐下 正在吩咐下人们上茶呢 当瞥见门外走进的身影 她没动 只是眼神看了过去 带着柔和慈祥的笑意 顾白泽加快了脚步 放开萧衣衣的手 将她给藏在了身后 然后双手伸出去 迎上宗卿的手 握了我 突然造访 讨扰老爷子了 宗卿和她握手 是我代骂了才对 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 坐下今晚留下来吃饭吧 当时我赔罪了 能够留在宗家 被邀请共进晚餐的人并不多 这已经是宗家最高的领域了 谁都知道如今的宗家谁都不攀附 可却是任何一方势力都想要拉拢她 顾白泽不傻 硬了下来 那便麻烦了 早就听说宗家里有顶级的厨子 这次我算是有口福了 哈哈 坐 她朝不远处的两张梨木椅子示意了一下 管家在一旁伺候 等二位坐下之后 默默地站到老爷子身后 笑意没忍住 轻轻地瞥了一眼宗轻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先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集 约梦五六十岁的年纪 和他爷爷还有厉老比起来 算是年轻的 眼角有细纹 可是那双眼睛却是温柔的 不过又不全然是柔和 那样平静无澜的表象之下 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巨浪 毕竟能够在这个名利场上撑这么久 还游刃有余 哪方势力都不会和宗家撕破脸 这样一个搅弄风云的人物怎么可能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老人呢 这位 萧毅毅在偷撇宗卿 宗老先生的目光突然间朝他看了过来 话 却是对着顾白泽说的 就是左相的外甥女 萧毅毅赶紧低下头 又觉得不妥 抬头正是上宗老先生的目光 正好一旁的顾白泽冲他打了个眼色 他也就顺势站了起来 宗先生 您好 我叫萧毅也 他并不谄媚 也不讨好 眉眼间适度有力 不像是交养在深归大院里的 第一次见到宗卿的小女生 没有不处的 要么就是对他恭恭敬敬 要么便是嘴甜讨好 反倒他不同于常人 一声您好 直接自我介绍 并不显得刻意 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 啊 错 我这儿没有那么多规矩 江湖中人没有樊文汝杰那套 萧毅看了顾白泽一眼 很懂得在合适的场合上 抬高顾白泽的辈分 别人看了 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听话的外甥女儿 做事要看长辈的脸色 是一个懂礼貌 有教养的 顾白泽嘴角抽了抽 他很清楚 小兔崽子皮像之下的真面目 还真挺会装的 还不谢谢宗老先生 谢谢老先生 萧毅这才坐下 宗亲看了一眼 他和顾白泽椅子中间摆放着的小茶几 除了点心之外 还有两杯清茶 你应该喝不惯茶吧 想喝什么 萧毅摇了摇头 似模似样地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 没有 平时小舅舅在家里面很爱喝茶 我就跟在他身边久了 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喝茶挺好的 养生 顾白泽眼皮一跳 什么时候喝什么茶呀 养什么生啊 他不是 他没有啊 他只有酒好吧 不过话都这么说了 老人家还挺喜欢的 现在像你这样懂事的小丫头 不多见了 顾白泽的心里 突然感觉到了互心一击 聊了一会儿 顾白泽将来意说清楚 我外甥女儿学的武功杂乱 体内有一股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力道 一旦失控 她的记忆也会出现紊乱 一直没有寻到任何病因 宗老先生一心最心于武学造一伤 便厚着脸皮上门来 看能不能寻得病因 有没有根治的法子 宗老先生岂会不知道他的来意 不过嘛 被人捧着这么久也就飘了 就算是宗老先生也不能免俗 明显顾白泽此行是有求于他的 若是顾白泽一直不提 他也就当作不知道这件事 可既然他们开门见山了 宗老先生也不会端着 他给管家一个眼神 管家立刻去取脉枕过来 放在桌上 小小姐 请将手放在脉枕上 老爷子会为您枕脉 笑意很听话地将手放在脉枕上 他并不知道 如今能够请动宗老先生 亲自枕脉的人 已经不多了 他也不知道 小舅舅的本事 比天还要大 宗老先生眯着眼 食指和中指放在他的脉搏上 叹了叹 突然间神情大震 从一开始的淡然 越发地震惊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萧毅 眉眼间凝着一道穿子 似乎想要再进一步地确认 便又大了他的脉搏 叹了叹 宗老先生 顾白泽察觉出异样 轻唤了一声 将宗卿的魂给换了回来 如何 宗卿一时间没说话 收回手 藏在宽大的袖口之下 用力地掐了一下掌心 嗯 萧小姐的脉象虚幅 比较紊乱 宗卿除了是宗氏鼓舞的传承者之外 还是一个了不得的中医 可是他这般厉害 却在探了萧毅毅的脉搏之后 辞穷了 老先生只管说实话 不用顾忌 宗卿看了一眼顾白泽 眼神很隐晦 似乎含着难言之隐 不好说呀 萧小姐的脉象很奇怪 我只是大概地诊了下 或许可以不从身体病理上看 给我的感觉 很像是武功练到巅峰之后 突然被打乱了 走火入魔 以至于气血虚浮 不稳定 也就会出现像你说的那种 一旦那股力量失控 记忆也会出错的情况 萧毅赫然抬眸 盈盈颤颤的眼睛之内 一颗黑眼珠子颤得都快兜不住了 他咬着下唇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果然 他没有想起的那一部分 才是那段埋藏记忆最深处的地方 恐怕阴暗非常吧 顾白泽立刻问 可有根治的法子 有 深揪 然后每天服依草药和药芋 一点点的调养 先将气息给调匀 顾白泽松了口气 强大的意志力 才撑着他没有在此刻倒回到椅子里 他把这扶手坐了下来 能够看到他暗骨的掌心之下 有一层雾气一般的汉字 有劳老先生了 我斗胆厚着脸皮 向老先生讨要一张药方 至于针灸 我府里的医生可以做 能够让宗卿亲自诊脉 还找出病因 根治的办法 顾白泽已经很满足了 没有在得寸进尺 只是要一张药方 宗卿却是摇摇头 如果左相不闲的话 我想为萧小姐诊治 顾白泽难得的呆了呆 我当然不嫌 怎么会呢 特老先生你很久没有出山了 这样太打扰你了 萧小姐的病症 我之前也遇到过以理 只是当时并没有帮那人治好 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大汗事啊 如今遇到萧小姐 也有疑似的病症 我很感兴趣 说不上打扰 我还得感谢左相 能够圆我的心愿 这话自然是客套话 可言语之间提起 曾经也有过 和萧毅同样的病症 顾白泽便更加的信踪轻了 好 要怎么做 您只管和我说 什么时候治疗 我就什么时候带他来 绝对配合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1集 从宗家出来 顾白泽手里一直拿着一张药缝 眼睛不曾离开过 视若珍宝 药缝上写的是药玉用的药材 每天在家里面泡就可以了 至于针灸 目前宗亲也不能断口 说萧依依究竟是什么病 所以不用每天去针灸 一个星期来个两次便行了 他老人家亲自给他做 小舅舅 萧依连着换了他几次 他都只是看着药方出身 没忍住 拿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有这么好看吗 顾白泽一下子捉住他的手 生怕他捣乱 愣是用一只手 把药方给折叠好 稳妥地放进胸前的衬衫口袋里 才将他的手给放开 宗老先生年轻的时候 便已经是 名满天下的中医大家 二十多年前金盆洗手了 如今新一代的人 只知道他是 宗室鼓舞的传承人 却不知道 他也是一名厉害的中医啊 你今天算是壮大运了 这是二十多年来 他第一次出身 萧依依然 盯着他看了很久 唇半颤了颤 却没有一个音发出来 他按绝不爽力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对不起啊 小舅舅 之前小看你了 你果然很厉害 能请得动金盆洗手的老中医啊 话音刚落 额头上便挨了一下 碎发都给打下了几根 萧依依愣是动都没动 眼睛眨都不眨的 双眸炯炯地看着他 竖起大拇指 他当真是每天都在作死挨打的边缘 疯狂试探 风雨无阻 顾白泽的话 都懒得和他再说一句了 车子缓缓驶离宗家 他透过车窗 看向那座淡雅古朴的宅子 黑蒙迷起 漠染般的头内 惠莫如深 宗老先生会亲自出手 出乎他的意料 还有 二十年前 也曾有一个和萧依依是同样的情况的 什么意思啊 那个人是谁呢 隐隐之中有一种感觉 深埋在潭水底部的某些东西 就快要冒出水面了 太多的疑点 可仔细一点 似乎能够找得到答案 就差一根线 把这些全部都给串起来了 宗家里 宗卿仍然坐在主位上 迟迟没有离开 送完顾白泽两个人的管家回来了 隔得挺远 看见老爷子端起茶杯的双手 在瑟瑟发抖 手背和手指 似乎抓不稳茶杯一般 仿佛短时间之内老去 心里焦脆 管家小跑着过来 双手将茶杯的底座给托住 从老爷子手里 把茶杯给拿了过来 结果 互相间没有默契 茶水洒了出来 老爷子这是怎么了 管家立刻拿来手帕 顾不上自己 先给老爷子擦干净 是因为左相吗 他跟在老爷子身边多年 自然知道老爷子这些年 在有意地淡化自己 曾经中医大家的身份 逐渐地让人淡忘掉 就算是司马家族 也没有任何人 能够亲自请他出手 那只脉枕 还是多年前老爷子珍藏之下的 今天还是第一次拿出来 原以为给萧小姐枕脉 就已经是老爷子最大的让步了 毕竟左相对老爷子是有恩的 但那点恩 整个脉 再给了根治的办法 也就还清了 可是没有想到 老爷子居然主动提出 要亲自为萧小姐诊治 左相和小姐离开之后 老爷子的神情便一直都不对 一辈子见惯了大风浪的人 突然间脆弱地一碰就碎 管家偷偷地看了看老爷子的手 仍然在微微地发抖 老爷子啊 这萧小姐的病 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听见这句话 宗亲就好像打开了某个开关似的 恍惚间回神 并且第一时间反应 是看向会客厅的门口 顾白泽和萧毅离开的方向 眸子里闪烁着看不清的流光 却不是兴奋 更像是忌惮 管家也随着他的视线往门口看去 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老爷子啊 他不是生病了 宗亲低低地说了一句 突然抬头 两眼紧紧盯着管家 你记不记得 当年公主的体内 便有一股无法自控的力量 可是他截除封印之后 却成了能够披甲上针 保家卫国的将军 武功更是突飞猛进 到了连四大家族的掌权人 都记得的地步 那萧小姐和公主的关系 宗亲抬手 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 先别妄加判断 我刚才只是大略地给他整了整脉 可的确很像 非常的像 如出一辙呀 管家突然想起A国 一直流传的一个传言 一百年前 A国只是个小国 依附于副主国 凭空出现个皇子 也是如同前朝公主一般 在战场上杀敌 不断扩充领土 但是后来 茶杯没难吻 掉在地上 摔破的碎片 扎在宗亲和管家的 皮鞋和脚踝上 锋利擦着皮肤掠过 管家脸色突然一变 被秘密触绝了 水下的手 至今也没人知道 可他临死之前 让心腹带了一句话出来 百年后 女王再现 剑指八方 率蒸蒸铁骑 踏平万里山河 难道 老爷子 你有没有觉得 那句 率蒸蒸铁骑 踏平万里山河 就暗藏的意思 山河 指的是哪里的山河 宗亲的气息越发不稳了 脸色趋于苍白 我们都以为 二十多年前的前朝公主 便是预言当中的女王 她符合了每一条预言 可是最后 被司马家族暗害 最终落寞退场 生死不知 现在突然出现一个迈向 和前朝公主 一模一样的萧小姐 难不成 后面的话 管家没有勇气说了 但是可能吗 在一个以男权为尊的国家里 女王 谁认可 宗亲闭上了眼睛 抬手重力地按了按眉心 再开口 嗓音的疲惫 已经越发地明显 收拾干净 下去吧 管家其实还有很多话想说 不得不噎回去了 默默地将地上的狼藉收拾好 担忧地看了一眼老爷子 这才离去 作为老爷子的心腹 他一直隐约地知道 老爷子 甚至宗家 守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 脚步声远去 宗亲睁开眼 浑浊的眸内 嵌着几根红血丝 宿命 都是宿命啊 拦不住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2集 一百年前 A国的历史曾经出现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断层 而且在那段断层之中 四大古武士家出现了 没有人知道 四大家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有什么目的 他们不问世事 不参与正常纷争 甚至冷血旁观 哪怕二十多年前 前朝公主爆发异彩之前 A国几乎要亡国了 也没有见任何一个 世家出手啊 从何而来 带着怎样的使命 宗卿浑浊 沧桑的双眸之内 幻影灯似的闪过了 许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又快速地退了回去 压在一片漆黑的 墨色的铜人之下 看来 轮到他这一带 终于要见证 女王的诞生了 啊 奇怪 天气也不冷 车窗压得那么窄 吹进来的 丝丝的风浮在身上 也不算冷 可是萧毅却连着 打了几个喷嚏 小舅舅 你是不是把冷气打开了 顾白则像看傻子似的看他 你家车子的冷气 吹得无声无息的 萧毅伸手在风口感受了一下 的确没风 也没冷气 他抱着自己的胳膊 发觉身上并不冷 看来我不是着凉了 那肯定是有人在背后 偷偷地骂我 顾白则斜眼看了一下 被他脸上那种 义愤填硬的模样 给逗笑了 你那么讨人闲 恨你的人多了去了 何必背着骂呀 人家肯定想来你面前当面嘛 萧毅不服气地吃了一声 他这么可爱 觉得他讨人闲的 那就只有小舅舅一个了 嘴上吐槽他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就算是再怎么嫌弃他 也还是会把西装外套 脱下来给他披上 今晚上宗家的晚餐 没有喂饱你吗 让你还能有力气 耍嘴鼻子 有个总是嫌弃自己的舅舅 会是种什么样的铁 知足吧你 别人想让我嫌弃他 还没有那个资格 别人是谁 萧毅毅果然是萧毅毅 堂而皇之地问出了 我想静静 静静是谁的这种复杂问题 顾白则眼皮都不带抬的 回答得很配合 你二哥 的确是那样 回去后 我让府里的医生过来 给你安排药育 每晚泡半个小时 我就在你卧室里守着 别想着缩短时间 想提前起来 门都没有 萧毅毅诧异地看了一眼 那眼神越来越惊悚 忽然间抱着自己 你 你是我舅舅 不要对我有非分之 你把最后一个字 说出来试试 她可不敢说 她怂啊 再也不敢口无遮拦 这个夜晚 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宗欣怡留在右相府里 吃了晚餐 还用了一些点心 缠着右相 陪着她散步消食 玩得尽兴了才离开 她走之后 右相在小花园里 坐了许久 手边摆着一壶清茶 她坐在焦好的月光之下 慢慢地品鸣 处警朝这边走过来 还没走近 甚至都还没说话呢 右相便已经发现她的脚步 还没休息 没 主子你不也还没休息吗 坐吧 右相手指磕在石桌上 点了点 有茶 想和自己道 处警是属下 虽说右相从来不拿他们当外人 但是处警心里是自有分寸的 她不敢在右相面前造词 更不会因为主子客气一两句 就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和主子平起平坐了 而是拿起透明玻璃茶壶 将主子杯子里面快要见底的茶水给续上 我已经将燕儿派出去了 近几个月都不会回来 右相一顿 眉眼间仍是温和的 只不过夹杂了一些愁续 你呀 燕儿是你的妹妹 你总是对她这么严格 她性子本就文静内向 你该多多关心她 她这几年松懈懒散 医学上的造诣也已经到了平静 这次派她去灾区救人 也是历练她的医术 再者 她起了不该起的心思 再待下去 也只会胡思乱想 周静没敢看又想 却能敏感地察觉到一道看着她的清冷的目光 她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 右相叹了口气 显然对楚锦私自决定将楚燕儿派去灾区的事情有一些微词 楚锦只好把头低得更低 可是绝对没有改口的打算 正因为她是哥哥 才不得不替她考虑 早就看出来了 她对右相除了主仆之情 还衍生出了不该有的儿女私情 她配不上的 未来的右相府的女主人不能是一个孤儿 你们兄妹从小就被我收养 燕儿到我身边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对我会产生依赖感是不可避免的 你何必非要和一个孩子计较 历练一段时间将她叫回来吧 右相是护着楚燕儿的 事实上 右相非常的护短 尤其是能够进她身的人 更是当做自己人对待 楚锦心下微样 暖流缓缓地荡漾开来 撞得眼眶发红 她怕被右相看出异样 低着头声音也稍显古板 是 往前跟了两步 楚锦走在右相错后两步的位置 管家说 白天来的那个女人还在客房里 想问问您要如何安置 我有分寸 回吧 去休息 楚锦更不敢跟了 右相不喜欢有人打扰 尤其是在晚上 等晚餐之后 佣人收拾完毕 悄悄地便退出去了 这个时间 别墅里没有一个人 她自己倒了一杯清水 喝了半杯 凸起的喉结 微微滚动了一下 后侧放的灯光 打过来的暖光 照在她宽阔的肩胛上 脚下的阴影延长得很长 那抹橙色的光亮里 似乎只能照到她的半张脸 惠莫深沉 而后 她亲手放下手杯 双手抄进裤袋里 缓缓朝楼上走去 走廊最后一间的客房 房门紧闭 她抬手 指节轻轻敲了两下 手还不曾放下 门便已经被人从里面打开了 就像是一直在门口等着她似的 一听见敲门声 便迫不及待地打开门 四目相对 又想缓缓勾起薄唇 怎么 沈家不敢要你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 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73集 女人将头上戴着的黑色帽都取下来 露出一张清丽阴暗的脸 我亲手灭了江城的沈家 虽说只是一处分支 可是沈家知道我背后的人是你 也是你带我回来的 当然不肯要我回去了 是沈珍妮 江城的沈家大小姐 只是她的掩护罢了 她的确是沈家人 不过不是江城的沈家 而是A国的沈家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算是小的世家大族 世代经商 除了江城 沈家在全球都安排了 旁系分支的沈家后人 为的可不是靠本事 扩宽商业版图 而是企图靠沈家的女儿 和豪门联姻 走软路子 靠拿捏男人 来给沈家源源不断地输送资金 明面上是联姻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肮脏的家族 沈珍妮在母族沈家里的地位并不高 不是嫡系的 而是旁之 若不是江城的沈家 实在太差太没用了 也不会将他给派过去 遇到了那个一眼便是终身的男人 可是 丽环安是世界首富 高门大财阀 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呢 在身份暴露之前 沈珍妮亲手解决了后续的麻烦 亲手灭了沈家的满门 他本来只是有这个心思 可是在背后给他底气 支撑他去做这件丧心病狂式的男人 却是面前的这位 他将他安全地带回了A国 安排人送他回沈家 实际上 是将他给抛弃了 现在他有家也不能回 沈家那些肮脏的玩意儿 认出他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右相的车 恨不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将他给卖出去 强行逼着他找上门来 哪怕是赖着右相做个情妇也好 日后才能够帮衬到他们 想到此 沈珍妮只觉得心气越发的不顺 不过 右相位高权重 倒也不是个不划算的交易 右相 你真的好狠心 明明那天晚上 沈珍妮上前两步 故意挂在他身上 黑袍底下的冲锋衣拉开了拉链 隐约可见腻白的肌肤 闷眼如丝 大着胆子压低他的脖子 附在他耳旁说 我在前面杀人 你在后面找东西 我都没有问过 一个分支的身家 究竟有什么好吸引你的 这么尊重你 信任你 可你怎么能不要我了呢 你知不知道 每天晚上我都在做噩梦 我好害怕的 好想要一个拥抱 沈珍妮越说 越靠近他 恨不得粘在他身上 然而又像抄在西裤口袋里的双手 压根就没有拿出来过 即便是温香软鱼在怀 湄公下那双深邃的黑毛 也如千年寒潭一般 看似无风无浪 实则冷得亲人心脾 做个梦啊 沈珍妮贴在他心口上的头点了点 是呢 我好怕 他有意无意地在他身上蹭 蹭得很轻微 但是每一下都蹭在男人最容易动情的点上 沈家女儿从小便学习美术 如何拿捏男人 他清楚得很 抬高双手 想要更进一步 可双手没能够攀稳他 男人却突然抬起手 将他的手臂给擒住了 生生将他给扒了下来 沈珍妮一时没反应过来 面色有些懵 又像 你 下一瞬 再也说不出话了 紧在他手臂上的手 突然间掐在他的脖子上 男人手指上的力道用得很大 再多用一分力 他的脖梗便能够被他给掐断了 窒息地恐慌蔓延上来 沈珍妮双手逐渐地混沌 连男人的脸都看不清了 只觉得他的眉眼五官 在走廊那盏复古的宫灯之下 侧面被描摹的阴影很重很重 又像掐着他的脖子 一步一步地往窗边走去 将他给抵在了敞开的窗口 沈珍妮半个身子都被推出去了 腰间抵着僵硬的窗颜 仿佛要被拦腰斩断一般 无边的恐惧 迅速地席卷上来 他惊恐地看着神色漠然 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的男人 既然怕做噩梦 不如死了干净 你还能够去英曹地府里 好好地和那些被你杀死的人 近距离交流 他的声音淡淡的 仿佛只是在和他轻声细语地说话 然而他并不是开玩笑的 手上真的在逐渐地加重了力道 沈珍妮渐渐地出不了气了 眼底泛起了白影 他拼命地想要把自己的手塞到他的手心里 想要将自己的脖梗从他的手里给解救下来 可是这都是徒劳 再加上他目前的姿势很不稳 动作稍微大一点都有可能会掉下去 他的身后那可是三楼啊 不死也得残呢 我错 对不起 又像薄虫微章 轻轻地移出浅笑 现在道歉 晚了 话落 突然听见他手指关节加重力道的咔嚓声 沈珍妮的脸色越来越白 薄梗下血气冲不上去 真实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就在他神志快要丧失之前 薄梗上的压力突然间消失了 他恍惚间拉扯回了一丝清明 赶紧将手拽住了窗檐 否则就真的要掉下去了 他贴着冰凉的瓷砖 如同是破布一般地滑落下来 狼狈地跌倒在地上 又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让你生便生 我让你死便死 你这条命 本就该死 沈珍妮猴间呛住了一道道咳嗽声 喘个不停 他跪着 扑伏到又像的脚下 我错了 我以下犯伤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又像 又像你留我一条命 随你拆遣 杀了我会脏了你的手 不值得的 又像往后退 他便跪着往前走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4集 前20年 一直被人重心捧月的千金大小姐 可曾活得这么狼狈屈辱过 可这个男人施加的压力 无法反抗 他总算是知道了 异国的右相有多么的可怕 刚刚 他真的打算要杀死自己的 为了活命 还在乎什么光鲜 什么面子呢 沈珍妮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他眼里 就如同是蝼蚁一般 把他轻轻一下就能捏死 而且不会被任何人发现 你饶了我 你让我做什么便做什么 我绝对听从你的命令 又像弯腰 骨节分明的手指挑起他的下巴 往上抬起 沈珍妮眼角流泪 丑陌肮脏的一张脸 暴露在他的眼前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是能够让我留你性命 沈珍妮慌乱地同仁涣散 脑子里不会思考了 杀人 我会杀人 又像唇角缓缓勾起 眼底一片冰冷 扣在他下巴上的手离开了 又像缓缓直起身 将口袋里的手帕拿出来 擦了擦手 然后居高临下地看他一眼 将脏了的手帕 扔到了他的脸上 我会给你准备一个新的身份 自己谨慎一些 华洛又像转身便走了 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 一道又一道的 落得沉稳有力 每一脚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脏上 兜头笼装的压力消失了 沈珍妮立马爬了起来 背靠着墙壁 扶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喘气 头顶窗口掠进来的冷风 迅速地吹过他的头顶 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刀 削到了脑子似的 他久久望着走廊的尽头 又向消失的方向 有的人表面凶神恶煞的 未必不好相处 最可怕的便是右相那种 面上始终带着温和善意的微笑 平易近人 可那里却是阴暗歹毒 杀人不过是眨眼般的小事 这样的人才最让人忌惮和害怕 宁寒臣 不 在这里 他不叫宁寒臣 他是 司马寒 同一时间 左相府里 一回到家 萧毅便被小舅舅抓进房间里 府里但凡能动弹的女医生 全部都被他给叫过来了 先是谨慎研究药方上的成分 看是否有相冲的 相克的 确认无误之后 才着手抓药 小舅舅亲自往浴缸里面放的热水 没多久 那几位女医生去而复返 将几个木篮子里面装着的药材 先后放到了温水里 萧毅傻愣愣地站在旁边 看着好多人在他房间里面进进出出 他插不上嘴 也帮不上忙 越来越懵了 心想着 自己是不是该坐下来慢慢地等 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这时候 小舅舅从浴室里出来 他身上的外套早就在车里的时候 拖给他了 这会儿穿着一件衬衫 双手的袖扣都解开 深蓝色的袖子往上挽了几番 推到了手肘的位置 他甩了甩手 也没有将手臂上的水珠给甩下去多少 萧毅刚要坐下 他一把拽住他的后衣领 拎小军似的 把他给拎起来 还愣着做什么 进去洗澡 他发誓 这是他这辈子 洗得最隆重的一个澡 顾白泽二话没说 将他往浴缸里拎 我就在外面 有事叫我 话落 碰得关上了门 萧毅盯着那半扇毛玻璃门 耸了耸鼻子 小舅舅才没有那么体贴呢 他是怕他没有耐心 泡过半个小时 偷偷地起来 所以才在门口守着的吧 他没好意思辜负刚才那个阵仗 一群人全部为他泡澡 忙前忙后的 浴缸里泡着的药材 很快便出味了 就连水也变了颜色 萧毅一凑近闻了闻 还挺呛的 没忍住打了个喷嚏 门外立刻传来 顾白泽的声音 还磨磨蹭蹭什么呢 你拖延时间也没用 要不我叫几个女佣人 进去扒了你 浴室里热气很足 他却被刺激地打了个战 我知道了 就泡嘛 招什么急嘛 萧毅一件一件地脱了衣服 把自己扔到了那堆药材里 捏着鼻子 还是觉得味道很冲 这股药材味 该不会一点点地 渗入到他的皮肤里吧 他以后 一直都是这个味了 他感觉自己这会儿 就是一只放在废水里面 慢慢煮熟的螃蟹 虽然张牙舞爪的 可是又不敢反抗 味道还真是越来越浓了 萧毅一左躲右躲 终于躲不开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水太热的缘故 还是药发挥了作用 这一小会儿的时间 便出了一身的汗 他感觉自己都快入味了 讨厌的小舅舅 什么药于偏方吗 知道他死人了 萧毅一头往后靠 贴着浴缸的边缘 从这个角度 正好能够看到斜侧方的窗户 这儿是不是做了个人呢 萧毅突然打了个机灵 蛤蟆似的打了个秃 差点没从浴缸里蹦起来 不是眼花了 那真的做了一个人 他浴室的窗户上 竟做了一个男人 他身上黑色的衬衫和西裤 几乎与窗外的漆黑天幕融为一体 若不是他脸上的银色面具 着实扎眼 在浴室里的冷光和月华流光的夹击之下 脸上的银色面具 发挥着不灵不灵的冷光 眼前突然一道黑影快速逼近 略起的刚风擦过萧毅毅的脸 他双眸大瞪 影子在他面前停了下来 接着嘴就被男人的大手给捂住了 带着粗粒薄茧的手掌 磨蹭着他的小嘴和鼻子 连呼吸也一并被他的手给吞没 快点 别叫 萧毅都快失去理智了 尤其是和他藏在银色面具后面的那双眼睛对视的时候 仿佛瞬间便被搅进了幽深冷碎的漩涡里 我救你 立管保存微章 轻轻地一出浅笑声 不上你快点吗 要真弄出动静来 你说 他一只手捂着他的嘴 另外一只手撑着侧脸 浴缸旁边刚好有一个小凳子 是刚才顾白泽蹲在浴缸外放水的时候 觉得累了 随意拿过来做的 可是没想到 居然方便了这个采花贼 他这会儿悠闲地坐着 手肘支在浴缸的边缘 半点闯进别人家的自觉都没有 完全拿这儿当自己家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有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七十五集 被你小九九知道 你被我给看光了 一定会把你嫁给我的 小义立刻收声 并且看了自己一眼 还好 药材铺得很厚 里三层外三层的 就算是长了一对透视眼 也看不到水底下的 不叫你就眨眨眼 我松开你 这个人 太过分了吧 小义暗暗吸了一口气 原本想要压一压 已经快要涌上来的暴躁脾气 可忘了自己还被她给捂着嘴呢 这一吸气 吸了一嘴雪茄的气望 她眼泪都快被呛下来了 她居然还笑得更加愉悦了 小义一瞬间觉得 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吗 眨眼是吗 行 她眨眼 眨得很用力 要是眼神能够变成刀子的话 刚刚那一眼 是直接冲着她眉心去的 扎死她算了 扎三笑 她居然还得寸进尺了 小义拽着她的手腕 扯是扯不下来的 张嘴就想咬 但是她手心里的肉硬邦邦的 没咬疼她 反而还把自己的嘴皮子给磕痛了 你这是什么恶气味 立华安调侃 眼底的笑意一寸寸地蔓延开来 不肯眨眼的话 我帮你把你小舅舅给引进来 是个狠人 小义真就眨了三下 她呵呵笑开 心情愉悦到了极点 终于舍得松开她了 一得到自由 小义立马朝浴缸的另外一边去 将药材都拢过来 遮住水下的身子 你这个灯徒子 胆子也太大了吧你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受你的威胁 怕了你的 小居居可疼我了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她是不可能会把我 嫁给任何人的 立华安手肘 仍然支撑在浴缸的边缘 眉眼轻眺 不怕 对 不怕 她动了 小义立刻就要躲 可立华安只不过是换了个姿势 更方便她靠着 黑蒙凝视着她 也不说话 可嘲笑的意味却很明显 分明就在说 这叫不怕了 这时候 传来两声敲门声 义义 她浑身一个机灵 在浴缸里扑腾出水花来 手肘重重地磕到了一下 疼得嘴里冒丝丝冷气 惊慌地看着 出现在玻璃门后的小舅舅 啊 怎么了 我听见有动静 你在里面皮什么了 没 我没皮 不行 我立马叫两个女佣人 进来盯着你 别啊 她的声音都抵到嗓子眼了 狠狠地看着 眯着眼冲她笑的臭男人 这要是被人给看到了 她不就不干净了吗 浑身长满了嘴 都解释不清楚了 为什么自己的浴室里会出现一个男人呢 可是 现在只有小舅舅在 以小舅舅宠爱她的程度 一定会有办法能够治得住这个采花贼的 像 你叫 刚一张口 破人的压力忠然间轻压下来 腰上突然间扣上一只手 将她往怀中一带 中间隔着浴缸臂 她已经被她拉到了身前 撞似在她的怀里 刚才 萧依依的注意力全部都在门外 小舅舅那边 没有注意到 采花贼什么时候靠近她的 又是什么时候 把手伸到水里来的 水面上的一堆草药 她居然能够精准地 搂住她的腰身 而此刻 两个人呼吸相闻 男人滴滴的嗓音 如同潺潺细流 自她面上浮过 我这人受不得刺激 你真把人给敲进来了 我也不介意就在浴缸里扳了你 萧依依的双眸突然间睁大了 依依 顾白泽又敲了敲门 你撞到了 她咬死了唇 没说话 说什么呀 眼前就有个虎视眈眈的人盯着她 还胆敢威胁她的男人 不就是仗着这会儿她没穿衣服吗 处在被动的状态 可她 居然就这么为所欲为 将彼此间的距离 拉近到 说话都能够碰到对方的唇 回答她 丽怀安坏心眼地 在她的腰上挠了一下 让她走 许是热水逐渐地阴晕 挤雾的原因 又或者是被她温热的气息 给笼罩住了 她越发地紧张 感觉自己就像是处在 迷雾沼泽里 挣扎不脱 丽怀安 萧毅不肯妥协 这男人忽然轻飘飘地 说了一个名字 你的丈夫 她突然间激动 也顾不得遮掩自己 小手从水里钻出来 攥着她的衣服 你怎么知道的 丽怀安扬着头 她根本就没躲 小家伙手上没有力气 凶巴巴地揪着她的衣领 手都在发抖 别紧张 我知道的 比你想象的要多 你不怕被你小舅舅看见 难道不怕被你老公知道 你和我 你闭嘴 卑鄙 她挑了一下眉梢 未知可否 的确是卑鄙 她没有骂错 为了在她面前隐藏身份 丽怀安都快把自己给折磨疯了 她究竟要做什么呢 司马家族会怎么对待她 有时候丽怀安恨不得亲自动手 直接帮助她除掉一切的障碍 可是若她真的这么做了 以小乖的性子 不会感激她 反而会怨她 因为这一桩桩 被历史尘埃掩埋的过往里 有她的母亲 她只有给自己安一个新的身份 与她而言是陌生人 才能够在明里案里的保全的 做她最后的一道凭证 另外 她必须要亲自弄清楚 她不惜假死欺骗她 不顾一切抛下她 回到A国的原因 说出丽怀安这个名字之后 她便后悔了 哪有当老公的 用自己来威胁老婆的 可既然都已经说了 也就得把戏给做全了 如何 听还是不听话 萧毅银牙暗咬 眼角泛红 逐渐阴晕出了一层雾气 那般狠地瞪着她 恐怕脑子里已经恨不得 要将她抽筋剥皮了 萧毅突然泄气 甩开她的衣领 很快平静下来 冲着外面的顾白泽说 我没事 我刚刚看到了一只耗子 不是我弄出来的东西 是耗子乱窜 某个被当面形容成耗子的男人 一脸的无语 瞎说 我这里除了你以外 怎么可能还有第二只耗子 这是亲舅舅吧 绝对亲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6集 你第一次泡药浴 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都记下 等一会儿出来后和我说 我让府里的医生做调整 他眼瞼颤了颤 颤出一个主意来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丽环安修长的手指 顺着他的肩膀 爬楼一般的 慢慢地爬到他的下巴上 指尖抵着他轻轻地一敲 萧毅竟顺着他的这个动作 抬起头来 眼底竟是恍然和诧异 四爷最喜欢做这个动作了 他最喜欢用手指 敲他的下巴 让他抬头 然后满眼都是他 这个男人的举动 居然和四爷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傻了 你小舅舅还等你回话呢 萧毅毅摇头 将脑子里那些不适宜的 冒出来的念头 都给压了下去 四爷稳住 才不会是这个采花贼 这么轻挑的模样 萧毅摇摇牙 硬着头皮 先回门外的顾白泽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药材太多了吧 泡了久了 觉得身上有点痒 小舅舅 要不你问问府里的医生 是不是 量方的太多了 是吗 他这么一说 顾白泽便相信了 半点也没有怀疑 你先泡着 我下去问问他们 玻璃门外的身影消失了 脚步声 刚远了几步 又走了回来 敲了敲门 别起来 我就在楼下 要是让我逮着你偷偷起来了 绝对把你摁回去 重新泡一次 哦 我知道了 顾白泽 这才放心地走开 卧室外 关门的声音传了过来 萧毅 立刻转头 盯着眼前戴着面具的男人 我不请你做刚才的动作 哪个 立华安像是没有打算要听她的话 再一次抬起手指 食指和中指并拢 朝她下巴上敲了一下 这样 萧毅顿时恼羞成怒 仰手便要打她 没打到 立华安往旁边偏了一下头 轻松地躲开 她这会儿的处境很不妙 不能从水里起来半寸 一双手出去 像是截断了一般 压根连她的下额都够不到 摔回去砸在水面上 捡起一串水花 过分 萧毅恶狠狠地盯着她 也许是难堪 也许是羞愤 还有便是被动的 无能为力 又猛地打了一下水面 见起的水珠 全部往她身上去了 自己也见到了一点 发丝和脸颊上面都是 她顾不得擦 眼睛里都快阴晕出 一层层的雾气了 动我玩很开心吗 我欠你的是吧 我怎么就得罪你了 挺人物馆样的一个人 干嘛非要做阴魂不散的事情来恶心人呢 这一嗓子好得可不清啊 声音都发颤了 李怀安没躲 偶尔有水珠见到她的眼瞼上 她就闭闭眼睛 躯黑的深眸一顺不顺地看着她又羞又怒的小脸 她的脸蛋早就被雾气蒸得粉粉嫩嫩的 白皙的皮肤之下透着陀红 就连骂她的模样也都是娇称惹人脸的 她一哭 把她的心都给哭乱了 够不够 五节雅致的手指上将她脸上 发丝上的水珠给擦掉 动作间有着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温柔 要是还不够你撒气的话 再打我几下 那你躲什么 笑意可是个硬气的 当即便耿着脖子吼了一句 李怀安立刻把脸凑过去 打吧 啪的一声 她还真的打了 下手很重 连自己的掌心都打红了 有好几巴掌都是打在她脸上的 面具下的那半张脸也都打红了 不知怎么了 她心里莫名的有些心疼 突如其来的难受 脑得很 举起手也打不下去了 她用力地咬了下唇 你滚吧 别再来招惹我 李怀安没走 她怎么可能走 今晚本来是不打算来的 上次吓到她 给她时间缓一缓 可是当她听说了左相府里 所有的医生都出动了 是要给小姐调养身体 小姐 左相府里可不就只有她这么一位吗 况且能够让顾白泽如此紧张的 除了她也没有别人了 当时李怀安正在接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直接把客人给扔下便走了 急匆匆地赶过来 只想看一眼她好不好 没成想 这会儿还把她给弄哭了 对不起 我没想吸唤你 李怀安的手指还在留恋地停在她的脸上 她躲 她便追 她不厌其烦地将她脸上的水珠 都给擦进手指尖 她的眼睛 暗沉无边 可我不会和你划清界限的 下一次 下下一次 我还是会忍不住来接你 我们打交道的时间 还长着 萧毅心里猛地打了个咯噔 听见这种话 她应该是要生气的 应该要勃然大怒 再急言立色地喝止她滚开 可是脑子里计算好了的 到嘴边就全部都给忘了 想说的话也全部都给忘得光光的 嘴巴难以张开似的 更别提说话了 别哭了 随你拿我这么出气都行 先告诉我 她用眼神指了指 浴缸里面的这些药材 怎么回事 萧毅也很奇怪 为什么她会对这个男人 没有办法真的生气呢 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 寻不到的根源的熟悉感 她以为打他会很解气 可居然不好过的会是她自己 但是理智还是有的 不至于因为她突然温柔下的语气 就被迷得五迷三道 连自己是谁 人父的身份都给忘记了 关你什么事 不打算告诉我 萧毅立刻抱着胳膊 用一种巨人千里之外的神情看着她 你谁啊你 干嘛非要我告诉你啊 哦 是吗 碧环倒也没脑 站起身走了 就这么走了 萧毅有点接不住她的招 可是她走出几步 立刻又察觉出不对劲了 怎么是朝着浴室门口走的 眼看她手快要搭上门把手的时候 萧毅终于回过神来 你站住 她太着急了 忘了自己还泡在浴缸里 身子猛地往前一扑 小半个身子都快要跌出浴缸外了 被窗外掠进来的冷风一吹 吓得脸色泛白赶紧缩了回去 就在扑腾的时候 立刻安已经快步走了回来 抓着她的肩膀 把她推回到浴缸里 手还没撤回去呢 萧毅气急攻心 带着她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 咬得腮帮子的骨骼都凸起了 嘴里甚至尝到了血腥瓦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7集 她松开嘴 两眼依旧狠狠地弯着她 微微地喘着气息 带着细小的颤音 她抹了一把嘴 抹下嘴角的一点血丝 她嫌弃 觉得恶心 重重地把手给压进了水里 用力地搓手背 洗干净 你 你这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滚字 我说的不清楚是吗 今天晚上 你是不是非要闹出一点事情才行啊 你开门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都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骂你了 猪狗不如的东西 力活暗面色一顿 微微诧异 但很快 那双深邃的毛子里 便聚集出了危险的风暴 你骂了我去什么 我说你 住 萧毅提了一口气 刚想大骂一通 可不经意间看到她的眼睛 莫名地就怂了一下 什么脾气都怂回去了 她什么都没做 什么也都没说 就只是静静地望着她 可那眼神平白地让人从心底里打出 鲜少会有人能够有压得住她的气场 眼前这个男人怎么会呢 进去吗 我听听 男人依旧是平稳的语气 半点情绪起伏也没有 很轻的嗓音 听在她耳朵里却如同是惊雷炸开一般 偏偏又一点怒气都听不出来 甚至用她那一副低哑的嗓子轻吟出了一声 萧毅莫名其妙地咽了一口口水 说不出话了 丽环安靠在了盥洗台旁 靠了很久 一直到稍稍调节情绪之后 不那么生气了 才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手撑在浴缸的边缘 轻伸下来 宽阔的肩胛将头顶的灯光给遮了一大半 腹下的淡淡阴影正好将萧毅给笼罩住 她惊了一下 往后退 后背靠在浴缸内壁 也不知道是冷的 还是被她这样俯视盯着 从而生出的怕矣 她竟然觉得没来由的一颤 顾白泽究竟都教了你些什么东西 什么 萧毅毅没懂 这怎么突然间的就扯到小舅舅身上了呢 什么意思 丽环安抬手在领口拽了一把 没事 说是没事 但腮帮子用力咬 脸部轮廓线条骤然灵力 她要怎么说呢 小东西在她这里纯凉无害 可爱俏皮 可是被顾白泽给带了一阵之后 简直像是个女土匪似的 什么脏话张口就来 看来她还真是下手轻了 得给顾白泽找点事才行 什么没事 你刚刚的眼神就像要吃了我一样 还有 你干嘛要说小舅舅 萧毅毅忽疑地盯着她 心里莫名地冒出一个猜测 你跟我小舅舅是什么关系 有过节 仇人 恨不得尽手杀了她的仇人 萧毅毅感觉到了滔天的恨意 原来如此 难怪她会一直缠着她 就是因为和小舅舅是仇人啊 什么样的仇人呢 政敌 还是商业上的敌人 又或者什么超家灭门的血海深仇 想杀我小舅舅 恐怕你没那个本事 他可是左相 你一个商人 还不敢用真面目使人 遮遮掩掩的 一看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 就你这样的阿渣 就算是和我小舅舅正面刚 也会被秒得渣渣都不舍 很好 这又是一句脏话 顾白则教得好啊 李怀安脸色更冷了 这副模样落在萧依依的眼里 心里暗暗地想 她就是嫉妒 看来这么骂她 才会让她觉得羞愧难堪 她瞬间像是发现了亲大陆一样 既然这么骂会有用 那就多骂一点 萧依被她压制太久 突然间有一种 翻身浓浓把歌唱的傲气感 张口便要骂她 可声音还没出来呢 男人的手突然间伸过来 捏住她的脸蛋 微张的小嘴 立马被捏成了小鸡枣 她瞪大眼睛 男人脸上银色的面具 扎进眼里 她用力地颤了颤 想要挣扎 可她力气大 哪里是她能够挣脱得了的 她越是想要摆脱她 她手上的力道便越大 直接把她的小脸 都给捏成包子了 你干什么 男人突然压近 擒住她的唇 将她剩下的画 连同呼吸 也一并都给吞了 她吻得如同狂风骤雨 带着席卷一切的霸道 要将自己的气息 全部都度给她 从头到尾地侵占她 小依都快吓死了 她怎么能这样呢 心里一股火气 苍苍地往上窜 推她的肩膀上的手 也在微微地发抖 用力地揪了揪 她肩膀上的衣服 既然推不动 那就掐她 狠狠地掐 男人喉尖一触 一声低吟 疼了 眉心拧成一道穿子 她捏着小东西的脸 往外推了一点 彼此的唇分开 她沉沉地黑眸盯着她 本来是应该生气的 要教训她这张 说脏话的小嘴 可是吻过她之后 尝到了她的甜头 心中便又软了 尤其是此刻 她驼红的脸又焦又沉 眉宇间欠了一丝盛怒 倒是显得这张小脸 越发地娇艳欲低了 仿佛能够掐得出水来 她哪里还有气 都没了好吧 很久没有吻过她 她也不敢过多一贪吐 生怕自己会失控 会忍不住对她做点什么 啪的一声 一巴掌重重甩在她脸上 小蜜用了全力 愣是将她的头 打得偏向了一侧 她浑身气得发抖 露在水面上的双肩 早就已经凉了 可再怎么凉 也不如此刻 她眼里嵌着的深切寒意 你别欺人太甚了 你 抱歉 道歉勇勇的话 那要警察做什么 你究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 你若是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我何至于这么对你 你这个人 就因为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所以她胁迫她要开门 要去告诉小舅舅 还捏着她的脸 还亲她 她觉得自己不干净了 她也不上司业了 她越想越委屈 你谁啊你 你问我什么 我就得回答你吗 我凭什么要惯着你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丽环安直起身 压了压胸腔里面 翻有的气息 抬手习惯性地 想要拧一下眉心 碰到了面具 她震了着 骨节分明地手垂下去 将挽起的袖子 往上面推了推 既然已经问出口了 那怎么着 也得弄个明白啊 这会儿哭着 劝不得 起码以她现在的身份 是不能劝的 恐怕只会让她 更加地激动 她就强行地 做出了一副 冷心冷情的模样 你可以不告诉我 这些药材 是用来做什么 但是我想知道的 总有知道的法子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78集 萧依依的眼睫猛地一捶 冥在眼睫上的泪珠 颤落两滴 砸进了水里 一点泡都没梦 你要怎么知道 找我小舅舅吗 立管往后退开 上身绿绿地往后仰 侧身凝视着她 没说话 只是哼了一声 行 算你厉害 只要你不闹事 别去找我小舅舅就成了 不就是问一下 这堆药材 是干什么用的吗 我告诉你就是了 她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了 表面上凶悍得很 可是和她纠缠了这么久 若是自己想要求救 是有办法的 但是她没有 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会对她留情 可她 真的就是保了她 甚至在小舅舅 在门外敲门的时候 她都没有想过 说出这个男人在这的事 心里的底线是一退再退 一听她打算要说了 丽桓安的注意力 瞬间被拉了过去 深邃的黑眸 一顺不顺地盯着她的小嘴 生怕听漏了一个字 这是药玉 看不懂吗 你怎么了 她身形微动 在控制不住 想要将她搂进怀里之前 攥紧了手心 才能够强行将自己 给定在原地 可是那双眼睛 却再也不法 从她身上离开半寸了 细看之下 侯杰按捺着 用力地滚动了两下 问我怎么了 小义眼珠子转得很快 这会儿她可是气着呢 我不是告诉你吗 我有花柳病 这个呢 是治花柳病的药药 怎么样 都这么说了 正常人应该绝对 不会再碰他了吧 可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的亲亲老公 别说是有病了 就算是他手指头 受一点点伤 他都是能知道的 什么花柳病啊 压根就是在糊弄他 同样的借口 亏他还能够兴致勃勃地 问两遍 李怀安攥了攥拳头 萧毅以为他要打他 啊 你干什么 恼羞承怒了吗 我说实话你也不信 那就没办法了 可是我不是也没霍霍你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有病 是你自己非要凑上来的 怪谁啊 这话听着 怎么那么不对味呢 他的声音里 透出一丝得意来 他为什么会得意啊 就好像他已经将病 传染给他一样 李怀安一时不知道 是该气还是该笑了 但唯一肯定的一点是 小东西这么轻松的 语气和神态 若真的是病了 只怕是掩也掩不出来的 今天会有这么一出 恐怕是和他体内那无法自控的力量有关 想到此 李怀安绷紧了一晚上的心 到这会儿才放下来 眉眼清弯 自然地勾出一抹笑意 我是往你这儿操了 可你不要给我 不如你试试 看看能不能通过切肤之爱 把病传染给我 他说什么切什么肤 还什么爱 萧毅一开始还不懂 但把这话来回搅了两遍 懂了 说人家恼羞成怒 他立刻就把四个字给全示了出来 抓了一把药材 朝他身上猛地砸了过去 李怀安也没躲 也不用躲 他手上力气不够 药材都没有砸到他 不愿意啊 萧毅一瞄懂 这是在问他 要不要把花柳病传给他 这种病 就只有一种传播方式 你 你可真是不要脸 不愿意便算了 我下次再来问 话落 他身影一闪 萧毅一只来得及捕捉到一片影子 当视线定住的时候 他人已经在窗口了 那扇窗比较小 就算是他蹲在窗檐 也觉得很憋屈 低着头 拱着肩膀 双腿弯曲 不管是任何人都会显得像贼似的 可他不是 他身上仿佛是披着光的 一米八几的个子屈尊在那儿 反而给人一种优雅的匹劲 萧毅也从来没有想过 这两个词能组合在一起 有些人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都不会遮掩住身上的贵咒之气的 比如说 四爷 比如 呸 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把彩华贼和四爷对比呢 这简直是玷污了他的四爷 记住了 下次 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萧毅也眯着眼睛 眼睛里压下一片淡薄的虚咬 觉得他蹲在那里 时刻都会展开翅膀飞向天空 然后去拯救世界 他要走了 萧毅也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啊 你等等 丽桓本就没走 他只是做事要走罢了 但动作故意的放慢 想要多看他两眼 既然他亲口叫住他 那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看了 怎么 现在就想传染给我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刚刚说 丽桓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世界首富 谁不知道 啊 萧毅愣了 不是 他只知道四爷是C式首富 可是没有想到 商业版图已经扩展这么大了 已经是世界首富了 他的四爷就是厉害啊 你人 控制好你的嘴角 丽桓看着他 狭长的眼窝子里竟是宠溺 从溺光的角度 不会被他看得太轻 也就将那些一直压着的宠溺 释放得肆无忌惮了 提到他你就这么高兴 我可是会吃醋的 萧毅愣直接给了个大白眼 他算什么东西啊 也配合四爷相提并论 营火怎么敢与日月争辉呢 可是他还是在笑 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乐的 你跟我们家四爷 是什么关系啊 是仇人吗 不 是朋友 朋友 合着这个人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啊 知道他是四爷的老婆 可他怎么还 哪里有朋友会对他这样子的 说是仇人的话 那更确切一点吧 哼 好意思说是朋友 你都知道我是他的妻子 那你怎么还敢 流氓啊你 我就是想试试 这朋友气 住嘴 滚 你给我滚蛋 等我见到四爷 我一定要让他报我报仇 我要把你大鞋八块 抽筋剥骨 丢进臭却钩子里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79集 萧毅疯了 浴缸里的药材少了一半 已经不能再扔了 再扔 自己可就都落光光了呀 他手边 凡是能够碰到的东西 全部都朝着李怀恩身上砸 也不管砸得准不准 砸就对了 鞭杂还不忘 用眼睛瞅着他 找准方向 这会儿正好看到他 冲他笑呢 面具遮了半张脸 就显得嘴角勾挽着的笑意 更加的深刻了 然后 他纵身一跃 不是 这个高度 那得摔断腿吧 好奇怪 他不是应该心灾乐祸的吗 可是为什么 亲眼见他跳下去的时候 心脏仿佛漏跳了一块 这时候 浴室的门被敲响 传来小舅舅的声音 噼里啪啦的 你在里面搞些什么呢 萧毅立刻往水里面缩了缩 时间太久了 水温在渐渐地变凉 他打了个冷战 没 没什么 顾白泽安静了两秒 又扣了扣门 你听听你那心虚的声音 我要是相信你没事 那我就是猪 赶紧把门给我开开 小舅舅 我还泡着呢 没穿衣服 这事不要和我说 我没有让你光着出来 对不起嘛 他本来也不想泡了 从水里出来 冷得直打哆嗦 找到佣人一早准备好的衣服 快速穿上 门一拉开 顾白泽就站在门外 推开他便往里走 刚进去 便看到满地都是要渣 还有各种洗漱用品 他眼瞳一紧 额头上轻轻直跳 萧依依 萧依依偷偷地躲在门外 脑袋往里探了他 他也是在走出去之后 才突然间反应过来 浴室里都快成垃圾场了 他倒是想解释 可是一张口 并听见小舅舅咬牙切齿 一字一句叫他的名字 他哪里还敢往上凑啊 瞬间脚顶抹油走人呢 不关我的事 真的不关我的事 不是你 难道是鬼不成 又或者是阿猫阿狗 刚刚他的浴室里 可不就进来一条狗吗 可是他要怎么说啊 没有办法张口啊 顾白泽已经追了出来 一把拎住他的后衣领 萧依依正准备往床里跳呢 被子都掀开了 可是他一蹦得起来 正好撞到顾白泽的手里 被逮住了 啊 松手 脖子快断气了 顾白泽在气头上 才不管有没有勒住他 杨说把他扔到床里 上次把卧室给砸了 这次把浴室给砸了 你怎么就那么能祸祸呢 李怀安养着你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祸祸他的 气急了 口不择言 那个人 平时不会有任何提起 心照不宣地成为了禁忌 他很保护他那颗脆弱的小心脏 不会主动去碰他 更不会提起李怀安的名字 当初他离开李怀安下了很大的决心 的确是为难他了 这样的割舍看比逼着他断掉自己的奶瓶子 可他刚才一时间没有忍住 没有控制好 言语间提到了李怀安 话落之后 空气突然间沉了下来 安静的空旷 连他因为气怒而起伏的呼吸都能够听得清楚 萧毅一缩在床里 没动了 滴滴地垂着眸 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 他心下不忍 后悔了 可话已经说出来了 被他给听到了 想收也是收不回了 心想着找点补救的办法 可是还没有等他怎么安慰呢 小丫头突然间滴滴地啜急起来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顾白泽挨着床岩坐了下来 大腿碰到他的小脚 他休得一下快速收回去 嗓子一扯 嗷嗷地哭起来 顾白泽哪里会哄啊 虽然他们几个大男人 一直拿他都当小孩子看的 可他真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又哭又闹了 他反而是手忙脚乱 不敢碰他 不敢说重话 连哄都不知道该从哪哄 丫头 别哭了 我是不该 他想说 他不该提起立桓安的 名字都到嘴边了 又生生地吞了下去 他生怕自己再一次提起这个名字 会更加地刺激到他 那个时候可就不只是哭一哭这么简单 他这一劝 笑意哭得更来劲了 人家在四爷那儿的时候 好吃好喝的养着 随便我上书还是下河 四爷一定会提前帮我考虑好 所有能够伤到我的可能性 让我快乐地玩 我摔东西 他还会夸我摔得真漂亮 我和和院子 他会夸我 乱捡都是医术 还有很多的 反正我不管做什么 四爷都会原谅我 不会和我计较 他宠我 爱我 为我遮风挡雨 免我即便灾难 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重话的 那是 李怀安 这怎么听着不像啊 那是宠妻 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在李怀安的眼里 究竟给萧依依上了几层滤镜啊 这么一个作天作地的小妖精 在她的眼里居然可爱 还俏皮 还乖巧听话 这肯定脑子里出问题了吧 无脑虫也不带这样的吧 瞅瞅 这都给宠成什么样子了 他就只是说了两句 还没开骂呢 可他倒委屈上了 还哭上了 一边哭 一边拿他和李怀安比 他最讨厌和那个男人比了 我也没 他就不该张口 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能说出来 便被他的哭声给吓唬去了 这大半夜的 是打算把房顶给掀了吗 你看看四爷 再看看小舅舅 你老是欺负我 凶我 给我脸色看 你动不动就骂我 还是四爷好 四爷都是叫我亲亲宝贝 他会对我举高高 不会拎着我的108 往床里面摔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还是亲舅舅 真是天理不容 商量不正啊 我 你还狡辩 你还好意思狡辩 古白泽没少挑了挑 他到底是哭 还是没哭呢 这小丫头惯会实诈 古白泽偷偷地低下头去看他 顾白泽小心撩起他的发丝 想看看他究竟是在真哭 还是假哭 手指刚碰到他的头发 萧毅一嗓子哭得更猛了 吓得他手一哆嗦 弯下的腰身也站直了 他直接一个好家伙啊 真哭 这绝对是真哭啊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妍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集 我想四爷了 我要回去 小舅舅这一点都不好 骂我 凶我 还摔我打我 四爷从来都不舍得打我的 没良心的话说多了 就顺口了 李怀安没打过他吗 这不是才被他打过屁股吗 之前在墨锦园 也是被他修理过几次 可是萧依依就是不管 反正现在他的四爷 在他心里面就是个圣人 哪哪都好 小舅舅哪里都不对 都比不上他 急嗓子好下来 整得顾白泽心里焦脆 抬手用力地按了一下眉心 好好好 我不凶你 我好吃好喝地养着你 我再也不拎你的衣领 不摔你了 家里有什么你看得上的 尽管砸 砸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给你加油鼓励 夸你砸得好 行不行了 小舅舅 你是在讽刺我吗 哈他们 这难道不是丽环对他做的吗 怎么到了他这儿 就变成讽刺了 哼 你又要骂我 你又要骂 小义又要哭了 顾白泽一口气 没及时喘得上来 赶紧拦住他 别哭 我的小祖宗 别哭了 你要怎么我都依着你 让你别哭就行 小义偷偷抬起头 眼睛从手臂间抬起 委委屈屈地瞥他一眼 真的吗 真的 那你不骂我 不骂 也不打我 不打 你保证 顾白泽是彻底地没招了 他突然开始佩服力还 多强大的心理 才能够供着这么一个小做精啊 我保证 不骂你 不打你 我供着你 虽然最后一句 听着很咬牙切齿 不过小义也不敢蹬鼻子上脸 瞬间收声 不哭了 也不抽气了 哭声戛然而止 连个咯噔都不带打的 小手把脸上泪水擦了擦 你 顾白泽目瞪口呆 抬手用力地按在额头上 他果然是装的 干嘛 干嘛这副表情看着我 你居然打人 你还有理了 你还是长辈呢 一点都没有长辈的样子 小义还学会先发制人了 赖皮用的是炉火春青 愣是把顾白泽想说的话 全都给怼得光光的 算是着了他的道了 顾白泽突然间站起身 小义立马往床里躲 身体可诚实了 该怂的时候还是得怂啊 可他只是用力地盯他一眼 薄唇崩得很久 却什么都没说 转身便出去了 小舅舅 去哪啊 我去找人进来收拾 顺便抽根烟 他往床沿爬了爬 脖子叹得老长 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顾白泽脚下一个猎起 头都没回 早点休息 还回来干什么呀 被他嫌弃的还不够吗 他是脑子里有包才会回来的 顾白泽一步未停地 走到走廊尽头 将窗户推到最大 外面的冷风吹进来 勉强将一头乱絮 吹散了一些 他迎着风口 单手遮在脸前 点燃一根香烟 出来吧 这是三楼 夜间安静 他清前的嗓音浮落下去 黑眸盯着底下的一片阴影看 没多久 便从阴影之中 走出一道身影 是李怀安 顾白泽嘴上叼着香烟 双手撑在窗檐上 狭长的眼尾微微挑着 目光看着底下的人 听别人墙角 不觉得羞耻吗 我听我老婆的墙角 为什么要羞耻 冲我现什么脾气呢 你要是真有脾气 去他面前自爆身份呢 李怀安若是能被一两句话 就给刺激了 那他就不是李怀安了 他没搭枪 而是慢条丝里的 从裤袋里摸出了一盒香烟 抽出一根 熟人的点燃 他脚下的草是新的 没有过多的踩踏的痕迹 很显然 顾白泽往这边走的时候 李怀安也顺着边的 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来 看这架势是有话要说 暗夜玫瑰 知道吗 顾白泽同人狠狠一颤 没说话 他不想回答 以李怀安的聪明和手段 既然问出口了 就证明他查到了一些东西 你姐姐生前建立起来的势力 那些江湖草莽身上却有一种傲气 不像是随便建立的 倒像是一直就跟在他身边的 李怀安抬眸 银色的面具在灯光之下 发着无机智的冷光 却半点也不及他的眯眼之后 双眼之中折服出的灵力之色 整个暗夜玫瑰 都是你姐姐当年手底下 最得力的一支险服军队 顾白泽的手在抖 这个时候 他居然还有点羡慕李怀安的面具了 要是这会儿他也能一张面具戴着就好了 脸上的任何表情都不会被察觉到 或许不是 李怀安慢悠悠的 如同一只夺步在荆棘丛里 还能随性待人的豹子 在戏耍着被他盯上的猎物 顾白泽这才反应过来 这个混蛋 一直都在炸他 刚刚他的沉默 还有他的表情 都足够说明这一切了 如果真的是你姐姐的心服的话 不可能你渗入为国官场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去碰了眼玫瑰 甚至 没有要将其稍微挤用的动作 唯一解释 李怀安抬眸 深醉的黑眸 眯成一条直线 他在试探 并且一点点地将所有的一切串联成了一条线 偏偏又引了半句话没有说 故意地挑起别人的好奇心 警惕心 却戛然而止 何必来我面前说这些 你利四爷玩的一手好牌 凡是被你盯上的 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既然早就对暗夜玫瑰生疑了 你想查什么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的确是轻而易举 可偏偏 我需要一点底气 李怀安看着顾白泽紧绷的面色 薄唇微微一勾 现在有了 他需要的 不过是顾白泽的一个反应罢了 闻言 顾白泽瞬间掐紧了阴身 微跳的黑桶里 敷着一抹寒冷 默然地看着李怀安 我真恨不得能够把你给杀了 省得暗眼 李怀安神色始终淡淡的 半点波澜也没有 甚至唇角的那丝笑意始终凝着 很淡定沉着 替我好好照顾他 很快 我会用李怀安的身份来接他 说完他便要走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言 环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一集 顾白泽把沿着创严的手收紧 他怎么有种 在李怀安面前 自己就是一个毫无段位的小孩似的 每次都被他不动声色地牵着鼻子走 从心底冲上来一股怒气 张口便怼 你说接就接啊 也不看我给不给 李怀安停下 半侧回身 狭长的眼尾 朝三楼的窗口看了看 银色的面具在月光之下 弥散着冷白的寒光 你以为你不是他的舅舅 我还能留你的命到现在 顾白泽一正 瞪大双眼 看着那个男人 闲停阔步地迈着步子 越走越远 气场居然被震住了 等李怀安的身影渐渐变小 成了一个小点 顾白泽咬牙切齿地 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主子 明昊一直站在不远处 当看见顾白泽动怒的时候 走了过来 往窗外看了一眼 浓浓的夜色 看不见别的 太太嚣张了 你是左相 闭嘴吧你 顾白泽没好气地说 你当他是谁啊 那个男人的可怕之处 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敢去招惹他 不想活命了不成 明昊被斥了 闭了闭嘴 没说话 心想 难道主子 不是最可怕的那个人吗 这个世上居然还有 让主子发怵的男人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已经不止一次 偷偷在夜里过来了 主子也不拦着 默认地放行 人家都拿这儿 当成自己的后院 再逛了 主子这还能忍得住 让开 别挡到 走廊可宽着呢 可偏偏顾白泽 就是觉得名昊挺大一坨 把路给挡了 非要推人家一把 这叫能忍得住 走了几步之后 顾白泽停了下来 双手插腰 胸膛起伏不定 若是额头上 垂下几个发丝 都能够被他的 薄唇尖的呼吸 给吃到天上了 他哪里忍得住啊 明明一副 怒不可遏的模样 人哪 我左相府的兵 都是死的不成 一个大活人进来了 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 都干什么吃的 明昊有点懵 不是 主子您下的命令 让大家当作没看见吗 谁下的 谁 哪个神经病会下这种命令 你告诉我 他总不能明说 那个神经病就是主子您吧 吩咐下去 把人给我拦住 弄残也好 杀了也好 或者大谢八块都行 别让他给我走出 左相府的大门 就算是走了 那也得带伤走 明昊都迷惑了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不过这个命令 倒是挺对他胃口的 是 我一定领着人 去把他给拦截下来 打死打残 顾白泽心里猛地打了个秃 突然觉得心里发虚 把李虎安打死打残 可是命令已经下了 让他堂堂左相亲口说后悔了 这怎么可能吗 他怎么可能拉得下这张脸 够够够 又把气 全都撒在了明昊的身上 这下明昊懂了 一开始还以为 那个男人是左相的朋友 可是左相恨得那般的咬牙切齿 估计和朋友不搭边 那就是仇人了 主子已经说明了该怎么做 名昊浑身的嗜血影子被激起来了 待在主子身边 过了几年岁月静好的日子 都忘了当年是怎么在马背上 驰骋杀敌的 身心一跃 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 顾白泽差点没有忍住 要往窗边去看 脚步看看迈开 侧边的一道门突然间打开了 萧义义穿着那幼稚可笑的卡通睡衣 从门后探了半个身子 小舅舅 你在吼什么呢 什么弄死弄残啊 顾白泽被怒气冲击的潮红的脸色 瞬间发白 斜斜看了萧义一眼 没什么 刚才经过一只耗子 耗子 哪里啊 关你屁事啊 回房间睡你的觉去 顾白泽把他推进去 碰得一声把门关上 另一边 丽华安刚走到后门 身后嘈杂的脚步声传了过来 灯光大亮 照着他奇长宽阔的身影 先生 你太放肆了 惹诺了我们左相 看来今天你得把命留在这里了 明昊从几队护卫后面走了出来 李华安转身 屈黑的深眸淡淡地看了一圈 顾白泽的命令 是啊 要我留命 明昊正了正 眼前这样的阵仗 就算是古武师家的人来了 也会被吓得腿软 可这个男人还能够冷静地和他对话 甚至声音一丝起伏都没有 简短的四个字 明昊倒是听出了另外的一种意思 顾白泽好大的胆子 这男人好浑厚的气场啊 话不多说 如果先生真的能够完好无损地走出去 算是我们技不如人 不过你闯左相府 若是就这么把你放走了 会显得左相府太没有颜面了 拿左相府来压人 可真是好大的魄力啊 喂 这时候头顶传来一道雅痞的声音 想动我们爷啊 问过我们了吗 丽桓安的身后 墙上 占了四道人影 一人手中持鞭 一人手中握着峨眉短刀 一人手中把玩着黑色的小型枪支 还有一个手中什么都没拿 可是一双沉冷的毛子 泛着冷冰气的冷光 正看着明昊 以及明昊身边的那些士兵 四个男人或坐或站 脸上都戴着花纹不同的银色面具 明昊大惊 以他的身手 不可能发现不了现场 除了丽桓安之外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是一直都在 还是明昊率人来的时候 才暴露在灯光之下的 初步估计 这些人的身手 可能是在砖吸鼓舞的人之上 说话的那个人手里拿着黑色的手枪 他侧身坐着 横称的手臂搁在身后 正好突起的另外一堵墙上 偌大一个左相府 你主子就只派了你一个人来 这牌面有点小啊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你一个人对我们四个 好大的口气啊 这样吧 我们也不欺负你 就你身后的那些兵 还是保安啥的 我一个人来解决 至于你嘛 我小弟来就足够了 韩列 去吧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缅尔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二集 韩列脸都轻了 就跟踩到屎一样 姓欧阳的 你不得好死 啊 对了 我这个小弟曾经受过伤 就手臂那儿 经脉断了 伸手大不如前 这位小哥 你下手可要轻一点啊 欧阳身直接无视了韩列 特别体贴地 对名号交代了几句 可就把韩列的缺点 全都给暴露了 这不就是明着说 要人家专门冲着 韩列的手臂攻击吗 姓欧阳的 你死后绝对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绝对的 韩列狠狠地咒骂了两句 纵身从高墙跳了下去 其实来的不只是 他们四位 还有一封 那家伙虽然身手不太行 可是惯会隐藏 如果他不想现身的话 恐怕今晚这场架 打完了 对方也发现不了他 一封做惯了服饰的事情 尤其是在立环安面前 谁都没有注意到他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 从哪里搞来了一张椅子 面色淡定地 放在立环安的身后 严您坐 别累就好 刚落地的韩列 差点一个劣迹 众人都无语了 狗腿子 就一封这个段位 一般人还真的学不来 就算是学了 也万万到不了 一封这样理直气壮 半点不羞愧 甚至还有那么一点 高傲的境地 这简直就是 尼环进入画镜了呀 倒是立环安 没觉得那儿不对 镇定地坐下来 双腿优雅地交叠 低沉暗脸的嗓音 滴滴地溢出来 幼稚点 玩吧 言下之意 这是夫人娘家 舅舅的家 玩玩就行了 别太过分了 是 但这样也已经足够了 这段时间 他们几个可是憋坏了 四爷平时出行 身边跟着的 都是突然冒出来的 九长老十长老 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四爷居然在外面 还养了狗 但是也别无他法 因为他们不能露面 脸上还得戴着面具 就怕被夫人给发现了 所以只能容忍 那两条小贱狗 待在四爷的身边 耀武扬威 很快 韩列和明浩蝉 都在一起 欧阳申手里 拿着一把手枪 穿梭在 足有上百人的士兵当中 丝毫不紧张 就跟散步似的 两分钟之内 便已经摸清了 这些士兵的武功路数 甚至短时间内 找出了一套应对之法 他手中的枪 始终没有打出过一法 仅仅是在 所有人近身的时候 用枪背 把人手上的武器给卸掉 若是来真格的 早就倒下一大片了 这一百来号人 分分钟就解决了 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真是有点憋屈 枪在手 却不能用 只能玩玩 不能够给 夫人娘家舅舅的 府邸造成大的破坏 也不能有人员伤亡 他可是小神枪手 关城中的师父 狄亲的师父 大神枪手 现在却让他在这儿 跟这群小崽子 玩面对面的躲猫猫 倒是名号 让他有些吃惊 居然能够和韩烈 打成平手 而且从来没有一招 是冲着韩烈手上的手臂去的 非常蒋武德 对他的好感度 蹭蹭地往上涨 韩烈自从上次伤了之后 私底下便更加的情绪苦练 伸手甚至比以前更好 下手从来都不留情 他们几个总是拿他当伤员对待 日常各种的嘘寒问暖 把韩烈给刺激的 一一地找上门单挑 愣是把他们都给打趴下了 当然像傅肖和苏晨等人 是不会跟他真的动招的 见好就收 但是欧阳申可是干过卑鄙的事 他用了全力和韩烈打了个平手 难不成伤了一次 还给他打开人督二脉了 韩烈 这时候 李怀恩悠悠地开口 手上收解力 韩烈最擅长暗器和近身搏斗 他没有暗器 在和明昊对招的时候 三招之内将明昊手里的枪给打掉了 逐渐在肉搏战中占了上风 李怀恩出生的时候 韩烈正要使出一记肘疾 不过他及时收住了手 却也因为身形不稳往旁边滚了两圈迅速站稳 李怀恩淡定地抽着烟 你失控了 韩烈喘着粗气 看了一眼和他同一时间占我的名号 眉眼之间没有任何情绪 可眸子里稍稍暗淡了一些 他朝李怀恩半跪下 爷 对不起 他的确失控了 难得遇到一个伸手相当的敌人 和墨门里那些惯会糊弄他的混蛋不一样 他刚才打得是酣畅淋漓 力道也是越来越失控了 甚至出招渐渐地显露出了杀机 的确 从上次受伤之后 他几乎没日没夜地在练习 骨子里是有自卑在的 当年的傲气 早就在那场绑架里面被磨得干干净净了 韩烈很需要证明自己 可是后来一直都没有机会 动手之前四爷便说只能玩玩 不可以动真格的 但是他却认真了 好在丽怀恩并没有和他计较 只是淡淡地说 休息吧 韩烈用力地抿了一下唇 是 很不甘地退场了 另外一个不情愿的是明浩 他刚刚被韩烈给制服了 若是用点技巧的话是可以挣脱的 偏偏丽怀恩在那个时候叫停 反倒显得自己是被韩烈给放过一马 他退了可以 谁和我打 明浩的眼神扫到丽怀恩身边的一封 一封连个眼神都没给他 别看我 我只是一个无辜的管家 你还想他 丽怀恩问了一句 沉冷的声线随着叶峰送了过来 穿进耳朵里 觉得有一种震慑骨髓的冷意 明浩猴肩梗了梗 莫名觉得有些发怒 可这是左相府 是主子的地盘 而他是主子身边最得力的人 若是在这个时候退缩了 岂不是给主子脸上抹黑吗 想到此 也就生出了不少胆气 要打 丽怀恩笑了笑 笑得不明所以 抬手夹着香烟的食指和中指并冷 利索地招了一下 傅笑 傅笑立即从高墙上跳了下来 这种小打小闹 他看不上眼 但是四爷吩咐了才会出手 长鞭抽在地上 再反振回了手中 一把握住 沉默看着脸色铁青的名号 你先 这他们看不起谁呢 不过那一身的启示 还真挺帅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83集 名号没动 倒是浑身紧绷 已然叙事待发 不能显得我欺负你 动手吧 让你两招 这种装师三的话 他对别人可是没少说 但是面对眼前的男人 他可不敢 嘴上莫名地被缝上了 还没过招 便已经预感到 这位恐怕比刚才那位 还要厉害 傅笑也没动 他甚至正眼都不曾看过他 而是转过身 将长鞭缠在腰身上 爷 我的鞭子一出去 是要取人性命的 既然您不许 那我便收起来和他过过招 那边 欧阳身吹了个口哨 小爷 很久没有看你 露过一两手了 真是可惜啊 我手下那些小崽子不在 要不然 也能开开眼界 往哪看呢 侧边攻过来一个人 欧阳身看也没看 只是随着破空声 往旁边偏了一下头 便轻松地躲过了 面上仍然弹笑风声 反手将那人的手腕给擒住 另一只手的手里握着手枪 枪在他手里使出花了 等握稳了 直接用枪背打在那人手上 得 又敲落了一杆枪 他嘴角轻挑出一丝邪魅的笑容 敢在你祖师爷面前用枪 你还不够看呢 就你那点枪法 比起某个小混蛋 可差远了 什么祖师爷啊 什么小混蛋啊 被他擒住的士兵 一脸惊悚和疑惑 可还没有等他想明白 身子已经被甩出去了 欧阳身拍拍拍手 扫了一眼剩下的那些人 各个手里拿着长枪短毛的 可没有一个人敢靠近他 全都在远处警戒着 他笑了一声 挑衅得勾了勾手 小崽子们你们一块上 我早些把你们解决了 好专心去看我家 萧爷的近身搏战 小崽子 这人谁啊 这是要嚣张上天了是吧 这时候 远处有嘈杂的脚步声传来 走在最前面的顾白泽 面色铁青 刚到便听到欧阳身 嚣张挑衅的话 再一看 现场一片狼藉 丽环坐在那 身旁有一风和韩列护着 身后的高墙上 苏晨手里的峨眉短刀 叙事待发 前面还有傅潇 那么一座大山 男人抽着烟 仿佛看戏一般的 看着眼前这场闹剧 不远处 欧阳身一个人 便将他的两个军队的士兵 撂翻了一大半 顾白泽还能不了解这些变态吗 尤其是欧阳身 只身一人单挑两个军队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如鱼得水 游刃有余 他的那些兵 包括名号 都被这些恶人 给耍得团团转 姓丽的 你是要把我这戳出几个窟窿 才罢休是吗 顾白泽气冲冲地 盯着恶人头子 自己悄无声息地走不行 非要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我都是低调地走了 这样高调地围堵 是谁下的命令 我可是听得真切 你那位手下 让我把命留下 说是你的命令 傅骁等人 全部都护在了 立桓案的身前 欧阳身也过来了 苏晨从高墙上跳了下来 大有一副 谁敢动四爷 就和谁玩命的架势 顾白泽硬生生地被噎了一句 气得面色战红 你少来 你要是想走 大罗神仙也困不住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在借用我的人 给你的属下练身手 立桓案倒是没说话 一风站出来了 左相误会了 练身手是对的 不过不是借用您的人 给我们默默练身手 而是我们也在检验 左相府的实力 您检查检查 这儿的人没有伤到一丝异毫 不过嘛 身手倒是差了点 还需要多加练习 若是左相不闲的话 回头我们也会给您亲情提供一套练功的法子 谁说不闲了 我嫌弃 屁的友情提供啊 他真是八辈子做了什么孽 这辈子摊上这么个恶人 是 一风低脸着眉梢 可脸上丝毫聚意也没有 声线平稳 不卑不亢 原本我们也可以不管的 但如今我们夫人住在左相府里 若是左相府的人互不好 我的人我自会管教 轮不到你们末门来费心 赶紧从我这儿滚出去 左相这话就不友好了 什么滚啊 我们爷哪里是能够用滚子来侮辱的人 左相说话还得三思 古白泽脸色更加难看了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把这个臭管家的嘴给堵上 他分分钟怀疑 一风下一步 一定会和他讨论 人是妖生的 妖是人生的这种鬼东西 不对 没人了 都被欧阳申一个个的给撂倒了 古白泽深深吸了一口气 嘴角裂开一丝森寒到极致的笑来 不走是吧 行 我立马去把依依给揪出来 他刚睡下 不过他最爱热闹了 让他过来玩一玩 此话一出 欧阳申等人脸色发白 跟见鬼似的 夫人来了还怎么玩啊 谁还敢动手啊 别说和夫人对打 就算把夫人的衣服给弄皱一丝丝 都会被司爷给扒一层皮的 立环安朝主别墅看了眼 这么远的距离 他一眼便看到了萧依依的房间 窗口没有灯光 这是已经睡了吗 他站起身 走了 这是在吩咐他的那些手下 至于顾白泽嘛 他没搭理 苏辰原本就站在最后面 这下一转身 他倒成了走在最前面的了 他那对恶魔短刀亮出来之后 没杀人没隐血 只是手里的一个摆设罢了 这会儿还得用刀饼 将后门的门锁给砸开 也算是有点用处了 立环安一行人 闹出这么过分的事情之后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走了 明昊往前追了两步 身后立即传开了一道 压抑在暴怒的边缘的贺斥 站住 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啊 明昊觉得有点冤枉 吹下头不说话了 明明是主自宁的命令的时候 顾白泽扫了一眼满地的伤员 早心地摆摆手 赶紧的收拾 现在你们该知道 人外有人的道理了 这几年 我把你们养在左相府里 倒是养肺了 从明天起 加强训练 我会定期抽查 若是还像今天这样 被人当蚂蚁一样捏 一个个的就等着给我挨鞭子吧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84集 没受伤的 或者是轻伤的 将地上躺着的伤员给扶起来 虽面有屈辱 可是谁都没有说话 被欧阳山虐的是心服口服 主人说的对 是他们记不如人 士兵陆陆陆续续地散了 名号羞愧地请罪 主子 我 闭嘴吧你 他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 就被顾白泽给骂了回去 那几个是什么人 你敢去招惹 我就那么顺嘴一说 你倒好 府里一半的兵力都被调动了 还没伤到任何人 你说说你办的什么事 是 是您说要把那位先生弄死弄残的 我说 我说 我说让你去死 你去不去 顾白泽没好气 胸膛里的怒火就快要喷发出来了 名号头垂得更低了 老老实实地说 混 他到底是养了个什么东西啊 看个人家一疯 再看看名号 算了 自己家的人 再怎么嫌弃 也不能觉得别人的好 可名号下一句话 真是让他忍不住 想要爆粗口 只要是主子吩咐的 哪怕去死 我也会立马去死了 顾白泽扶住额头 他觉得自己瞬间 像是老了一百岁 左向府后门外 停着三辆黑色的豪车 一风拉开车门之后 伺候立华安坐进去 然后轻轻把门关上 绕到驾驶座 突然间听到 韩丽问了一句 欧阳神那个老王八呢 跑了 韩丽还记得之前 欧阳神卖他的事 从左向府里出来 便打算要拎着他 好好地胖揍一顿 结果一回头 人没眼了 一风手都已经碰到 驾驶座的车门了 又走回后座去 敲了敲车窗 很快 车窗半将 露出立华安的脸 怎么 叶 欧阳神不见了 哪儿去了 这个问题 一风再是答不上来 一旁靠在树干上的 副销淡淡开枪 找小魔王去了 哦 爷 说是找关城上去了 我有耳朵 是 立华安身子靠近椅背里 手指在窗檐 骨节分明的手指 按压着眉心和鬓角 等等吧 一风请示是否开车的话 已经都到嘴边了 硬生生地给噎回去了 他听见什么了 四爷居然要等欧阳神 可转念一想又明白了 等到哪里是欧阳神呢 而是欧阳神 从关城城那儿 带回来的消息 这个时间 一般都是关城城 外出六号回来的时间 左相府有四档门 关城城从来不走正门 倒是对那些 偏门侧门很感兴趣 尤其是西侧的那道门 守卫最松懈 他轻松地变得混过去 翻墙久了 还胆大包天地 在墙根的高草丛里面 藏了一个折叠梯子 他踩着梯子上墙 分腿胯坐下来 然后一点点地 将梯子往上收 折叠好 扔进内墙里 这儿黑乎乎的 亮光什么的都没有 唯一的一盏路灯 还因为年久失修 只能发出一点点 微弱昏黄的荣光 也就只能照亮 一点点头顶的位置 脚下漆黑的 除了长久 没有修剪过的草 什么都看不到 每次他从这儿跳下去 都觉得老刺激了 就像是跳进不知底部的深渊似的 每回也都换着法的 弄一个帅气的姿势 可这回跳下去 居然没有踩着地 而是跳进了一个怀抱里 谁 这底下居然站了个人 他都没有发现 关城城立刻从那个人怀里跳出来 伸手就往腰间摸枪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偷袭你祖师奶奶 他耳朵变了一下风声 从风声里揪出呼吸声 黑洞洞的枪口立刻甩了过去 正对着一张银色的面具 这是什么鬼打的 你谁啊 要变身啊 欧阳申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 居然会被这个小混蛋拿枪指着头 他两指并拢 在枪声上敲了一下 拿开 你让我拿开我就拿开 我不要面子的 关城城从来都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居然有人敢威胁他 不把这个人的狗头打爆了 就愧对那一声祖师奶奶 等等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熟悉啊 好像 他的师父 欧阳申抱着胳膊 闲闲的倚靠在墙上 怎么个熟悉法呀 不像 他的师父才不是这个声音呢 不 不熟 我耳朵分叉了 关城城下意识地回答了 可话出口之后 怎么觉得自己就那么听的话呢 当即一把枪口 再往他面具上递去 干嘛 插开话题 我问你是谁 藏在这儿做什么 要偷袭我 这儿可是左相府 这么晚了 你以为我会是什么人呢 你 你是左相府的人 嗯 我是夜间的巡察官 专门逮你这种半夜翻墙的小导弹 巡 巡 巡察官 关城城立马受了枪 怂怂地往后退了退 我没有干坏事 他信了 智商堪忧啊 随便胡揍几句 他就信了 那岂不是谁都能把他给骗走了吗 欧阳申对他这个从小养大大的小屁孩 时刻都感觉非常的忧心 你说你没干坏事啊 欧阳申一问 他立刻点头如捣蒜 没 没有的 一句话就给炸出来了 他心虚的时候 向来都是这副模样的 眼神闪躲 说话也结巴 还下意识地把衣服给拥紧了 欧阳申往他手摁的方向看了一眼 藏什么了 没 没藏 关城正羞地转过身 把怀里的东西捂得更紧了 拿来 不要 不给 交出来 关城正往后躲 不住地摇头 甚至还想拔腿就跑 但是欧阳申一步都没有动 也没有追 就懒懒地靠在墙壁上 双手枕在脑后 眯起一双黑眸 看着官城正胖成小圆球的身子 不给也行啊 我现在就去告诉左相 你往小姐的缝里 带不明来处的东西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485集 官城正急刹车 搭了着脑袋走了回来 将手臂上搭的外套拿下来 药 这是药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欧阳申立刻站着了身子 声陷紧绷 给谁吃的 你还是小姐 紧绷 他一把将官城正拽到面前来 抬手要探他额头的温度 官城正偏头躲开 对不认识的男人 他不把他撂翻就不错了 要不是因为他要去左向面前告状 他都懒得搭理他 夫人吃的 我就只是帮忙拿个药而已 还有 你给我撒手 官城正狠狠地瞪着 欧阳申扣着他的手臂 你当官大爷是好欺负的吗 敢拽我 欧阳申可不受他的威胁 弹开手 往他面前一避 给我 干嘛 这是给夫人的 你也敢扣下 是个熊鲜豹子打了你啊 官城正好心提醒他 可这个人似乎是个傻的 非要拿手 冲他面前贪看 我说话不听了是不是啊 完了 这个语气 官城正懵了 就在他懵的一瞬间 紫砂壶已经被他拿走了 盖子打开 冲鼻的药味窜了出来 欧阳申叹了探鼻子 头往旁边偏 这什么药啊 怎么这么臭 臭吗 药能不臭吗 也不知道你在好奇什么 非要看 这可不是我逼着你看的 官城正可乐了 但是又不好意思笑得太明显 人家可是巡察官呢 是可以直接告到左相面前去的 夫人交代的这么重的任务给他 他可是身负重任 怎么可以将夫人偷偷再服安胎药的事情 让左相知晓呢 他慢条思理地把盖子给盖上 拖在手心里 故意朝他面前送送 欧阳申被熏得直往后退 你啊 检查也检查了 没什么问题我就走了 哦 对了 别多嘴 你该知道我们夫人在左相那儿有多受宠 你敢告状 小心夫人修理你 顿了顿 语重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实时误者为俊杰 你就当没看见 我可是为你好才劝你的 咱们加个朋友 帮朋友保守秘密是应该的 而且我是为夫人做事 你惹不起啊 他一只手端着紫砂壶 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得意洋洋地走了 那药味在空气里久久都不散 熏死人了 官程程没有真的走 他总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安 像是牵挂着什么似的 可是呢 又想不出来 倒是视线总忍不住朝身后看 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 依旧站在那儿 尘暗的灯光不能够照亮他的身子 可身后墙壁上却映射了一道修长的身影 他的心口提了一口气 转身 大步走了回去 进了之后 越发地觉得忐忑不定了 尤其是被男人一双眼睛给盯着看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倦养在鸡舍里的小鸡 那个男人是撒似料的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了 就好像师父一直养着他的那种安逸感 喂 你 欧阳身抬眸 嘴里掉了一根野草 小混蛋 怎么又回来了 舍不得我 你别说话 什么感觉都对 唯独只是声音不对 这个男人不仅是从身形还是身高 还有身材 都和师父是同一款的 你别这样站着 你站直 他居然还指使上他了 欧阳身觉得自己应该摆摆架子的 要不然怎么能够保留师父的尊严呢 但是还不等他把架子给摆出来 倒是顺着小混蛋的意思 慵懒地靠在墙壁上的身子站直了 观澄澄以为这个男人的站姿和师父很像 可是他站直之后更像了 尤其是用那般牙匹般的轻笑看他的时候 真的有一种能够看穿他的面具 看明白他眉眼五官的错觉 想干嘛 嗯 关澄澄的手都快碰到欧阳身的面具了 戛然而止 就凭这把完全不像的声音 这就不是啊 他一巴掌拍在他脸上 愤愤地呸了一声 就你 还敢模仿我师父 他可是我的神 你这种地沟里跑出来的臭老虎 别东施笑评了 哼 还会说成语了 不对 重点难道不是 他居然敢打他 小混蛋你 啪的一声 又是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小混蛋小混蛋的 这么高声的称呼 也是你这种蟒蚁能够叫的 告诉你 你最好别这么穿 别学我尸骨的站姿 还有 干脆你 学骨鸽肉好了 我看你浑身的比例 哪哪都别扭 欧阳身嘴角抽了抽 把那点笑容都给抽没了 他耳朵没出现幻听把 他说的这都是什么混战话呀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他一气 连伪装声音都忘了 可是这个小混蛋竟然没听出来 凶凶地冲他扬起拳头 但就我关大意重说一遍的人还没有出声 你明明听见了的 要是做不到我要求的那些 以后最好是别出现在我面前 负责我接你一次打你一次 威胁完后 观成真可得意了 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这回倒是走得非常的心安理得 欧阳身像是个傻子似的 站在原地好半少没回过神来 他抹了一下脸 隔着面具的触感 还挺疼的 小混蛋打他那两个耳光是用了劲的 要是普通人早就被他给删残了 还有 他的智商究竟是怎么长的 怎么才离开他一段时间而已 就变成傻子了 欧阳身想了想 翻墙出去找四眼 韩列最先发现了他 并且一眼便看到他脸上的巴掌 一直被怒气压制的火突然间散了 不客气地笑出声来 哟 这是哪里来的小天使 在替天行道逞着恶人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八十六集 谁看都知道 是关城着打的 也只有那个小混蛋有那个胆子了 怎么不打重一点 居然还能让他活着走出来 欧阳身看了一眼韩列 你自己感觉一下话里的酸味 记得我有徒弟你没有啊 他一点都没有遮掩脸上的巴掌印 还特地走到路灯之下最亮的地方 生怕别人看不见 究竟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韩列冷斥了一声 哼 要点脸 但凡你不经常秀智商下线 我也不至于这么嫌弃你 你嫌弃我也没用 我有徒弟 你没有 谁跟他扯徒弟了 这怎么就莫名其妙的 扯到谁有徒弟谁没徒弟上了呢 怕是个神经病吧 欧阳身非常的骄傲 昂首挺胸的走到最前面的那辆车 弯腰撬车窗的同时 傲气变散了 眉眼间含着谄媚的笑 四爷 我收到了一点药渣 小混蛋每天翻枪出去 是去给夫人取药的 他哄骗官呈呈 要检查的时候 不动声色地用手指勾了一点药渣 放在白色的金帕里 摊开 恭敬地递到丽桓安的面前 丽桓安看了一眼 温渺回来了没 在回来的路上了 预计明天早上能到 把药渣给他 检查一下 上一次丽桓安夜叹老婆归房 取到了点药渣 不过目前他在A国 并没有可以信赖的医生 事关消异议 他从来都不会马虎 那点药渣也一直都留着 但是温秒还没到 他就压着没有检查 这次欧阳申再次取到了药渣 更方便地能够查清楚里面 究竟都是些什么成分了 他是怎么了 是病了还是 车窗盒上 欧阳申很自觉地将药渣包好 手帕塞进一兜里 目送丽桓安的车离开 然后他上了后面那辆车 正巧 傅潇坐在车座里 闭目养神呢 欧阳申心念一动 把手帕拿出来 扔到他怀里 给温秒的 这玩意很重要 事关夫人的身体健康啊 让温秒查清楚药里的成分 傅潇睁开眼 双眸在暗色的车厢里 沉静无波 同人深处 折服着凶兽般的冷光 他看了一眼欧阳申 淡薄的声线传到他耳中 四爷交给你的任务 你推给我 哼呀 不愿意啊 欧阳申夸张地抽吸了一声 坐坐地撵着兰花纸 将帕子给拎起来 不愿意就算了 我去送 温秒明早就能到 我可是知道的 他每一次出任务回来 都会先沐浴 然后睡一觉 如果时间掐得好 去得早 说不定 还能看见他戏 没说完 夹边突然掠过来一阵刚风 眼角欲光 撇到了一条蛇影般的东西 欧阳申勾了一下唇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没躲 下一瞬 人子便缠在他脖子上 还绕上了一圈 傅笑仍然坐着 身形不曾往旁边挪得过分毫 只是手里多了一柄长鞭 他仰着头 狭长的眼尾凝着暗光 随时都能够将人给撕裂似的 哟 这就不高兴了 我话还没说全呢 你给说全了试试 谁都知道温苗是傅笑的命 他喜欢他 谁都知道温苗是他的女人 可是一直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两个人之间的暧昧 但凡是长个眼睛的 都能够看得出来 看得大家都是干着急 说就说 我就不信我真说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温苗早上 缠着脖子的鞭子骤然收紧 傅笑的手背上轻轻直抱 韩烈说的没错 你真应该被千刀万剐 不得好死 脖子出不了气了 孝爷 我要死了 欧阳申装得再怎么惨 傅笑也是无动于衷 甚至将手里的鞭子 再收紧了几分 死 能够勒死欧阳申的人 就算是他傅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但是欧阳申泛白的脸色 做得跟真的似的 连白眼都翻出来了 手上拎着那团手帕 他说 那你究竟是去送 还是不送啊 他的手颤都没颤 这是快死的人会有的镇定 傅笑把手帕接过来 同时松了鞭子 打开车门 一脚把他给踹出去 欧阳申没防备 没想到 一向深沉内敛的傅肖 竟也会干这么不识人的事 等他站稳之后 车子已经开远 给他吃了一嘴的胃气 左向府 关乘着翻窗 进到萧依依的房间 大辣辣地坐在窗口的躺椅上 拍了拍心口 一副受了莫大惊吓的样子 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发现了 萧依依靠在床头 他手里翻着一本书 其实也没看进去 这是从小舅舅书房里拿的 哪怕是些杂实野迹 也看得索然无味 关乘生一来他就发现了 只是不想搭理 继续装夫人的深沉 可是哪里想到 关乘生开口的第一句话 便下了一记惊雷 他慌得摔了手里的书 惊悚地看着关乘生 被谁发现了 府里的巡察官啊 我翻墙进来的时候 被逮住了 还要求检查要扎 巡察官 府里有巡察官吗 萧依依记得 住进来的第二天 顾白泽便将所有的管事 都领到面前见过他 当时没有听说过 巡察官这个职位 他立刻察觉出不对 关乘生 你听这个语气 那就是要挨骂的前兆 关乘着一个机灵 他立刻从躺椅上坐起来 气身动作太大了 摇椅晃个不停 他一拳锤过去 钢筋铁拳 将木片编制的枕头 给砸穿了 他愣了 不晃了 萧依依气息不稳 闭了闭眼睛 又糟心地睁开 府里没有设 什么巡察官的职位 你究竟被谁给骗了 我不知道啊 他说是 我就相信了 萧依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被这门给气过去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87集 你还给他检查你手里的药了 关城城已经意识到 自己闯祸了 硬着头皮顶顶头 是 是的 好样的 萧依依已经在极力地克制了 可是还是没能控制住 他很想揍人 忍了再忍 爆发出一声轻吼 我究竟要你干什么用的 你这个麻烦的东西 关城城有点心虚了 眼睛垂得滴滴的 一句话都不敢说 之前对着那个巡察官的时候 那股祖师奶奶的嚣张劲 到了萧依依面前 立刻退化成孙子了 他突然眼睛一亮 没事的 就算是检查了也没事的 夫人忘了嘛 你让我煎两副药的 被检查的那副 是您不吃的 关城城立马把手里捧着的药碗 给放下 又不知道从哪儿 变出了另外一个药碗 他把盖子打开 立到萧依依面前 老太药在这里呢 夫人您看 萧依依闷眼一跳 一眼看到关城城的脸上去 他就只是随口一说 让关城城做点掩护 万一被抓到 立刻把假药给推出去 没想到 他早上刚说 关城城就办了 你把真的药 一直都藏着了 你确定那个巡察官 检查的是假的那副 嗯 我用我兜里的零食发誓 萧依依接过药碗 拧着眉头喝完 是真的苦啊 李医生说了 他的胎像不稳 保胎药起码要喝足三个月 他这么一个试甜的人 每天都要受着一碗苦药 可见是做了多么大的心理建设 那走吧 我要你准备假的药 是用来防治小舅舅的 结果小舅舅没有抓着你 你倒是被什么 来路不明的巡察官给抓到了 以后办事要用点脑子 在我身边待这么久了 怎么胡家虎卫的本事 一点都没有学到呢 把我给抬出来 谁还敢动你啊 我说了呀 我说我是为夫人办事的 一说起这个 冠诚诚就气得要命 我当时就说了的 可是那个人还是要检查 夫人 他这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说着倒是挺气愤的 可这话怎么越听越不一样了 行了 你也累一天了 回去歇着吧 我不累 我陪夫人说说话 冠诚诚觉得自己被心疼了 那就等同一诗被表扬啊 立刻挨着床颜靠了下来 双手搭在边缘 撑起他的小包子脸 眨了眨眼睛 特别纯亮无害地看着他 萧毅抬起头 温诚诚 趁我揍你之前 赶紧消失 话音刚落 耳旁掠起一阵疾风 再睁眼的时候 眼前哪里还有关城城 早就从窗户跑了 窗外呼呼地吹进冷风 吹得人脑人疼 这个人 说走就走 把窗户还给撑到最大了 萧毅掀开被子要去关窗 突然间 砰的一声 又把他给吓回去了 一块石头砸在床檐上 将窗户给推回去了 然后又是一块 再一块 关城城居然在底下扔石头玩 用这种蠢到家的办法来关窗户 真是很牛掰啊 萧毅突然间觉得心里焦脆 手隔着被子捂在肚子上 看见没有 你城城已有多蠢 以后你出生出来之后 千万别跟得在一块 我怕你人生在起跑线上 就已经变成一个蠢货了 某个蠢货完全不知道自家夫人 是多么语重心长的教育 没有出生孩子要远离她的 数不清第几块石头之后 终于把窗户给关上了 她沾沾自喜地握了一下拳 感觉自己像是干了一件 了不得的大事 走路都带疯了 哼着小曲儿 乐颠颠地朝着自己的住处走 没走出多远 突然间捕捉到一块 快速窜过的身影 关城城脚步一下停住了 动了动耳朵 朝着主别墅的墙壁看去 有人 她听见了脚步声 很轻 普通人压根听不出来 可她是高手 那绝对是人的脚步声 错不了的 关城城立刻折返回身 朝那个方向追了过去 究竟是谁 胆子也太大了 居然深更半夜地探祖相符 冲着谁来的 要安害夫人 关城城虽然抛弃了师父和四爷等人 跟着夫人走了 可她知道 夫人是四爷的新家家上的肉 是自己的主子 只要是在她关大爷的眼皮子底下 休想有任何危险因素靠近夫人 等以后见了四爷 她才好邀功 而这一路追踪过去 却发现那道身影 根本没有朝着萧毅房间去的打算 她似乎是目标明确 静直朝着二楼 阿雷 那不是左下的书房吗 关城城看了看附近 利索地爬到靠近二楼书房的一棵大树上 将身子掩映在树枝的后面 从这个角度 正好能够看见顾白泽书房的办公桌位置 而此时 一个身穿黑色净装的女人 手里拿着一把手臂长的短刀 锋刃的刀尖抵在顾白泽的脖子上 她坐在办公桌后 脚下扫落的烟灰缸已经碎裂开来 里面有几颗烟头 散得到处都是 将地上铺着的灰色地毯给弄脏了 顾白泽眼靠在大班椅里 抬着头 眉眼清秀 丝毫没有被刀抵着的怕矣 她非常非常的冷静 看着大胆闯进她领地的女人 什么意思 看不出来吗 这是刀 我是来杀你的 顾白泽手里夹着一根雪茄 将雪茄送到唇口 薄唇间一出的冷白烟雾 朦胧在她深刻的眉峰前 她仰头 将脖子朝她手里送了一份 动手 女人吓了一跳 慌忙地往后退 顾白泽唇甲缓缓过出一抹笑来 女人当即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退后的身子戛然而止 再一次地欺身上前 短刀也用力地抵在她脖子上 你真以为我不敢伤了你是不是 没有 我给了你机会 你不敢 那可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88集 她同人狠狠狠一颤 什么意思 要杀了她吗 然而下一秒 顾白泽扣住女人拿到的那只手腕 将她从办公桌上扯进自己怀里 手臂扣着她的腰身 当她挣扎的时候 正好顺着她反抗的力道 更紧地将她困在了怀抱里 脚下一点 罗东大班已往前 缩短了与办公桌之间的空隙 这下她在她怀里 早就已经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 短刀落在桌面上 刀尖朝下 泛白的刀光刺进了顾白泽的眼中 她吹下眸子 刀可不是这么好玩的 你的鞭子呢 女人眼眶里含着泪 死死咬着唇 不想在她面前露怯 可背齿下微微抖着的嘴唇 早已暴露自己 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找你做什么 如今你已经成了九皇子的侧妃 我还来找你做什么 来的正是百柔儿 自从订婚宴之后 她回到百家等了几天 一直没有等到顾白泽来找她 她坐不住了 放下属于一个女人的尊严来找她 可是她这般无所谓的态度 完全激怒了她 眼里闪着泪光 认着不落 逼得眼眶星红 你好狠的心 我终究是错付了 在你心里 我究竟算什么 她很平静 平静到不可思议 看着她一双黑眸用力紧缩 什么情绪都没有漏 你是皇子的侧妃 与我是上下级 百柔儿愣了 是真的愣了 想过她所有会回答的可能性 却没有想到这条 一句上下级 将两人的关系画得是清清楚楚 真是冷漠无情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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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柔儿苍凉地笑出来 她倔强地扬着头 将她面上一寸一针的神情都看到眼中 可这个男人太过高深莫测了 她不想要被察觉出来 所以哪怕面对面 或眨眼地盯着 也不可能看出分毫来 她一直都这么完美 完美到冷静从容 成为一把无形的杀人刀 专注地往人的心脏上戳 左相真是好清醒的头脑 那 究竟是谁在我订婚前一夜 闯进我的房间 盯了我一晚上的 当时你怎么不做点什么 比如说 百柔儿拽住男人的领口 猛地将她拉了下来 两人鼻尖处着鼻尖 呼吸勾致 要了我 她狠狠地咬着每一个字 清晰地说出口 那一晚 她真的在期盼 她可以做点什么 可她只是坐在沙发上 看着她 从深夜看到了黎明 当清晨第一束阳光 洒进来的时候 她便离开了 从头到尾 什么都没说 她对她是喜欢的 她一直都相信 她对她也是有意的 她甚至希望 在订婚的那一晚 她能够闯进寝殿里来 像个英雄一样地将她救走 然后带着她远走高飞 可是她没有 她一直都很冷静 也不可能为了她 舍弃左向尊贵的地位 可百柔而不甘呢 她发了狠 眼里的泪水 终究是包不住 滑落进了病角里 你真是好狠一个人 你真是好狠一个人 好狠哪 我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 认过输 可是你 却让我输得一塌糊涂 百柔而是一个骄傲的人 她出身高贵 父亲没有名声暗将之前 她是光彩赵人的将军府大小姐 在这样尊崇武力的国家 她的地位可想而知 没有成年之前 便有了不少施加大族上门求情 她谁都看不上 偏偏就喜欢了凭空出现 没有任何身家背景的顾白泽 那年 她被敌人逼在大本营里 围困了一个多月 一直等待的救援军 迟迟没有出现 司马家族有人从中作稿 消息隔了很久 才传到王上司马莫川的耳中 百炼领命去救援 百柔儿也偷偷跟去了 她女扮男装 假扮成士兵 跟在大部队里 到达之后才知晓 顾白泽率领一队 部足三十人的心腹 偷偷潜入敌方大本营里 对于这位战场上的新几只秀 正场上的人 个个都在忌惮她 百柔儿也对她 有很深的兴趣 当听说她置于险境 她一点犹豫都没有 翻身上马 本想闯进敌营里救人的 被冲天的火光给逼退了 原来顾白泽 烧了敌人的粮仓 还毁了他们的武器 可因为一个不谨慎的手下 他们被发现了 两个心腹拼死将她救出来 剩余的三十个人 全军覆没 百柔儿找到她的时候 她被掩埋在一堆乱草里 身上血流不止 脸上和手上 都是枪伤和刀伤 黑色的袖子 被伤口渗出的鞋 给粘住了 衣服贴在伤口上 她脸上惨白 死了一半 百柔儿将她带到马背上 找到了一处偏远的村庄 不眠不休 不宽衣解带地 照顾她三天三夜 才将她的命给救了回来 之后 他们又在村庄里面 生活了半个多月 百恋找到他们的那天 百柔儿还在和她玩笑 我救了你 你是不是该以身相学 虽然我是喜欢女人的 但是你长得这么俊 小爷不建议收你做个偏方 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 我忍一忍 把自己搬弯好了 当时百柔儿撑着脸 距离她特别地紧 笑得一脸地不怀好意 可是她一点都没有慌 深邃的眸光悠悠地看着她 眉眼温和 嘴角呆笑 后来 父亲的援军到了 分别的时候 顾白泽掐了一下她的脸 出于感激 抱了抱她 男人低沉磁湿的嗓音 在她耳边低缓地炸开 小丫头 下次办得逼真点 我第一眼看见你 就知道你是个女的 所以她调戏她 说什么以身相许 什么把自己掰弯 她都只是静静地 看她的表演了 百柔儿脸都扫光了 而她翻身上马 绝衬而去 就那一眼 一眼万年 再也放不下了 情不知所起 依然深重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89集 那晚 订婚前的那晚 她突然闯进她的房间 就用那种 微微含笑的眼神 看了她一整夜 可后来 她脸上的笑没了 眼底的温和也没了 那双眼睛很有深度 可过于高深莫测了 反而看着 像是死了一般 她瞧不出什么来 也猜不出什么 这个男人很坏 她总能在不动声色之间 化被动为主动 聊得人心肩发颤 她等不及 也不想等了 所以主动来找她 可她说什么 如今她已经是九皇子的侧妃 是她的上司 这是好一句悲凉讽刺的话呀 既然你说 我是你的上司 但现在 你在做什么 你抱着我 难道不是以下犯上 顾白泽没说话 她揪着她的衣领 手一再地缩紧 细白的手指 绷得骨骼泛白 我就问一句 你 喜欢过我吗 她仍是没有说话 薄唇紧密 难道就打算 一直用沉默来敷衍吗 我让你说话 哑巴了 她后接翻动 低沉的嗓音 压得更哑了一些 你想听什么 她想问她想听什么 而不是 你想回答我什么 白柔儿咬牙切齿 呼出去了 说你喜欢我 她没开口 说 她逼迫她 可以再逼迫自己 浑身都在微微发抖 她很忐忑 很害怕 她深爱这个男人 怕自己在她眼里 连个可有可无的存在都够不上 我喜欢你 她说了 是照她意思说的 白柔儿浑身的力气 突然间泄掉了 笑着笑着 可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是我逼着你的 你才说的 你这句喜欢我 听着真他妈讽刺 嗯 啪的一声 她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用力地推了她一把 大班一往后退 远离办公桌 她也自由了 手在桌檐上撑了一把 缓缓站起来 寒泪的双眼里 刺出了一抹凛冽的光芒 既然你说我是你的上司 那你就该要遵我敬我 刚刚你抱着我的事 若是我说出去了 哪怕你是左相 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不是一向很注重体统吗 那你告诉我 下次见到上级 该怎么做 顾白泽缓缓抬头 她棱角分明的脸阔 被头顶那盏复古宫灯 照射出一片暗色的阴影 眉眼深重 一瞬不顺地看着她 怎么做 百柔儿僵了一瞬 抬手用力地抹了一把脸 将那点不争气的眼泪给抹掉 跪下 顾白泽额角青筋 因隐忍而凸起 侧脸棱角更加深刻了 怎么 不愿意 百柔儿抓住她的领带 扯了一把 我是九皇子的侧妃 你一个下沉 让你跪你就得跪 还敢抗止吗 顾白泽起身 没看他 提了一下膝盖的裤腿 跪了下来 当他矮身的瞬间 百柔儿视线情不自禁地 跟着他走 心尖突然间像追星一般的疼痛 顾白泽跪了 连司马莫川都不跪的人 对着他一个皇子的侧妃跪了 单膝跪地 在他面前放下了一切的身段和尊严 他抬起他的一只脚 跑得太急 鞋子掉了都没有发现 脚上沾了许多的泥 还有小石子 心太疼了 都忽略掉脚上的疼痛 顾白泽将他那只脚 放在自己膝盖上 亲自将那些小石子挑了 再轻柔地拍掉他脚上的灰尘 百柔儿都要被逼疯了 歇斯底里的话都到了喉间 可说出口 却变成了破碎的颤眼 你在做什么 顾白泽没回答他 宫灯笼罩下的光蕴 覆盖他的头顶和宽阔的肩胛 即便是蹲着脚下延伸出的阴影 将他拉伸在了他的阴影里 男人低着头 高挺的眉弓 附下一片阴影 看不清是何等情绪 他嗓音嘀嘀的 无波无澜 你最会射箭 惯会屎鞭 平时也是长鞭不离手 可你来刺杀我 用的却是你最不擅长的短刀 百柔儿突然觉得慌乱 被他的手给拖着的脚趾 忍不住微微蜷缩 他的温度过到他的身上来 反倒让他越发的僵硬 我问你 在做什么 回答我 尖利的嗓音带了颤音 他在害怕 刀抵在我脖子上 但凡你往前抵近一点 我这条命就没了 可你退了 舍不得下手 顾白泽又说 他低缓的嗓音 仿佛疼腕一般 从他脚下 一点点地攀附上来 不动声色地缠住他 鞋子跑掉了一只也不知道 脚受伤了也不知道 你只知道来找我 连个憋脚的理由都没有 他再一点点地剥开他 百柔儿双眸心红 紧绷着的唇 快要坚持不住了 他微微打着颤 从嗓子眼里逼出的声音 仿佛都不是自己的了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是和我分上下级吗 我让你跪下 可不是让你摸我脚的 又是九皇子知道了 他会怎么对付你 你想过没有 你胆子可真大 他不会说的 他怎么可能会告诉九皇子呢 顾白泽也知道他不会 所以他一点都不出 受伤动作不慌不忙 一直到把他的脚清理干净之后 还是舍不得放开他 百柔儿受不住了 用力地往回抽了一下 没能够抽回来 反而是被他抓得更紧 地上粮 地上铺着厚实的地毯 根本察觉不到粮意 可他却担心 地上的粮意会沁到他 百柔儿心中大动 薄纯张了张 没有能张口 顾白泽下一句话 无情地将他按到了地狱里 侧妃小心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先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集 这个该死的男人 他真是不值得 可是他真的很舍不得 该怎么办呢 百柔儿抽出腰间的长鞭 努力撑了一下 蛇一般的鞭子 打在地毯上 再弹了起来 在他手中十分的灵活 匹手在他背上 打了一鞭子 对 你说得对 我是侧妃 你现在对我不尽 我有惩罚你的权利 又一鞭子打了下去 顾白泽眉心微皱 微微哼了一声 百柔儿便觉得心下不忍了 他在自己后悔之前 用尽全力抽出了两鞭子 可一听见他忍痛的声音 便再也下不去手了 早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被这个男人 给吃得死死的 杨起的那一鞭 终究是没能落下 最后打在办公桌的边缘 石木桌子硬生生地 被抽掉了一个脚 我欠你的 百柔儿眼前逐渐地阴晕 隔着五光 看不清男人的眉眼五官 她仿佛只是一个虚影 好像只是 净花水月之后的 海市蜃楼 让人心生向往 想要得到 可终究只是一场空 百柔儿容不得 再继续遭见自己 扔了鞭子 平静地将脚收回来 双脚站立着不稳 她也不知道那只鞋子 究竟掉到哪儿去了 索性把另外一只脚的鞋子 也脱掉 扔在她面前 昨下 从头到尾 你都是一个清醒的人 不清醒的是我 居然还对你抱了 不甘有的身亡 不过就是个男人罢了 我百柔儿还不至于 因为一个男人 要死要活 你怎么进到我心里的 我就怎么把你 给赶出去 从此以后 此生再不复相见 好自为之 她最后 再用力地看她一眼 恨不得将她 嵌进眼珠子里 她那般的逼人的视线 从她的头顶 珠视下去 她没有一点感觉 也没有抬头看的一眼 哪怕是一眼 她总是那么地冷静 冷静到令人发指 百柔儿也不气了 不哭了 拉长的袖子 用力地在眼角上抹了一把 姜涵在眼眶里 还没有来得及 落下的泪水 一并给抹去了 可是眨眼间 还是留下了最后一滴泪 转身便走 背影傲然挺立 一丝惬意都没有 她走的那样的决绝 沉痛 头也不回 顾白泽突然觉得 心下好像空了一拍 身体先于大脑的反应 追了几步 扣着她的手臂 将她拉回来 抱着她 往前欺伸几步 积积地抵在胸膛和墙壁之间 火热地稳落了下来 封住她这张只会说决绝话语的小嘴 百柔儿没有闭眼 特别地不争气 这种情况下 她应该要恼羞成怒推开她的 可自己什么都没做 她甚至很贪恋这个吻 想这么一直吻下去 想要被她疼爱 可她闭着眼 看不出她眼中究竟是深情还是默然 这让她很慌 猛地开始挣扎 顾白泽扣着她的手 举到头顶 死死将她压在身后的墙壁上 放死 百柔儿的身子被驱成了一张弓 上身挺着 被迫贴着她 彼此之间的空隙 被挤得一丝都没留 说不出话来 觉得心口堵塞得难受 这个吻结束得很仓促 因为她不配合 也因为她在失控之前 及时杀住了车 但是 她也没退开 依然贴着她 鼻尖对着鼻尖 彼此稳乱的呼吸缠在一起 分不清谁是谁的 深邃如墨的铜人 近距离看着她 一瞬不瞬的目光 似乎要透过这双眼睛 看到她的心里去 可是她的心呢 你现在 又是在做什么 隔了好久 百柔儿才找回自己的身影 顾白泽呼吸压里压 可没能压住 反而更粗重 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她没说话 拇指留恋地在她脸颊上 轻柔地摸缩着 每一寸 每一处的眉眼五官 经过鼻翼 最后留在她的嘴上 指腹一点点地摸着她的唇 不说话 就这么触碰着她 明明垂下的视线里 藏着一分眷恋 一分痴情 还有一分不舍 可她整个人 依旧沉着冷静 除了刚才那个失控的吻 再也没有别的出错的地方 你不知道什么 百柔儿负气地反问一句 不打算要等她的回答 一把拉下她的头 并吻了上去 与其说是吻 不如说是撞上去 带着恨 狠狠地咬她一口 后来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发展的 不知道是谁的脚先动的 也不知道是谁领着谁 爽爽地倒在了沙发上 顾白泽撑着她身侧的手 绷得手臂上轻轻站起 骨骼发白 浑身好像一块僵硬的烙天 她突然直起身 打在彼此间的冷风 和匆忙结束的吻 惊扰到了百柔儿 慌得她一把抓住 顾白泽的领带 使劲地往下拽了一把 眨眼间 便将中间隔开的距离 又拉近了 你不知道是吗 别想逃 是你招惹我的 今晚能叫停的人只有我 你没那个资格 她本来已经走了 决定要放弃她了 可是她却将她给拽回来 也是将她递在墙上 轻轻地亲吻 禽兽的一面已经露给她了 现在还来撞什么正人君子呢 顾白泽看着她 视线并没有偏颇一分一毫 将她脸上的娇嗨和紧张 看在眼中 我不逃 放心 她抓起一个东西 往窗户扔去 将半敞开的窗户给推上了 隔绝了办公室里的风情 那扇窗户扑来的疾风 似乎扑到了官城城的脸上 她一直都猫在树干上偷看呢 看了很久才想起来 要把手机拿出来 当时书房里已经进行到 最劲爆的那一幕了 她拍了几张 要拿去给夫人看 平宿里一身禁欲气质 人模人样的帅舅舅 居然也有动情到急切的模样 要是不留点证据 这说出去以后谁信啊 可镜头还没拍点什么呢 顾白泽突然往这边看了眼 犀利的眸光 似乎能够穿透树叶 直接看到她 官城城觉得 灵魂都遭受了巨大的暴击 脚下一打滑 从树干上摔下来 好死不死的 偏偏摔到了屁股 虽然自己皮糙肉厚的 可还是疼得她呲牙咧嘴 她非常怨念地 看了一眼书房紧闭的窗户 里面透出来的灯光 似乎也暗淡了许多 不给看就不看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些大人就是麻烦 做事总是要遮遮掩掩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也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一集 第二天 百柔儿醒得很早 确切地说 她是一夜没睡 她怕睡着了 再睁开眼 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愣是睁着眼睛 看了她一个晚上 看得她眼睛酸疼 也舍不得放开目光 除了那年她受伤 这是第一次 距离她这么近 近到鼻息相馋 温度混暖 当晨曦的第一抹阳光 散进来的时候 百柔儿知道 自己该离开了 她掀开被子 穿上衣服 轻手轻脚地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忍不住朝着身后看 欧十大床上的男人 依旧睡着 她侧着身 还保持着抱她的姿势 看着看着 只觉得眼眶滚烫 无声地落下泪来 她没有勇气 等到她睁眼 昨晚再亲密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可还是很怕 她的嘴里 说出任何薄情的话 她承受不住 顾白泽 她拧着门把手 一寸寸地收紧 压着气音 嘀嘀地说 你要了我 就是我的人了 敢去我公主 我就去杀了她 换路 深深地看了她许久 恨不得将她 嵌进眼珠子里带走 让她再也去不了 别的地方 再也不能去招惹别的女人 远离朝堂是非 远离莺莺莺莺莺 身边就只有她一个人 只听她一个的 可是不能 她是左相 而她 是九皇子的侧妃 打开门 走廊掠进来的冷风 扑了满怀 她脚步坚定 并没有被这阵刺骨的寒风 给吓到 不过是瞇了一下 被风迷了的眼睛 沉着淡定地走出门 反手把门关上 满是寂静 床里的男人 悠悠地睁开眼 她没睡 她都没睡 她又怎么能睡得着呢 被她盯着看了 整整一夜 她并不好过 昨晚她失控了 她很少会有失控的时候 这个女人好像毒药 只要沾着她 便会上瘾 谁说她不嫉妒了 订婚宴上 不停地呛酒皇子 不就是表现自己的嫉妒吗 顾白泽坐起来 衣扣敞开 肩膀上的衬衫往下滑落 露出纹里分明的胸膛 和毫无余罪的腰腹肌肉 她拉高被子 正要往腿上盖 眼角不经意地 撇见一抹红色 她浑身一僵 白色的床单上 开着一朵烟红的红眉 她居然 她早该知道的 定辉那晚 萧姨去闹过一场 她没问萧姨是怎么闹的 一直都在宫墙外面等着她 她知道萧姨去了 那晚的洞房百分之百是不能成的 可是亲眼看到她第一次的落红 她还是心下狠狠地悸动了 她是不是在为了她 手伸如玉呢 顾白泽扶住额头 用力地按了两把 傻孩子 半个时辰之后 顾白泽从洗手间出来 明昊已经带着府里的医生 在客厅里等着 给她背后的边伤上药 昨晚没有及时处理 两道边痕已经成了紫红色 布在背上 尤其可怖 主子 这是怎么回事 谁干的 明昊双拳紧握 一脸地愤开 亲眼看见顾白泽后背的伤 她立刻辨认出来 屎边的人是用了全力的 打得这么狠 胆子也太大了 边痕狠心 很明显是近几个小时新天的 也就是昨天晚上 可她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顾白泽抬眸看得一眼 管好自己的嘴 这件事不许往外说 话落 又看向了一旁 两鬓花白的老中尹 还有你 老中尹连忙称事 左向气场强大 她差点手抖地捏不紧棉签了 明昊也不敢说话 没有私底下调查的胆子 主子不喜欢不听话的人 她默默地去衣帽间里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出来 等老中尹将纱布缠好之后 明昊 伺候她穿了衣服 小姐起来了没有 还没有 明昊摇摇头 注意力全都在怎么帮顾白泽穿衣服 还能够完美避开伤口这件事上 她是一个粗人 没有做过这么细致的事情 可是主子不让女佣进来 平时都是她自己穿衣 今天不方便 明昊才帮了一把手 却发现这事真的很需要技巧 官城城在哪儿 顾白泽又问 问了之后却没有得到回应 侧摸一看 明昊正拧着头 忐忑小心地帮她穿袖子呢 顾白泽立刻明白了 不动声色收回手 将衣服拉好 主子 还是我来吧 明昊双手向前伸 可没有得到准确允许之前 她不敢再往前进半分 我只是后背挨了两鞭子 又不是残了 穿衣服而已 你当我是伤得多重 连这点小事都不会做了 说话间 顾白泽将衬衫的纽扣 从最后一颗寄到了第一颗 要拿外套的时候 明昊却递进来一件宽松的薄泥外套 她拧了一下眉 我今天有个国际会议需要开 去拿西装过来 您的西装比较窄身 太舒服了 会勒到后背的伤呢 这件外套也很正装的 顾白泽轻叹了一声 怎么觉得自己像是 被当作重症病人对待了似的 她拧着眉 看了看外套 最终还是没再坚持 穿上了 把关城城叫过来 萧衣睡到自然醒 简单洗漱之后 去楼下吃早餐 顾白泽已经在了 她手上拿着一张新闻报 边看被喝咖啡 桌上空空的 只摆了几样糕点 还没有上主食呢 小舅舅 蹦蹦跳跳地过去 坐在了顾白泽的左手边 醒了 你今天穿得好正式啊 要去哪儿 顾白泽先是看了一眼 自己身上的衣服 这算正式 是啊 这不就是你每次要去处理公事的时候会穿的吗 其实还是不适应的 之前那些年 她以为小舅舅只是一个画家 很少见得穿西装 倒是有各种黑白灰的休闲西装 早就熟悉了她的随性懒惰的模样 突然间换了形象 发丝禁束束到脑后 露出凌厉的眉宫和犀利的黑眸 眉眼五官都变得有质感起来 经常不是西装就是正装 萧依依着实是适应了一阵子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而且越看越帅 果然他们家族的基因就是完美 又强大 每一个人都生得这么的俊美 顾白泽挑了挑眉 心下嘀咕 算明号有点眼光 要去开个会 晚上回来 今天你自己安排 我陪不了你 我又不是小孩子 你们又非要你陪着呀 你有公事就去吧 觉悟不错呀 我家小屁孩长大了呀 但是我今天想出门一趟 去哪里呀 白府 去找百柔儿玩 顾白泽面舍烧气 抬眸看着他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节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二集 前一秒还怪在嘴角的笑意 瞬间收拢 抬手便给他额头上赏了一记暴力 我就知道 每次你装乖的时候准没别好屁 如今风口浪尖的 百家随着女儿嫁给九皇子之后 早就站在了风口浪尖 你什么地方不能去 偏偏要去百家玩 笑意瞇了瞇一眼 忍了痛 都懒得伸手去碰他了 贼兮兮地盯着顾白泽 是吗 你试探什么 少给我阴阳怪气 顾白泽打了个响指 陈叔立马安排厨房里将主食端出来 笑意搅拌着奶油浓汤 撞似不经意地说 小舅舅 你这儿的安房做得挺差啊 顾白泽觉得不是好话 尤其是他用这种嘀嘀的声音 更是给人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所以他没说话 沉沉地黑眸盯着他 全天下能够在左向犀利的视线之下 还能够吊儿郎当笑出来的 估计就只有萧意一个人了吧 昨晚不是飞进来一个贼吗 他咬了一勺浓汤 放到嘴中 手顺势撑在下巴上 好像那个飞贼 是朝着小舅舅你的房间去的 你没事吧 顾白泽眼皮狠狠跳了两下 关程程告诉你的 程程 关程程什么事 萧意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不像是作假 顾白泽心里松了口气 涂抹果酱的手也稳了一些 整个左向府里 半夜做飞贼的 就你身边的那个小丫头 每晚翻窗很好玩吗 萧意心里咯噔一声 还以为小舅舅不知道呢 原来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难怪了 就关程程那个脑子 他虽然挺会隐藏的 可是性子也是飘 成功翻窗一两次之后 觉得自己的本事通天了 就藏不住尾巴了 萧意掩饰地勾了一下耳发 小舅舅说什么呢 你肯定是看错了 嗯 不不不 肯定是我看错了 我看错了 什么肺腺啊 没有的事 顾白泽笑了一声 很低的笑声 可警告以为是浓 萧意一边不敢造子 乖乖地吃早餐 等肚子里塞了个半饱 小之后 他悄悄地挪过去 那我今天能去 在家待着 哪都别去 刚开了个口 顾白泽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一句话就给他压下去了 萧意半个身子沿着桌檐 都快匍匐到他身前了 瞬间撤了回去 不去 绝对不出去 这时候 门口传来脚步声 官程程蹦蹦跳跳地出现 刚到餐厅门口 就看到坐在守卫上的男人 吓得一声抽吸 噎了回去 拔腿就往外跑 站住 身后慢慢悠悠地 传来一道男人低沉的嗓音 简直磨音贯耳 让人从天灵盖 静直地量到了脚底 官程程自我麻痹 就当听不见 脚下的步子不带停的 跟逃命差不多 顾白泽轻横一声 给了明浩一个眼神 去 转回来 明浩立刻行动 他一个擅长近身搏战的 还是个大男人 怎么都能够扛得下 官程程的攻击 再加上官程程心虚 没两下子 就被明浩给擒住了 乖乖地 扭送到了餐厅里 顾白泽正优雅地用餐 也不搭理他 吃了几口鹅肝之后 才施舍地看他一眼 却被他帽子上插的 几根树枝给吸引了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哪里啊 官程程顺着他的目光 伸手在头顶上摸了一把 摸下几片叶子 啊 这个 伪装啊 我十股见我的 只要这么伪装啊 别人就能看不见我 顾白泽嘴角抽了抽 墓门里的人 一个比一个奇葩 就没有一个正常的 那他怎么不直接教你隐身术啊 本来只是一句调侃 可没想到 官程程居然认真地思考起来 叔叔说了 我现在随机隐身术 有损身体 必须得等我的枪法 和潜伏 在练习得熟练一些后 才交给我 难道说 欧阳申真的骗了他 这个世界上 真有什么隐身术 真是不是一类人 不进一道门呢 顾白泽没搭理他 继续用餐 萧嫣嫣也没理他 就差点把脸埋进州里了 感觉有点丢脸 官程程不敢说话 他心里忐忑地要死 大致地猜到了 顾白泽叫他来 是为了什么 不是叫他来的 是骗他来的 明明去传话的人 说是夫人找他 官程程瞬间 蹬向了明昊 明昊很快察觉到 他坦然地迎视回去 用眼神回答他的疑惑 如果说是左相 你还会乖乖地过来吗 不会 绝对不会 官程程内心在嘶吼 抓狂 煎熬 各种难受憋闷情绪 全部都涌了上来 硬生生地 挺了将近二十分钟 才等到顾白泽 吃完了早餐 下人恭敬地 递上热毛巾给他擦手 官程程也不知道 该把眼睛往什么地方看 傻愣愣地 看着他的手 别的不说 顾白泽这一双手 剩得是真好看 从武的人 手心里只有一点薄茧 但手指修长 皮肤白皙之中 透着健康的亚麻色 就连每一根手指的手指甲 都修剪得整齐好看 这完全就是漫画里 走出来的男主角的样子嘛 就在官程程 看得出神的时候 顾白泽缓缓伸出手 往上摊开 朝他的方向示意 拿来 拿什么呀 手机 非常的严谨一概的两个字 官程程连忙把手机交过去 顾白泽直接翻到了相册 居然还真有两张 还真是低估了他 这个不怕死的还真敢拍呀 顾白泽已经点开了照片 手指悬空在屏幕上 黑眸抬起 看了官程程一眼 把官程程看得浑身直发毛 我 我忘记山了 我不是故意的 重点不是忘了山 而是他敢拍下来 没事 我帮你删 说得好像挺善解人意的 可是冷嗖嗖的嗓音 平白地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把官程程给吓得小脸泛白 顾白泽收回视线 落在悄悄靠近的 萧依依的脸上 怎么 脖子歪了 要不要找医生 给你矫正 萧依赶紧坐回去 嗯 我按好的 他怂怂地把身子缩回去 可这眼睛还盯着他手里的那只手机看 那一眼 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心里像是被猫抓的一样 难受得紧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四百九十三集 昨晚 关城城拍照的时机选得很对 一张是她将百柔儿递在墙壁上亲吻 另一张是在沙发上 男上女下围 她买手在百柔儿的脖梗间 她心下颤动得厉害 手指悬了许久 终究一狠心 将照片给删了 她把手机扔给了关城城 以后晚上别到处乱窜 否则 腿打断 这也太可怕了吧 关城城保密似的 把双腿并拢 大大的眼睛内满是惶恐不安 连忙认怂 绝对不乱走 天黑我就回房间 外面就算是杀人放火 我也绝对不出来 顾白泽端着咖啡的手指 轻微地颤了一下 想说到什么 还是算了吧 怪物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 说点什么不好 非说杀人放火 放眼整个A国 就算是司马家族 也没人敢到他这来杀人放火呀 这怎么到了关城城嘴里 就没有一句好话 活生生地把这儿 说成了危险是非之地呢 能不出来最好 省得你乱跑乱拍 顾白泽擦了擦手 站起身 从陈叔手中接过外逃 临走时看了一眼笑意 我说的话听进去没有 今天不许出去 白斧更是不许去 笑意没吭声 刚刚肚子里涌上来的一股嗜骨的疼痛 他脸色泛白 板着眉眼五官 这个表情落在顾白泽的眼里 立刻就看成他是不情愿了 打算趁他忙的时候再溜走 顾白泽走回到他身边 双手撑在床檐和椅背上 将他给圈起来 沉沉的黑眸紧紧盯着他 我再警告你一遍 我说 话还没说完 萧毅突然干呕了一声 推开他便往洗手间里走 顾白泽懵了 哎呀 帅舅舅 你怎么的了 说两句话还能让夫人恶心上了 他嘴角狠狠抽了抽 懒得搭理他 明昊好心地递给他一记 关怀傻子的眼神 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养吧 明明就是事实 你们主子把我家夫人给说吐了 还不让人说 明昊也别开视线 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和这对奇葩沟通 那边 顾白泽已然直起身 晨黑的视线紧盯着洗手间虚掩的门 餐厅里站了不少人 可是没有人敢说话 气氛寂静又空旷 以至于萧毅毅呕吐的声音 听得是清清楚楚 他抬步往那边走 顺便一把拎住 想偷跑的关城城 拽着他的后脖领子 一路拽到了洗手间门口 你进去 看看他怎么了 关城城其实不是想跑 他偷偷去的方向也是洗手间 只是自己走过来和被拎着过来 那可是不同的概念 要是哥平时 他早就犯婚了 可一心吸着萧毅毅 罕见的没顶嘴 快不进去洗手间 萧毅毅趴在马桶边 呕吐不止 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般 小脸泛白 关城城刚一走近 眼睛手快地将萧毅 滑下来的手给扶住 半跪在旁边 夫人 你怎么了 萧毅毅没说话 是说不出来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 发丝黏在脸上和唇角 他一张口就只想吐 刚刚已经将黄水都给吐出来了 现在想吐也吐不出什么 就只是干呕 一张脸憋得是又红又白 虚弱得像是一个病人 关城城吓得手足无措 枪林弹雨的倒是经历过不少 可是眼前这种阵仗 却是一点招法都没有 也不敢去碰他 只能在旁边干着急 突然 他瞥见地上有一抹红色 血 是血 关城城捂住嘴 事件发虚 惊恐地看着他 夫人 你流血了 会不会是 话已经到嘴边 很快就要脱口而出了 小脸用最后的一丝力气 扣住他的手腕 把话给我逼回去 关城城另外一只手 立刻捂出嘴 乖乖点头 然后试着靠近他 想帮他顺顺背 你们想要瞒我什么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 清冷的声音 顾白泽大步跨进来 很快便看见 萧毅裤子上渗出的血 立刻蹲下身 这是什么 萧毅没来得及说话 又是几声干呕 手背绷起了青筋 顾白泽也不敢动他 大掌在他背后 一下一下地顺着 盯着关城城问 说 意义怎么了 关城城城早就说不出话了 尤其是被萧毅毅给警告之后 更是不敢说 只是捂着嘴拼命地摇头 我不知 说 我 关城城不敢 他看着顾白泽 又看着萧毅毅 意识进退两难 一会之后 萧毅毅已经不吐了 周深的气力也仿佛被抽走了一般 连抱着马桶的力气都没有 顾白泽将他打横抱起来 刚走到客厅 明昊已经将萧毅毅房间里的盆栽给拿了出来 他身旁跟着府里的医生 萧毅毅眼尖 看见医生手指尖撵着的褐色药渣 那是每天晚上 夫人喝完保胎药之后剩下的药渣 处理得很随便 就倒在小盆栽里 这回被发现了 顾白泽脚下没停 抱着萧毅毅进至上了楼 回到他的房间里 经过明昊等人 立声吩咐 查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萧毅毅吐 我要尽快知道结果 还有 把关城证给我扣下 把他知道的 全给我撬出来 话落 顾白泽直接进了萧毅毅的卧室 明昊反应很快 他站在楼梯间的缓步台 手撑在栏杆上 身子从楼梯间跳了出去 动作快的 都没能看清楚 他的脚究竟踩了几个接力点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已经赶到门口 拦下了关城证 关小姐 左相让我留下你 你还是乖乖地待在这儿吧 关城证企图矮身 从明昊手臂下穿过去 明昊身子一侧 高大的身形将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的 关城证脚下刹不住车 一头撞进她的胸膛里 结实的肌肉 快把她撞得晕晕乎乎的了 连连往后退了几步 明昊也没有扶她 非常直男地站着 关小姐 我劝你别挣扎 别说你是从这儿逃出去 就算是钻进地底下 或者是上天 我也能把你抓回来 关城证到现在都还捂着嘴 她怕自己这张不牢靠的嘴巴 把夫人怀孕的事情给说出来 那夫人瞒了那么久的努力 也就白费了 好不容易 顾白泽上了楼 又来了一个名号 她瞪着眼睛狠狠弯她两眼 掌心下发出呜呜的声音 似是在叫嚣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494集 没一会儿 她浑身突然一僵 后知后觉地把手给拿了下来 冲她嚷嚷 谁说我要逃了 我官大爷甚至没装着人吗 名号心理素质的确很强 愣是连脸色都没变 全当时没有听见她说的话 自动将她所有的声音都给屏蔽掉 朝着她面前伸出手示意 请吧 在左相亲自下令对你用刑之前 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吧 官城城往后退 猴坚用力哽了哽 用刑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 乍然听见用刑两个字 浑身凉透了 别吓唬我了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夫人可疼我呢 再说 我的来刀可不小 要是对我用了刑 有你好受的 哼 官小姐是不是忘了 整个左相府的人 可都是跟着左相上过战场的 别说刑法 刀枪棍棒各种刑具 底下室里可是齐全的 这下 官城城是彻底撑不住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服手上 甚至还往沙发里凹陷下去 他唇半青斗 眼睛发虚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习武之人最讲武德 可不会空口胡舟 如果 官小姐想要尝试一下地下室里 那些封存了许久的刑具 我这就领你去 反正那些东西过去饮惯了些 被封存了许久 也是时候要出来透透气了 官城这瞬间体会到了 手脚冰凉是什么感觉 四肢都不是自己的了 话到嘴边张口边要说出来 硬生生地又给噎回去 缥缈的视线 往楼上消逸逸的房间看了看 还不知道夫人那什么情况呢 要是他冒冒然地开口 恐怕会引来许多的麻烦 这时候 有庸人从楼上下来 手里端着一个盆 浓郁的药味飘散开来 正在研究泥土的医生 闻到了味道 立刻将庸人叫住 手里拿的是什么 佣人走过来 将药材也暴露在医生的眼前 这位小姐昨晚要与所用到的药材 这要拿就到掉 医生撵了几块切成片的药材 一眼便认出这是什么 可是要全部便认出所有的药材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左相在那里催得很急 药房呢 可否拿给我看一眼 佣人立刻将装着药材的盆子 给了医生 然后又按照医生的吩咐 纷纷来到客厅 找了一张桌子 在上面铺了一张白纸 把药材都给倒出来 那边 正在下骨关城中的名号 听到动静 快步走了过来 怎么了 这些药材有什么问题 医生正在研究药方 手拨弄着盘子里的药材 暂时没有看出别的问题 这些药材都是上等的 组合在一起 也没有问题 有补气血 顾本源的功效 在我不知道小姐的身体状况之前 很难结合药材就下定论 明号立刻回头看了关城城一眼 视线刚一触到 关城城立刻转开视线 很显然 她是知情的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 并不是审问关城城 她对医生说 你跟我上楼去 去给小姐诊卖 医生点点头 那张药方抓在手里没放 房间里 小姨躺在大床里 勉强算是缓过来了 可是仍然觉得肚子 断断续续的有脚痛感 至于裤子上的血 别糊弄我 你只是立架来了 你那些小心眼给我收起来 老老实实的给我交代 每天晚上关城城 究竟往你房间里带了什么 小姨知道 肯定是瞒不住了 但是还想要再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小舅舅 我的身体我知道 没什么大碍的 话落 周遭的空气都降到了冰点 顾白泽脸色越发暗沉 盯着她的目光 很是毛骨悚然 用力地咬了一下后槽牙 顾白泽捞起随便搁置在一旁的保女外套 不说是吧 行啊 现在跟我去医院 全身包括五脏肺腑 都给我检查一遍 你别啊 小姨扣住她的手 紧急之下抬起肩膀 没有后续的力气支撑 又倒了回去 你说是不说 顾白泽的忍耐已经到了极致 低齿的嗓音从头兜下来 小姨脖子忍不住地缩了缩 我 我怀孕了 明浩刚拉着医生走到门口 并听到了这句话 对了 怀孕 那么有一种药材 并不能用了 医生们都没进去 转身便朝楼下走 重新去翻那堆药材 还有从小姐房间里发现 到了药渣的盆栽 另一边 某处豪华宅院里 宗卿和丽环安 正坐在凉亭里下棋 手中指着黑子落下之后 宗卿观察了一下整盘棋的棋局 突然间笑着摇了摇头 还是四爷你棋高一招 三局了 我都没能赢过你 刚刚那一步走完 等于是把我自己给送进你的杀阵去了 你再落一子 便能赢我了 四爷 丽环安在A国的化名是丽丝 同时这也是福布斯财富榜上的首富 这个名字他隐藏了许久 丽丝的财富排名也在丽环安之上 丽家的人 包括陆亭丘 秦思南等人 都不知道他还有这一层身份 世界首富 就算是皇室也是趋之若鹜的 自从听说这座宅子的主人回来了 每天都有败铁递上来 如今的丽丝 鼎鼎大名 仅仅半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了整个A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光是权贵圈的 还有商界的 全都想要和他攀上交情 谁也不会想到 已经站得够高的丽家家主 居然早就已经将势力给渗入了A国 并且在这里打下了根基 连十二长老店的九长老和十长老 都奉他为主子 这座空了十多年的宅子 在主人回归之后 门客罗雀 没有人知道丽丝的身家背景 也没有人知道丽丝是怎么起家的 更没有人看见过 他那张银色面具之下的真实面孔是什么样的 没有 宗老先生没有说 丽华安将棋牌上的一颗白子碾掉 往旁边侧退了一步 宗卿看着那颗棋子 的确是下错了 下错了 所以给宗卿留了一条自杀的路 可若是这颗棋子下对了 那便是两条宽裕的路 只不过不管是把黑子下在哪里 两步之内都会被丽华安彻底地杀掉 这个男人好深的心机 好高的布局 连他这个好奇之人都没有提前察觉 他也懂得 丽华安这是在给的台阶下 自己也不好仗着自己的年龄欺人 下了三局了 有点乏 不如今天就这样 可以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妍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天艳托 欢迎订阅 第495集 棋子被佣人给撤下了 旁边一直在煮着清茶 下人恭敬地给两个人之前的茶杯里面蓄上一些 清新的茶香在凉厅里逐渐地弥散开 闻着很是提神醒脑 宗卿喝了一口茶 瞧眼看了眼宅子的环境 这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府邸 几百年来某个世家大族流传下来的 不知道是哪个年代 那个家族落败了 府邸也被拍卖 却不想几经转手 被利四给买了下来 这是宗卿第一次前来拜访 从门口走进来 一路上都在流行观察 宅子经过翻修 但是都是将原有的形状复原 尽量保持了原生气息 宗卿只在一本册子上建过这栋宅子 当时便很喜欢想要买下来 不过却被告知早就已经有买家买下来了 他只好作罢 没有想到买下的主人却是利四 说起来 我和你这栋宅子有些缘分 早些年还接济过原来这栋宅子的后人 他给了我一些字画 我给了他一笔钱 他便离开了这个城市 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底都啊 我曾经想要从那位友人手里买下这栋宅子 不过他告诉我 拍卖的钱被喜结已空了 要不然 也不会将锦绳的字画割舍给我 宗老先生若是喜欢 以后可以常来 我给您留一间客房 那怎么好意思啊 我终究是客 来叨扰一时还行 处得久了 怕是你会嫌我烦呢 宗卿喜不自胜 不过人家话里话外的艺术 都是在抬高丽桓安 放低自己的身段 宗家可是帝都 除了男家以外 仅存的古武世家 宗卿更是被各路人马 八戒讨好的对象 能够让他放低姿态来将就人的 丽桓安是第一个 很显然 是想拉拢丽桓安 连一向给外界的印象 不参与是非的宗家 都开始对丽丝伸出了橄榄枝 能看出来凭空出现的丽丝 有多么的抢手 比当年的顾白泽更胜一筹 而丽丝和顾白泽最大的不同 便是丽丝并不在全力的漩涡里 顾白泽高调有本事 从小兵到将军再到左相 可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呢 我也不和你绕弯子了 我今天拉下劳力来找你 的确是有件事 宗卿一早便来了 丽桓安也热情地接待他 一连陪着好几个小时 可丽桓安言语之间 一点破绽也没漏 更是没有询问宗卿的来意 他沉稳健谈 仿佛将一切都掌握在手中 偏偏要吊着人家 再好的心理防线 也会被拖垮的 宗卿还能够用玩笑的语气 和他说话 已经算是本事了 哦 宗老先生不妨说说看 但凡我能够办到的 一定给办 你看你 不知道的 还以为当年被救命的人 是你呢 明明我才是 欠你恩情的人呢 可你在我面前总是这样 有时我都觉得 咱们的身份掉了个个儿啊 我是晚辈 敬您是应该的 宗卿心下 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很珍惜这个忘年交的朋友 不论是家事 财富 还是能力 都是宗卿心目中最好的孙女婿人选 你坚持的话 我也不和你抢 那我就断断长辈的架子吧 我有个孙女叫宗心怡 之前和你提过 那丫头爱慕你 我做爷爷的就来谈谈你的口风 你看你 引了后话没有说完 不用全说他也懂 宗卿看不全力还安的表情 扣着杯子的手 微微地扣解 说是有空的话 来我宗家 我安排你们见一面 那丫头每天都在和我打听你 对你很感兴趣啊 她呀 也到了该婚嫁的年龄了 不怕你笑话 这么多的青年才俊 我就看你好 丽桓不动声色 若是她没有记错的话 宗心怡早就欣喜右相了 整个四九城的人都知道 宗家大小姐对右相有多么的痴情 哪怕是右相突然间销声匿迹的那几年 宗大小姐也都在痴心的守着 怎么可能会突然间换一个人爱慕呢 丽桓不是高调的人 可是这次来了A国却故作高调 搞得人尽皆知 对她好奇的人不在少数 打探不出底细来 哪怕是一点边角的消息 也不肯放过 宗心怡多次和宗亲说起过她 恐怕不是爱慕 而是在打探她的底细呢 至于是为谁打探的 这就不用说了吧 丽桓安修长的手指端着茶杯 送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 杯口弥漫出的那丝青烟 从她嘴角顺着风向往侧边攀升 碰到银色面具的边角便散了 沉稳镇定的气场 让人心下打鼓 尤其是她一言不发的时候 宗亲有些坐不住了 是她能问 我好像没有听你提起过 你的婚姻 我算是有余 与宗小姐之间有代沟 宗亲惊呆了 她和丽桓安只见过几次面 可这个男人给她的印象 一直都很有礼貌 恪守着晚辈的礼节 从来都是耐心地 听完旁人说话 才会开口 可是刚刚呢 她是有意打断 宗亲的话吧 这为什么呢 她不耐烦了 是不喜欢这个话题 还是没看上宗亲仪呢 这时候 丽桓安缓缓将茶杯 放在了桌子上 低沉地说 我不是宗小姐的良人 宗亲心里咯噔一沉 一坠再坠 要是还听不懂 这拒绝的意思 她就白活着几十年了 丽桓安明显是 不想谈及这个话题 如果还缠着她 非要进行下去 恐怕这个难得的 忘年交也要失去了 宗亲忙哈哈笑了两声 哈哈哈哈 你才三十岁 就在我这个真正的 老东西面前说老 你呀 形姿一直都没变 总是这么老成持重 看来我家那丫头 也拴不住你呀 很抱歉 得了得了 我也就随口一提 你还叫真了 不成就不成 也不影响我们俩的交情 宗亲在打圆场 很体面地给彼此台阶下 丽桓安听得出来 他侧身靠着椅子扶手 拳起的手指在唇边缓缓 五指轻轻舒展开 也是笑了 自然不会 曾老什么时候想再下棋了 来找我便是 话虽如此 可宗亲已然听出了 他话里的疏离 立刻就后悔了 这一趟 他不该来 他有预感 以后丽桓安都不会对他交心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清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桓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六集 宗亲正在思索着 该说点什么来找不 眼角瞥见了一道匆忙往这边来的身影 那是管家 是个年纪不大的男人 说来也奇怪 整个立家上下包括下人都戴着面具呢 他们都不肯露真容 可是从气场上来看呢 这位管家年纪虽轻 怕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能够将这栋宅子打理得井井有条 没有让宗亲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这样的管家 哪怕是在世家大族里也很少见的 显然是常年跟在气场强大的主子身边 才会锻炼出的气魄 一风身高腿长地走了过来 先是向宗亲行了礼 然后附在丽环儿的耳旁 轻轻地说 爷 温苗那串消息来了 他现在正拿着检验结果 往这边来 丽环安赫然抬眸 狭长的眼窝里幽深暗沉 可那高深莫测之后 却有一丝控制不住的光亮 在微微地轻颤 他起身 有些急切地想走 老先生 我有点事就不陪您了 我让管家陪您逛逛柴子可好 宗亲也站起来 你有事就先忙吧 正好 我今天呢 也要去参加个研讨会 时间快到了 就先走了 招呼不周 下次不上 宗亲笑着摆摆手 离开了 他一走 丽环安便马不停蹄地去了客厅 温苗已经在等着了 将两张化验单交给他 爷 这第一张 是您带回来的药渣 不多 我只从里面检验出了 藏红花的成分 这第二张 是昨晚欧阳生 从智智那里拿的 里面除了藏红花 还有 温苗不是说话藏一半的人 他脸色有些灰暗 抬手退了一把鼻梁上的眼镜 今天早上回来的匆忙 人也很疲惫 还没休息呢 傅宵便拿着两份药渣来找他化验 视线有点发虚 便给自己加了一副眼镜 正好遮挡住眼底 那一丝难言的羞意 当他查看说这些药 是治疗什么的之后 整个人都清醒了 半分睡意都没有 丽桓安立刻看了过来 直说 藏红花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 主要是活血化瘀 可和某几种药搭配起来 却 却是治疗花柳病的良药 所有人都进入寒蝉 正好就在现场的 义峰和欧阳生 瞬间感觉到一股压迫感 他们这是听到了什么 花柳病 治疗花柳病 谁啊 谁要治这种病啊 丽桓安处便不惊的脸上 迅速军裂 两眼紧盯着温苗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未必是夫人吃的 或者 是晨晨拿错了药也不一定 药渣没验错 温苗沉重地点点头 丽桓安又问欧阳申 的确是你亲手从官城城的手里拿到的药诈 这会儿欧阳申浑身都僵硬了 虽然他有猜想过 可是没有想到结果是这么的勒人 夫人果然是夫人 才离开四爷多久啊 四生活就这么精彩了 面对四爷的问话 欧阳申只觉得脖子已上 好像卡壳了似的 气都出不来了 说话也是磕磕巴巴的 是 是的 话音一落 两张化验单 在立桓安手里揉成了团 面具下的脸庞 绷得线条分明 骨骼闭线 好 好的很 小偷崽子的胆子 的确很大 他眼角腥红 鹅角青筋站起 古白泽叫得好啊 救得好啊 此时的顾白泽觉得耳朵痒得狠 像是有人在背地里面骂的 不过他没有空去留意 两眼紧紧盯着萧毅 惊诧过后 缓了许久 才从喉咙里逼出话来 你把刚刚说的话 再给我说一遍 你怎么了 我 怀孕了 多久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为什么瞒着我不说 你胆子是越来越肥了 小孩收拾了 是不是 小依依刚开口 还什么都没说呢 顾白泽是一连串的暴躁逼问 将他给问傻了 小舅舅 你慢点说呗 你一个一个的问呗 顾白泽单手插腰 暴躁的抹了一把脸 你看老子现在像是和你开玩笑的样子吗 小依依被吼得缩了缩脖子 脑子也不会思考了 三个月了 我也是到了A国之后才查出来的 三个月 那岂不是 你在离开C国的时候就已经怀上了 嗯 好像是这样的 顾白泽当今狠狠抽了一口凉气 脸色轻得不能再轻了 也就是说 你肚子里揣着个玩意儿 还策划了一起跳鸡假死 明明她的声音并不高 语气也不重 只是咬牙切齿咬得太紧了 听着有一些毛骨悚然 应该 是的吧 应该 顾白泽突然轻身 双手撑在床檐上 握紧的拳头 绷得手背上条条青筋站起 本事啊 你可真是能耐 笑意脖子不住地往后缩了缩 肩膀已经靠在床头上了 偷偷地瞥了小舅舅一眼 立刻被她冷害的脸色给吓了回来 完蛋了 玩脱陷了 她瞒着小舅舅 其实也知道早晚是瞒不住的 可是 预想中被发现的时间 怎么着 这也得肚子大了之后吧 到时候小舅舅 就算想要揍她 她这个救工 也得好好地照顾 她肚子里的小玩意儿啊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会被发现得这么早 这可怎么办呢 她感觉小舅舅 已经抬手想揍她了 哎呀 关键时刻 小姨捂着肚子哀嚎了一声 小舅舅 我肚子好疼啊 顾白泽脸色一变再变 突然间惨白了下来 她气昏头了 这会一听她呼痛 突然想起刚才在洗手间里 看见她裤子上渗出来的血 你该不会 流产两个字她没敢往外说 及时住嘴了 顾白泽一巴掌拍在自己脸上 倒是把萧毅给吓了一跳 悄悄地抱着膝盖 忍不住往窗里挪了挪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七集 小舅舅走开了 去了她的衣帽间里 很快又出来 边走边展开手里拎着的一张宝毯 将她从床里抱了起来 用宝毯把她给包得严严实实的 刚刚跌进她怀里 萧毅毅的嗓子眼里压着一声尖叫 小舅舅 有话好好说吗 别打 别打我 谁要打你了 等你把肚子里的东西生出来之后 我连着你们两个一块打 顾白泽脚下步子不带停的 门外 明浩也听到了萧毅已亲口承认怀孕的事情 她用眼神询问官城城 官城城总算是肯捂着嘴 把手给拿了下来 瞬间像是有了底气 气冲冲的瞪回去 你看什么看 我家夫人就是怀孕了 怎么着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顾弄玄虚那么久 官城城表面硬气 心里都快哭了 这是喜极而泣呀 总算是等到夫人亲口说出来了 她守住了这个秘密 没有敢在夫人开口之前便招 这回总算是没有闯祸了吧 还没有等她多得意一会儿呢 眼尖地撇到顾白泽走出来的身影 立刻背过身去贴着墙壁 要当隐形人 事实上 顾白泽这会儿可没时间搭理她 雷厉风行地吩咐名号 准备车 现在去医院 让医生背着 还有 把官城城给拎上 拎上 这是当她是小鸡仔呢 这么好拎 她贴在墙壁边 没办法装透明人 耳旁听见顾白泽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身旁还有一个名号在对她虎视眈眈 官小姐 你听到左相说的话了吗 请吧 官城城一双爪子紧紧扣在墙壁上 做垂死挣扎 我能不去吗 你觉得呢 好吧 看来左相这是要彻底地追究 每天晚上她偷偷带到萧依依房间里的保胎药了 府里的医生赶在顾白泽上车之前拦住她 匆忙地汇报 左相 小姐服用的保胎药 以及昨晚的药液里都有葬红花 葬红花孕妇尽有 这很容易造成流产 知道了 顾白泽脸色崩得很紧 她抱着萧依依坐到后座里 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 可感觉还不够 把保毯又往上提了提 连下巴都给裹住了 萧依依蜷缩在她怀里也不闹了 小手细细地揪着她的衣领 手脚发凉 小舅舅 我会不会真的流产啊 瞎说 你怀着孩子 这种话是禁忌 小心你儿子听见会生气的 可是刚刚医生也说了 葬红花会 我府里的医生是随便找的 一万半 她说的不准 这才是瞎说吧 能够成为左相府里的医生 那绝对是医术大家级别的 萧依知道顾白泽 是在安慰她 其实她也很害怕 但她不敢说 乖乖地待在她怀里 一路上都乖觉得不可思议 到医院之后 医生早就在等着了 连听见消息的院长 副院长也全都来了 恭恭敬敬地把萧依依 呃 是抱着萧依依的顾白泽给请了进去 从赵壁超到把脉 再到女医生检查萧依依的私密 顾白泽一直在旁边守着 隔着一道屏风 犀利的双眸恨不得能够穿透屏风 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可到底是男女有别 她这会儿总算是知道舅舅和老公的差异了 要是丽环安在这儿 估计就能跟着进去 而她只能守在外面 一想起那个男人 顾白泽就恨得咬牙切齿 什么绝世大渣男啊这是 萧依离开去查自己的身世 丽环安呢 居然偷偷地往他肚子里面塞了个娃 你说这不是渣男是什么呀 一系列的检查下来 医生最后和他说了结果 孩子还在 我用了藏红花才会造成胎动 幸好服用的量比较少 没有造成具体的危害 到这会儿 还不足以让顾白泽松一口气 那他流血是怎么回事啊 孤独恐慌下造成的假流产 没事的 好好地补一补 休养一阵就好 刚刚我给小姐做的必超上显时 她肚子里的孩子很健康 她也做得很稳 只要好好养着不会有大碍 但是药育所用的药材 恐怕左相大人要重新换衣服了 里面的藏红花是不能用的 顾白泽点点头 脸色依旧铁青 忙活了一整天 等他抱着萧依依去豪华病房的时候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小舅舅 我能说话了吗 现在天气渐冷 已经到了手脚犯凉的地步 顾白泽给他盖了两床被子 恨不得把他从头到脚都给捂上 他本来就憋着气 还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做救工嘛 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可是这个丫头呢 也实实在在的是太气人了 在A国 他只能依靠她 也最该信任她 可是呢 这么大的事 他居然瞒着她 她能不气吗 都快气炸了好吧 却偏偏 他现在娇贵得很 打不得也骂不得 怒气怨气全都压下去 他死死地盯着她说 你想说什么 好家伙 眼神要是能杀人的话 那他绝对是天下第一高手 我 我好像饿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不饿的话 我可以晚一点再吃 什么叫我觉得你不饿 小义偷偷瞥了一眼 小舅舅就站在床沿 宽阔的肩胛将头顶的灯光给遮盖了 脸阔灵力 眼底逆光打来的光 勾勒出淡淡的阴影 居高临下的视线 稍一对上 便能够觉得心尖的发颤 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 那你打吧 要是你打过之后 心情能好一点的话 那 实在是受不了内心的煎熬啊 刚才那一系列的检查做下来 萧逸实在是不舒服 但他不敢说一个不字 就像是一个娃娃一样的被人摆弄 完了呢 还没有任何人搭理他 所有检查结果 都向顾白泽这个家长汇报 合着他就是一个工具人罢了 办公室里站满了人 可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在顾白泽的身上 恨不得当场便和他攀上交情 萧逸装哑巴装得很久了 肚子饿也只敢这会儿才说出来 他还委屈 还不满呢 可是一看到小舅舅那张脸 明显是压着火气的脸 他怎么就什么幺蛾子都不敢作了呢 还不如早点挨顿打 让他消消气呢 然而顾白泽只是冷冷笑了一声 我打你 我哪里有资格打你啊 嘴上叫我小舅舅 心里不是拿我当外人吗 我 我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把你当外人呢 没有 怀孕了也不告诉我 喝宝胎药也偷偷地喝 怎么着 怕我发现你怀了立怀安的孩子 会逼着你打掉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498集 这是哪里来的冤枉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是说了吗 是到这边之后才发现怀孕的 我的确是怕你知道 我怕你知道之后 就会把我好好地养起来 调查母亲和族人的事情 你都不会让我参与 还有 我身体里这股神秘的力量 恐怕 你也不会再让我去追查 顾白泽没心猝了猝 揪着的眉头没有松开 彻底地皱紧了 视线从上而下地笼罩着她 是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不会再让你参与任何事 要是我早知道你怀孕了 上次夜闯皇宫的事 也不会让你亲自去做的 要是说别的 萧姨还能忍忍 不吭声就行了 可偏偏她要提到那天晚上 我那是英雄救美好吗 况且 要不是我去闹的那一场 你的新家小宝贝 就早就被那个九皇子给糟蹋了 谁是老子的新家小情人 除了你没别人 顾白泽超霸气地吼了她一句 瞬间就把萧姨给哄蔫了 她拿手指着她 把你的腰杆子给我缩回去 还觉得自己占理 理直气壮的是吧 本来就是嘛 你嘀咕什么 没 没什么 萧姨赶紧蜷缩着 怂怂地搭了着脑袋 不敢说话了 顾白泽大概是喊累了 口干舌燥的 也不想搭理她 转身就往外走 小舅舅 你要去哪儿 准备饲料 喂猪 顾白泽头也没回 碰得关上了门 扑过来的冷空气 正好砸在萧姨爷脸上 她懵了 随即起了一股无名火 胡说八道 左相府里哪里有养住的 明昊就在病房外面 当顾白泽出来的时候 她立刻迎上去 去准备点清淡的 送去给小姐 是 明昊领命 刚要走 又被顾白泽给叫住 叫两个女护士进去 你别进去了 呃 是 左相还真是太抬举她了 就算是她能进去 眼神也不敢随便地看呢 还有 把关城城给我叫来 是 十分钟后 几次试图逃跑 都被保镖给看死了的关城城 被明昊压着 去了萧姨爷所在的病房的楼层 走在走廊尽头 吸烟区 见到了顾白泽 男人手上夹着一根香烟 那支烟也不知什么时候点上的 很久都没有抽 听到来人 狭长的眼尾轻轻一挑 贴见往这边来的两道身影 她这才回过神来 说吧 每天你都去哪里拿的保胎药 左相见到她 开口第一句就是问这个 还好关城城早有准备 既然夫人自己都招了 她就没有保密的必要 心里负罪感压根就没有 老老实实地招了 是一个叫李易青的老中医 她把药熬好 我去她家里拿 煎药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 那个老佣 不是 老中医都是等我去了之后才开始煎的 药方身的每一种药都提前抓好 我亲眼看着她放的 而且 而且药里没有脏红花呀 关城城还想往下说 旁边的名号立刻给了她一脚 她瞬间就炸了 扭头瞪着她 这你关大爷做什么 我这是救你 前面的解释听着还像样 可后面她想要说什么呢 保胎药里没有脏红花 药玉里有 所以她是想要明着指出来 造成小姐呕吐流血的 是左相的错 关城城觉得自己特别占理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你那是找死 作为属下 就算知道错的是主子 那也得装成不知道 她实在是不明白 关城城的脑回路究竟是怎么长的 这怎么做到以下犯伤的蠢势来的呢 连思考都不用的 难道她做任何事情 说任何话之前 都不先顾一下脑子吗 很久之后 他们两个相处得久了 这个问题 她自己找到答案了 那就是 这位关大爷 他就没长脑子 顾白泽非常淡定 无视关城城的后半句话 哪位李易卿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个退休的 据说很有名气 顾白泽瞬间拧起眉 这种回答算是什么回答呀 说了等于没说 还好明昊反应快 早就找出了李易卿的百科 将照片放大了 堆到关城城的面前 关小姐 看看 是这位吗 关城城很配合地凑过头 看了一眼 是呢 就是他 明昊立刻将手机 恭敬地递到顾白泽的手里 主则 是李易卿 李易卿在A国的名气并不小 他是医学院上一任的院长 这个科院是直接面向皇室和权贵服务的 地位尊崇 能够进到医学院里的 全部都是在医学上 有很高造诣的大家 可以说都是凤毛麟角 但是能够请得了他的 不是看钱 还要看缘分 他想一便一 不想一 谁也勉强不了 早些年 李易卿这种刚硬的脾气 得罪了不少人 也没少遭受报复 现在他老了 反倒是人人都顺着他了 而且各家的名院贵妇们聚会 还会拿是否被李医生看过诊 作为炫耀 这下 连顾白泽都开始惊讶了 你是怎么请动李医生的 是因为萧易卿 有能够搭上李医生的人脉 还是说 因为入了李医生的眼 可是不对呀 那时候萧易卿刚到A国 就算是有人脉 那时候也赶不及去联系的呀 哦 这个呀 很简单 官澄澄故作神秘 撩了一下发丝 他想要学着温苗的那种 温雅之性的模样 白白谱 可这一爪子上去 没薅到肩膀前面的头发 反倒是手指戳到脖梗上了 很尴尬地扒着脖子 老实交代 李医生一开始不想来 我给了钱 那也不来 我把他揍一顿 他就乖乖地跟我走了 他 他说什么 把人家揍了一顿 他究竟知不知道李医青在医学院的地位啊 古白泽和明浩对视一眼 万万没有想到 是这么简单粗暴的方法 果然对官澄澄不能够用常人的思维去想他 越是简单的分析 越接近真相 奇怪的是 李医青都给萧嫣嫣熬了半个多月的保胎药了 也没有传出过他受伤的消息 就只是有传言说 最近李医生比以前更难请了 就算是有点交情的 也只是被他招待在偏厅里坐一会儿 见不到李医生本人 现在想一想 哪里是故弄玄虚啊 这分明就是挨揍了 不能见人 不能被人发现呢 想想也是怪可怜的 连老了 被一个小丫头给修理一顿 这传出去 脸上会有光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四百九十九集 顾白泽摆了摆手 烦死了 都懒得再看官澄澄了 去陪陪你家夫人 哦 官澄澄机械的硬了 总觉得那儿不对 狐一叼看了顾白泽一眼 突然男人锐利的目光直接跟他对上了 那感觉真叫一个酸爽 连走路都不会了 似乎是被他那一眼给盯成了木头 手长脚长的朝着走廊的另外一头走 身后顾白泽将手机抛给了名号 去地铁子 我明天上午去拜访李医生 主子您亲自去啊 怎么 不行 堂堂左相亲自去拜访中科院退休的前任院长 不管怎么看怎么说 那都是左相屈尊将棍了 对李医生也是一种莫大的抬举 不过主子要做的事 下人是没有质疑的权利的 当天晚上 明号便去了一趟李家 将拜帖给递上去了 李家全家都诚惶诚恐地迎了出来 李一清走在最前面 明号多看他两眼 果然看见李医生右眼上 还有没有完全消退的清黑 以及脖子后面挨过打的痕迹 嘴角抽了抽 官大爷 您可真是好样的 另一边 顾白泽抽了两口烟 站在窗口吹冷风 等烟温散了一些 回到萧依依的病房里 他正坐在床里 嘟着嘴 很嫌弃地搅着碗里的白针 一看见他 立刻开号 小舅舅 这玩意能吃吗 怎么着 还能毒死你啊 顾白泽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转身去了洗手间里 拆了新的牙刷 刷牙 将唇间残留的烟味给去掉 回到病房 萧依依还靠在床头 置在床上的小桌子上 摆了一碗白粥和两个清淡的小菜 以及素菜包子 他看了一眼 从他进来这么几分钟的功夫 他一点都没动 小舅舅 小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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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飞 再给人一种刻意而为的压迫感 萧毅就这么僵在那儿了 她的手从裤袋里面拿出来 在控制不住地想要揍她的时候 转手端起那碗白粥 你不吃是不是 我 她是不想吃的 可她也不是傻子 肉眼都能看到小舅舅生气了 不敢招惹 她乖乖地张开嘴 吃 小舅舅喂我 还真以为你不吃 打算让明浩带回去喂猪呢 哪来的猪 你家明明就没有养猪 我立马去买两只养着行不行 没来由的火气 立刻把萧毅给骂怂了 行 怎么不行 反正左相府整个都是您的 养猪还是养畜生 那不都你说的算吗 我再问你一遍 吃还是不吃 这一次顾白泽明显加重了语气 俨然便在暴怒的边缘 吃吃吃 我吃 吃还不行吗 凶什么凶 萧毅双手恭恭敬敬地伸出去 从顾白泽手中把粥丸给接过来 甚至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顶着莫大的微压 吃完了整碗白粥 好在小舅舅对她还是好的 里面放了几颗虾仁 那是唯一的肉了 含在唇齿间嚼烂了 才舍得吞下去 我吃饱了 她将碗一放 顾白泽一声不吭地开始收拾桌子 叫来女护士 将东西都给收走 接着 又从衣柜里拿出一床棉被 去对面的房间了 这是一间顶级豪华病房 房间是用巨大的落地窗给隔开的 方便夜间陪护的人员随时观察病人的情况 床也是软软的 和家里没什么区别 顾白泽特意将两间房的门都给打开 去隔壁间把床铺好 再走了回来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抱着胳膊看着她 我跟医生说好了 最少你要在这住三天 观察后我没有任何危险了 才准出院 嗯 有小舅舅陪着 我在哪里都会觉得温暖 顾白泽哼了哼 谁说老子要留在这里陪你了 小医心里咣当一声 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隔着玻璃 快速地看了一眼隔壁的房间 小舅舅 你不是要在这里睡的吗 我只是今晚在这里睡 对了 我还告诉你 明天我要出国 三天后回来 名号留给你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这 别想着溜走 你身边的官城城 枪法是准 但是秦拿术没有名号行 如果你们非要闹腾 我允许她先打断你们的腿 再汇报给我 岂不就是先斩后奏 小医立刻把脚缩回被子里 惹不起 惹不起还不行吗 看来之后的三天她得乖乖地待在这儿了 顶多想一点办法 贿赂一下名号 改善改善伙食 那你明天什么时候走 下午 不过我早上就要离开 上午要去干什么 你就不能多陪为我吗 想我一个孤儿 身边唯一剩下的就是小舅舅了 这种时候是我心里最脆弱的时候 你不陪着我 我心里压力就很大 我压力一大 我就容易变态 不是 我就容易伤心难过 你忍心看着我难过吗 这是她平时惯用的一招 只要是使出这招 顾白泽就是再大的火气 她也得消了 虽然嘴上仍然会凶她 但是举止上绝对是温柔的 绝对有长辈的慈爱 她可受不了顾白泽的过夜气啊 一抬头 却发现顾白泽一双眼睛正悠悠地看着她 不动声色的就看着她 那双眼睛仿佛自带嘲讽 好像在对她说 你眼 你接着眼 我看着 笑意明明纯 多的话也不说了 小舅舅不疼我 我疼啊 我明天上午要去给你擦屁股 你说我疼不疼你 越是平心静气的 越是彰显出 她压着的怒气有多厚 擦什么屁股 关城城把李医生 给揍了一顿的事 你不知道 啊 我 我知道啊 我也道歉了 我还跟李医生说 医药费我会全权负责的 人家自己就是医生 什么医药费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传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眼婆 欢迎订阅 第五百集 在一个医生面前说医药费 还是人家自己智商的医药费 你像话吗你 我这不是怕被你发现的吗 其实我早就想要登门拜访了 可是每次城城回来都有带着李医生的叮嘱 他让我在家好生养着 人家那是提醒你 没事别出去祸害人类 你听不懂 顾白泽阴阳怪气的 连讽带刺儿 一点情面都不聊 仔细观察的话 他掌心下掐着的胳膊越发的紧绷 连肌肉都能看到了 你可真是能耐啊 管不住自己 也管不住手底下的人 就你还当墨锦园的女主人 我看李怀安的胆子也确实是大 怎么偏偏就留你这么个祸害在身边 把你给宠得无法无天 连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 要是我知道他娶了你之后 会无底线地宠你 当年我绝对会拦着 这 你这说着说着 怎么就扯到四爷身上去了 四爷多好啊 人家多无辜啊 犯错的是我 小舅舅 你简直是是非不分呢 我偏要说 你能怎么着 要不是他 你也不会养成这么神鬼都不怕的性子 做事丝毫不及后果 在他眼里 嫁给李怀安之前的萧依依 怎么看怎么可爱 不管他做什么 那都是小孩子小打小闹 可嫁给李怀安之后 他就成了混世魔王了 善良温和的性格被李怀安给宠坏了 变得嚣张跋扈 不计后果 他作为娘家舅舅 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在这方面 顾白泽和李怀安出奇的默契 都只会把萧依变坏的事 算在对方的头上 听着 我明天亲自登门去跟李医生道歉 他在妇产科方面的确有很深的造诣 给你开的保胎药也是最好的药方 你选中他帮你保胎是对的 可是你对待别人的方法是错的 最后一次 要是你还是这么不经过大脑的得罪人 我绝对不管你 萧依被训得跟孙子似的 在小舅舅的口中 他仿佛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 明明就是他这会儿气还没消呢 什么错都怪在他头上 而且 他也是第一时间训事官城上了呀 可是他不敢说呀 屁都不敢放一个 挨骂已经够惨的了 还要连这官城上的份儿一块背 萧依很少有这种被指着骂 还不敢还口的时候 终于 等到顾白泽骂都懒得骂他了 萧依才悄咪咪的抬起头来 看着玻璃墙外的他 大步朝着房间走去的背影 心想着 还是得说点什么吧 小舅舅 晚安 顾白泽脚下步子一停 半侧回头 给我闭嘴 你不说话 我就安好 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吗 萧依缩着脖子 往被子里面躲 再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那点负罪感 随着浓压过来的困意 很快便消散了 还睡得非常的好 天没亮的时候 顾白泽就走了 走之前还过来看看他 见他半张小脸都捂在被子里 小脸通红的 下意识地探了探他的额头 温度正常 没有发烧 也就是说 这个傻孩子 是自己被被子闷的 顾白泽叹了口气 将被子往下掖了掖 露出他的小脸 萧依依翻了个身 小手在被子底下拱了拱 又给拱回去了 他忍耐着性子 把被子又往下掖 等了等 他没再闹腾 这才放心地离开 虽说昨天 他的确是发了好大的火 也的确是气他气得很 可是自家孩子 哪有不疼的道理 他要是真的不疼了 也不会在这么紧的日程里 还抽出时间 去了一趟李家 李一青能够谢绝所有人 但是不敢将左向往外推 恭恭敬敬地迎了进去 顾白泽带了一堆礼物和补品 视线始终没有敢往他的脸上 受伤的地方看 客气礼貌地说了一些场面话 还请李一青 作为肖易这一胎的主治医生 若是搁在以前 李一青顶多是答应看个诊吧 别说近几年了 早在他成为中药大家的二十多年前 就已经不做哪家 或者是哪一个人的主治医生了 可是被关城镇胖揍了一顿之后 碍于小魔王那可怕的程度 再加上左向这刻刻起起的态度 他也不敢推啊 肖易还不知道 他睡觉的时候 顾白泽已经将他闯下的货 给收拾得干干净净了 他醒了之后 只知道顾白泽已经离开了 要在这儿待三天 瞬间有点心如死灰 本来还想着贿赂名号 改善一下伙食 可是名号呢 居然就是一个鱼母哥的 压根就不懂得变通 但凡是跟他说点什么 他都只会用一句话来答复 这是左向的吩咐 小姐若是觉得不快 可以和左向商量 真是没看过这么听话的属下 好在第二天晚上 小依迎来了曙光 他都睡着了 梦里闻到了肉包子的香味 他寻着香味找过来 看见一只大包子在空中飘啊飘 肉香四溢 直往他鼻子里面钻 小依已经两天没有看到肉了 直接来了一个恶虎扑石 抓着大肉包子不肯放 生怕为谁抢走 连忙咬上一口 好吃吗 耳旁传来一道低沉瓷式的嗓音 温温地带着一些清浅的笑音 嗯好吃 还要吗 那道声音又传过来 仿佛就在耳边 嗯 要 笑音张大嘴巴 又咬了一口 这面皮 这肉汁 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啊 睡在梦里 这肉包子 就跟真的一 嗯 真的一样 这再怎么逼真 也不至于这么真吧 小依浑身打了个机灵 缓缓睁开眼睛 还没有看到肉包子的真面目 倒是对上了一双 躯黑深邃的双眸 银色面具在淡薄的光影之下 泛着白刃般的冷光 笑音吓了一跳 张嘴想要尖叫 可是呢 被肉馅给堵住嗓子 呛得连连咳嗽 想要下意识地抬手捂一下嘴 才发现 自己手里面真的抓着一只大包子呢 包子是他带来的 故意来诱惑他的 不过 这不是重点吧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放肆了 左相府他也敢闯 医院他也闯 半夜三更的来 想干什么 他这伙是半侧躺着 面对他躺的 手撑着并脚 嘴唇微微地勾着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以及他手里的这只肉包子 小心点 别蹭到床上了 神他妈的别蹭到床上了 一句再震惊不过的话 从他嘴里面说出来 立刻就被蒙上一层羞人的颜色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李贤演播 欢迎定月 第501集 小义总算是回过神来了 愣是扶着脖子 把包子一口咽下去 彩花贼 你怎么老是一魂不散的 李桓眼角抽了抽 彩花贼 说他呢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 小义浑身都在发抖 气得 可是他这会儿身体虚弱 端周晚都在发抖 更别提面对这么一个大男人了 自己全生的时期都打不过他 现在更是砧板上的鱼肉 你赶紧走你 要不然我叫人了 你叫谁 他 小义顺着他的视线 看向另外一间睡着的官城城 睡得可真是死啊 这么大动静都没惊醒他 小义压根就没有想过会靠官城城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不靠谱 太不像话了 哼 他就是个摆设 看什么看 不想我看别的女人 李桓故意曲解他的意思 凑近他的脸 压低了声音说 那我去看你好不好 呸 你要点脸行吗 小义翻身便要下床 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 可是人刚挪到床边 身后追来的大手将他给捞回去 后背结结实实地撞到男人的胸膛上 他眼前一阵晕 这么一晃神的功夫 他就挣脱不开了 啊 你放开你 温香软玉在怀 你让我这么放 长夜漫漫 不着急 我们慢慢来 谁要和你 呸 你这个登徒子 我这次绝对不会再姑息你 我要告诉我小舅舅 你等着被大蟹八块吧你 小义觉得自己脑子是抽了吧 前几次 他干嘛那么遮遮掩掩的 就因为这男人给他一种很熟悉 熟悉到骨子里的感觉 底线便一退再退 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便让他放肆地一再接近 小义觉得 是不是自己的容忍退让 反而给了他错觉 让他以为自己的底线 是可以一再被放宽的 他这次可没有开玩笑 非要把这个男人给捅出去不可 省得他老是神出鬼没的来缠他 想着便要去做 很快 小义摸到了枕头底下的手机 躲着他 翻小舅舅的号码 丽环安抢都没抢 平生静气地说 你小舅舅现在在M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 他能有关军事领地的事情 他身边带了不少幸福过去 保护他的安全不在华夏 可你这通电话打过去 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小义都已经放到顾白泽的号码了 手指愣是没有落下去 他抬头看着他 什么 他会急得从回忆桌上离开 他走了 剩余的几国很有可能会联合起来 你的小舅舅还没能离开M国 便会丧命 小义倒吸一口冷气 他知道M国现如今的领导人是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M国生产的武器备受各国军队的推崇 就连关城城平时爱耍弄的双枪也是产自M国的 顾白泽走之前 的确跟他说了是去出差 可是没有想到是去M国 恐怕这次是去谈合作的吧 若是合作没有谈下来 顾白泽匆匆离场 绝对会立刻成为各国大佬的活靶子 司马莫尘派你的小舅舅去 杀得一手好心机 成了 A国便能有源源不断的武器输入 不成 顶多是让你小舅舅的命留在国外 还除掉了自己的眼睛地 不管怎么看 对司马莫尘都是好事 何乐而不为呢 丽环安平淡的语气 说出的确实最害人的话 他凑近萧毅影 在他耳旁投下一颗定时炸弹 你的小舅舅啊 本事大得很 可再大的本事 在此时分心 那也只能是个废物 小艺心里咯噔一下 手机在他手里立刻成了烫手山芋 吓得他把手机给扔了 呼吸滴滴地压着 耿在胸腔里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丽环安笑了 声音低沉 像是一张绵密的网一般 无声无息地张开 而他早就已经是他的网中之物了 做什么垂死挣扎都是徒劳 萧毅心底涌上来一股怕意 此时分不清是在担心顾白泽 还是处这个男人的可怕 唇半用力地抿了一下 那么你呢 半夜找到我房间里来 用小舅舅威胁我 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什么不如你猜猜 丽环安轻身而来 宽阔的肩胛压在萧毅面前 他慌地往后退 肩膀已经抵在了床头上 再也没有退路了 彼此之间的距离 忽然间静得连半个拳头都塞不下了 惊急之下 萧毅随手抓起某个东西 抵在男人的脖梗间 是叉子 萧毅睡觉之前还在吃东西 这是用来吃鱼蛋的叉子 这会儿却用来抵着她的喉咙 丽环低头看着她 她的薄绳缓缓勾起 深邃的毛子好像两弯寒潭漩涡 分分钟能将人拉进去 怕什么 你胆子不是向来很大吗 萧毅的精神都快崩溃了 憎恨自己现在身子虚弱 医生特地叮嘱过 这几天不能够运动 连重物都不能提 要不然会伤到肚里的孩子 她从来都没有这么被动 这么窝囊过 这个男人让她感觉到一种 从头到尾的颤里感 但是萧毅毅向来不是个吃素的 不管她被怎样 具有胃压的眼神给盯着 她没有打算把叉子给挪开 甚至昂着头 发狠一般地 往她脖子上再戳了一戳 说得对 我胆子不光大 我还会杀人呢 不信你试试 今天但凡是你敢动我一下 我就宰了你 丽环侯杰上下滚动 周身刻意弥漫的荷尔蒙气息 密密实实地包裹着她 她半分距离也没有 反而好整以暇地看着她 没眼间的笑意压了压 好 那你试试 话落 她再压尽一些 萧毅一闭着眼睛 猛地将叉子往前推送 预想中的血弱破开的声音并没有 关键的时候 手腕被男人带有保险的手 给强势地扣住 她眼睫颤了颤 缓缓睁开眼 入目的是男人抬高的 凌厉的下额 她只不过是摁了一下 床头的按钮 将落地窗内侧的黑幕 给按了起来 也就是说 现在这面玻璃墙面 外面是看不进里面的 可里面却能够清楚地看见外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节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2集 壁滑爱稍稍低头 薄唇 堪堪擦过她的鼻尖 小崽子 你以为我是要做什么 萧毅猴肩用力地梗了梗 手心里泛起了一层虚汗 下一秒 丽环将她手里的叉子给拿走 随手放在床头的矮柜上 厚重的身躯 依然隔着半个拳头的距离 压在她身上 小孩子叫嚼的 别动武器 萧毅还是说不出话来 喉咙里像是塞了一把枯草 堵得满满当当 将心底里冲上来的声音 一并给压了下去 说完之后 丽环便退开了 萧毅等了几秒 确定她没有再进一步的过分的举动 还觉得有些不太相信 就在她还在发懵的时候 丽环朝她额头上弹了一下 包子不吃了 萧毅愣了一下 低头一看 那咬剩的半只包子还拽在手里 刚刚用叉子抵着她的喉咙的时候 她下意识地没舍得放开包子 吃货的天性完全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可原本已经忽略了 突然间被她给点出来 迅速地涌上来一种窘迫的难堪感 她当即便怼了回去 我吃不吃的 关你什么事 包子是我带来的 你说关不关我事 也就是说 她觉得自己特别占你了 萧毅立马翻了个白眼 杨说把包子扔给她 那你拿回去 究竟是谁死皮来练的 非要往别人嘴里塞的 丽环安看着她傲娇的小模样 往后面一瞥一瞥的小眼神 可爱极了 她简直爱惨了她实小性子的模样 馋得流口水的小样也特别地惹人疼爱 丽环安心软了 眼神柔和 连说话的语气也不觉得掺杂了一丝宠溺 剩半个做什么 乖乖吃了 我告诉你 你小舅舅现在是否安全 若只是前半句话 萧毅绝对是不搭理的 可是后边半句话 立刻让她把所有的矫情 统统都给忘了个干净 她猛地回过头 那双成亮的双眼眨也不眨 用力地盯她好一会儿 她也不急 就等着 等着她伸手 来把那半只包子给拿走 当着她的面给吃掉 最后一口塞得有点大 小嘴塞得满满的 把两侧都给撑得肥肥的 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吧 我小舅舅究竟怎么样了 这一趟出差 它有危险吗 丽桓沉沉地呼出一口气 就知道她一心一意地 只关心她那个破舅舅 急什么 时间还长 丽桓抽了一张纸巾 将她的小手拉过来 仔细地擦掉 每一根手指上粘着的油渍 吃东西总是这样 也不小心点 跟小孩似的 弄得到处都是 小义心里猛地 被撞击了一下 这种感觉 好熟悉啊 还有她修长的手指 根根骨节分明 都给她一种从头到尾 熟悉到骨子里的感觉 其实她一直隐隐地有些怀疑 但是呢 不敢确定 毕竟眼前这个男人 不管是从声音 还是卑鄙的品性来看 都和她心里完美的四爷 南辕北辙 可是有时候 她不经意间流出来的温柔和宠溺 总会给她一种 心下狠狠悸动的感觉 这么多年 她就只有对四爷 有过这种小落乱撞的感觉 哪怕是当年和叶明轩在一起 自以为爱情的那几年 她都不曾脸红心跳过 太熟悉了 你 她试着开口 可是话到嘴边 又不知该怎么说了 四爷 丽魂安手上一顿 细小的细节 恰恰让萧依依注意到 她脑子里还没怎么思考 突然间 手就收了回来 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她 四爷 你是四爷对不对 她没说话 面具挡着 看不清 那底下是一张怎样的脸 也不知道 她的表情是怎样的 萧依依突然觉得 这张面具碍事 鬼使神差的抬手 想摘掉她脸上的面具 好好看一看 这底下到底是一张 怎样的脸 还没有碰到她的面具呢 手腕便被拽住了 丽魂薄唇缓缓勾开 一丝浅浅的弧度 下额微扬 正巧从她能接触到的 范围内给退开了 但是也只不过 是少些距离罢了 扣着她手腕的手 顺了一分力 将她给拽进了怀里 薄唇依依抗着她的额头 落下了一记亲吻 我姓丽 单名有个字 旁人也称呼我一生 四叶 只不过是四 不是四 这什么玩意儿 绕口令吗 重点不是这个吧 重点是 刚刚她亲了她 哪里还管她说什么 哪里还有想 揭掉她面具的心思 她整个人心态都炸了 你这个万白蛋 嘴往哪放的你 血不会规矩 干脆跟了算了 奈何萧依卯足了浑身的力气 也没有挣脱开她半分 反而是被男人搂进怀里 额头正面撞进她的胸膛 近距离听见 从她喉间滚出了一声闷哼来 她连声音都沙哑了 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 也可以叫我一声嘶言 我不会再让旁人这么称呼 只属于你 她居然直接避开了她的怒火 那张恼人的嘴 照样说着气人的话 谁先让你这么称呼 这个称呼你也配 既然推不开 那萧依就扒着她的肩膀 用力地咬上一口 李桓很配合地低呼一声 顺势松开的 她很想就这么一直抱着她 可也知道 再惹下去 真的会把小狼崽子给惹毛的 这不 这都开始咬人了 你少给我废话啊 我是在问你 我小舅舅此行 会不会有危险 能不能缺失而退 还有 你一个财阀 你怎么知道这些 李桓安好征以侠地 抬了一下眉梢 想知道 萧依一看她的眼神 就知道她不怀好意 你是不是有条件 知道 而且了入之正 我虽然是个财阀 但在某些以财阀为存的国家里 渗入几个人 不是难事 瞧得很 你的小舅舅 正好和我的人在同一张会议桌上 萧依一傻眼了 她知道有钱人是能够为所欲为的 但是没有人会为所欲为到这么嚣张的地步吧 连正场上她也敢渗透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 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03集 萧依很想嘲笑她 可她张不开嘴 直觉告诉她 她说的都是真的 那 也巧得很 我的人被另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邀请 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 立环安抬眸 那双眼睛里好像藏了勾魂使者的钩子 似看未看的眼神 落在她已经惊变的小脸上 并且在她惊骇的注视之下 拿出手机 修长的手指搁在屏幕上敲了敲 正巧 我的音 想听吗 这个还用说吗 萧依虽然是司马莫川的亲生女儿 可是在她心里 一直都只当小舅舅是自己唯一的亲人 她怎么可能不关心呢 听见立环安说这些 怎么可能不怕呢 万万没有想到 小舅舅走得那么轻松 走之前还去李医生那里帮她善后 可是却是去了一场红门宴 我想听 立环安二话不说 将录音点开 接着 几道陌生的男生传了过来 当年顾白泽守着A锅边疆的时候 可是数次将你的兵马给打了回来 你怨恨也是正常的 可是你拿什么做筹码 觉得我们会和你联合起来 暗害她 就只是我 在座的各位 谁没吃过顾白泽的苦涛 顾白泽有多大的能力 我们都清楚 当年他一战成名的那场战役上 被围困了一月有余 但尽粮绝 那样他都能够率领一只心腹 直接潜入敌营 烧了粮草 还勤了敌方主帅 说白了啊各位 你们都有扩张江山版图的野心 也不用藏着掖着 线下最该做的是联合起来 将最大的危险给摘除 二十多年前 A国赫赫有名的公主战神 虽然那段历史 已经被司马家族给刻意掩埋了 可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二十年后 凭空出现了一个顾白泽 战无不胜 早已经是很多人心中 未经加密的将军了 只可惜 司马家族不懂得珍惜 非要弄一出 卸磨杀驴的把戏 逼得顾白泽把兵权给交了出来 看你看司马家族感动他嘛 他的左相府里养着私人兵马 允许佩戴武器 这种殊荣 连皇子都没有 还不是等着有朝一日 大敌灵前 还能够启用顾白泽 为他们司马一族效命吗 我曾试着拉了顾白泽 可他对自己的母国坚定的恨 如何也离间不了 既然离间不了 不能成为友人 那就是敌人了 录音到这里 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显示的分秒数还在往后走 可是却一点声音都没有 萧毅以为手机坏了 他急忙忙的拿过来摆弄了一下 突然传出来的男生 吓得他当即把手机给扔了 也就是说 各位已经达成共识 要除掉顾白泽了 司马莫川把顾白泽给推出来 还不是给派兵保护 可不就是把他送来工人宰割了吗 咱们只是顺手给了一刀而已 再是个人才 可是功高盖主了 成为了自己主君的一把双刃刀 就算咱们今天不动手啊 早晚他也会被司马家族给杀了 但司马家族动手之前 一定会驱使顾白泽 给足各位颜色看 这是最后了 一段盲音之后 进度条走完了 萧毅已傻了好几秒 按捺住砰砰跳动的心口 再去拿手机 以为还会有下一段 可是翻了之后 发现却没有 没有了吗 就这些吗 萧毅不死心 两手紧紧地揪着丽桓安 还不够 我的人若是再落下去 那这次丧命的 可就不止顾白泽一个人了 你不许瞎说 我的小舅舅不可以死 小东西向来都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人爱护得紧 丽桓安顺着他的一百 大手划到他的腰后 忍不住将他往怀里按了按 小东西 往哪儿扑呢 倒是失去 萧毅一瞬间懵了 低头看了一眼 两个人现在的姿势 在回想以前 好像是自己主动 往他身上扑的 顿时觉得又迥又凶 钻戟的粉拳 在他胸膛上 狠狠地捶了一下 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呢 后来呢 后来又怎么样了 那些王八蛋 是不是已经在计划着 要怎么暗害我小舅舅 我说你 丽桓安的大掌 在萧毅一的后腰 猛地按了一把 一点代价都不给 就想让我抱下你的小舅舅 萧毅一眼神涣散 眼角被刺激得心红 再刺激下去 眼泪分分钟就能涌上来 哪里还顾得上此刻 正被这个臭男人占便宜 你想要什么 你说 丽桓安翻身将他压在底下 深邃的眸子轻轻地眯着 陪我睡一觉 萧毅脑子轰然一炸 声音被噎了好久 你 这个 这个我可做不到 换一个 男人微凉的手指 把着他的下巴往上抬起 指腹上的脖茧 一寸一寸地 在他肌肤上划过 幽深的黑眸 好像一望 见不到底的千年寒潭 看不清这双 墨色的铜人里 究竟藏着什么 那股良意 却是让人 从心底里打颤 如果我飞扬呢 不可能 除了这个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能救我小舅舅 都到了这一步了 连那样的核心录音 都能拿得到 萧毅不会天真的以为 眼前这个男人 只是一个财法而已 他手上握着的实力和诠释 足够保下小舅舅安全无语 已经感觉到了他的不快 萧毅心跳如雷鼓 小手颤颤巍巍地 揪着他的衬衫 指尖微微收紧 崩了一股力道 好像他就是最后的一把 救命稻草 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除了这个我给不了你 别的只要我有的都行 丽环没说话 沉沉的黑幕 从上而下凝视着他 似乎要将他看透了似的 原因 萧毅一闭了闭眼睛 眼角滑落下两滴青泪 和你这样 我心里面已经有很大的负罪感 我说过 我很爱我的老公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不想以后在他面前的时候 那份感情不再纯粹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4集 丽环 丽环脸色渐渐地冷了下去 冷到了极致 他拽了一把领口 男人浑厚的男性荷尔蒙 强势地轻落下来 将他给紧密地包裹其中 他的猴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唇线绷得很紧 就连语气都不再像之前那般的轻挑 面对 你如今贵为左相府的千金大小姐 司马家族的孔柱 身份尊贵 还想着要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吗 怎么 被软禁掌控的滋味很好受 还是你天生就是手虐狂 天哪 他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 有话也不知道先过过脑子的吗 萧依依想都没有多想 仰手便给他一巴掌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生生地将他的脸给打得偏向了旁边 手指划过他银色的面具 割开了一道口子 丝丝饭腾 他无惧地看着他 眼底坚硬 半分光也不散 李怀安回过头来 冷冷地盯着他 这就恼羞成怒了 萧依依耿着脖子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李怀安抹了一下嘴角 小冬起某足了力气打下来的一巴掌 还挺疼的 骇冷的视线从头顶笼罩下来 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 他强势霸道的气息 几乎要侵占他整个呼吸 说自己的名字 他几乎是咬在唇齿间 崩裂出来的 连日来压在心口的阴霾 这一刻被激发到了极致 想他堂堂立家家主 江城的第一财阀 全是滔天 能够护他一世安允 只要他开口 哪怕是豁出性命的事情 他也不在话下 可这个女人呢 偏偏要避开他 什么都不和他说 他必须得隐藏身份 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被他又打又骂 还带言语羞辱 他全都生生地受着 嘴上讽刺他是受虐狂 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受虐狂 心甘情愿地被他虐 就因为他在他的生命当中 已经是一个被抛弃的那一个 要不是自己舔着脸 眼巴巴地凑上来 萧依依都不会再想着他了是吗 萧依依沉默了许久 再开口从容有力 四爷曾经说过 我是他的命 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所以他的命如草剑 就这么被你抛弃了 不是的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萧依依揪着他衬衫的手 揪到了他的领口 一把揪住了两颗敞开的扣子 我是他的命 他也是我的命 就因为我珍惜他 所以我才不能继续拖累他 萧依依没有多说 在别人面前多说无意 对一个人的喜欢 不是嘴上说出来的 你懂什么你 就你这种惦记朋友气的渣子 怎么可能懂真情实感 他是渣子 他这伙的身份那可是立四啊 可是为什么还是感觉自己被骂了 他没有再多问 问也问不出什么 闭上了嘴 还有 原来 他是不想拖累他 这个理由不足以让他气散 但是心情好上了一点 小东西都快要被他给弄哭了 他也不想让他真的哭 见好就收 从他身上下来 平躺着 长臂搂着他的臂膀 将他卷入怀中 萧依依挣扎 他手上的力道便收得更紧 不想救你的小秋秋了 这下 他乖乖的没动了 立华安的眼睛是睁开的 看着床头开着的那盏暖灯 暖容的光线 附着一双清冷的黑毛钱 微扬的脖梗露出连着锁骨的分明线条 挺阔的衣领半场着 哪怕只是静止不动 哪怕看不清脸 属于男人的阳刚和性感 也能从一呼一息间 弥散出来 若不是他先前就有了立华安 这么一个人间极品 数次撩拨他 恐怕他早就失现了 小崽子 打个多吧 什么 我读你会爱上我 萧衣已赫然抬眸 话还没有说出口 便被男人的大掌撑住后脑勺 又将他的小脸给推合到胸膛上 别只是嘴上说得好听 在我了解看来 你是被立华安宠坏了的人 你爱的究竟是他的人 还是他的宠爱 恐怕连你自己都分不清 我会像他对你那样 也宠着你 若是你爱上了我 证明你并非是除了立华安之外 便不可的人 如何 小义猴肩发痒 好多话像是车轱辘一般 迅速涌了上来 又迅速地被压下去 最后说出口的 只有一句很苍白的话 期限呢 没有期限 到你暗伤我为止 你这是赖皮 我就是赖皮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他倒是不害臊地直接承认了 莫良还逼问他 如何 读吗 小义从嗓子牙里 逼出一声冷哼 你绝对会输的 绝对绝对 别说的那么绝对 万事无绝对 拭目以待吧 小义死死地咬着唇 他坚信自己是爱立华安的 爱了两世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南绿茶 却会有半分的动摇呢 哪怕这个自称是四爷的朋友 但是 无处证明的混蛋 和四爷从某些方面 的确是有那么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不是终究不是 赖品再怎么样 也会因为无数的瑕疵 不能和正品相提并论的 小义等了等 以为他还会再说什么 可靠在他胸膛上的脸 渐渐地感觉到他呼吸起伏 逐渐变得有频率 心下起义抬头看去 从这个角度 只能够看见他凌厉的下额线条 再往上 被银色面具遮挡 看不见多余的半分模样 他爬了起来 手肘撑在他腋下的一小片床上 撑着自己的上半身 抬高的视线 终于看见了他面具之下的那双眼睛 闭上了 睡着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5集 小义顿时怒从心起 胆子也大起来 一拳头处在他心口上 喂 你就这么睡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小舅舅怎么样了呢 丽环刚刚的确是睡着了 被他一拳头又给砸醒了 他睁开眼睛 盯着萧依一看 看什么看 你给我起来 告诉我小舅舅怎么样了 那些人会怎么对他 他能不能全身而退 一连串的问题 让他头疼 小舅舅小舅舅 是不是他心里面就只有顾白泽 就只关心顾白泽 看不出他很累吗 你再给我闹试试 折腦了我 真就让你小舅舅死在外面 回不来 萧依也噎住了 不敢说话了 想问又不敢问 一触到他的眼神 所有的话都被噎回去了 放心 他死不了 李环看了一眼自己横在枕头上的手 躺下来 我不 除非 躺下 他的大手从腰间来到臀上 用力地拍了一把 你乖一点 你小舅舅就没事 这下 他可不敢有任何的意义 躺了下去 很快李环安睡着了 快到仿佛只是眨眼之间 萧依还不相信 小心地拿手指在他鼻翼上比了比 叹叹叹呼吸 当绵长的气息浮在他的手指上 才确定 他是真的睡着了 这得累到什么程度 才会沾枕头就睡呢 可不管他是因为什么这么累的 萧依都不会心疼 顶多再等两分钟 自己抱着被子睡到沙发上去 此时 M国 M国和A国只有三个小时的飞机 时间是相通的 这个时间已经是深夜 顾白则一身浓重的酒气 脚步踉践地从鸿门宴上下来 那些鬼祟私底下的小动作 他不是不知道 也知道这次司马莫川 将他推出来挡子弹的卑鄙行为 明知道这一趟是闯龙坛虎穴 可他还是来了 只要他胜了 那么整个A国将不会再有脸色给他看 在刚才的宴会上 他镇定从容 临危不乱 愣是震慑住了所有的人 与M国的合作已经算是板上钉钉 只是M国的君主在宴会上 对他笑面藏刀 言下之意 合作可以 随时都能够签合同 但这份合同 不知道能不能带到你们君主面前 这个老狐狸 明知道各国都把目光 盯在了顾白泽的身上 老东西特意在宴会上 敲定了和顾白泽 也就是和A国的合作 却又出言调侃 那话不光是说给他听的 也是在说给那些在场的失败者听的 可不就是默认了吗 在这些各方群雄 回到自己的领域之前 允许他们在M国的地界上厮杀吗 只不过 顾白泽战神的名称可不是白来的 会怕那些囧难饭蛋 糟就糟灾 他这次带的人马并不多 司马莫川对他很漠然 更不会派援军来 这次想要离开 还得耗费一番功夫 但是若让他回到了A国 等于鱼入了水 手里握着和M国的武器贸易 从此左向的位置只会坐得更稳 真正到了旁人见不惯他 可是又干不掉他的那种可怕存在 也能够好好地张开双椅 将萧毅护得妥妥的 顾白泽渐渐走远了 他身后渐渐远离的是纸醉金迷 夜夜声歌 一身孤寂投入无银的黑暗之中 他身边只跟着两个人 突然 他的脚步一顿 刀子一般的眼神射向侧边的一道高墙 谁 没有人应 夜间婆娑的风声 扶过树梢 沙沙作响 滚出来 恰好他的车开来了 车头远灯掠过那面墙壁 一缓而过 掠过了高墙上站着的两道挺拔身影 顾白泽双手抄在裤兜里 挺拔的身躯面向那个方向 耳旁很快响起一道吊儿郎当的声音 尊贵的左相那人 这么凶做什么呀 我们可是奉爷的命令 过来为您保驾护航的 那两道身影从墙上跃下来 一人手中的峨眉短刀 在辉月之下 泛着淋淋的光芒 另外一个人空着手 可随着他走路的姿势 西装底下藏着的手枪若隐若现 不过顾先生 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呢 欧阳身勾着唇角 优雅又皮皮地笑了笑 他眼里可是没有半点尊敬 客气倒是有的 四爷对夫人的娘家舅舅虽然讨厌 但是必须得护得他毫发无伤地回去 要不然夫人会伤心 夫人要是伤了心 四爷就会难过 四爷要是难过了 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难过 所以这一趟差事 欧阳身来得心甘情愿 还顺便把苏晨也给拽了过来 毕竟他请不动复霄 但是拉走和复霄同等恐怖的苏晨 也是可以的 万一生死关头 还能够有人攻他去推出去挡刀子 顾白泽抬手在额上遮了一下 遮住眼底 因醉意而染红的双眼 他在宴会上被灌了不少酒 可还没有到神志不清的时候 这两个男人一出现 他便明白发生了什么 刚刚那些亮了短兵武器 把燕客厅给包围了的 是你们的人 错 是四爷的人 欧阳身缓缓勾起红唇 裂开一个大大的笑意 是故意的 就只是震慑一下子 效果不是很好吗 这下就没人能动顾先生了 顾白泽喉尖压得难受 脸色更是骇然 您这的森冷都快要兜不住了 谁让他多管闲事了 这闲事既然四爷管了 那就得管到底 我们末门接了命令 就一定会将您 给完好无缺地带回夫人面前 放心啊 保证让您一根寒毛 都不会留在M国内的 顾白泽此时此刻 觉得非常的憋屈 他知道司马牟川 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这次没有带侍卫过来 全部留在A国 做了一个障眼法 不带 不代表别的地方 没有他培养的势力 比如M国 今晚的计划 不管怎么变动 最后的结果 都只会是和预想中是一样的 不会出现丝毫的偏差 他估算过 最早今晚 最迟明天一早 和M国的交易 便能够谈成了 可末门的人横插了一脚 愣是软硬兼施的 逼着M国的君主 将合作当场就敲定 给了顾白泽 这才有了 当着各国的领导人 说的那番看似客气 但是连带讥讽的话 最可气的是 那些王宝膏子 拿武器对着所有人的时候 对顾白泽是恭恭敬敬的 一口一个我们左相 一口一个我们主子 搞得那些人 全是他带来的人马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6集 他会蠢的把自己的人马 就这么像白痴一样的 晾在所有人的面前 不过 莫门横插一脚之后 就算是隐藏住了 他在A国的势力 那些属下 是作为他最后一道 保护他撤退的防线 现在可以歇息了 只是这么一来 顾白泽再一次地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他浑身长满嘴都解释不清 那些不是他的人 他越想越气 也就没有好脸色了 大可不必 带着你们的人滚 老子还不至于 连个小小的M国都走不了 欧阳身依旧是微微笑着 不管他怎么样都不会生气的 但说出口的话 能够把人给气得火猫三丈 可能不行 我们爷说了 要不要领情是您的事 不过 一定要让您知道 这次您是成了我们爷的恩情 顾白泽舔了一下干燥的唇 那张脸立刻就冷了下来 怎么 这是打算强塞给我了 欧阳身没脸没皮地点了点头 嗯 是这么个意思 顾先生 面对现实吧 您是甩不掉我们的 所以 这次的恩情呢 你成也得成 不成 也得成 他说话嚣张得很 话里话外 都在告诉顾白泽 这是我们爷给的 拿着吧 不拿着 你就是脑子坏掉了啊 你该觉得我们爷能管你 很庆幸 若不是身份不一样 顾白泽真想往地上脆一口 我说了 用不着 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去 欧阳身不卑不亢 面上依旧带着老狐狸般的微笑 我们目送您走 您走了 我们在研究滚的事 顾白泽突然有一种 一拳砸在棉花上 使不出力的感觉 被欧阳身三言两语气得头疼 这还不算完 欧阳身充分发挥了 自己脾贱的本事 将不要脸进行到底 对啊 多一句嘴啊 顾先生在M国的那些势力 已经被我们好好地劝回去了 这次的事吧 他们不参与 就算您是主子 那也调动不了他们 言下之意是在暗示 顾白泽在这培养的那些势力 都已经被查出来了 这会儿绝对已经传到了 立幻案的面前 你磨门的人 还能把我的人给收服了 倒是不能 就是用了点威逼利诱的小手段 顾先生要是不信的话 您联系试试看 绝对联系不到的 顾白泽笑了笑 冷白的黑毛里面像有刀子一般 灵力的暗光 笔直地射向欧阳身的脸 恨不得把那张脸连同那张嘴一并给毁了 看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是对的 你们磨门从上到下就是个土匪窝 立怀安是个土匪头子 下座 是是是 您说的是 反正不管顾白泽说什么 欧阳身都尽管接着就是 他手里也没有武器 食指惬意地交叉 端在身前 还装天真可爱地点了一下脚 跟平时官城正对着他撒娇甩赖的模样 全部都照搬过来 顾白泽懒得喝得再废话 真正个应他的是力环 他在这儿跟力环的手下打嘴炮 未免显得自己太刁价了吧 他转身就走 欧阳身笑容收了收 顾先生好梦 不管您乐不乐意看见我们 在回到A国之前 我们都会存在于您的周围 放心吧 顾白泽脚下差点裂气 咬牙切齿 好你个立怀安 够会恶心人的 放心 有那些狼狗在 让他怎么放心啊 若真的放心的话 唯独能够放心自己 被莫门给暂时控制起来的 那些势力是安全的 力环再怎么丧心病狂 还不至于对他的人下手 顾白泽走后 欧阳身越发地得意了 脸色都不带藏的 叫得很 很快 他感觉到一道冷芒般的视线 蹭的侧头 正对上苏晨冷悠悠地 看着他的屈黑深眸 吓得欧阳身立刻抱住自己 干嘛 对我有想法呀 苏晨冷哼一声 有没有想过自己日后的下场 我他妈正直壮年呢 想晚年做什么呀 我说的是下场 不是晚年 低冷的声线 一字不落地 传进了欧阳身的耳朵 他浑身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知道这个万年冰山脸 是在故意拿气场压他呢 当即也不示弱 子孙绕夕 金玉满堂 大富大贵备受尊宠 安度晚年 要点脸 我这已经是很要脸的说法了 够客气了 欧阳身为自己拘礼力争 他是绝对不会在嘴账这方面输的 墨门里就没有一个人能干得过他 苏晨这种闷葫芦那就更不能了 你得罪了顾先生 当心夫人给你穿小鞋 欧阳身被噎得一时没说上话来 这绝对是侮辱 不过他是输给了夫人 不是输给了苏晨 可这么一停顿之后 再想搬回一城 已经是不可能了 苏晨不稀罕和他多说 只是看着顾白泽被手下扶着 脚步虚伏地离开的背影 黑毛咪里咪 你可知道 那次复霄只身复现 倒也过刺杀某位大人物的事情吗 知道 怎么可能会忘 复霄回来的时候 浑身都是血 你干嘛突然提到这个 苏晨看了一眼 浓重的夜色之下 看不清那双深眸里藏着怎样的情绪 能够把腹销伤成那样 你以为顾白泽手底下没有能人 欧阳身一时没反应过来 难以置信地朝顾白泽离开的方向看了看 只看见了远方漠染般的黑暗 半个人也都瞧不见了 他脑子里的一根弦被狠狠地拨弄了一下 只花了两秒钟的时间 便把前后给串联了起来 萧嫣 玩大了呀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7集 谁能想到 傅萧的目标居然是顾白泽 而且来了A国这么久 傅萧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动静 待在四爷新买的宅子里身居简出 甚至是有意将自己给放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 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每天在墨门里造成足不出户的假象 然后暗地里做一些瞠目结舌的事 又或者 他是在借用所有人的耳目压住自己 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再去刺杀顾白泽 毕竟现在可要比在C国的时候方便多了 原因呢 苏晨默了默 不清楚 说完话 长腿迈开 朝阴影里走去 欧阳申跟在后面 还想接着问 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 一拍脑门 盯着苏晨的背影 你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老狐狸 这是故意透露给我指导 挖坑给我跳啊 你是想要借我的手 去查明真相 你也可以不长 苏晨半次回眸 眼角于光挑看着他 那眼神似乎在挑衅他 你能压住好奇心才怪了 欧阳申抹了一把脸 他不能 知道一半的事 不知道全部 他会像猫抓一样的难受的 不对啊 你苏晨大爷掌握着 磨门国内外的关系网 想要查一桩陈年往事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干嘛把我拉进来 汤这趟浑水 欧阳申绝对有理由相信 在今天之前 苏晨再也没有对第三个人 说过这事 可是偏偏呢 就挑了欧阳申来说 偏偏就在刚和顾白泽打完交道之后说的 这简直就是一个卑鄙手段的心机难啊 哪知道苏晨只是淡淡地说 我的确能查到 不过有段档案被封存了 再阴暗面的事 靠我的本事查不到 还得你欧阳总教头出马才行 欧阳申顿在原地 他总觉得苏晨的话很有深意 暗自咀嚼之后 反应过来了 冲着早就已经没有苏晨身影的空气里骂了一嘴 你他妈是在暗讽谁专干偷鸡摸狗的事呢 什么再阴暗面的事查不到 合着他欧阳申就能够接触到那些阴暗面了 堂堂莫门的总教头 愣是被苏晨说成了三教九流 混混混想头目 不行 这事怎么都说不过去 必须得好好地跟苏晨掰扯掰扯 这怎么他的形象就成了下九流了 第二天 李桓安一早便醒了 他天生警觉 若不是连着工作了两天两夜 实在是困得撑不住 也不会这么快入睡的 醒来之后 习惯性地往旁边探去 小怪 然而摸到的是一手的冰凉 他瞬间睁开眼睛 深邃的眼眸渐渐地清醒 空气里很安静 安静到呼吸可闻 这才看见沙发上蜷缩着一道小小的身影 李桓安立刻走了过去 小东西裹着被子 睡得非常的香甜 他二话没说 直接将他连同被子一块抱了起来 沙发很窄 他娇小的身子连翻身都很困难 这么侧躺着一整个晚上 宁愿在这儿窝着 也不肯睡在他的旁边 这个恼人的小家伙 嗯 小依依依依依地伸吟了一声 李桓安下意识地定下脚步 黑眸低下 看着他驼红的小脸 发丝凌乱地站在他脸上 小嘴巴巴唧一下 把头发丝给吃进去了 立刻又皱起眉来 像伸手覆开 可是他的一双小手被裹在被子里 拿不出来 烦躁地扭来扭去 非要把手给挣脱出来 李桓安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他的嘴角在不自觉地走高 慢慢地勾了起来 看着他这副小模样 眼神软得一塌糊涂 他情不自禁地低头 用鼻尖轻触 将那几根发丝 从他嘴里解救出来 萧毅朦朦朦朦地抿着嘴 扒起了几下 没有吃到头发了 小眉头也松开了 他原本在气她 居然敢从床上下来 打算要好好地收拾她 虽然舍不得打 但是把她给摔进小床里的惩罚 是必须得有的 可现在呢 哪里还惦记着什么惩罚 李桓安都已经舍不得绊倒她 再抬起步子 脚步轻缓了很多 轻微的颠簸都不让她受到 打算放到床里的时候 萧毅突然间往她怀抱深处滑来 隔着薄薄的一层衬衫 脸贴到她胸膛上 软糯轻轻地呼吸 往她衬衫里钻 李桓安浑身突然间僵硬了 怎么能受得了这小东西 无意识中的撩呢 挺拔的身躯 站得纹丝不动 搂着她的双手一再地收紧 绷紧到手背上绷起的青筋 都在丝丝地坐腾 这还不算完 萧毅居然蹭开她的衬衫上的扭扣 小脸慢吞吞地 往她的怀抱深处靠 满满胶原蛋白的脸 在她纹里分明的胸膛上游走 梦中她像是吃到了好东西 哼 肉包子 火锅 说话的时候 气息中含着悠悠的沁香 混入呼吸之中轰然一声 李桓安的脑子里顿时炸开了 真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她喉间难难地滚动 喉结压着压抑地吞手 低沉磁室的小嗓音里 混了一丝性感般的沙哑 小兔崽子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萧毅也没反应 她深吸一口气 我要吃掉你的肉包子了 谁敢 萧毅眼睛还没睁开 一拳就抡出去 笔直地朝她眼睛砸 幸亏李桓安躲得及时 要不然这一拳下去非得把她的面具给砸碎 我说我包子呢 她气冲冲地看着她 不停地大喘气 手从被子底下针了出来 顺便还掐住她的喉咙 等看清楚手底下掐着的是谁的脖子的时候 萧毅剩余的那点睡意散得干干净净 财卖子 怎么是你 李桓安眼角抽了抽 这已经是她的外号了是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08集 你记得是谁 萧叶叶差点就咬到自己的舌头 这事闹的 她低头看了自己一眼 立马意识到了她的处境 小手善善地收回来 不知道怎么的 她居然想张口求饶 好在最后一点理智劝住了她 汹汹地摆出气势来 要你管 趁我睡着而占我便宜 你以为你抱的是谁 还不快点把我放下来 抱的是谁 你倒是受伤 我 萧叶叶眼神乱窜 说话也结巴了 你别得寸进去啊 说到占便宜 究竟是谁占谁的便宜 昨晚我放你一马 大早上段 你居然敢撩我 嗯 这声音 听的人心肩发颤啊 近距离的眼神对视 萧叶已败下阵来 我怎么撩你了 我刚醒 我什么都没做 那你好好看看 究竟是不是什么都没做 她直接将衬衫扯开 半场的衣领之下 一片密色的胸膛 就这么毫无预兆地 闯进她的眼中 眼神不由自主地 顺着她的手指去看 看见了她心口前那朵红点 有牙咽 小崽子 滋味如何 笑意的脸疼得就红了 扫到不行 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做的 还以为自己只是做梦呢 这还不算撩我 那怎么才算 丽环咄咄逼人 抱着她压进床里 仍然将她给裹在被子里 不让她动态 她居高临下 深邃的黑毛里 无波无澜 一顺不顺地看着她 像是要将她 不顾一切地给吸进去 成熟的男人的荷尔蒙气息 强势地笼罩下来 隔着被子 精准地把住她的腰 这可是你自长的 笑意脑中警铃大作 她想躲开 可她根本就躲不开啊 这个恶劣的男人 把她包得跟一只蚕蛹似的 把她的手也给裹进去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 就是扭不开 眼看着男人地下的唇 就要轻到她 笑意一慌到不行 啊 你想好了就下口 我可是有花柳病的 立花安停了 她松了一口气 立刻感觉到男人冰冷的视线 她眼睛重重一垂 遮掩着的眸子 盈盈颤颤的 朝她的方向看 一接触到男人 冷如深潭般的视线 立刻吓得缩回来 你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又没骗你 难道说实话还有错了 这个病的传染率可高了 你要顺重 立花安保唇一勾 泛着凉意的呼吸 砸在她的脸上 你不替我当身疯了 那你现在给我 好好地解释一下 花柳病 她拽了一下领口 舌尖舔了一下薄唇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 你也是成年人 难道你不懂吗 这种病 不就是只有一种 传播途径的吗 而且 她努力地往上挺 想支起身 想靠近她的耳边 她把声音压低了 想神秘一点 可立花安直接 把她给按回到枕头里 就这么说 说大声点 我听着 这可是你自己要听的 萧依提前和她 打了个预防针 眼珠子转了转 狡猾得像是一只 即将恶作剧的小狐狸 她用力地抿了一下嘴 生怕到嘴边的笑意 给压不住 嗯 而且 我也是被别人给传染的 真是没有想到 我一个大海王 又有翻身的时候 谁要那天晚上 我饥渴难难呢 送来的男人 没有检查过 我直接就上了 所以我就得了这个病了 她偷偷地看着一眼 好家伙 这个面具 还真是全方面啊 连表情都看不见 上次你来我房间 我摔了药碗 其实就是不想让你知道 我有这样的难言之眼 那段时间 我正在吃药治疗 每天喝药的时候呢 都是我的小丫头 在半夜的时候 偷偷带进来的 连小舅舅都不知道 说实话 我虽然看不清你的脸 可是呢 你的身材很好 声音也好听 想来这张脸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早就看上你了 对你心思不轨 可是呢 我也不能在我有病的时候 染指你 你说对吗 丽环安的薄唇压得冷了一些 声音也变得沉冷 所以呢 所以 还所以什么呀 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还有什么所以啊 正常男人不都是吓得落荒而逃吗 不过 他似乎也不是什么正常男人 他是个变态啊 官大爷有一句名言 对付变态 那就得比他更变态 所以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等 等什么 丽环安的脸色彻底寒了下来 萧依依竟然没有一点自觉 那气死人的话 一个字一个字的接连往外蹦 当然是等我治好了病 再好好地疼爱你啊 那我是不是该乖乖等你来宠幸不 嗯 他居然还敢承认 那小表情自以为挺风情的 我呢 可是左相的外甥女 我养几个男人怎么了 你不就是想要上我的床吗 等我治好了病 我第一个召唤你 他说什么 养几个男人怎么了 还召唤 丽环安真是气笑了 我等不及 现在就要你伤了我 萧依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这是哪里来的一股寒气 愣是将他逼得浑身瞬间冷透了 从上而下笼罩来的巨大威压 像是压在他心腔上的一块大石头 连气都快出不晕了 隔着被子能够感觉到 他手掌上绷紧的力道 掐疼了他 不行 不可以 他试着挣扎 可是双手完全被被子包在里面 左右偏头 试图躲开他贴上来的吻 情急之下 说了不计后果的话 你说个说 说个说 我可以先包了你 丽环动作停了一下 垂下的几缕发丝 轻轻拂过他身陷的眼窝 包我 对 你开个价 多少我都可以给你 你倒是大方 这种混蛋的话 他究竟对多少个男人说过 胆子还真是大到无法无天了 没有他管教者 这完完全全地学坏了呀 要不是脸上这层面具遮挡 恐怕他这辈子都听不到 小东西嘴里面说出这些叛逆的话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09集 李怀恩直起上身 用力地咬了一下后槽牙 小崽子 你可包不起我 居然敢对他一个首富 说出要包他这种话 当真是不晓得天高地厚了 接着 他抱起他 将他放平在枕头上 侯杰上下滚动了一番 放心 后给家也行 治愈你的病 养不养好的无所谓 他突然间欺身 萧依依眼神惶恐 我不听 萧依依突然慌了 六神无主啊 原来他是来真的呀 他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这么狠 花柳病都劝不退他 说要包他 也羞辱不走他 而且 这都已经开始拽他衣服了 啊 你等一下 你冷静了 冷静一下 冷静不了 隔着一床被子 丽环挺身贴着他 萧依很快便感觉到了一根 威胁着自己的滚烫的火炭 他脑子一阵恍惚 眼前都开始出现虫眼了 只觉得他绷扯着的唇线 像是一把刀一般 冷冷逼是他的黑毛 翻滚的怒气 几乎能够将人给撕碎了 他绷着唇 狠狠地说着每一个字 不好好收拾你 你真的觉得自己能够反过天气了 什么意思 他刚刚的语气怎么有一种老公在训斥老婆的感觉呢 该不会他是有什么特殊癖 比如 cosplay之类的 刚刚是把他当成谁了 他口中只要一提起 便咬牙切齿的老婆 乱了套了吧 这是 看来他今天是真的躲不过去了 可就这么认他宰哥 这更是不可能的 心急之下 萧依只能寄厚望于 在隔壁睡得跟死猪一样的某人身上 他一边躲避着利桓胸猛地吻 一边用力地梗着脖子 看向窗外 啊 关城城 你孩子说要你 你家主人有危险 你察觉不到吗 外面没有一丝动静 萧依拔高声音 扯着脖子 使劲地喊 关大爷 有你喜欢吃的乳老虽 话音刚落之下 拨到三秒 一道迅疾的脚步声跑了过来 谁敢动 然后 一拳轰在玻璃门上 那门 纹丝未动 豪华病房 不愧是豪华病房 这玻璃还是防弹的 萧依依万念俱灰 此刻 他被火炭棍给威胁着 他都快崩溃了 最后的那次希望也没了 他知道 还是得靠自己才行 他胡乱挣扎之后 竟真的被他从被子里挣脱出来 胸腔里游走着一股滚烫的气流 瞬间研制四肢百骸 他整个人好像是被放在烈火上炙烤一样 突然间爆发出的洪荒之力 将压在他身上的男人给推开 立国安是防着他的 他很清楚他的力气会有多少 就算是被他挣开 那两巴掌打过来也伤不了他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骨头都快要被震碎了 他直接将它从床里面推了出去 还没站稳 眼角瞥见一道黑影 快速朝他袭过来 立国安一震 迅速躲开 然后侧身去抓他 此时的肖义以双眸星红 浑身萦绕着散不去的嗜血的杀意 他脸色冷立 像是一具冰冷的 没有感情的机器 他的手成爪状 并拢得食指和中指 犹如灵力的武器 直接朝着他的心脏位置攻过来 他便知道 他又发病了 当即半点余地都没有收 他往旁边退了一步 寻找破绽 肖义以的攻势很猛 每一次都是杀招 若不是立环底子好 早就被他的患指 伤得千疮百孔 眼看他攻他的心脏不成 又改变了主意 要刺他的眉心 立环下意识地要躲开 可关键时候 愣是将身影给稳住了 没动 当他的手在两眼之间 逐渐成了虚有 立环突然间 把着肖义以的手腕 随着他往前冲的力道 脚尖在地上猛地一点 向后推去 另一根手指之间 多了一根银针 他做出假攻的动作 然后迅速将银针 推进肖义以的穴位里 他身子晃了晃 眼中的星红逐渐退去 双眸好像有万斤重 很快晕倒在他的怀里 砰的一声响 碎片四箭 观察着打不开房门 紫带也红不进来 可没有想到 市长用蛮力 居然把门给砸碎了 力道没有收住 身子往里倒去 因为满地的碎片 把他这辈子的敏捷性 都给激起来了 蹭蹭地跳到了茶几上 又蹦到了沙发上 拍了拍心口 还好没有被伤到 可房间里怎么静悄悄的呀 难不成夫人被吓傻了 还没有听到怒骂声 咦 夫人呢 观澄澄抬眼看去 当看见夫人躺在一个男人怀里的时候 脑子里一股热血倒流 炸炸乎乎地冲过去 哪来的奥特曼 你以为你戴个面具 我就不感动你了吗 放开我家夫人 让我来 丽环安冷锐地 帽子朝他逼过去 关澄澄立刻收住脚 英雄 有话好好说 你有事冲我来 别动我夫人 还不滚出去叫医生 以为他会说点什么 可一开口便是一句命令的语气 关澄澄蒙了 转身就去按床头的铃 叫了医生 这才猛然地反应过来 不对呀 自己干什么这么听他的话 那个戴面具的 刚刚是在命令他 他回过身 想给自己找回点面子 却看见那男人 抱着夫人朝这边走来 温柔地将夫人放进床里 还扯了被子盖在夫人身上 举手投足间的温柔 小心翼翼 像是刻在骨子里那般 喂 你 关澄澄想问点什么 可话到嘴边 视线突兀地和男人的 一双木蒙对视上 他那双眼睛深邃得 好像黑眼间的海平面 表面上无波无澜 实则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搅弄着巨浪风云 男人挺拔的身躯 站在灯光之下 骨子里的矜持和贵胄 无不彰显 他是一个地位超然的人上人 居高临下地 看着他的目光 无形之中透出的压力 瞬间让人进入寒蝉 他进了之后 什么都不准说 更不许在他面前提到 他失控伤我的事 关澄澄在心里 暗磋磋地吐槽了一番 你是谁 为什么要提到你啊 多大的脸啊 然后 他这才勉强地 抓住了重点 你是说 夫人又失控发狂了 丽华安眉心紧拧 深邃的眸子 发出一道冷光 记住我的话 管好自己的嘴 不该说的 一个字都不去让他听见 明白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雅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集 这气场 生生地压了 关城城好几头 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 关城城 就这么被他 给压住了劲儿 傻乎乎地点头 我 我知道了 说完 蹭得又抬起头 那我应该要说什么 丽华安看着萧嫣 她脸色苍白 白皙的肌肤 透着一抹病态般的苍白 看得她心下一阵脚痛 呼吸也不自觉地压沉了一些 就说 是你将我给打爆的 虽然这么说 会让关城城很有虚荣感 可是 她还没有正面和这个男人交过手 没有过招 便被对方给安上一个打赢的殊荣 关城城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可是她鼓起勇气 看了看她 最终一个字也没敢说 这个男人 她可惹不起 很快医生和护士 包括院长蜂拥而来 他们都知道这间病房里住着的 那可是左相的掌上明珠 必须得好好伺候着 哪怕是在他们的医院里 磕着碰着 那都是不行的 当他们看见昏迷不行 而且脸色不对的消逸时 一个个的差点昏飞破散了 一片慌乱中 关城城上蹿下跳 忙前忙后 平时她很不稳重的一个人 也知道这个时候 夫人身边只有她自己 她很聪明地叫来了明浩 配合医生一块 亲眼看见 他们给夫人做了检查 确定夫人只是受到了惊吓 才会导致昏迷 这才放下心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等医生都走了之后 明浩立刻问关城城 可关城城也答不上来啊 她后知后觉到 要找那个面具男人的麻烦 想问一问 她究竟是怎么下夫人了 都能把夫人给吓晕了 还有 她走之前说的那话 什么意思啊 可是那个面具男 早就不在了 奇怪 什么时候走的 你找什么呢 我在问你话呢 明浩可是忍了很久 一直忍到现在才敢发问 可关城城居然不回答她 还装模作样地到处看 这让她狠气不大意出来 咬牙切齿地在重复了一遍 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 生硬地叫她 关小姐 关城城浑身一颤 回头对上明浩的眼神 浩家伙 那目光锋利地 仿佛分分钟就能将她给临迟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夫人叫我我就进来了 可是我来了之后 夫人就昏迷了 门也打不开 只好用暴力冲进去了 你现在追究我也没有什么用 还是得等你家主子回来 我看医院里的医生 全都是庸医 你家主子肯定认识很厉害 牛逼的大医生 明浩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 他居然试图和关城城 这个小疯子沟通 什么话都没在问 出了病房 立刻给左相打了个电话 这时候顾白泽已经到了机场 不是官方的机场 而是一片私人飞机场 若不是亲身经历 顾白泽打死也不相信 他现在身处的位置 也不会相信立环安的触手 居然可以连M国都有涉猎 不仅在M国有一片飞机场 甚至还拿到了信飞令 这点可是连他都做不到的 顾先生 回去的路上我会跟您一个飞机 虽然只剩三个小时 但是在到达之前不能掉以轻心 欧阳申寸步不离地跟在顾白泽的旁边 他这两天可是学着一封伺候四野时的狗腿模样 一时兴起地将那态度用在了顾白泽的身上 只不过他除了表面上的恭敬以外 还多加了一点属于他本人骨子里犯贱的本事 他压低声音 甚至还带着专门气人的笑意 哎 对了 惦记您的人可真多呀 光是昨天晚上 我们便在您的住所外面 截获了至少五批想要对您下手的人呢 顾白泽终于肯高看的一眼了 就这么一个眼神 欧阳申更加的发飘了 嘴角挂着一丝神秘莫测的笑容 亲眼见过之后啊 我总算知道顾先生您 的确是很多人眼中的香菠菠 哎 难怪 我们爷会将我和苏晨派遣给您用 勿说这个还好 一说这个 顾白泽便觉得胸腔里迅速地聚集起一股散不开的怒气 他哼了一声 当真是派遣给我用的 不是特意的来给他添堵来羞辱他的 还硬塞恩情给他 祭谁的恩情都不稀罕要立活安的 谁要他来帮忙了 欧阳申嘿嘿了两声 就只是态度不怎么好而已 您见谅啊 顾白泽懒得再搭理他 气人归气人 但欧阳申可不敢把人给气狠了 以免以后夫人知道 给他穿小鞋 所以至少明面上 欧阳申是给足了他恭敬的 等顾白泽上车之后 欧阳申拿望远镜 眺望远方 看到的东西 没让他失望 他拉起风衣的领口 唇口藏在挺阔的衣领之后 薄唇轻轻开合 滴滴说了几句话 清楚地通过别在衣巾上的小型对讲机 传到了苏晨那里 有埋伏 而此时顾白泽接到了明浩的电话 得知萧依依失控昏迷的事情 他立刻联系了宗卿 原本该在发现药育有问题之后 就带着萧依依去拜访宗卿的 可临时去M国出差 耽误了 原想着将他关在医院里 让他消停几天 明里暗里派人保护好 等他回去之后 再去找宗卿也不迟 可是还是迟了 他没有想到 就短短的这么几天之内 萧依依然再一次地失控 发狂 看来他的体内的那股力道 不除是不行了 有没有查清楚小姐失控的原因 通话还在继续 明浩一个人不敢擅自拿主意 必须得先问过顾白泽才行 听见问话 立刻便答了 当时我不在啊 关小姐说她看见了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 她告诉你的 是 我问过好多次 关小姐起初不说 后来问脑了 说漏了嘴 我听得很清楚 她冲进小姐房间里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脸上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 不过在她说完之后就后悔了 再三地威胁我不准说出去 打算把我拖下水 和她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环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一集 拉拢顾白泽的人 想要保守秘密 那不是可笑吗 这不 所听见的 全都一五一十地抖了出去 顾白泽算是明白了 他冷冷笑了两声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然后怒气冲天的一通电话 拨到了丽环安的手机上 电话没接 不仅没接 还在响了两声之后 被他给按断了 这个人 分明是心虚了 顾白泽再打过去 连着打了几通 那边 丽环安直接关机了 连正面对话的机会都不给 这不是心虚 那是什么呀 明显就是那个渣男 逼得萧依依失控的 不过再知道 当时丽环安也在场 顾白泽反而放心了 这个世上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要保护萧依依的 丽环安手当其冲 不接就不接吧 不过就是几个小时 他便回去了 到时候当面好好地问问 然而这时的顾白泽还不知道 这架飞机险些直接开到 阎罗王老爷的宫殿里面 另一边 莫园 丽环安在A国置办的宅子 被命名为莫园 连着挂了顾白泽的几通电话之后 他直接把手机关机 放到一旁 嘴里咬着一块布 打着赤膊 衬衫用剪刀剪开 血迹都已经干了 萧依打的那两掌 起初还没觉得有什么 当丽环安走出医院 心口突然涌上一阵血气 张嘴一口血便吐了出来 连被他打过的地方都开始渗出血来 他这才知道 萧依不只是用掌打了他 更是在撤手的时候 给了他一记换指 肩膀上挑了一个血乎乎的洞 骨头也被震碎了 宗卿接到电话之后 马不停蹄地赶来为他接骨 伤得太严重了 就连宗卿这样的中医大家 也是凝着脸色 费了一够多小时才结束手术 他来得及 不清楚情况 也没有带麻药 让温苗去取的时候 丽环安都快撑不住了 两眼发黑 失去意识之前 抓住了宗卿的手 要求不用麻药进行手术 徐师嗜骨的疼痛 反倒让他清醒了过来 硬生生地熬着 挺过了手术 一风力截取打了一盆温水来 将丽环安身上 已经干涸的血迹擦干净 再轻着动作 帮丽环安重新换上了衬衫 很难想象啊 居然有能够将你伤成这样的人 宗卿正在洗手 他甩了甩手上沾热的水珠 接过下人递过来的热毛巾 匪夷所思的目光 从丽环安的肩膀上掠过 看到他那张银色面具上 有一层遮掩 根本看不清底下的表情 是怎么样的 亲眼见过那两掌的威力 而且还是伤在丽环安 这等人物的身上 下手的人引起了宗卿很大的兴趣 毕竟他可是和丽环安交过手的 这位忘年之交 没有将自己的全部实力露出来 他展示的是想要宗卿看到的 仅仅是冰山一角 宗卿大概能判断丽环安的身手 在他之上 甚至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 当年帝都城 极富盛民的古武第一世家 那人是谁 我竟不知道 此时一封已经寄到了第二颗钮扣 丽环安摆了摆手 让一封退下 敞开的衬衫衣领 贴着丽环安优雅修长的脖稿 清晰地看见 他的侯杰上下滚动了一番 被偷袭了 不知 宗卿一震 什么人能够上得了你 丽环安神色平静 缓缓将衣领往上拉了拉 不清楚 美国是重上武力的国家 四大古五十家人才积极 即便是现在隐退了两大家族 可难保他们的后人便不存在了 或许 他抬眸 深邃的黑眸 定定地落自宗卿的脸上 是父家 是楚家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楚家 宗卿一时情急 说漏了嘴 等想要往回收的时候 已经不可能了 他脸色竟有些惊慌 快速地看了一眼丽环安 眼神竟是立不住的 丽环安眼中的暗芒一跃而过 他面上不动声色 用好奇的口吻询问 为何不是 不是 不是 宗卿 宗卿只是摇头 失魂落魄一般 整个人仿佛魔症了 好半场才缓过神来 脸色发白 他用手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手都是抖的 这一系列的小动作 全都落在丽环安的眼中 所以当宗卿借口说家里有事 要先离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阻拦 叶 送完宗卿回来的一封 看见站在窗口 那道挺拔的身影 恭敬地站在 距离一米之外的位置 您猜得没错 当年曾经是 古武十家之一的楚家 一夜之间覆灭 和宗卿有关系 丽环眯了眯眼眸 看着逐渐开出 末门的那辆白色轿车 他今天是故意将 受伤的消息 透露给宗卿的 引他前来 对于现今如今备受追捧的 唯一鼓舞家族的当家人 当年在四大世家之中 是吊车尾 并且能够在当年那场 逼宫当中存活下来 无一伤亡 可不是远离是非那么简单的 可如今的宗家 却摆出一副远离皇室 远离纷争 洁身自好的模样 表面上粉饰太平 反而更让人怀疑 丽环安有过两种猜测 要么是当年司马莫川逼宫的时候 宗家和他理应外合 陷害了其余三大世家 要么宗家本来就是司马家族的人 可猜测终究只是猜测罢了 那段历史被刻意掩埋 能够找到的踪迹和线索 可谓是渺茫 既然死物无从考证 那么便从活人下手 萧毅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 以及一旦失控 记忆便会出现紊乱的特征 并非是寻常 很大的可能是与司大世家有关 所以丽环安要调查的 并不只是单单的某个家族 而是四个 富、男、储、宗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今天一提到楚家 宗卿的反应在意料之中 却又是出乎意料 恰好让丽环安察觉到了一丝心虚 他转过身 幽深的同谋从窗外收回 没有戴面具的脸如同神明一般 可又找到另外三个世家的后人 一风摇了摇头 不曾 我们在这儿的根基太浅了 若是想要查当年的事 恐怕得长老店的人才能够做到 一风愣愣 突然抬起手 双眸瞬间如点气般地亮起来 爷 总是跟在您身边的那两条狗 啊 不是 那两位 我总听旁人称呼他们九长老和十长老 那个长老的意思 他们是长老店的人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缅尔杰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二集 丽环平生静气地给一封心里丢了一颗惊雷 若是换作别人 他早就抱足口了 眼前不是早就摆出一条捷径了吗 还七拐八拐地做什么 那 但能够进入藏经阁的 只有前五位账了 一封心里刚窜起的小火苗 被一盆冷水给浇得透透的 他虽然出来乍到 但是该了解的也大概都了解过 所谓金阁 便是存放整个A国历代历史的地方 连皇室都没有资格查阅 长老殿就好似使官 他们捂着最隐秘严谨的历史 这才是整个皇室和官场大人物们最忌惮的一点 一封可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泄气 他可是全能管家 这些年欧阳申等人夸他是狗腿子 龟孙子 舔狗之类的赞美之词 可不能白瘦了 毕竟他的武力值不是最好的 但是行动力和侦察力绝对是刚刚的 爷 我会在短时间内连续上前五的长老 这话有夸大的成分 一封也没有多少把握 可既然说出口了 他就会尽量做最大的努力 丽皇安眯了眯眼睛 如今五大长老已经隐退 二长老是当年地狱之家附家的人 自从附家隐退之后 二长老不知死活 至于一长老 三长老 四长老和五长老 从来没有在长老顶中楼过面 不知身份 不知年纪 你要如何联系 一封色索了一下脖子 当即怂了 这不是C国 不是立家能够支手遮天的江城 他怕了 爷 刚刚我说的话 还有机会收回吗 你说呢 大概是没有了吧 他不敢 丽皇安走了过来 抬手将一封肩膀上的枯叶扶去 这让一封受宠若惊 而居然没有注意到 刚才穿过林子的时候 带了一些脏东西进来 他立刻恭敬地想往后退 可立皇安却把着他的肩膀 将他给稳住了 一封只好站定 还没有说话 肩膀就被轻轻拍了几下 主子低沉缓和的声音 浅浅地浮落下来 我相信你的能力 尽管放手去做 这句话比任何都管用 好 我会去办的 只要五位长老没死 我总能找到一个 不是一个 立皇安眼底带着笑意 开启藏经阁需要五把钥匙 分别有五位长老长官 必须得五位长老齐聚 才有进入查阅历史资料的资格 又是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一封十多年骄傲自满的管家生涯中 第一次遭受到了莫大的挫折 突然间就没了头绪 他觉得也肯定是故意的 故意把话说一半藏一半 现在的他仿佛被架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去了 立皇安云淡风轻地给他最后一击 如何 还差吗 现在问查不查的 是不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一封额头上血汗都冒出来了 脸色煞白毫无血色 就像是被一把刀架在脖子上似的 嘴里好像含了几颗葫芦枣 吞吐地说出话来 啊 不会让爷失望的 立皇安的笑声更浅 也更绵长了 看样子心情很愉悦 他最后拍了拍一封的肩膀 放手去坐 遇到难处了 再来找我 一封把头低得更低了 他现在是毁得肠子都清了 恨不得时光能够倒流 他绝对不会傻地冲上去毛随自荐的 什么五大长老 连A国乃至皇室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踪迹 他一封能有多大的本事 这恐怕比游戏里找隐藏任务的NPC都还要难吧 行五位长老的事可以换话 我不记 就在一封惆怅摆劫的时候 突然间传进耳里的这句话堪比天籁之音 很快 立皇安说了下句 多盯着夫人那边 若是换作以往 一封觉得是表面愿意 但是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了 谁都知道夫人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幺蛾子作得满天飞 这可比现在无音训的五大长老 去受夫人的折磨 那简直就是轻松的差事 所以一封立即将刚从医院那儿得到的消息 告诉了立皇安 夫人现在还在昏睡着 不过医生检查过 已经没有大碍了 等他自然苏醒便好 诚诚和顾先生身边的得力心腹 明昊守在医院里 说起来 明昊能够得到顾先生的重用 的确是有几分本事的 他把夫人的病房守得如同铁桶一般 顾先生走时 将夫人给安置在医院里 原本是个冒险的行为 可他离开的当晚 便有人夜叹左相府 明昊部署了人 当时没行动 不过 偷偷地在那些黑衣人的身上 网了炸弹 什么人 是九皇子的人 他想要趁着顾先生不在 强行将夫人给掳走 可是不知道 夫人早就不在左相府里了 他在宫殿里等着美人 最后等来的却是几枚炸弹 把他的宫殿给炸得人羊马翻呢 一风的语气里夹杂了笑声 他非常带见明昊那种 蔫儿坏的行事风格 笑意还没有散开 突然间瞥见四爷的脸色 立刻低下头义愤填膺地说 这个九皇子 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丽环悠悠地看他一眼 觉得有趣 啊 没 你要是真闲得慌 去给九皇子找点麻烦 一风有点懵 小心翼翼地请示 呃 爷说的麻烦 是什么样的麻烦啊 你不是喜欢蔭话的行事风格吗 他懂了 瞬间更懂了 当晚 九皇子的宫殿里 进了十几头的野猪 蛮横地横冲直撞 惊扰了各位妃子娘娘 还有小宫女 就连下人都掐尖了嗓子尖叫 惨叫 惨绝人寰的哀嚎 据说那天晚上一直到天亮 才压住了野猪的暴动 可是查看监控之后发现 一漏了两只 不知道藏在了宫殿的哪个地方 一时间闹得是人心惶惶 妃子们全都不敢回寝殿了 一个个的或撒娇或哭求 非要留在九皇子的寝宫里 和他同吃同住 几十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还个个都是皇子的亲头爱 他疼爱哪个都必须得对另外的女人同样的疼爱 连着几日的雨露军瞻 据目击者称 当九皇子陪着司马莫川接见邻国使者的时候 一脸萎靡不振的模样 谁看了都知道是不知节制的后果 后来 他被司马莫川好一通训 谁曾想 胆大包天的九皇子 居然在司马莫川的训斥里睡着了 说是睡着了 倒不如说是几日几夜的辛苦 身子被窥空了才倒下的 这下 连邻国的使者都知道 A国呼声最高的储君人物 是一个贪恋美色 不中国事的人 说出去都是一通笑话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一十三集 司马莫川彻底盛怒 罚九皇子禁足一个月 将他后宫的妃子全都给遣散了 最后还是九皇子哭天抢地的 求着他老爹给他留几个 要不然 长夜漫漫无法排遣 那简直会要了他的命的 司马莫川大概是真的气急了 当九皇子提出这种不要脸的要求时 他连发火都懒得发 算是默认了 一封给塞的这场小麻烦 的确是让九皇子闹了好大的笑话 不过 他看到四爷神色间的愉悦 立刻就得意上了 看吧 果然只有他这种全能管家 才能够准确地揣测到主子的心思 九皇子那是什么人啊 风头正盛 虽然本人是一个草包 可是架不住他位高权重 行为做事习惯了为所欲为 若真要动他 恐怕会惹到一身的心 倒不如给他找点小麻烦 才能够闹得他和他府里的人 仁养麻烦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了 往九皇子宫殿里塞野猪的淡碗 一封只是站在高高的墙上 看了一会热闹 接到一通电话 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墨园 立华还没睡 在书房里处理工事 一封敲了敲门 一路小跑的气息有些喘 爷 出事了 立华安抬头 俊脸上迎着电脑屏幕 弥散出来的蓝白冷光 高挺的湄弓之下 压着一双凌厉的毛子 他将手边的香烟悬在烟灰缸的上方 轻轻弹了一下 事宜让他进来 何事 在这顾先生的飞机在飞行一个小时之后失事了 从高空坠落了下去 飞机上还有欧阳升和苏晨 我们的人追踪到了飞机落下的地点 可到现在也还没有寻到飞机的踪迹 没有消息 是什么意思 一封手里一直拿着手机 可现在毫无动静 有可能他们三人已经 苏晨研发的追踪器 我记得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随身写的 丽桓安一句话就点透了一封 他居然关心则乱 没想到这一点上 抱歉四爷 我听到消息之后就乱了 我现在立马去取电脑来 不必了 丽桓安脚尖点在地上 带动着大班一往后退去 他指了指电脑 用我的 一封觉得惶恐 可是现在是紧急关头 主子都没在意那么多的礼节 他并接受了 不过可不敢把自己的双手 太过分地放在鼠标和键盘上 苏晨研发出来的那款追踪器的时候 一并也建立了一个 供墨门内部使用的网站 墨门中人 所有人的行踪 全部都清楚地记录在这个网站里 不过普通和中级阶层的 只能够查到同等身份的人的行踪 在网上能够使用调查所有 墨门中人行踪的 只有丽桓安身边的这些心腹 不过网站平时都是苏晨在管理 这也是为什么苏晨能够知道 所有人的行踪 可现在呢 连研发人员都失踪了 一封只好硬着头皮 在黑色界面上输入自己的代号 操作一番之后 总算是捕捉到了两个微弱的红点 幸运的是 这两个红点正是顾白泽和欧阳申的 一封立即将身子测开 把屏幕界面录给丽桓安看 爷 看样子顾先生是和欧阳申在一起的 试试看能不能联系 是 一封在键盘上敲下一串代码 尝试联系欧阳申 可信号越来越微弱 地图上的红点开始闪烁 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心里咯噔一下 很可能在信号屏蔽区 欧阳申反应快 他在向我们求救 正好被捕捉到了最后出现的点 一封汇报的时候 手上动作一点也没含糊 定位到了刚才红点消失的地方 一分钟后他说 爷 在神那海 的确是信号屏蔽区 距离这两个小时 立桓安紧凝着的眉心微微一跳 面色似乎有松展的痕迹 那玩意儿的命还真大 一封直起身 再等立桓安下一步的指示 突然听到这句话 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少少地想了想 爷爷口中的那玩意儿 绝对是在称呼顾白泽 这是哪门子的爱称啊 倒是挺别致的 这时候立桓安拿出手机 一通电话 拨到了陆亭秋那里 读音响过几声 便被接了起来 传来一道懒洋洋的慵懒声线 四哥 找我呢 你现在在哪里 我 陆亭秋这会儿 正舒舒服服地躺在躺椅里 吓说着傍晚的夕阳 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上执着一杯香槟 文言 他将酒杯放下 推高面上足够盖住 半张脸的蛤蟆墨镜 往四周看了看 不太确定 不过中午的时候 听船长提了一嘴 我大概是在东海 怎么了 往我这边来 顺便去搭救两个人 陆亭秋愣了愣 一蟒子坐直了 来你那儿 不是你说我最好 别出现在A国境内吗 以免被你家小魔王发现了 会起疑心 那边立桓安没说话 陆亭秋霹里啪啦地 说了一顿之后 没得到一个字的回应 晒晒地转了话题 让我救谁 顾白泽 欧阳申 我把地址发给你 立桓安开了免提 顺手将地址发送到了 陆亭秋的手机上 你来一趟也好 意义那里 你去露个面 哎 可他妈别啊 哎 你让我救谁都行 给你送回来也行 但是 能不能别让我到小嫂子面前去见也 我怕他呀 没得商量 立桓安丢给他四个字 无情地切断了电话 陆亭秋是一脸的懵逼啊 他都已经在返回C国的路上了 突然间让他去救人 救人就算了 还让他去小嫂子面前受折磨 这叫什么事啊 他随手端了酒杯 刚送到唇边 便喝不下去了 烦躁地把酒杯放下 吩咐下去 这世上敢拆遣他的 能拆遣他的 就只有立桓安一个人了 偏偏他还非常的心甘情愿 骨子里早就被自动地 移植入了狗腿子的属性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14集 等陆亭秋确定立桓安发出来的定位 险些以为自己看错了 定睛看了许久 突然反应过来 这TM的还真是定位啊 就一个点 要搜寻起来 那确实是大范围的 这不坑人的吗 另一边 萧义在傍晚五点左右的时候 醒了过来 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房间里只留了一盏暖灯 橙黄色的暖绒光线 从头顶铺展过来 她的脸色仍然是惨白惨白的 苏醒之后 才渐渐地恢复了一丝丝的飞色 她这是 怎么了呢 萧义抬起手 蹭在额头上 盖住了一双灰白的眼睛 缓了好久 才确定自己 仍然在医院里 成长 她想说话 可是一开口 便被自己的破罗嗓子 给吓了一跳 这难道她睡觉的时候 梦游跑去干账了 怎么莫名其妙地 有一种疲软的感觉 懒得连翻身都不愿意 身上的肌肉 更是拉伸着微微的疼痛 换了医生之后 没有得到回应 外面仍然是静悄悄的 在陌生的地方 无端地空旷寂寞 让萧义心下 越发的心慌 她亲了亲嗓子 关大爷 哼的一声巨响 是病房最外面 传来的声音 堪比野兽 才能摧毁的力量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关城城一阵风势地来了 两眼熊啾啾地 盯着萧义一看 夫人 你醒了 是真的醒了吧 真醒了 萧义一揉了揉额头 眉心皱起来 你小声一点 别在耳朵边嚷嚷 头疼 什么 还头疼 那我马上去把那些 用意叫进来 关城城说风就是雨 话音没落 人就已经蹦得起来了 像一只点燃了 引线的窜天猴火箭一样 就要往外冲 萧义伸手想拽住她 可意外的是 一抬手便迅速地落了下来 好像五谷一般地 砸在了床檐 她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手 试着动了动 居然弱到不行 难道 她是和伏地魔 大战了三天三夜 你站住 萧义一抬眼 房间里 哪里还有关城城的身影 她赶紧换了一嗓子 关城城立刻停了下来 回头看向她 夫人 怎么了呢 萧义糟心死了 偏偏关城城那天真无邪 接近于智障的眼神 让她没辙 你给我回来 哦 关城城赶紧走了回来 乖乖地搬了一张小板凳 坐在床沿 纯凉无害的眼睛眨巴眨巴 双手脱腮的模样 像极了一只 乖巧听话的哈巴狗 我问你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呀 就 就只是睡了一觉 萧义一眯着眼睛 没有错过关城城刻意避开她 甚至心虚的脸色 是吗 萧义一默默地把手放到被子里 那我睡了多久 多久啊 多久 关城城嘴巴上磕吧 尤其是说谎的时候 最不自然 她竟然掰着手指头数 当左手的第五根手指都用完之后 她猛地像是被惊了一下 慌忙地把手全进宽大的衣袖里 也没有多久 就几个小时 大概是因为输液 所以夫人困得很 其实不止 从早上夫人昏迷之后 到现在已经快要十个小时了 不过说是几个小时 那也算准确的 只不过这一觉睡得比较久而已 这么说 你一直都守在这儿 关城城特别殷勤地点了点头 是呢 我一直都在的 早上戴面具的那个男人出现的时候 你也在吗 嗯嗯 我在 话说到一半 突然咬住舌头 意识到自己被夫人给套话了 关城城立刻捂住嘴 瞪着一双眼睛 懊悔得不得了 笑意面色没有多少变化 眉眼间意外地有一丝温和 这么说 也是你把她给打跑的 关城城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圈 好在她还记得 那个男人离开之前叮嘱她的话 硬着头皮地说 嗯 是呢 我可厉害了吧 我就这样那 很凶的几下子 就把她给打跑了 她一脸 是我保护了夫人的表情 反倒是欲盖弥彰了 那你倒是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打她的 是用枪 还是用鞭子 或者 近身搏斗 我 我想想 撒谎 撒谎可真是够了难受的了 都怪在夫人醒来之前 没有提前打好复稿 才被问了两句话就招架不住了 这也不可能就这么僵持着呀 她琢磨琢磨 话都没经过脑子 脱口而出 我用了枪 我还使用了青拿术 轻轻松松就把花人给制服了 轻轻松松的 哼 连我的患者都打不过的人 就你 萧依依突然间凌厉地扫来的眼神 吓得官城正浑身一抖 差点落荒而逃 一双爪子用力地抓着床员 才勉强把自己给定在这 她琢磨不透萧依依的眼神 总觉得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 像是冲着她的 又不像是 官城城的脑容量没那么多 也不会想得太深 只是单纯地 非常单纯地觉得 夫人是不相信她的实力 都怪她平时太藏桌了 是时候让夫人知道 她是一个绝世高手 真的是我 你要是不相信 那我再中间给你演示一遍 当时我就是这么的 先让到她的身后 然后 官城城当真站了起来 开始对着空气比划 呲牙咧嘴凶狠的小模样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太投入了 没有发现萧依依的目光 压根就没有在她身上 而是撑着床檐 一点点坐起来 靠在床头 萧依依试着动了动全身 不是疲软就是痛 这种感觉很熟悉 之前也有过 官城城还不知道 萧依依起来了 在那耍拳 耍得很认真 慢慢地 动作便有些机械 一套拳法都打不下来了 一道悠悠的视线正凝视着她 那感觉就像是 被无形的枷锁给铐住一般 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总算肯正面迎上 萧依依的目光 立马就被萧依依眼底 那平静忧深的冷色 给震慑到了 还摆着的小爪子 立马老实了 乖乖地背到身后 萧依依也没说话 就这么看着她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官城城便撑不住了 扑通一声跪下来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立马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515集 为什么跪 官城城都不敢看她 不知道 就是觉得我得跪着 萧依依换了一个 更舒服的姿势 但其实也没有 好到哪儿去 只是方便 她更舒服地 靠在床头 半个娇小的身子 嵌了一半 在身后叠起的 两个枕头上 说吧 我是不是又伤人了 没有 几乎是萧依依 话音刚落的瞬间 官城城立刻接话 太快了 反而在告诉别人 她在撒谎 你今天看到的那个男人 他用一根尾指 都能够把你给捏死 就你那点三脚猫功夫 别说打跑他 连他的一脚都碰不到 萧依依眯了眯眼睛 很多话已经不需要再套了 官城城的表情 已经彻底将自己暴露了 他教你怎么说的 把原话告诉我 这个 我要听实话 我早上进来的时候 夫人你就晕倒了 房间里有打斗的痕迹 然后我正要出手的时候 他让我去叫医生 我怕你有事 谁想着 先去把医生叫来 看个情况 然后再找他算账 可是等忙完之后 那男人已经走了 他是有交过我 在你想他之后 要怎么说 官城城一五一十的 将那男人对他说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转述给了萧依依 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就是这样了 他说夫人你是失控了 等你醒来之后 如果什么都不记得 那我就可以什么都不说 如果你问了 那就按他教我的那套说辞 拿来糊弄你 说完之后 周遭的空气一瞬间僵持下来 官城城略微的有些手足无措 就像是等待审判的犯人似的 他哪里受得了这么逼迫的气场 斗胆问了一句 都是真的 我没有忙 夫人 你是觉得哪里不对吗 为什么都不说话 萧依依拖着腮 葱白的几根手指 在下巴上轻轻地摩缩着 若说不对劲的地方 等等 他忽然间抬眸 他为什么知道我每次发病之后 什么都不记得 我 我不知道呀 不对劲 很不对劲啊 为什么这个采花贼对他的一切 知道的都是清清楚楚的 就算他手眼通天 那手也伸不到墨锦园去吧 有关他每一次发病都会失去神志 神志醒来之后 记忆会出现错乱的情况 四爷一直都瞒得死死的 除了身边的几个心腹 便没有人再知道了 敢调查四爷身边的人和事 那不是找死吗 可是为什么 丽丝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萧依依捶下眼 她的手也先发抖 缓慢地抬手勾住病脚的发丝 压到而后 你去 把明浩给我叫过来 哦 好 关城城往外走了几步 立刻开始大步跑起来 拉开病房的门 明浩就守在外面 她立刻伸手往里面一指 示意夫人要找她 然后砰的一声轻响 将门给关上 贴着墙 她捂着心口大口大口的喘气 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的水鬼 需要大量的空气 将她心里的怕意给压下去 要不是亲身经历 打死她都不会相信 平时喜欢和她插颗打红的夫人 居然也有那样的气场 她完全招架不住 几个来回就全说出来了 不过 这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 夫人一直都有在接受治疗 说不定 她现在每次失控发病之后 会记得那么一些些呢 谁知道呢 房间里 明浩在走进萧易 病房之前 便将手机 放进外套的口袋里 没有熄灭屏幕 停留着一串陌生号码 小姐 您找我 萧易坐在昏黄的灯光之下 抬起眼轻轻看着她 她的手正揉着额脚 似乎有些头疼 医生怎么说的 没有大案 好好僵养着 一两天就能恢复 那意思是 我不用再住在医院了是吗 这 明浩猴头滚动 声陷压力 小姐要是想出院的话 我请示一下手段 可以 那 小舅舅在哪 她并没有逼迫 也没有任何的多余动作 只是将人给盯着 莫名地将明浩 瞧出了一丝心虚来 她的手臂隔着外套 不经意间蹭到口袋里的手机 刚刚是义峰打来的电话 之前在左相府里有过一面之缘 是那位戴着银色面具的男人身边的管家 在电话里 义峰将顾白泽遇难的情况告诉她 给了最迟两天之内的期限 也告诉了她 若是萧依依想要出院 可以安排 甚至当萧依依问起顾白泽下落的时候 说辞都一并给准备好了 左相被公事给绊住 还要迟一两日再回来 是吗 萧依依轻轻一笑 可嘴角的弧度 僵硬的 连微笑都穿不起来 整颗心更是像被扔进冰窖里 就在明浩进来之前 她给顾白泽打了一通电话 不在服务区 她觉得有些头疼 疼得都快要炸开了 那我便等个一两日吧 医院里的饭菜我吃不惯 有点像府里的厨师做的营养餐了 她不动声色地 身子慵懒地靠在枕头上 苍白漂亮的小脸上 好像是凝了一层雾水 让人看不真切 可是她这样微笑的模样 真的很美 美到让人不敢拒绝她 明浩慌忙地一开目光 她这是在干什么 居然胆大包天地看着小姐 那可是左相捧在手中的女孩 也是左相口中 打不得骂不得的 就算是她有时候闹得过分了 再生气 也还是对她的要求 全都摆一摆顺 连主子都这样 更何况是下人 哪里敢在她面前 说一个步子呢 明浩是从青葱少年的年纪 便一直跟在左相身边的 见得多的都是一些大老粗 也不是没有见过女人 可那些女人在小姐出现之前 都算是能入眼 如今看见了小姐惊人的美貌 那些连入眼的 都只能算是雍之俗粉 她也偶尔听见府里的下人 在私底下议论小姐的美貌 还有不少人会偷看小姐 但是她从来都没这么做过 她只是觉得小姐很美 可这样的美 今天近距离地感受到了 差点连魂都没了 一开口 到嘴边的话 散得个风铃似的 自然 我现在就给小姐安排出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清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六集 肖义一点点头 却在明浩转身的时候 轻轻地问 你有丽丝的电话吗 她是故意的 不是问 而是肯定 原本只是当作一句试探 可是明浩骤然僵硬的后背 已经回答了 不用想着怎么敷衍我 就算你没有丽丝的号码 她身边的人 总该有联系方式吧 明浩没敢回头 下意识地攥了一下 口袋里的手机 我 我有丽先生身边那位管家的 把他的号码 发到我的手机上 那位丽先生 不是简单的人物 主子很讨厌他 小姐还是不要越过主子 联系他了吧 等主子回来了 给我 我待会儿发到小姐的手机里 开车带着萧易 回到了左相府 刚到家 却不想 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萧易前一秒还被关乘上扶着 一副病殃殃的样子 现在看到客人的时候 瞬间就站直了 两眼唰唰地冒着金光 白小姐是来找我的吗 来的人正是白柔儿 她坐在小花园里品茶 可手里的那杯茶 也不知道端了多久 连杯口都已经没有冒热气了 也没有见她喝上几口 隔远了看见开进来的几辆车 她的视线便被牢牢地抓住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当前面那辆熟悉到骨子里的 黑色轿车停下来 后座走下来萧易易 白柔儿的目光直接掠过她 急切地朝里面看去 别看了 小舅舅不在 就我一个人 白柔儿手一抖 茶水从杯子里溅出来 微凉的温度刺了她一下 掩饰地将杯子给放下 没有靠背的十凳子 让她坐得身子挺拔 浑身抛不去的洒爽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矫情 谁说我是来找你小舅舅的 哦 是吗 难道是我有这个荣幸 能够让堂堂将军独女 魂牵梦绕 一脸欲求不满吗 她表现得有这么明显吗 你才欲求不满 萧萧年纪的 怎么就不学好 什么话都往外说 她也不比萧易易大几岁 这是哥那儿白长辈的架子呢 萧易易看破不说破 单手撑着桌炎 声音轻轻地对柏儿摇耳朵 我就是再不学好 那也是我小舅舅教的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弯 家风如此 以后 你想要进我顾家的门 就不能当一个正经的人 你 难得柏儿会羞涩 你小舅舅在哪儿 唉 不知道呢 说不定现在在哪个美女的床榻上 我家小舅舅风流倜傥 天生就是招桃花的人 五公主对她不也是魂牵蒙绕的吗 萧易易就是故意的 在看见柏儿修奋交加的模样时 乐得不行了 男人更需多了 就得捡捡 你少阴阳怪气地招我 我跟你小舅舅有仇 让我逮着她 非得杀了她不可 确定专程来一趟是要杀她的 明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的 也从父亲口中知道顾白泽此行凶险 能够活着回来都是命大 到现在 也没有一点消息传来 百家的势力 终究不足以让暗探 渗入到M国的核心层会议上 更不知道顾白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可是呢 她知道 今天萧易易会出院 也知道萧易易一回左相府 那就证明顾白泽会回来 她眼巴巴地跑过来 人没见到 还被几句话给刺激得醋意翻腾 果然左相府就没一个正经人 她是不是躲着我 不敢出来见我 萧易易眼中暗盲跳动了一瞬 而后快速地 萧引在了一双轻利的眼瞳之后 她嘴角挑开的笑越发地大 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调侃 突然 一把握住百柔儿的手 哎呀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呢 她故意避开百柔儿的问话 假装责怪一旁伺候的下人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 也不给百小姐拿条毯子过来 热茶也不备着 人家是客人 你们这么怠慢 小心小舅舅回来了 剥了你们的皮 下人们纷纷笑着走开 备茶的备茶 取毯子的取毯子 只有陈叔还站在不远处 忧心忡忡地看着这边 尤其是萧易易抓着百柔儿的手 怎么看怎么碍眼 小祖宗啊 你知不知道你抓着的那位 如今是九皇子的侧妃 她知道百家小姐对主子有益 一直都知道 可是主子也没有去抢亲 那不就代表着画清界限了吗 可是小姐是怎么回事 笑盈盈的 像是在对待未来的小舅妈似的 真是不成体统 不成体统啊 那边 萧易易易还在对百柔儿 阴阴窃窃 过于热情 把人给吓得浑身发毛 百柔儿终究是抵不住了 站起身 立刻把手从萧易易的手里抽回来 扫了一眼萧易易 悬在半空中 故意没有收回去的手 我先走了 啊 你这就要走啊 不留下来吃个饭吗 还吃什么吃 这简直是个小魔头 等她走了之后 萧易易眼底和嘴角的笑意 进阶退去 一张轻利的小脸 逐渐拢上了一层冷意 她在小花园里面站了一会儿 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泡了一个热水澡 出去的时候 目光数次地扫向手机 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把手机给抓了过来 翻到小舅舅的号码 已经拨出去了 她突然慌得手忙脚乱 匆匆地把电话给挂了 索性直接关机了 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她现在心慌不定 不知道小舅舅情况怎么样 但是既然名号还在眼皮子底下 她便能够从名号的言行举止当中 猜到小舅舅的安危 不要慌 不要乱 会没事的 连这两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 说好了回来 可现在人影都没 萧易易缠了从M国 飞往A国的所有航班 就连克伦都没有放过 还是一无所获 夜里 一辆私人飞机迅速降落 不远处停车的一辆黑色轿车 已经等候了许久 车身边依靠着一个挺拔的身影 一身黑色的西装 几乎要与头顶的黑幕融为一体 她没有戴面具 棱角分明高挺的湄公之下 握着一双深邃的眼窝 手机响了 丽环动了一下 抄在西装口袋里面的手 碰了一下手机 可铃声却是从 一封的手机上传来的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节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七集 喂你好 对 我是 您要找我们的主子 稍等 一封掐着嗓子 用了变声 她没有五听筒 而是用口型告诉丽环安 电话那边是夫人 丽环安薄唇微微勾起 小崽子能忍过两天 倒挺让她意外的 离开了她和顾白泽的羽衣之下 自己在那扮演 临危不乱的小戏马 终究还是忍不住 亲自来打听了吗 她抬手 失意一封将手机递过来 对电话那边的人说 哪位 我 你组组 给我好好说话 否则 我连开口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 这个恶劣的男人 他抬一抬自己的气场 怎么了 但是似乎并没有给自己 称多少胆气 反而被她一句话 给噎了回来 萧姨爷 有事问你 嗯 说吧 她心情还不错 甚至换了个姿势 侧身靠在车身上 抬起手肘搁在车顶 一身金贵的气场 眉眼间流转着 温存宠溺的倾向 她很认真地在讲电话 那模样 真是要把电话那边的人 给腾到骨子里 我想问 只能问两个 你想好了才开口 嘿 这个天杀的 是她给她制造了一大堆的怀疑 可是又不让人说出口 没有比这再骄傲的事了吧 萧姨爷深吸一口气 带了点负气的意味 我的小舅舅 你是不是有办法保护她的安全 是 那她现在在哪 小崽子 这是第二个问题 不 这不是 那你别回答 那晚她跑来医院 对她说的那些话 其实萧姨姨就已经猜到 这个男人手眼通天 既然把小舅舅的情况 都透露给她 又不像是恶作剧的样子 那么很有可能 她是有办法 有手段的 可是 就一个柿子 不说顾白泽现在身在何方 也不说她有没有从M国脱困 什么都没有透露 这样的回答和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朋友 没这么干事的吧 真的没有 你会爱天打雷劈的 小东西磨牙祸祸 声音滴滴地从尺尖蹦出来 不用面对面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此时她是一张怎样交集优怨的脸 如果这是祝福词 那我就收下 祝福你妹啊 你脑壳有泡吗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体内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时不时的就会发病 你是不是清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病状 不清楚 如果手机能够穿越的话 萧依依早就从里面爬出来 掐她的脖子了 那为什么 你会知道我醒来之后 什么都不记得 李怀安脸色沉寂了一些 嘴角的笑意渐渐地散了下去 这是猜测 我以前遇到过和你同样状况的人 萧依依的呼吸瞬间并凝住了 心中有一股热流汹涌袭上来 没有给她任何准备 头脑一发热 小心地试探地 带了一些怕异的问 那后来 你那个朋友治好了吗 治好了 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萧依依更加激动了 连宗卿那样的中一 大家都没有办法 难道真的给她这条虾猫撞上了 真的有破解之法 那 她是怎么记得 能不能告诉我 小东西 这已经是第三个问题了 你破坏了游戏规则 我不管 这是你定制的 不是我答应的 但确实是你要求于我 不是吗 你就告诉我办法吧 或者 谁给你朋友解的 你给我引荐一下 难得 难得她对她居然也会有这么好声好气的时候 你求我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萧依依小嘴都快咬破了 拽起的拳头好扮上也没有松一点点 她真的好想揍她 我 我求你 我知道了 你知道的是什么意思 怎么从她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丢丢无赖的味道呢 她不知道 此时的李桓安后背靠在车身上 仰着头 看着天上一抹残怨 眼底是浓稠的化不开的墨色 刚才这些话都是骗她的 她没有办法 也不能给她引荐什么人 有关她的病症 现在还毫无头绪呢 她只不过是给了她希望 并且将这个希望变成承诺 要再等一等 等她把幕后的人给揪出来 会让她平安 健康 这一辈子都留在她的身边 让她陪着她长大 陪着她从青丝到白发 但是不是现在 知道 就是知道的意思 求人都有个求人的态度 你只是在电话里糊弄我两句 就像套我宫多的话出来 小崽子 算盘打得挺好啊 小依依真的非常非常地想揍她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告诉我 等你成为我的女人之后 那不可能 就你 还辣了喊不想吃天鹅肉啊 我刚刚给你脸了是不是 大晚上的你做什么狂粮梦呢 不告诉就不告诉 我自己会查到的 用不着你 话一说完 小依依凭着一股子充劲 把电话给撂了 等电话掐断之后 傻愣愣地 等着自动退出界面的屏幕 她是不是有点冲动了呀 不过 她真的很恶劣 特别恶劣的那种 她才不要去求她呢 既然她朋友都能治好 那么她也能 不就是找出个什么人来吗 弱大个天下 只要她想找 那还不容易 那边 立魂安被挂了电话 她一点也不恼 把手机还给一风的时候 一风悄悄地瞥了一眼她的脸色 居然是愉悦的 夫人还真是了不起 一通骂 都能够让四爷的心情好到极致 此时四爷眉眼飞扬 狭长的眼尾全部都舒展开 欠着笑意 柔柔的眼光 就好像脑子里已经想象出 夫人气急败坏的模样 甚至她还抬手在鼻翼上抹了一把 遮掩住嘴角的笑意 能够牵动四爷情绪的 全世界就只有夫人一个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 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一十八集 一通电话结束 飞机上下来的人前后脚的都走了过来 路亭秋走在最前面 手里拎着一串钥匙 穿在围纸上吊儿郎当地转着 脚步轻快地往这边来 嘿 姐啊 人给你找到了 也给你带回来了 今晚你要怎么安排我呀 给你找几个小美人暖暖被窝 哎呀 这小美人的手感 哪里有你好呀 路亭秋凑上来 挽着丽桓的胳膊 往他肩膀上靠 哎呀 我家四哥这一身肌肉 不用来暖床 简直可惜了 哎呀 我累了 要不今晚 你就伺候我吧 嗯 丽桓摸了摸他的头 你确定你一晚上能收得住 嗨 我受 嗯 路亭秋蹭的抬头 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 哼 四哥 我没想到 你居然好这口 是你的话 我能接受 丽桓还是那个丽桓 嘴上开炮 从来不会输给任何人 表面上西装革履的 其实骨子里可蔫坏了 光是从他对待萧依依的那种强烈的战友欲就能看出来 只是没有想到 来了A国 口味变重 尺度也变大了 都到了这荤素不济的地步了 嗯 还是算了吧 我目前仍然没有把自己给掰弯 你给我安排一间客房就行 说着 他瞪了一眼旁边憋笑的一风 哎 等一下 刚刚我的样子 看起来有一丁点小瘦的影子吗 何止是一点 完全就是啊 一风还算是仁慈 没敢说话 只是有一点点而已 那就是像了 一风面不改色继续安慰他 没事的陆家主 这儿没别人 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算了算了 惹不起 退避三射 四哥呢 不是撩不动 而是斗胆撩塌的人 都会被他反料 这时候 一道阴阳怪气的嗓音横插进来 原来你们就是这种关系 难怪 那些传言都不是捕风捉影的 顾白泽嫌弃地扫了一眼力还安 着重地在他腰腹下盯了一眼 姓丽的 你干净不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对我说话客气一点 别占了便宜 别占了便宜 回头就翻脸扑人身子 一提这个就气 谁要他这个恩了 就算没有你插手 我也能全身而退 也不知道是谁 死皮赖脸的非要把你的狗腿子派到我跟前来 还威胁恐吓我的人不许掺和 你这种强塞式的恩情 真的是不要碧莲啊 狗腿走扬身和苏晨 一致保持沉默 三观非常正确地站在了立华安的身侧 立华安顿了顿 高深莫测的脸色 敲不出什么破绽来 依旧沉稳淡定 然而沉默两秒之后 他问了一句 碧莲是什么意思 陆廷秋立刻抬手指着顾白泽 嗯 就是他那样的 立华安瞬间瞄懂 嗯 形容得很贴切 顾白泽一口老血梗在喉咙口 上不来 差点就这么噎死过去 立刻不甘示弱地怼回去 搁谁面前付唱付随呢 这么说 你是打算赖账的 不打算还我的恩了 我就是不还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 当时不怎么着 立华安点了一下欧阳申 把他给我丢到石纳海去 是 欧阳申早就憋不住了 竟然说他是狗腿子 那样高度的夸奖 是他目前还没有修炼到的 目前他顶多只算是一个田狗 说他狗腿子 有点得不配位啊 这是一种侮辱 顾先生 请吧 虽然您这一路上劳累了 但是趁着还没有反应过来 再累一次 我送您回三小时前 我们待的那个山洞里 两天前登机之前 欧阳申便察觉到了 暗处跟着的人 果不其然 在飞行一个小时 那些人忍不住动手了 他们早有准备 拳机包括机长 全部跳伞 什么都准备好了 唯独没有算到当天的天气 空气里卷起了大漩涡 狂风骤雨 将所有人都给吹散了 是欧阳申抢先拉开了降落伞 然后一把将顾白泽给拽住 帮着顾白泽拉开降落伞 死死地跟着他 才不至于他身边 一个默门的人都没有 鹿亭秋会来 是意料之中的 只是没有想到来得挺慢的 过了一个晚上 鹿家主才慢慢悠悠地出现 他说早就找到他们了 只是路上经过一家海上餐厅 去吃了一对美餐 再美美地睡上了一觉 欧阳申是不敢吐槽的 可是顾白泽的脸是轻了的 大概是鹿家主 连着挑了顾白泽海上的据点 现在还没有遭受反扑 所以飘了 作为四爷的小情人 这是在闹情绪给下满威呢 那天晚上 他们两个大男人 在山洞里生火过了一夜 建立了生死之交的深厚感情 不过这只是欧阳申认为的 在顾白泽看来 这是耻辱 有见过一个大男人 自告奋勇地在面前脱衣服 非要用体温给他暖身子的吗 所以再提到这个山洞 顾白泽凉悠悠地看向了欧阳申 犀利的眼神居然没有能够穿透 欧阳申堪比城墙还要厚的脸 仍然笑得是没心没肺的 顾先生 请吧 我同您一道 顾白泽的眼瞳狠狠跳了两跳 唇线绷得很紧 脸色铁青 半赏从鼻子里打出一声冷哼 行了 那便把我给送回去吧 话落 他转身就走 欧阳申请的姿势还僵在半空呢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他看了利怀安一眼 然后后者用眼神示意他跟上去 这算什么事儿吗 明明知道夫人在左相府里望眼欲穿呢 正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四爷也舍得 这时候陆廷秋特别矫情地说 四哥 他一点都不乖 顾白泽脚下一个亮枪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忍无可忍地回头瞪过去 你们恶心不恶心 李怀安 你就是这么背着我们家易奕 在外面乱搞男男关系的 这一眼过去气势雄性 却意外地和李怀安含笑得深谋 对了个正兆 好的 别闹了 过来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一十九集 他说是什么玩意儿 他说是什么玩意儿 要是别的话还好 什么叫做别闹了 还有 他站在那儿是用什么样的心态说出过来两个字的 为什么会有一种 李怀安当着小四的面 宠小三 当小四吃醋的时候 他要转过来安慰小四的感觉呢 顾白泽被瞪得哑口无言 你 你这辈子一定会遭报应的 我遭报应之前 一定是你的下场更难看 放心 只要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异议 我就不会放弃 这就是一个大海王吧 酸府的话张口就来 别瞪了 小鬼还在走相府里等你 这还算得上是句人话 顾白泽顺着台阶下来 不过仍然心气不顺 你别以为戴了一层面具就能浪荡了 摘了面具也改不了满嘴跑泡的行为 刚才那些话我记住了 等以后你在异议面前 把面具揭开了 我会一个字都不漏地告诉他 这算是报复吧 话说得挺狠呢 表情也到位 可是李怀安听了之后 就只是轻轻笑着摇摇头 突然就有一种 一拳出去砸在空气里的感觉 没劲 等上了车 李怀安也和顾白泽坐在一辆车上 陆廷秋在前面的那辆车 顾白泽打定了主意不理人 可当李怀安递过来烟的时候 却顺手接过了 今天的李怀安 依然是一身黑色的西装 可是发丝不再像往日那样 尽数梳在脑后 他似乎是沐浴之后过来的 身上有股淡淡的清香和薄荷味 蓄厚水的味道 头发也是采洗过的 服帖的搭在他的额头上 几缕顺了下来 抵着眉骨 从侧边吹过风来 将他的发丝瞬间吹到了一边 他看了顾白泽一眼 怎么 想让我帮你点 顾白泽立刻收回视线 伸手到衣兜里一摸 忘了早在跳伞的时候 身上的手机和香烟等等的 全部都掉光了 他咽了口唾沫 硬邦邦地朝他伸出手 接着将丽桓递过来的打火机 结果点燃了香烟 再按开了自己这边的车窗 你有没有办法查宗家的暗地 以为车厢里的气氛 要一直这么僵持下去了 丽桓淡淡地说 那个宗家 宗卿 对 你不是和宗卿是望年之交吗 怎么 就只是表面上的塑料有益 我在外国的根基不深 挖不到太多宗家的信息 不只是宗家 当年盛其一时的四大孤威世家 也都查一查 若是能够找到已经隐退消失的 副家和出家 更好 哼 我干嘛要听你的 你让我查我便查 我不要面子的吗 手眼通天的栗子爷 也有软下语气拜托人的时候 他不得把架子给拿满了 不然都不能让这个大海王知道 A国究竟是谁的地盘 强龙终究还是难押地头蛇的 他能坐到左向的位置上 自然不是盖的 比起外人立还安 他的确是有一些隐秘的渠道和关系网 我怀疑异域体内的那股力道 和四大师家有关 除了鼓舞 很难坐到往人体内 植入一股不可控的力量 顾白泽的气势瞬间便散没了 刚刚自己的那股骄傲劲 简直就是个笑话 知道了 我会查 还有一事 两天前一语失控过 他醒了之后 已经对自己神志不清的时候 有模糊的记忆了 之前那几次是没有记忆 这怎么突然 话说到一半 顾白泽险些咬到自己的舌头 脖梗骤纵然僵硬 机械的侧头 他是怎么失控的 这才是重点好吧 顾白泽一把抓住立还安的衣领 指尖加着香烟 沿头距离立还安的腮线 只有不到两厘米的距离 他双眸星红 暴力外露 是不是你跑去招惹他了 是不是你 他之前的几次 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 可这一次 自己能够记起一些 也就是说 他体内的那口力量 正在慢慢地消耗 我他妈问你 是不是你动了他 立还安并非是在解释 可是不管是不是 顾白泽都没有心情听 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就离开几天而已 就那么迫不及待地去招惹他 你是不是觉得没人能治得了你了是吧 他到我身边之后一直很稳定 没有发病过 可你一去招惹他 他便失控了 你他妈的就不能离他远远的 光是用面具把你自己给遮起来有什么用 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件糟心透顶的事 李怀安眸中浓墨般的雾气越发巨龙 抱歉了 我会存在 而且会一直存在 你让我离我老婆远点 什么剧情 说实在的 李怀安 我恨不得杀了你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这个男人 萧依依少女时代 顾白泽不在身边陪着 他那会儿在A国的边疆战场上 正在筹谋着 要怎么走到A国的中心圈里 消失的那几年 没有想到被李怀安给接到了身边养着 养着倒也罢了 偏偏要给当时 还是少年的萧依依施加暧昧 后来他早恋 和叶明轩的那档子事 谁说不是受了李怀安的刺激 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顾白泽看得出来 只怕在很早的时候 萧依便喜欢上了李怀安 恐怕比叶明轩还要早 在他的印象当中 那个比他大十岁 总是喜欢穿着白色衬衫 手里拿着书本的偏偏少年 不动声色地 在他心中留下了重要的位置 他总是翻墙去找他玩 轻松的年纪情窦初开 怎么能够抵得住诱惑 可偏偏在他以为两情相悦的时候 李怀安拒绝了他 并且消失了 几年都不曾出现过 当真就那么放下了倒还好 可是他回来之后 直接将萧依依给圈禁在了墨锦园里 再后来他发狂 杀人 神志不清 记忆错乱 一系列糟心的事情 都是在李怀安彻底出手 干预他人生的时候 而那个时候 顾白泽不在 他若是在 早就将李怀安给杀了 哪能留到现在 时不时的刺激消逸也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集 你杀不了我 顾白泽手上一重 拎着他的衣巾 再往上怼了一些 拳头抵在 李怀安的下巴底下 咬牙切齿地说 你就这么自信 你也会心疼 轻飘飘的一句话 立刻抓住了 顾白泽的软肋 一时气血上涌 想都不带多想的 一拳砸在 李怀安的侧脸上 这一拳的力道并没有收 他虽然身上有伤 但是也用了全力 生生地将 李怀安的脸 打到一旁去 停车 前面开车的 一风一脚踩足刹车 从后视镜里 看见后面胶着的对峙 爷没生气 甚至好脾气地 擦掉嘴角的血 他看着指尖上的血 轻轻碾了眼 眉眼低垂 沉沉地说 若非我将意 接到墨锦园里来养 你认为他现在 还有命可活 你什么意思 当年我在回国路上 遇到了一群杀手 言语间提到了肖家 提到了肖易 是我让傅小解决了他们 调查易奕被追杀的真相 线索被人有意地切断了 至于那些杀手 没有一个火口 他们体内服了毒 不管刺杀能不能成功 到时间便会在 药小的作用下 暴体而亡 暴体而亡 倒是有一些 无良的乌衣 会做那种 阴损的毒药 你的意思是 死尸 对 是死尸 来自 埃果的死尸 我来这边的 这段时间 有调查过 很多细微的线索 都和曾经的 四大古误师家有关 古白则被噎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现在不是你和我 闹脾气的时候 我说的话你听进去 要怎么查我不干涉你 短时间内也不会去你那儿 把易奕接过来 但有一点 若是他在你堂堂 左向的羽衣下 出了差错 伤到了一根毫毛 不管是谁家 浣扬的死尸做的 还是你的仇家做的 到了那一步 我连你的景面都不会看 既然你保护不了 那这辈子 便别保护了 言下之意 若是顾白则没有足够的 能够保护萧嫣嫣的能力 那立桓安便会将人接走 并且不会再让他们见面 他胆子怎么大到这个程度 居然敢当面威胁 顾白则胸腔里震动出 两声笑声来 姓立的 这可是A国 你大概还不清楚 左向这个身份的分量 这是我的地盘 你敢在我的地盘上拿捏我 立桓安抬眸 车窗外折射进来的光线 从他鬓角后方打了过来 棱角分明的脸上 越发的深沉难测 你试试 他说得很平静 却给顾白则一种 从天灵盖被压迫的感觉 立桓安是故意的 故意在威压他 最糟糕的是 向来强势惯了 专给别人甩脸子看的顾白则 居然有那么一瞬间 被压了气场 等他再想说什么的时候 到嘴边 也只是一句苍白的冷话 试试便试试 我同意你联合调查四大世家 至于异议 我这个娘家舅舅 对你可不满意得很 把脾气给我收一收 不然 我不介意做个恶舅舅 棒打鸳鸯 说完之后 顾白则便下了车 怒气冲冲地走了 几步之后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停在了顾白则的面前 他打开车门 坐进后座 车子扬长而去 一风透过车窗 看着那串嚣张的车牌号 还有开车的人 如果刚才没有看错的话 驾驶座里坐着的 应该是明号 这么说 从一入境开始 顾白则的人就已经在周围了 要不然明号 怎么可能会出现得这么快 可顾白则什么都没有说 他上了四爷的车 这是在 给四爷的面子吗 一风手脚发麻 他叛侧回眸 视线堪堪地 瞥见后座的男人 四爷 要救温苗来吗 不用 丽桓舌尖抵了一下口腔内壁 别说 打得还挺疼的 不过这点疼 还不足以留下痕迹 毕竟顾白则现在身体比较虚弱 那一拳他瘦了 也能瘦得住 有苏晨的消息了吗 还没有 那么多的降落伞 唯独苏晨就出了问题 四爷放心 我已经命人时刻盯着苏晨的信息网 只要他在有信号的地方 就能够联系到我们 最坏的打算就是死 从高空坠落下来 就算不死 那也得去掉半条命 刚才几个主子说话的时候 一风已经问过了欧阳申 在当时那样的混乱情况之下 后面还有追兵 欧阳申全副心思都在如何保护顾白则的事情上 他对苏晨有信心 就算被怪兽给吞了 那家伙也能够破开怪兽的肚子 完好无损地走出来 只是跳伞失误 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糟就糟糕仔 连欧阳申都不知道 苏晨究竟是在降落到距离地面多少的距离的时候 降落散出的事故 现在生死未博 加强人马 就是那海搜寻 不要放过任何一点线索 是 洪雨时间 左相府内 结束那通电话之后 萧毅气得把手机给塞到沙发空隙里去了 心里又急又慌 被无端的恐惧给笼罩着 无措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终于还是没能忍住 又将手机给找了出来 屏幕上还停留在那串陌生的号码上 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是栗四身边的人的手机 就算他再打一通电话过去 结果也是被搪塞而已 想一想还是算了吧 那个男人是故意吊着他 让他着急的 他才不去求他呢 至少 要在左相府没有能力的时候再说吧 别的他不知道 但这几天 明昊早出晚归 整个左相府里虽然一切照旧 陈叔等人不知道左相失踪的事情 所有人天下太平 可是左相后院里面养着的那些谋士 气氛紧张 急日来出入平反 在想方设法地瞒住所有人的视线 联系能够救援左相的办法 他也装作天下太平 由两日到极限了 想到此 萧依依急慌慌地下楼去 陈叔正领着下面的人 在餐厅里面摆晚餐 见到他下来 立刻迎了上去 陈叔 明昊在哪 我要见他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清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桓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一集 明昊有事出去了 想见到他有什么事吗 我要找他 我必须要现在见到他 陈叔见萧依依脸上 少有的凝重之色 他立刻拿出手机 小姐放心 我现在就联系明昊 让他回来 那他有没有说去做什么 没有 明昊的行踪 向来是不和我们说的 只有主子知道 眼看陈叔这通电话 就拨出去了 萧依依摆了摆手 算了 我等他回来吧 他总觉得心里不安定 不知道那感觉是从什么地方衍生出来的 又慌又乱 带了一丝忐忑 陈叔将他领到餐桌上 将精美的晚餐摆在他面前 闻着食物的香气 竟然也没有能将这个吃货给拉回来 他撑着腮帮子 筷子在碗里的米饭上扒了 一口也没有吃进去 陈叔正在想办法劝他 虽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可是这几天小姐的胃口都不太好 他以为是府里的厨子手艺不对小姐的胃口 特地去星级酒店聘请了两位回来 可是不管怎么变着法的做吃食 都没有一道能够入小姐的眼 难道主子离开之后 小姐就这样茶不思饭不想的吗 完全就像是被留在家里 等着家长回来的小屁孩 这时候 窗外掠过一道白光 光影掠过萧依依的脸 那抹亮色在他眼底一晃而过 瞬间熄灭 他懒洋洋地抬起头 隔着餐厅的窗户往外面看 一辆黑色的车子放缓速度 停在别墅前的空地上 陈叔微微躬身 低声说道 应该是明浩回来了 我这就去叫他进来见你 小屁一点点头 陈叔忍了又忍 还是没有忍住多了一句嘴 小姐 心里再藏着事 也还是要吃东西的 您先吃两口 再要紧的是 等吃饱了再说 好不好 没胃口 熬点粥吧 陈叔立刻转头去厨房 厨房里吩咐 明浩算什么 哪里有小姐的身体重要呢 他打算先去厨房里吩咐一声 再去叫明浩 可是人才走到门口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我就走了几天 你这是打算把自己给饿瘦了给我看 陈叔顿住脚步 这声音是 小依依背脊一僵 蹭地抬头 当看见餐厅外面走进来的那道风华季月的身影 眼眶瞬间红了 推开椅子跑了过去 顾白泽急走几步 张开双手接住他 小家伙挂在他身上 双脚也架在他两侧的盆骨上 顾白泽没有想到他会声扑 愣声往后退了两步 一只手掌撑在他后背 腾出另外一只手 把住他的腿才看看地稳住 幼稚点 你舅舅身上有伤 小依立刻捧着他的脸 死得了吗 难道不是该关心他的伤严不严重吗 这可倒好 重点居然是他能不能死 顾白泽咬牙切齿地打了他一巴掌 可又实在是起不起来 他笑了笑 小混蛋 你这是巴不得我死在外面 没有 谁说的 这是造谣 他嘀嘀的声音从红楼里发出来 抬手在他后背上轻轻拍了拍 人抱不住了 快下来 哦 往他身上这一挂 萧依依已经掂量出了他的力气 的确是有些虚弱 但是还没有到虚弱的程度 估计是累的 他听话地从他身上下来 顾白泽的手一直扶着他 直到他站稳了才收回来 转而掐了一下他的脸 不是说这几天你茶不思饭不想的 怎么我觉得你反而还胖了一圈呢 萧依依二话不说 一脚踹在他腿肚子上 你干嘛 非得踹上一脚 让我伤伤加伤啊 小舅舅 女人的身材是命门 听不得别人说他胖 这就是给你一点教训 以后你出去撩小姐姐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注意言辞 他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和他说起道理来了 行 等他身体恢复之后 再好好地收拾他 这会儿招惹不起 萧依依教训完之后 眉开眼笑地坐了下来 谁说我饿了好吃的呢 马上马上 已经让出师再熬粥了 小姐 你先吃点别的垫点肚子 大晚上的吃什么粥啊 我不 我要吃意面和牛排 他似乎忘了 之前是谁说的没有胃口 让熬点粥 这会儿一转头就忘了 还特别理所当然地指了一下 刚做下来的顾白泽 把粥给小舅舅 他虚了 我真该在外面住一晚上 痒痒再回来 就这一会儿的时间 就被你给气得不轻 萧依依嘻嘻地笑 他才没有一丁点的自觉呢 笑容是发自内心的 一点都不牵强 小舅舅回来了 他心里的一块巨石也落下来了 一连几天都没有休息好 今晚他饱饱地睡了一觉 却不知道大半夜的 某人又一次翻窗 爬小老婆的闺房 坐在床沿 看他睡得香甜 没有忍心叫的 脱了外套 偷偷钻到被子里 一直搂着他的真实感 填满了心腔 丽环安才觉得 这颗心全都安定下来了 谁说就他一个人 担惊受怕了好几天的 他连着那几天都没有休息好 明明都已经躺在床上了 高强压的工作之下 身体接近于负荷的状态 本该一倒下就睡 可奇怪的是 半点睡意都没有 一时热闹 将车开到了左相府的后门 看着他的房间里的暖灯 似乎是在留给他的 似乎是一种暧昧的邀请 他来了 抱着自己的老婆 终于找回了睡意 满足地睡去 这一晚 岁月静好 第二天 窗爱的暖羊流泄进来 覆盖在萧依依的眼瞼上 一睁眼 附在眼皮上的光线 刺激的他双眸咪了起来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二集 慵懒得好像一只小猫 笑意翻了个身 把脸埋进被子里 打算继续睡 忽然闻到被子上有股薄荷的清香 很像是 男人噓吼水的味道 他蹭得打开了眼睛 眼里混沌全无 警惕地往旁边看 一眼 打空了 什么都没有 小意坐起来 不太确定地伸手 碰了碰旁边的枕头 是凉的 枕头上的褶皱 似乎都和昨天晚上 他睡下之前是一样的 他又将被子给拎起来 放在鼻尖下闻了闻 滴滴确确是薄荷的味道 很淡 有点熟悉 佣人在敲门 小姐 左相让我来问您 准备起了吗 今天要去宗家 宗家 哦 对 要再去一趟宗家 让宗老先生给他把把脉 重新配置药育的药材 小意简单地洗漱过 换了一身休闲点的衣服 先去餐厅 顾白泽已经在了 面前什么都没有摆 看见他下来 先给陈叔一个眼神 陈叔立即去厨房里面 将早餐端了出来 稀奇啊 还以为你要赖半个小时 谁说的 造谣造谣 我是早睡早起的乖宝宝 下人拉开了餐椅 他顺势坐了下去 陈叔 家里什么时候 开始用薄荷的熏香了 啊 薄荷 还熏香 用薄荷来做熏香 不觉得呛鼻子吗 陈叔摇了摇头 没有啊 给小姐您用的 一直都是花香 怎么会有薄荷香 我从被子上 闻到了一股薄荷的香味 不是你们熏的吗 奇怪了 萧毅自顾自的范迪顾 一点都没有注意到 手卫上坐着的顾白泽 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他知道那是谁留下的 昨天在轿车里 闻到立淮安身上有 他也知道是哪一款的虚后水 有时候他觉得 立淮安这个人 真的是挺贱的 又要把自己给遮起来 又要故弄玄虚 又时不时地暴露一点信息 让自己老婆去怀疑 猫痘老鼠 都不至于玩得 这么贱嗖嗖的 就他现在用的那款虚后水 和以前在江城的时候 用得差不多 却又有细微的差别 是吗 或者是下人换薰香了 你不知道 不可能啊 要是换了 会第一时间报告 话说到一半 被顾白泽一脚踹了回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顾白泽也没看他 滴滴的清可力声 装模作样的开始吃早餐 而萧毅呢 还在那纠结熏香的事 那一脸的愁容 估计是主子不想看到的 陈叔立刻改口 啊 对 换了 习换的 小姐这几天睡眠不太好 我让他们在香薰里 加了点不合精油 要是您觉得不喜欢的话 这就给您换一张被子 不用了 麻烦 我觉得熏香也挺好闻的 这个在萧毅毅的眼里 也算是一件小事 他只是觉得那味道 来得有点突然 有点奇怪 晚上睡下的时候 闻没有闻见来着 算了 我想了 他不知道的是 天黑之前 陈叔将左相府里所有的被子 都换成了薄荷熏香的 当晚府里喷嚏声不断 守卫住的那一片 直接骂了起来 闹着要换被子 这些 萧毅都不知道 如果他不是顾白泽的外甥女 如果不是他这张 美得惊心动魄 容易给人造成幻觉的脸 早就不知道 被人给暗骂多少次了 吃完早餐之后 顾白泽带着萧毅去了宗家 宗亲早已等在门口 看见轿车开过来 他往下走了几级台阶 车门打开的时候 宗亲双手迎了出去 左相你提前说一声就好 我直接来你左相府 你这样 可真是搞得太见外了 顾白泽位高权重 地位比宗亲高了不止一个阶级 他亲自来 算是屈尊将贵了 但是作为晚辈 再加上有事要麻烦人家 理应走上这一趟 所以没真的受宗老这一服 而是双手伸出去 拖住宗老的一双手臂 宗老客气了 我是看我小外甥女儿 在家里闷得久了 带她出来走一走 吸点新鲜空气 再说了 怎好麻烦宗老亲自来啊 嘿嘿 不麻烦不麻烦 左相您什么时候来 都不是麻烦 宗老将他们往里面迎 微微侧身 中间隔着一个顾白泽 她对萧义露出慈爱的长者笑容 我让下人准备了许多点心 就是不知道 喝不喝萧小姐的口味 要是有什么想吃的 尽管和我说就是 好的 至于多的 他没有说 和宗老先生熟的是小舅舅 不是他 他就只是一个包袱而已 哪里有包袱老是抢主场的话的 他知道宗老对他那么客气 都是看在小舅舅的面子上 很快 到了正厅 半盏茶的功夫 宗老主动地让萧义义坐到旁边来 中间隔了一张小矮机 给他把卖 萧义义刚准备要把手放在卖纸上 外面便传来脚步声 男人如清风朗月的嗓音传了过来 纵道这有客人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这个声音 萧义义心里突然一跳 将手收了回去 摸着腕口 突然觉得心里面一阵发烫 他怎么来了 他慌张地把视线撇开 下意识地去看顾白泽 正巧 让他看见了顾白泽手中 险些打翻的茶杯 他是用看的 顾白泽是用听的 光是听见这把声音 他都没有兴趣看那个人的脸 再说了 有脸吗 被银色面具给遮了一半 故作神秘 导人胃口 他撵着茶杯 抬眸 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唇 不好意思 我们逼你先到 不如你去别处转转 等一会儿 主人还没开口 他倒是下几竹客令来了 丽桓安听出来了 就当没听到 堂儿皇之地坐在顾白泽 对立面的位置 很快管家给丽桓安上了茶 丽业 还是西湖龙井吗 有劳的 不到两分钟 下人端着一壶茶过来 管家亲自取了一个茶杯 往里面侦查 熟悉的程度 像是做过了不少次 看来丽桓安是没少往这窜呢 古白泽手里的那杯是雀蛇 宗老喝的也是雀蛇 偏偏利桓安一个人要搞例外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业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523集 作为一个客人 连客人的自觉都没有 不随主人 倒是让主人来随他 这可真是好大的架子啊 也能看得出来 某人确实是没少来宗家 不是自己都觉得来得不是时候吗 你还留着不走 丽桓安抬眸 唇角撵着一丝轻笑 你对我还有气 旧茶梅明着问 昨晚我惹你生气了 现在还没有消气吗 他要是真的那么说出口 顾白泽觉得 用手里的茶杯砸碎了 插他的喉咙 宗老左右看了看 看了一眼消逸那强行遮掩的慌张 怎么 几位认识 不认识 这还叫不认识 丽爷 我现在的确有点事 要是你不忙的话 可否等等我 听听 主人家都出来打圆场了 帮着下诸科令了 可是某人呢 就像是完全不理解的意思似的 非得不要脸的接话 意义我也认识 过往和左相有点交情 不算是秘密 宗老只管做自己想做的便是 他怎么就那么会装腔做事呢 左相有意见吗 他有 打了去了 可是这儿不是左相府 而且 某人眼巴巴的赶过来 可不就是想第一时间了解自己老婆的身体状况吗 这要是把他往外赶了 似乎也不太地道 强忍着想把茶杯往某人脸上摔的冲动 顾白则笑了笑 他说的没错 异议的病情让他听到也没什么 宗老 开始吧 那既然二位都没什么意见 我这就给萧小姐搭卖了 还请二位稍等片刻 宗卿左右劝住了 然后对萧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示意他将手放在脉枕上 萧义义照做了 可就在手腕要放下的时候 他突然间蹭地站起来 不行 我不把了 抱歉啊宗老 我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宗卿不明所以 看向了顾白则 左相 您看这 顾白则立刻放下茶杯走了过来 伸手揽住萧义义的肩膀 小丫头 闹什么呢 你以为宗老是什么普通的医生吗 想找就找啊 听话点 坐下 他手上用了一把力 可萧义义就是不动 也不做 无奈 他嘀嘀叹了一声 乖点 配合一下 待会儿舅舅给你买糖 我不要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是 萧义义看了看立环 我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 我不想让一个外人在这看着 还有 小舅舅你忘了吗 怀孕了 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对呀 他怎么忘了这一茬了 幸好宗卿还没有给他把脉 上一次没把出他怀孕的事 肯定是因为当时孩子月份小 再有 他体内的那股力量浮动不止 的确是容易混淆 甚至盖过有孕的特征 现在孩子都有三个月了 这么一把 不就把出来了吗 顾白泽对立环案的不满 那是老多了 就没有让他顺眼的事 再加上这个男人 自从来到A国之后 数次挑衅他 还强塞恩情给他 早就已经招惹的顾白泽 相当的不爽快了 他脑子里念头一起 起码短时间之内 不能够让他知道 他有身孕的事情 要不然 尾巴还不得翘上天去 别怕 你想说什么就说 你是不是不想让外人在这儿啊 外人两个字 他咬得格外重 生怕某人听不懂似的 萧依依又瞥了立环案一眼 突然间有些烦躁 怎么就有这么没有眼力见的人呢 还戳在那儿不走 喂 你 立环案拔着茶杯 指负在杯言轻缓地摩缩着 没抬头 没应声 就当萧依依叫得不是他 这个行为 成功地把小东西给惹火了 说你呢 立四 你能不能出去 骨骼雅致的手指微微一顿 他收回手 抬头第一眼 却是冲着顾白泽去的 然后眼神直接掠过了萧依依 看向了宗卿 宗老 我去您后院里转转 好好 你先去后院等等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左相来的时候已经算晚的了 宗卿一开始就邀请人家 留下来一块吃晚饭 没想到立环案也来了 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认识的 只是顾白泽 对立环案的敌意 连他这个旁观者都感受到了 这个点 难不成临近晚饭 把立环案往外赶吗 那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啊 这下他突然有一种 两头都为难的感觉 他得罪不去左相 可是也不想伤了立环案的心 想着 待会儿再劝一劝 看能不能缓和一下关系 能够将两方都安抚好 一块儿安安生生地 吃一顿晚饭最好 至少要打 也要让他们出去打 宗卿忧心忡忡地 把手搭在萧依依的脉上 暂且将心思收了收 凝神秉息 专注认真 很快 搭在萧依依脉上的两根手指 顿了顿 这脉象 萧依依瞬间抬头 顾白泽在一旁紧声问 做了 如何 我上一次给依依把脉的时候 便有怀疑 不过当时的脉象很乱 谈得不太明显 现在吗 他的眼神在萧依依肚子上扫了一眼 目光柔和地落在萧依依的脸上 快三个月了吧 萧依依依一直提着的心落了一半 他没有提前说 就是想要看看 宗老先生的中医大家的名号 到底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并不是他质疑宗老先生的医术 而是宗老毕竟是古武世家中的人 碳脉容易往经络脉向上靠 并非像李一青那样的医手 只是将他当作是普通的病人 当初让李医生诊脉的时候 李医生不也是没有探出他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 而只是探出他有孕的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四集 是 快三个月了 都怪我 上次没有老师都和您说 自己又不懂药理 所以才会闹了笑话 这不能算是你的错 既然怀孕了 那便不能用葬红花了 我会重新给你调配一副比较温和的药材 另外 之前给你指定的针灸 强效比较大 你体内的力量潜伏了太久 需要用法子给逼出来 但现在针灸也得重新指定 疗传会增多 效果也会比较慢 能接受吗 自然 老先生 有没有比较中和的法子 既能够快速地逼出那股力量 还能不伤到孩子 笑意还没说话 被一旁的顾白泽抢先了去 他不太理解 看他一眼 不过憋着什么也没问 也不知道顾白泽正是出于他的角度 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上一次发病 他醒来之后 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 总觉得这不是好征兆 有倒是有的 不过容易伤身 我还是建议循序渐进地来 太贸然了 伤到了萧小姐的根本 再想顾元 可就棘手了 那便用慢的法子来 这时候 外面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 伴随而来的是熟悉的脚步手 顾白泽话都到嘴边了 听到这个声音当即就炸了 也不管宗青在旁边扭头变吼 你知道个屁 我家的事让你插嘴了吗 宗青脸色刷得白了 他虽然看不清李怀安的表情 可是那个男人生起气来 也不是好惹的 这算是摊上一个什么事啊 把两位大爷往家里赢了 还正好撞上 要说他们两个没有仇怨 谁信呢 他赶紧打圆场 李爷 是管家伺候的不好吗 没有 我东西拉了 李怀安走到之前坐过的位置上 淡定自若地将故意遗落的手机 给拿了起来 伯纯轻轻地抿着 看不出情绪 声线依旧平稳 没事 你们继续 他转身就走 谁也没搭理 萧毅站着的角度 正好被顾白泽给挡住了 他还有意地将它往身后藏 那紧张的程度 就像是怕被狼给叼走了似的 可他还是没有忍住 悄悄地探出一个小脑袋 往门口看了看 视线刚停留在 那男人都刚到门口的背影 他突然间停了下来 半侧回身 屈黑的深眸 笔直地朝这边看 正好将他逮个正着 萧毅刺溜一下 躲回顾白泽的身后 他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要藏 不知道为什么 连理直气壮都不行 被那个男人的黑眸 给盯了一眼 差点灰飞魄散 对了顾白泽 丽环直接点名道姓 拿着手机的那只手 指着顾白泽 你要是敢伤他身体 我跟你没法 说完人便走了 连怼回去的时机都给错过了 顾白泽硬生生地 赌回了好多骂人的话 丽环是什么时候折回来的 听了多久 听到了什么 有没有听见萧毅怀孕的事 那态度 那态度就连顾白泽都是模棱两可的 真是捉摸不透啊 他再看看萧毅 小丫头傻乎乎地懵懂神情 他一点都不怀疑 要是顾白泽亲自来问 他绝对什么都兜不住 直接就承认了 那他还个应个什么呀 顾白泽悠悠地叹了一声 语中心长地说 丫头 外面大灰狼多 你生性纯良 要懂得分辨好人和坏人 别什么都和外人说 知道吗 笑意懵懵懂懂地看着他 什么意思 顾白泽揉了揉他的发顶 算了 你继续傻着吧 哦 好的 几句话之后 顾白泽的情绪总算缓和下来 恢复了足够的理智 向宗卿要求用温和的法子 治疗慢些也没关系 别伤到他就行 至于他发病后隐约记得当时的事 暂且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走一步看一步吧 那我先再便开方子 让管家去抓一副给您 让您府里的管家找着用量即可 有劳了 宗卿没有四平八稳地坐在那受理 他站起身来 不动声色间给化解掉 对了 我孙女在后院建了个麻长 我看这新鲜 给她弄了几匹豪马 她年纪和萧小姐相仿 这个时间距离晚饭还有一个多小时 不如左下带着小外甥女过去玩玩 我去盯着把药抓完 便来凑个热闹 好 就多叨扰一会儿 我的小外甥女天性爱闹 说不定能够和令千金玩到一块呢 宗卿亲自开口留人 顾白泽怎么都得给个面子 随后有下人过来 领着他们坐上了游览车 朝后院开去 小艺单手托着塞 看着倒退的景色 一颗颗树木在眼里 就如同道真一般的交替划过 没有留下半个影在她的眼中 心里藏着事儿呢 情绪也就奄奄的 突然回过神来 将顾白泽给盯住 眼神太过灼人了 就算是想要忽视都很难 突然这么盯着我做什么 你和丽丝认识 有点交情 怎么了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在丽丝面前 气场有点被吃掉了 好像被人给拿捏了 瞎说 这么损男人面子的事儿 他能承认吗 你哪只眼睛看见 我被他的气场给压了 明明是他被我给吓唬走了 好不好 小艺多余的话都懒得说了 直接从尺缝里 飙出一声呵呵 直接就把他给惹炸毛了 不过就算炸毛了 他能做什么呢 不敢惹 骂了又舍不得 只好把这口气给吞了下去 吹胡子瞪眼的哼了哼 你给我好好看着 我跟他究竟谁更厉害 还有你 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 我白疼你了 小艺哀叹了一声 他是不是话有点多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燕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525集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马场就快要到了 隔远了 就听见明院公子们的笑声 萧义义没有往那个方向看 撑着下巴 小舅舅 我不太想去陪那群二代玩 那你陪我玩 顾白泽没好气地赤了一声 没教他人情世故 这些东西对于萧义义来说 都是狗屁 只要他不给他惹事就行了 他本来就打算好了 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 盯着 免得他犯起混蛋来 去折磨人家宗老先生的孙女 哪知道 这句赌气的话 又招来了萧义义的嘲讽 小舅舅你好幼稚啊 得 他就不该说话 就你家四爷不幼稚 你家四爷成熟 成了吧 很快 观光车停了下来 沐远处的欢闹声 听得更加清楚了 有几个明院发现了他们 当看清楚 顾白泽那张脸之后 激动地压着尖叫 赶紧拉扯旁边人的衣袖 快看快看 那个男人是不是左相 是不是啊 真的假的呀 左相最不喜欢露面了 连采访都没有一个 网上都搜不到他的照片 你确定他就是 我确定啊 去年宫廷恋会的时候 我陪爷爷去参加 远远地看了左相一眼 那长相那身材 天人之姿啊 再没有见过 比他还好看的男人了 一眼万年 我怎么可能会认错 快说说你的口水 知道你是左相的粉丝 可是也别这么花痴呀 明院才不管呢 扭头去问宗欣怡 哎 欣怡 左相怎么会来你家的 他早就看到顾白泽了 故意没有搭理 那是爷爷的客人 又不是他的客人 还跑到他的马场上来 真是暗眼 明院居然还敢到他面前来问 宗欣怡当即冷下脸 我怎么知道 他可是左相 全是滔天 我小小的宗家 他想来就来 至于来做什么 关我什么事啊 宗欣怡话里的火药味 只要是长了耳朵的 都能够听出来 有眼力见的 到这会儿就住了口 可那位明院对左相 着实痴迷得很 还在不依不饶 哎呀 那你去问问你的爷爷呀 问什么问 宗欣怡手里的鞭子 扬了一下 打在明院的脚下 我是什么身份 我敢去打听左相的事 再说了 你没有看见 他旁边的那个女人吗 左相自从上位以来 一直神秘兮兮的 谁知道他私底下 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在这儿春心萌动的 人家带着小情人 你浓我浓 有你什么事啊 插得进去吗你 明月先是被吓住了 又被劈头盖脸的 骂了一通 眼眶都红了 我就只是问你一句 我愿意就不愿意吗 怎么你 身旁的朋友 立刻扶住他 就是啊 左相从来不结交谁的 出现在你宗家 好奇一下又怎么了 你不愿说就不说 吓唬人做什么 来的这些 里面只有少数的几位 和宗新怡是真正的好朋友 其余的 都是经常出席 明院宴会 能够看到的熟练 他们的身份 可比宗新怡这个 江湖蟒夫家族出身的 要高贵得多 如果不是现在四大古五十家 没落的就只剩下宗家了 如果不是他从小就和右相有婚约 抬高了宗家的地位 才不会来结交宗新怡 这么一个刁蛮千金呢 平时还好 有家人的金主 还能够做一做表面姐妹的功夫 毕竟得到宗家的助力 那可是求之不得的 可是宗新怡胆敢在他们面前摆架子 那可就不行了 宗新怡也清楚 可是他才不想拉下脸呢 这群明院出身高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为了要拉拢宗家来讨好他们 至于什么左相 A国的丞相永远只有一位 那就是司马涵 顾白泽一个没有什么身份背景的人 居然敢和司马涵平起平坐 平什么呀 也不知道爷爷究竟是怎么想的 结交谁不好 偏偏要结交顾白泽 这时候顾白泽已经带着萧义走了过来 有意将小丫头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带 不让他惹事 可是萧义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突然一个剑步窜了出去 等他伸手想抓的时候 人早就跑得没眼了 萧义一把抓住一个小美人 恰好是爱慕顾白泽的那位 刚才距离有些远 有些话他可是听得清楚得很 至于这一位一心拥护小舅舅的明远 对人家的印象可好得很呢 萧姐姐 你怎么哭了 谁招了你了 明远眼睛红了红 只是压着没有掉眼泪 她并不喜欢被萧义义抓着手 尤其是亲眼看见顾白泽 对萧义义搂腰的时候 又是忍不住要问 请问你和左相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小舅舅啊 萧义义一点都没有隐瞒 直接自报身份 话音一落 好一些敌视她的眼神全部都没了 几个明远去了过来 将她簇拥在中间 原来你就是左相接回来的小外甥女啊 还有人年纪很小呢 没想到你和我们是一般大的 九皇子那次飞的订婚典礼上 萧义一去了 可是那天 没有见到几个年龄相当的明远 皇家的订婚宴规格很高 能去的明远屈指可数 但就算能去 也不愿意去 谁都知道九皇子地位尊贵 可是好色也是真的 他们可不想被九皇子看中 纳入后宫 和一窝的妃子们宫洞 所以呢 在场的都没有见过萧义 还以为她只是个小孩呢 毕竟顾白泽年纪这么轻 怎么看也不像是 有这么大的外甥女的人 可是为什么左相看起来 比你大不了几岁呢 因为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小舅舅只有几岁啊 萧义歪着头 一脸的天真无邪 这张脸生得很美 也惯会骗人的 当故意扮作清纯的小白花的时候 像是一个未经人士的天真少女 很容易拉起别人的好感 再加上她是顾白泽 唯一的外甥女 传言说 她在左相面前很受宠 要是和她拉近关系 那等于是有了 和左相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清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六集 一会儿时间 笑意变成了众星捧月的中心 全部都拉着她说话 可明月们的眼睛 却时不时地朝着顾白泽身上看 恨不得把眼珠子都贴在她身上 尤其是被笑意拉住手的小美人 知道她的身份之后 连手都不肯放了 旁边的人都在你一言 我一语地恭维 只有小美人轻轻地问起 小外甥女 之前皇宫里有消息传出来 左相要娶五公主 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五公主 她是什么时候和左相搭上的 啊 小舅舅没有和我说啊 但是如果我要有小婶婶了 那我肯定会知道的呀 那也就是说 明月们互相对望了一眼 倒吸一口冷气 而后便是涌上来的狂喜 那也就是说 左相和五公主的婚事 还没有定下来 不是没有推翻的可能性 如今左相还是左相 还没有挂好驸马的身份 这么一来 小义立刻就成了人群之中的香伯伯 全部都拉着她 恨不得原地认个闺蜜 然后再靠着这层关系 平步青云 成为左相夫人 谁都没有注意到 距离她们不远的顾白泽 脸都黑了 那个小兔崽子 为了要笼络人心 扮猪吃老虎 一点都不珍惜 把她给推出去当工具人 小丫头 给我过来 一招手 再搭配那低音炮的嗓音 再配上那张俊脸 挺拔的身材 哪一处都很吸引人 她是冲着萧毅一招手的 可是却把明月们的魂都给丢走了 来 我带你去选马匹 小舅舅是要叫我骑马吗 顾白泽心想 你还用骄 要不是因为你 不是神童 那绝对怀疑她从生下来 就是待在马背上的人 纵马驰骋的样子 她又不是没见过 她脸上的表情倒是挺好玩的 顾白泽没有拆穿她 万年的扑克脸 带上了罕见的微微笑意 对 舅舅教你 快过来 哇 这声音好好听 好酥啊 骨头都要酥掉了 眼看萧毅毅要走 小美人立刻把她往回拽了一把 等把人给拉扯回来之后 才匆忙的说 呃 那个 我也会一点 要不 我教你啊 萧毅毅猴如惊着呢 怎么会不明白小美人是想扣下她 通过她 找到机会和左相相处 在场簇拥着她的名媛们 都是一样的想法 她被无数双亮晶晶的 充满稀奇的眼神给看着 萧毅毅顿时心花怒放 小猪蹄子在小美人的下巴上 开了一把油 好啊 那就麻烦小姐姐了 小舅舅 你自己玩去吧 我要和小姐姐们一块玩 顾白泽身边站了两个马场的工作人员 正在和人打听哪一匹马是最温顺的 这会被萧毅给拒绝了 她也就将工作人员给支走 迈开长腿朝着这边走过来 明媛们各个眼貌金星 插插地盯着她 恨不得往她怀里面扑 可是左相的气场太强大了 又生得那样的俊美 哪怕是靠近她一点 就像是在亵渎她似的 于是很自觉地让开了路 便没有人敢挡着众人 往她的怀里面扑 那你好好玩 我去抽根烟 顺便去药房找宗老先生 哦 顾白泽抬手捏了捏她的脸 乖一点 别淘气 小心小姐姐们嫌弃你 笑意耸了耸小鼻子 哼 我这么可爱 小姐姐才舍不得呢 旁边的明媛们连忙复合 对啊对啊 我们很喜欢依依呢 第一眼就喜欢 总相放心吧 一定会把您的小外甥女 给照顾好的 对对 顾白泽只是笑 并非是之前远远看见她 出现在重要场合上 那种官方的笑容 眉眼间柔和 含着疼痛 笑意是从黑魔深处 弥散出来的 让人一眼便沉沦 那么麻烦各位了 有机会来我府上玩 顾某一定好好招待 去左相府玩 谁都知道左相府 比皇宫都要难进 住在里面的人 神圣且不可侵犯 网上有一个 最想嫁的排行榜 顾白泽压过了 一众皇子和二代们 包括娱乐圈的明星 近几年一直居高榜首 全国上下不知道 有多少人是他的迷妹 左相从来不会在府里 宴请任何人 所以他这一生客套 分量相当的重 顾白泽走了之后 明院们对笑意更殷勤了 恨不得对他掏心窝子呢 这把笑意给乐得颠颠的 被美人怀抱的滋味可真好 总算是有那么 一丢丢理解 九皇子为什么会不停地 往自己后宫里面加人了 每天被家里三千环绕的感觉 快活似神仙呢 他可忙了 一会儿拉了这个小姐姐的手 一会儿摸一摸那个小姐姐的脸 谈笑间 一众人到了马厩 正好 忠心一夜在这儿 身旁跟着几个对左相并不感冒的闺蜜 一见笑意过来 立刻有人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哼 口罩人士的东西 说话那人并没有刻意地将声音给压低 笑意等人距离很近 自然是听到了那句讽刺 立马便有拥护者站了出来 方家千金 你这是在骂谁呢 敢不敢点名道姓 我 方小姐有点畜 突然被好多双眼睛给仇视地盯着 到底是年轻气盛 张嘴边怼了回去 我点名道姓又怎么了 你试试 想好了再说话 看看你方家 有没有得罪左相府的资格 方小姐立马便不说话了 不敢说话 忠心一眉头皱在一起 她故意背着身 不去看那些人 可并不代表她听不到 她拿着马鞭的手一抬起 横在方小姐的面前 侧身 朝着萧依依指示而来 不过就是左相的外甥女而已 又不是亲生女儿 充其量也只是一个 暂时寄养在左相府里的东西 等以后左相府有了女主人 有了真正的清金大小姐 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该掂量的人是谁 可别现在被人给捧得飘飘然 没多久 就要摔得粉碎 宗欣仪 你说话太过分了 就是啊 要不是看在你是宗老先生的亲孙女 就你的身份 还不配和我们结交 谁稀罕了 宗欣仪用眼神 一一点过说话的那两位 觉得我不配 你们大可以不等我宗家的门 谁请你们来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七集 萧依依来之前 他们还勉强能够维持 表面上的姐妹关系 可是萧依依一出现 浑身自带的精光 又是左向的心头宝 立马成为所有人的宠儿 可是他们忽略了 宗欣仪 才是被捧得飘飘然的那个人 她被众星捧月惯了 怎么能够忍受得了 被突然间出现的女人 抢了风头呢 刚刚带着自己 真正娇好的几个闺蜜离开 远离萧依等人 已经是她作为主人家 最大的让步了 这会儿三言两语的 矛盾激发 她便被惹毛了 她走到萧依依面前 盛气凌人地看着她 左向的外甥女是吗 是 你叫什么 萧依依 姓萧啊 可是你却打着左向的旗号 在外面招摇撞骗 不觉得羞耻吗 我打我舅舅的旗号 怎么就羞耻了 宗小姐你 不也是全看在 宗老爷子的面子上吗 哼 好一张李牙利齿的嘴啊 一看你就是不懂得 人际交际的 你舅舅难道没有教过你 在别人的家里 要恪守恪人的礼节吗 敢问宗小姐 我如何不受礼节了 宗姓已被噎得 脸都涨红了 咬着腮帮子忍下怒气 我懒得说 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马场的这些马 你都别碰 哦 是宗老先生请我来玩的 可是宗小姐却不让我碰 如果我今天非要碰呢 哼 那我自然有 让你不能碰的法子 想骑马 先通过我的考验再说 原本萧姓 对骑马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她本来是撩小姐姐的 可是宗姓仪 实在太过嚣张了 觉得这是宗家 她便有用鼻孔 看人的资格 言语之间 更是盛气凌人 且不说萧姓 是不是真的 做了什么 惹她生气的事 但就是这个态度 就很让人不爽 论嚣张跋扈 谁能够比得过她呢 宗小姐说说看 你要给我什么考验啊 宗姓仪轻蔑地扫了她一眼 那眼神很不简单 是从头扫到尾 再从萧姓的斜尖 往上收眼 傲娇地哼了一声 哼 射击 敢吗 还没等萧姓回答 宗姓仪拍了拍手 很快 便有下人在马场上 放了两个靶子 宗姓仪扔了一把枪给她 萧姓一往身后的马就看了一眼 心想 这人是不是疯了 在这儿玩射击 就不怕把马都给惊了 发生踩踏事故吗 放心 装了萧姓 惊不着 宗姓仪觉得自己的眼睛很毒 能够看出别人内心的想法 她是故意把枪给扔过去的 从萧姓接枪的手法来看 显然不是个属手 像她这种千金大小姐用过枪吗 知道怎么玩吗 算环数 谁射中的环最高谁就剩 如何 可以 对了 我们玩大一点吧 宗姓仪背着身 手枪在她手指间灵活地转动着 如果你赢了 我马场里的马随你挑 就算是你想要带走也可以 但如果你输了 犀利的眼神直视着萧姓姓 你和左相来找我爷爷 是来看病求药的吧 或者别的原因 但不管是哪种 如果你输了 我爷爷不会帮你们做任何事 自己要点脸 别再拦我宗家 行吗 宗姓仪 你也太过分了 意义她才多大呀 还有 你了解过她会不用枪吗 就私自定下了鄙视的类型 拿自己擅长地去欺负别人 就这点气多 还有 左相和宗老先生之间有什么交易 或者交情 那都是他们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在这做决定 你要是公平点 就拿出主人的气度 让客人来定规矩 萧姓还没说话 就有不少人帮枪 最护着她的 首当其冲 是那个爱慕顾白泽的小美人 人家刚刚才哭过 这会儿脸还红扑扑的 声音软软糯糯 凶起人来也是那么的好听 她哪里舍得 小美人莫名其妙地爱欺负呢 当几小身板一挺 就我们两个玩 没什么意思 要不要换一点心情的玩法 中心仪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萧姓算个什么东西啊 居然敢破坏她的规则 你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我设计玩得不怎么好 但是我看宗小姐正在信头上 不如让我身边的小丫头陪你玩玩吧 我是要跟你比 你居然让一个丫头出来 萧姨姨 你什么意思 存心羞辱我吗 别急啊 如果我输了 你说的那些要求我通通都答应你 而且保证这辈子 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但是如果你输了 我也不要你的马 我就骑一骑 连个马忙我都不把 哼 这可是你说的 我是不会输的 宗小仪仪压根就没有把萧姨放在眼里 左相是战神又怎么样 萧姨又不是 就那一身娇滴滴的大小姐的矫情叫 一看就不像是耍枪弄棒的人 连枪都握不稳 还敢在这大言不惭 他直接站在了射击点上 什么待客之道 统统都没有 他要先来 第一枪打出去 下人报了数 九点二环 宗星仪并不满意 刚刚那是第一枪算是热场 很快他便打出了第二枪 九点四环 第三枪 九点六环 明院们全都不敢说话了 知道宗星仪的枪法好 可都不知道居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接近十环呢 接着 第四枪 九点七环 第五枪 九点八环 现场压去无声 宗星仪吹了吹枪口上的白烟 将手枪给了下人 结果手帕擦了擦手 一步步地朝着萧依依走来 眼睛都快要安到他额头上去了 面然的视线 从上而下地将萧依依给盯着 我说了 我是不会输的 A国的民怨千金们 从来没有设计完的比我好的 萧依依 你输定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二十八集 说话算数 你可要记得 一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来爱我的眼 明白了吗 你 话别说得太满 易奕的小丫头还没有出手呢 现在你就这么说了 当心待会打脸 还是那个小美人 她对顾白泽真的是爱得深沉 一直将萧依依跟小鸡子似的护在身后 可她哪里知道 根本就不用她护着 她身后站着的 那可不是小鸡子 那可是鹰啊 萧依依依依依依依勾起 没理她 左右看了看 哪位小姐姐身上有好吃的 我我我 我有 我身上还有一个糖心饼 小美人伸手进外套里 翻了翻 找出了一个白手帕包着的饼 拿 这是我从家里拿的 带了两块 路上的时候吃了一块 这块是完整的 没有动过 小美人 小美人以为萧依依依是肚子饿了 要先填饱肚子 立刻把自己的口粮给贡献出来 谢谢啦 萧依依把饼拿出来 再往外走了几步 站在空地上 看好了 我给各位小姐姐表演一个召唤神兽 明月们面面相去 听不懂她什么意思 只觉得挺好玩的 一句话成功地把大家的注意力都给吸引了过去 包括宗欣怡 深深叨叨的 和她那个舅舅一样 萧依依听到了 她故意没有搭理 杨手将饼往空中一抛 一道黑影从侧边的树上窜了出来 精准地接住了饼 那道影子太快 从发现她到落地 只不过是眨眼之间 再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 大概十多岁的年纪 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一双眼睛没有杂质 清透干净 炯炯有神 夫人 我保证不给你丢脸 萧依依摸了摸 观成正的发顶 好好做 今晚回家 让厨师明天给你做好吃的 一听说有好吃的 那简直是掐中了她的命门呢 瞬间斗志满满 她一手拿着饼 另一只手拿着枪 慢吞吞地走到她射击点 宗馨仪等人简直是无语 她的闺蜜没有放过吐槽的机会 叫一个小孩出来 那有什么用 这个萧依依不会是疯了吧 宗馨仪抱着胳膊 冷声发笑 急什么 看笑话就是了 这下 他们都觉得 萧依依出门是应该没有带脑子 都说了宗馨仪的射击无人能敌 也亲眼见识过了 她一点都不紧张 还叫一个小孩出来赖鱼冲树 打脸就要来了 关城城没有立刻动 哼哧哼哧地咬完了半边饼 但她咬出了一个凹形 好方便她用嘴叼着 吸中间的唐心 一个没有注意 一枪打了出去 谁看了都觉得是意外走火 没有任何的准头 关城城也慌了 不过她很快地就抬起手 遮在额头上 眺望那颗飞出去的子弹 咻的一声 射在了靶上 所有的人都等着下人说出数字来 拥护消逸逸的名愿们心都凉了 刚刚大话都说出去了 怎么偏偏就来了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呢 就在这时 下人报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数字 九环 什么 谁看了都觉得刚才关城城是没有控住枪 一不小心打出去的 甚至她都没有看靶子 怎么就能够射出九环呢 一下子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就连宗心仪的那几个闺蜜都没能说出话来 眼神不住地朝那个嘴里叼着柄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憨憨的小孩的人身上看去 是运气吧 肯定是的 是运气 新姨 别生气 九环就是她最好的成绩了 你不会输的 宗心仪双手抱着胳膊 眉心紧皱 沉冷的面容越发地显出了一丝刻薄之响 毛子里划过了一抹暗芒 如同是刀锥一般的直视在关城城的脸上 她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关城城向来是不管旁人的眼光 她遭受各色的眼神太多了 统统都当成了那是对她的嫉妒 所以她压根就没有去管她 而是冲着萧易一说 对不起啊夫人 还生死发呢 我一定好好的打 她嘴里叼着半块饼 说话含糊不清 只有萧易一听懂了 奇迹般的 萧易一居然没有给她脸色 反而是温柔地看着她 关城城瞬间就被鼓舞了 手枪在手里转了一个花 握住 手臂往前伸 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前面的靶子 她轻眯起一只眼 大略地瞄准了一下 然后迅速出击 她所谓的好好打得死发 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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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四个十环 现场压去无声 这个憨憨居然射出了这么好的成绩 也就是说 宗欣怡输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宗欣怡双眸暴称 她自诩设计很好 是在鼓舞家族里设计最好的 就算是百柔二 也没有她好 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败过 宗欣怡是非常有自信的 现在被她看不上眼的 寄仰的萧奕奕给打败了 不 是一个下人把她给打败了 把靶子给我拿过来 她要亲眼看看 亲自确认 要不然怎么都不会相信她 几分钟之后 下人将靶子拿了过来 除了孤零零的九环 其余的四发 都的的确确的是十环 她很慌乱 喉间起伏不定 你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手段 萧奕抬眸平静地看了看她 还没说话 倒是官呈呈气愤地站了起来 我官呈也一向很准 别说十环 让我对着别人的眉心 我也能射中 你居然敢质疑本大爷的技术 官呈呈特别的愤怒 她可是小神枪手 从来都没有人敢说 她设计玩得不好 对比宗欣怡这种 只会在家里 打一打靶子的千金大小姐 她可是经过不少次的实战的 那些花架子 压根都不够她看的 可她呢 居然被一个花架子给侮辱了 这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 有本事你自己也打个十环看看啊 或是嚷嚷有什么用 谁大了不起啊 宗欣怡伸手一指 指尖微微地发颤 你什么身份 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 还有你 她手一侧 只中了萧依依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二十九集 你是清楚你的小丫头设计能力有多好 你是故意的 宗欣怡的闺蜜们立刻挺着了腰杆 谴责萧怡的卑鄙行为 气氛煞时间变得剑拔弩张 最后宗欣怡一把将手枪塞到了萧依依的手里 我不认别的 我就指认你 打给我看 萧依依缓缓地摸索着枪 你确定 宗欣怡竟被她平静的眼神给震住了 一时间没能接上话来 倒是官呈呈嘖嘖了几声 非常怜悯地看着她 有些人呀 非要自己找死 我动动你那愚蠢的脑子想想 我一个小丫头都能压得了你 更何况是我的主人 宗欣怡再一次疑惑了 主人怎么说也要比小丫头厉害一些吧 她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这是气婚头了吧 以为官城正只是萧依依找来的帮手 可哪里想到 这场射击比赛从一开始就是她想出来的 谁会有事先预知的能力呢 对于宗欣怡的迟疑 萧依依依不是看不出来 她不光是能够猜到宗欣怡此时心里在想什么 还故意地刺激她一下 你确定要我直接和你比吗 宗欣怡忽然有一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 但她绝对不会认输 虚张声势 但愿你的技术能够有你嘴上那么厉害 萧依依站了出来 红唇轻轻一勾 利落地上膛 随后慵懒地眯起一只眼 四看未看 刚抬起手便打出了一枪 宗欣怡紧紧绷的一颗心放下了一半 果然只是一个嘴上爱逞能的人 那么随便地打出一枪 能中才怪呢 但是很快她就笑不出声了 第一枪之后 萧依依没有停顿 剩下的四枪连续打出去 没有一点停顿 手腕控枪很稳 脸色始终从容镇定 五枪之后 萧依依放下枪 读还吧 然而靶子前面的下人久久失声 距离很远 谁也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宗欣怡更是觉得心慌不已 耳旁呼呼掠过的风声 好像是沁到了她的皮肤上 从头到脚被一股凉意给裹住 突如其来的空旷 让她越发地不安定 都哑巴了吗 毒啊 下人总算是回过神来了 一张嘴 到嘴边的话 被风给吹散得不成语句 是 十环 几环 大小姐 是五个十环 五环穿心 从一个洞口里穿出去的 这怎么可能啊 宗欣怡狠狠地盯了萧依依一眼 她绝对不相信 萧依依用那样随性的态度 射击能够打出五环 且不说每一枪都打出的后坐力 就是准头 也不可能在连发之下那么准的 不是射击方面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萧依依 她像是个神枪手吗 宗欣怡二话没说 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 亲自骑着马 去了靶子呢 她静眼看到之后 心中震撼久久不能平息 真的是五环穿心啊 似乎是从第一枪之后 射下的四发 都是从中间的那个点穿过去的 那个寄生虫 居然会有这样的伸手 哪怕是宗欣怡的师傅 都不可能做到五发 从同一个动点穿过 她那嚣张的气焰 逐渐被杀的是七零八落 被人打一次脸就算了 居然还被打了两次 到这一步 就算是发火 那都是立不住脚的 只会被别人当作是无理取闹 怪只怪她小看了人家 想想也知道 左相的兵法谋略 还有上阵杀法时的那些手段 怎么可能一点都没有教过消异议 枪法恐怕也是左相教的 某些人啊 给她留面子她不要 非要上感着找羞辱 你们说这种人叫什么呀 官澄澄已经解决掉了那块表 在宗欣怡回来的时候 嘖嘖了几声 故意把声线提高 能够让他们听到的程度 不知趣 三个字 正好让她听得清清楚楚 气得眼角狠狠地抽了抽 强行忍着没有把视线 放到官城中的身上 懒得去和一个 尚不得台面的下人计较 她坐在马背上 不肯下来 故意居高临下地 看着萧毅毅 是我输了 我承认 我也输得起 我马厩里的马 你看中哪匹 尽管迁走 真的舍得让我迁走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趣呢 刚刚是谁临时改规则的 不要嘛 别以为赢了就可以随便改口 听见的 可不止是我一个人 某闺蜜刺了两句 萧毅也不怒 反而唇角勾着弧度 越发地温和 不知道她脾气的人 还以为这张 很好说话的脸之下 藏着一颗善良的心 夸萧毅一善良 那不是在自己着脸打的吗 她的确不要马 不是有多大方 而是刚刚大略地扫了一眼 这儿的马 没有一匹能入她眼的 我不改口啊 说不要就不要 不过各位 若是连我骑着玩 都有意见的话 那我就不玩了 见萧毅真的要走 宗馨仪的闺蜜想都没想 出声就要叫住她 以为萧毅是被吓住了 想要再叫她回来 再多羞辱两句 要不怎么能把这气给出掉 可是话都还没说完呢 反倒是被宗馨仪狠狠地盯了一眼 蠢货 闭嘴 她哪里说错了 她是站在闺蜜的角度 再为宗馨仪打抱不平呢 没得到一句好话就算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骂她蠢货 也太没将她给放在眼里了 哪里知道 这个时候萧毅如果走了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谁都会以为是宗馨仪 以主人的身份在欺凌客人 说话不算话 要不了多久 她出尔反尔的名声就会传出去 绝对不能让萧毅毅在这个时候离开 我说了 愿赌服输 萧小姐这是存心的笑我面子 萧毅毅走得缓慢 旁人可以不搭理 可是宗大小姐亲自开了口 怎么着也得卖个面子吧 好歹宗老先生那么爽快地答应要给她治病呢 她转过身 顶着一张笑盈盈的脸 我不走 我挑一匹马玩玩怎么样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集 自然是可以的 宗馨仪眼底闪过一丝冷光 她可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过萧嫣 让这么一个寄生虫踩在她的头上 射击好也怎么样 马术未必也行啊 不可能会有人什么都会的吧 萧嫣在马厩前走动 装模作样地开始选马匹 官橙橙跟在她旁边 小声地邀功 夫人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猜到那个姓宗的肯定会为难你 所以我都没有拿出自己真实的实力来 好衬托出夫人的设计技术 连着踩她两次脸 厉不厉害 厉害 小姨摸着官橙橙的头顶 我的小神枪手 这次真的很给夫人长脸哦 那我能不能再对好一个酱肘子啊 厨师已经好久没有做这道菜了 我快要馋死了 行 我让厨师给你做 管钩 官橙橙恨不得抱着萧依依亲上一口 蹦蹦跳跳的像一只花蝴蝶似的 小美人走在萧依依的另一侧 疑惑地看了看他们二人 依依 为什么你的小丫头会称呼你为夫人 难道不应该是小姐吗 啊 你说这个呀 因为夫人那本来就是 橙橙 你又没有规矩了 官橙橙立刻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不说话了 我让她这么叫我 是觉得比较好玩 小美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哦 可是你好厉害啊 没想到你竟然能打中五发十花 你没看见曾经一都气得跳脚了 她跳不跳脚 跟我没多大关系 毕竟这是宗家 我是客 客随主是应该的 哼 有本事来老子的地盘上试试 她一点主人的样子都没有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估计她的 宗家的确是香伯伯 可那些拉拢宗家的人 看重的是宗家传承的鼓舞 还有那些秘籍 并非是拉拢宗卿本人 秘籍 对啊 秘籍 我也是听说的 宗家有一套秘籍 他们的武功路子 的确是失传许久的鼓舞 后人想要吸得鼓舞的招式 必须要从小开始练起 先将体内的筋脉给打通 而且必须得靠宗家的秘籍 按照秘籍上的内容去练习 一个步骤都错不得 否则就会筋脉筋断而亡 可惜了 如今的宗家 早就已经外强中肝了 除了宗老先生 再有便就是老先生的儿子 也就是宗馨仪的父亲了 吸得了完整的秘籍 当年也正是因为 他锋芒太盛 以一己之力 将不被人在乎的 四大世家木伟的宗家 彻底地立住了脚跟 当年他圣极一时 还曾经将其余三大家族的继承人 都给盖过了 那为何宗家 仍是四大世家的木伟 嗯 大概是天度英才吧 那位的确是很厉害 也有人猜错 恐怕四大世家的排名 要重新洗牌了 可就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战役上 那位 牺牲了 牺牲了 就在这一刻 萧依依的心里 好像被中国狠狠地敲了一下 有什么东西要从尘埃里 慢慢地显露出边角来 萧美人有点迟疑 不过迟疑过后 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 嗯 是的 牺牲了 就在二十年前那场 口型都出来了 是逼宫两个字 小美人及时收了声 私下看了看 声音下意识地压了压 二十年前 前朝的战神公主陨落之后 没多久就传来了那位去世的消息 当时宗家秘密发丧 谁都没有去闹 或许 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呢 哎 想想也真是怪可惜的 宗家等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 能够将宗家秘籍 给全部吃下的人 结果英年早逝了 这么多年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任何一个天赋 有他那样恐怖的人 哎 我听我表姐说 如果宗老先生 再找不出一个 合适的继承人出来 宗家退出历史舞台 是迟早的事 小美人朝某处看了看 视线迅速地 从正齐在马背上和人聊天的宗心仪身上收回 难不成 找那个一心只要嫁给右相 没有天赋 后天也不肯努力的宗心仪吗 他说了很多 信息量很大 这些都是在小舅舅口中未曾听到过的 笑意原本只是看这个小美人长得好看 又哭得那样的楚楚可怜 所以才忍不住地想要护他一护 没有想到 他还是一个喜欢八卦的 他什么都没问 他就已经全都说了 由此可以推测出 小美人的家世绝对不差 能够知道这些密心的 都是靠近核心层的人 再说明白一点 便是知晓当年那场逼宫内情的人 或者是见证过那段晦暗历史的人 你说 宗老先生的儿子 是唯一一个把宗家密集给吃透了的人 也就是说 宗老先生他也没能做到咯 应该是没有的 据说那侧密集修炼得越高 越难突破 反正一人而已 有些人几年就突破了 有些人几十年 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突破 谁都不知道宗老先生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遭遇瓶颈的 不过 那瓶颈似乎吓了他很久了 这一点 萧毅倒是没想到 他没有接触过鼓舞 虽说患指是他的绝招 也知道患指 便是已经失传的鼓舞之一 但是他连自己都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 自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密集 更没有人指点 或许他现在便是在瓶颈之中 想得太出神了 突然有一匹马用力地甩甩头 嘴里发出扑扑的声响 吓了他一跳 往旁边避让的时候 撞到了小美人 他想往旁边侧一下 结果不小心挽到了脚 你没事 小美人立刻将他扶住 手搭在萧毅毅的手腕上 意外地落下了两根手指 正好搭中他的脉搏 突然间 他脸色一变 当萧毅毅瞥见小美人 惊讶的神色时 慌忙地将手收回去 你 可小美人已经探出什么了 难以置信地望着萧毅毅 掌心下捂着的手腕 正在蜗月发烫 萧毅毅的视线 有一瞬间的发虚 忽然瞟了几眼 刚才的小美人身上 嗯 怎么了 大概是小美人 看出他的尴尬 正在想着要怎么开口 对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我学过医 刚刚我搭你脉搏的时候 发觉你体内 有股浮躁不定的气息 狠乱 我无意冒犯 就想要问问 你 是不是经常控制不了 自己的情绪啊 啊 那个 不愿意说也是可以的 我问的不太礼貌 你别在意啊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还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一集 笑意嘴角的那丝笑容发僵 都不能算作是在笑了 若是换作别人 她可能就绷不住了 但眼前这个柔柔弱弱的小美人 她实在是很不下心甩脸色 是 但不是经常 如果说 她经常会在精神绷到极致的时候 会发狂的症状 算是气息浮躁的话 有什么不对吗 也没什么 其实我探得不仔细的 但是 我曾经 好像见过你这样症状的病人 小美人越说 嘴边的话 越成了小声 忽然间 她眼睛一亮 将身上的一个 嫩色的香囊给取了下来 这个送给你 这里面的药槽都是我自己配置的 能够有安神的功效 萧依依鬼使神差的 手中被塞了个香囊 她看着香囊上绣着的精致小花 鼻尖萦绕着淡淡的清香 她的病其实挺严重的 严重到连宗老先生都觉得棘手 一个香囊又顶什么用呢 可是又实在不忍服了小美人的心意 谢谢你啊 很漂亮 唉 我们聊个联系方式好吗 香囊里的药材只能管一个月 功效就慢慢的弱了 等一个月后我再给你一个 到时候 那株植物 也能够长出些叶子来了 最后一句 萧依依没听清 她只当是小美人羞涩了 她很大方的拿出手机 加个微信吧 嗯 好好好 当要存名字的时候 萧依依突然回过神来 嗯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存一下 白 我姓白 白糖 白糖 哎呀 不是吃的那种白糖了 是白 一百两百的那个 白姓 我倒是认识一个年纪和你差不多 也姓白的女孩子 白这个姓氏似乎很少 你说的应该是我的表姐 白柔儿吧 啊 白柔儿是你表姐 这叫什么事啊 随便撩一个小姐姐居然是百家的人 她还想着这个小美人看起来单单纯纯的 长得也好看 一定是小舅舅喜欢的 别人都说她清心寡欲 不尽女色 不管是五公主也好 白柔儿也好 都没有见她有多上心 一般这种情况 那一定是还没有遇到喜欢的 要不是顾白泽身边 实在是连个喜欢的人都没有 小姨姨也不至于这么饥渴的广撒网吗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翻车了 那不管怎么样 白糖都不能在小舅舅面前刷脸 她一个破男人 哪里值得人家姐妹反目呢 幸好只是加了微信 没有交换电话号码 她仰里仰手里的香囊 这个谢谢了 我会用的 那个 我去挑一匹马 她只想着溜之大吉 不太好意思面对人家 喂 挑了这么久 还没有挑中合适的 身后有马蹄声靠近 宗静怡驱着马朝这边走过来 依然是眼尾向上勾着 故意轻蔑高傲的模样 突然间 她嘴角微微一挑 看来我爷爷弄的这些马 没有能入萧萧姐演的 正好 我前几天寻到一匹爵士好马 送给萧萧姐 话落 悠悠然地打了个响指 萧毅没心突兀地跳了两跳 直觉要坏事 宗静怡盯着她的视线 似笑非笑 似机还疯 就差直接在脑门上写着 我要搞你了几个大字 没过多久 几个下人费劲地将一匹红色的马 给牵了出来 那匹马很蛮横 不肯配合马蹄乱塌 下人都不敢靠近 拉着江省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四个壮汉都居然没控制住她 这是一匹野马 我府上的驯马师 包括我 都没有办法驾驭她 要是萧小姐能够将她给驯服了 我就把她送给你 如何 哼 果然是要搞事情啊 但是不得不说 接连两次了 在没有打探出对手的底细的时候 便贸贸然地为难 许下承诺 这等莽撞的行为 要不是她宗家大小姐的身份 恐怕早就被人挖了 不知道多少个坑了 有见过对方什么都没说 自己非要上赶着来暴露缺点的吗 宗欣怡 你够了 先是射击 现在又是要求依依驯服野马 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巨星啊 百堂本来看不惯宗欣怡 那个遗旨气势的性子 只是平时没有什么矛盾点 还能够相处 可今天她多次站出来维护萧依依 算是和宗欣怡彻底撕破脸了 好在她家是医药师家 两家也交好 是家里长辈受益的 为的不是什么宗家的势力和秘籍 只是为了宗老先生的 那一身登风造极的医术 大不了她日后多努力一些 多学一些医术 在夜内有了知名度之后 光明正大的站到宗老先生的面前 向她老人家讨教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 再给宗欣怡留面子了 不过她的打抱不平 换来的只是宗欣怡的一声冷哼 哼 萧小姐还没有说话呢 你急着站出来做什么 真以为你讨好了萧小姐 就能够激进左向了 你 拜堂委屈的咬唇 眼眶又红了 萧一立刻将她往身后拉了拉 这个动作正好让宗欣怡给盯住 她冷冷地笑了笑 嘴上依旧是装着客气 可是每一句话都带着扎人的刺 萧小姐设计了得 说不定奇术也厉害嘛 左向可是有着战神的名号 她在马背上取得了不少胜利 作为左向的外甥女 想必也不差的 就给我们露一首如何 萧一红唇微微勾开一丝浅浅的弧度 眉眼间暗藏锋锐 可是小脸上的神情依然懵懵的 带着无法克制的纯真无邪 看起来毫无攻击力 只是一双眼睛略略扫过来的时候 如烟般的青透眸子 却看不真切 好啊 她一笑 对视整个天地都失去了颜色 萧一仪长得不光好看 还耐看 眉眼如丝 好像会勾魂射破的小狐狸精似的 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妖娆 邪并的痕迹 她美得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微微一笑 但凡是看过的人 都舍不得将视线给挪开 那几个牵着野马的男人 全都看呆了 忘了自己还拉着缰绳 手上的力气一托 那匹野马便跑了出去 马蹄声四起 尖叫连连 周围的公子哥和明远们 全都乱了逃 纷纷尖叫着躲避 后在一旁的几名驯马师 立刻就要有所动作 被宗信仪的一个眼神给制止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二集 那匹马是意外得来的 很不好驯服 迄今为止 有两个驯马师 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双腿到现在都没有康复 正因为难以驯服 脾气凶悍 才会被他给打进了冷宫 放在最偏眼的马厩里 既然萧逸那么不知好歹 也是时候给那个贱人一个教训了 宗信仪似乎已经预想到了 萧逸出糗的画面 眉眼驱傲 高高地抬着下额 唇角抿着那丝笑容 压都压不住地嘲弄 夹杂着讥笑的视线 直直地看着萧逸 下一瞬间 她的脸色突然变了 萧逸突然间开始起跑 朝着马场里冲去 目标正是那匹野马 她这是疯了吗 绝对是连靠近都不行的 就被那匹马的蹄子给踹翻 绝对会的 由于背着身 所以谁都没有看到 萧逸逸眼底 那嗜血一般的狂热 双眸比点灯还要亮 她游刃有余地勾着唇角 凝着一丝笑意 黑白分明的眼睛之内 是势在必得 当靠近野马的时候 萧逸逸闪身躲了几下 令人难以置信地身姿矫健 而后抓住棋毁 抓住江绳翻身上马 野马企图将他给甩下去 奈何萧逸控制江绳的双手很稳 另一只手迅速地抽出了 装在马囊里的鞭子 一手扬鞭 一手控绳 野马一双前蹄抬起来 仰天长笑 剧烈地甩动着头 可是却拿背上的人 没有半点办法 在那样失衡的姿势之下 萧逸已稳住了 一鞭子下去 野马前蹄落下的同时 如同一道闪电般地窜了出去 就在萧逸扬鞭的那一刻起 整个天底间 顿时失去了一切声音 就连树叶 也好像在微风之中静止了 所有的人的眼中 心里全部都是那一抹 红色的身影 她坐在马背上 人们好像在脑子里 自动勾勒出了一副 女将军的金国形象 她是屈尊将贵 到这凡间世俗的女王似的 今日之后 萧逸一战成名 在所有的公子民怨的圈中 成为了激进神话一般的存在 亲眼见过她驯服野马的 或者是在脑子里 想象过那个画面的 不由地都对她 生了爱慕之心 左相府的门槛 都要被求亲的人给贪烂了 在萧逸一之前 帝都城并没有什么 第一名愿这个说法 在萧逸一之后 这个第一名愿 非她莫属 当然 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萧逸一稳稳地坐在马背上 被野马给颠簸了几圈 都没有停下来 最后耗的那匹野马 体力失去了大半 终于不服躁了 萧逸一收起鞭子 在一众鸦雀无声的氛围之中 摸了摸马头 发出一声轻笑 小调皮 东西小一点 温柔一点 你吓到我的美人姐姐们了 那匹野马甩了甩头 似乎是不屑 蹄子在地上踩了踩 不过 对比一开始 萧逸一上马的时候 她这几脚踩得可谓是温和 隔了好久 不知道是谁抽吸了一口气 我的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她居然把那么难驯服的野马 都给驯服了 她叫萧逸一是吗 是萧逸一吗 左下的外甥女 果然是叫门之后 她一点都不逊色她的舅舅 真的真的 她好散啊 她接不接受姐姐的爱 我想给她暖被窝 我也想 周围的赞叹声此起彼伏 还有兴奋的公子哥 对她鼓起掌 没有人敢对这么一个 骑在马背上的 萨爽女子 有任何的轻调和不遵 歇持亲眼看见了 她设计的实力 再然后 驯服了连驯马师 都没有能够驯服的野马 尤其是她那句 吓到我的美人姐姐们了 更是为她圈粉 这下 甚至有人开始 极度摆堂了 怎么她的眼光就那么准 在大家都顾忌 宗欣怡和宗家的时候 对萨依依要么冷漠 要么若即若离的 只有百堂坚定地 站在她的旁边 其实百堂也是赌 她以为自己 要是能够说上几句话 就能够让宗欣怡 放弃为难萨依依的话 那是最好的 可是她实力不够 当萨依依跑进马场的时候 她的一颗心都悬起来了 到这会儿还在高高地掉着 久久不能放下 只是脸上已经不再那么紧绷了 阿拉拉 官橙橙拍了拍摆堂的肩膀 顾着一副老神在在的高深模样 我早就说过 我家夫人很厉害的 什么射击 什么骑马的都不在话下 是那个姓宗的非要自掌羞辱 谁拦得住 话是没错 可是被官橙橙那张憨憨的脸给说出来 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下一秒 官橙橙画风突变 舔着脸凑了上来 小姐姐 刚刚那个糖心银饼还有没有 不知道怎么的 反而觉得要吃的官橙橙 更像是在说人话 有的 家里有 我让管家拿一些 送到左小府去 好吗 那当然好呀 官橙橙是那种典型的 给吃的就能骗走的小屁孩 摆堂给她吃的 她恨不得寸步不离地 粘在人家身边呢 非得要到好吃的不可 也是因为分了心 又或者是亲眼见到了萧依依 驯服野马之后 掉以轻心了 一会儿没有注意到夫人那边 突然听到了刺耳的马蹄声 还有人惊呼 小姐 所有人往混乱之中看去 就见那红的腰野的野马 突然间抬起前蹄 要将萧依依摔下马背 坏了 官橙橙前一秒 还在和小姐姐撒娇要吃的 后一秒脸色一变 一个闪身窜了出去 经过宗信仪身边的时候 顺手抢了宗信仪手里的鞭子 并且一个利落地回手掏 一鞭子抽在马屁股上 那马已经失控了 拖着宗信仪飞奔起来 在就萧依依的途中 还能够整治一下宗信仪 就官橙橙这种恶作剧的法子 实在是人干事啊 他想用鞭子 直接把马皮子给缠住 然后绊倒 顺利地将夫人给抱下来 可就在官橙橙距离越近的时候 突然间 一道黑影从侧边而来 在官橙橙的眼角 快速地一闪而过 接着 那道人影 一手撑住了 萧依依坐着的马鞍 手撑了一把力 顺利地把自己 给送到了马鞍上 双手 从萧依依手中 抓住了缰绳 不到一分钟之内 那男人便成功地 让突然暴躁的野马 安静下来 也将萧依依呼得好好的 而官橙橙 鞭子都已经甩出去了 在他发现那个男人并不是要伤害夫人 而是要救夫人的时候 这一鞭子 立马便有些多余了 在缠到马蹄子之前 官橙橙往后撤了一下手 将鞭子往回收 落地时身形不稳 往旁边滚了几圈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爷 团宠夫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三十三集 接连的变故 让围观的人的呼声 都给压了下去 等一切停止之后 大家才去看突然出现 并且将萧依依给救下的男人 那张脸熟悉且陌生 他们只在报纸和新闻上看过 但是真人在面前 反而是不敢认了 那是右相 终于有人将所有的疑问 都给说了出来 随后便有管家带着一众下人 迅速地跑进了马场 管家吓得脸都白了 右相 萧小姐 很抱歉 野马惊到了你们 我这就让驯马师将野马给牵走 他是匆忙赶来的 宗老爷子让他来 听说大小姐在马场上 为难萧依依的时候 宗老先生便发了火 当着顾白泽和丽丝的面 直言会严惩宗欣仪 几位大人物正从药房往这边来 管家快人一步 刚到这儿便看到了野马进了消逸 而右相飞身上马 险些将这两个尊贵的人都给摔了 几个驯马师 居然就站在一旁看热闹 管家立刻便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怒斥着驯马师 也跟着进了马场 右相摆了摆手 无妨 已经没事了 让他们都退下 管家有些愁愁 手里端着凳子 可怜巴巴又惶恐不安 我还是将你和萧小姐给扶下来吧 这妈野性难逊 万一什么时候就要再发狂 不会了 有我在 右相看了看管家的脸 又直接看着消逸 他似乎是真的吓到了 手里的鞭子拖了出去 缰绳也没有握住 索性直接抱着马脖子 不过倒是没有被吓到浑身色色发抖的地步 但也实在是让他微微地吃惊 这时候的消逸总算是回过神来了 双手从棕毛上拿了出来 微微颤着手心有些刺目的红 这是 血吗 这野马性子难逊 的确不错 可那是因为 这的的确确是一匹一等一的好马 刚刚消逸都没有舍得伤他 突然间跑出一个人来 居然把马给直接弄出血来了 他顾不得别的 慌张又小心地扒开马踪 想要找一找马的伤口在哪 身后缓缓传来男人 轻润温和的嗓音 这是汗血宝马 皮肤脚宝 肩膀和颈部汗线发达 流汗会让人以为是在流血 没事的 消逸突然一震 回头看 是一张陌生的脸孔 不过没眼睛的温和 又有那么一丝丝的熟悉感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你觉得呢 什么意思 你若是能记得 那我们便见过 你若是记不得了 那这便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什么玩意儿 你在说绕口令吗 消逸显然是不想继续搭话了 可男人的声音又缓缓地 跟他说起来 就当是做初见吧 你好 我叫司马涵 右相 你知道我 当然 右相赫赫大名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自从住进左相府之后 陈叔和府里的下人 都没少在他面前提起过右相此人 在他们的言语之中 似乎要将右相给神化了 不过还是保持着理应有的理性 并没有捧高别人 采敌自己的主子 左相和右相一直都是旗鼓相当的两股势力 也是死对头 消逸当然知道 所以从一开始便对这个男人竖起了防线 司马涵不是没有听出来他话语里那淡漠的疏离和防备 不过这种带刺的话 听起来倒是有那么几分野性 他眉眼清弯 带着笑意 又像是别人称呼的 你不需要 消逸突然觉得很不适应 冷不丁的 感觉有一道寒凉刺骨的视线 钉在自己的身上 他朝着视线的来源看去 正对上了一双 眼藏在面具后高深莫测的双眼 手指脚趾不自禁地蜷缩了一下 莫名地心下打触 司马涵把着缰绳 骑马朝着马场的边缘走去 刚到 顾白泽便伸出双手 眼含责备地看着他 熊孩子 还不下来 消逸立刻跳进他的怀里 被顾白泽给顺到了身后 大家长的姿态护得好好的 早就听说右相回国了 倒是没想到 会在这个场合上见面 我准备的拜帖 今早送到了左相府去 不过我的人回来后却说 没见到左相你的面 还以为要等个合适的时机 没想到在宗家碰见了 着实有缘呢 右相脚踩在马灯上 利六的下马 将绳子递给了驯马师 他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金帕 动作竟是下意识地 想要去牵萧依依的手 然而有一双手臂比他更快 就在司马涵差一些距离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将萧依依的手 给拖在了掌心里 细致地擦掉萧依依手心里的血字 所有的视线 全都聚集在了这二人的身上 萧依依觉得如芒在背 眼睛斜了斜 也不知道撇到了什么 总觉得不自在 他刚想要将手收回来 却被利桓给抓得更紧 他试着再挣脱 他干脆一巴掌打在他的手背上 你再给我动一下试试 他是故意的 故意擦得这么慢 萧依依的每一根手指 都快被他给擦破皮了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招惹他了 干嘛冲他发火吗 你弄疼我了 我能忍着不揍你 你就知足吧 这么吓人的吗 可是自己为什么要受他的危险 萧依依用眼神向顾白泽求救 视线明明都碰到了 可愣是扭回头去 看天看地看草 就是不看他 你们小两口闹矛盾 跟他可没关系啊 什么都看不到 不过这看来看去的也不好 不小心就撇到了司马涵身上 他一开视线 定了定神 是吗 我不知道 怠慢了右相的人 很抱歉 司马涵脸色平静地将手帕收回来 无碍 我这不是见着你了 找我有事 自然是有的 有关半年前更新的国防图 有几个点没设置妥当 我想找左相商量商量 光明正大的以国事作为借口 让人不好拒绝 行啊 我和你谈 不过在谈之前 顾白泽朝某个方向看了眼 右相是不是该先安抚一下你的未婚妻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四集 司马涵眉眼一挑 转身过去正对着马场 恰好看到被人狼狈扶起来的宗欣仪 刚才关城中的那一鞭子 抽得他的马惊了 突然间像发疯一样的急跑 然后将他从马背上给摔了下去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 他亲眼看到了右相坐上了萧依依的马 将原本也要被甩下来的萧依依给护住 并且护得稳稳的 没有让他伤一分一毫 可是他呢 他一个未婚妻 居然就被无视了 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去抱别的女人 这可把他给气坏了 他往这边走来 司马涵站着没动 丝毫没有要去接他的意思 身侧 顾白泽悠悠地说 右相 有件事你得知道 我的外甥女儿 我宝贝得很 舍不得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 旁人若是欺辱她 伤害她 我谁的面子都不卖 司马涵的眼伤往后写了一下 什么都没说 韩哥哥 你为什么不护着我 反而护着萧依依 你什么意思啊 还有 萧依依是什么时候股搭上你的 心仪 注意言辞 我怎么了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 别说你和萧依依是第一次认识 你不是那么热情的人 连和我都说不上几句话 可是你刚刚 却对萧依依说了六句 我数了 就是六句 那个贱人 什么时候 话说到一半 突然感觉到几道冷冷的视线 盯在她的身上 至于旁的人 宗依依没兴趣 管她是左相也好 首付财阀也好 全部都入不了她的眼 此刻她的双眼之内 只有一个男人 可这个男人 居然用一种冷漠到刺眼的目光 看着她 突如其来的冷意 愣是将她没有说完的话 堵在了嘴边 她的眼眶里迅速起了一层雾水 眨了眨眼睛 问了一句非常不想问的话 你是不是在意她 是 我很在意 所以言语间客气一些 收敛一点 我并不喜欢你这样 指责旁人的话 嚣张至极 宗依依突然慌了 站在她眼前的司马寒 让她觉得有点陌生 只是几年没见罢了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和她之间的距离 会那么的遥远 她甚至都看不透 猜不准 她的心里究竟在想一些什么 也拿不定什么主意 她那般冷冷地看着她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可她慌了 她从男人的视线里 看到了一丝疏离 瞬间 心脏抽携一般的疼痛 就像是即将 要被她给抛弃了一般 我不会了 不会骂人了 宗依依并没有对萧依依道歉 事实上 她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手指揪着司马寒的西装下摆 试着朝她靠近两步 你别对我这么冷淡 我受不住的 好不好 司马寒眉眼间并没有任何的波动 看着她的神色 如同之前那般的漠然 她抬手扶掉她的手 转头和顾白则说 左相若是方便的话 借一步说话 小崽子有立环照顾着呢 她暂且可以放心 况且 司马寒一口一个商讨 一口一个兵房徒 端的是为国为民 无私奉献的伟大人物 她也就不好小气了 点了点头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宗依依想上去追 可是双脚刚一迈开 便听到身后传来一道浑厚的贺耻 给我站住 她浑身一颤 挥过身 拎着裙摆的手 不禁收紧 一仰头 对上了匆匆赶来的宗老爷子 那盛怒未退的毛子 爷爷 我真是把你给灌得无法无天了 让你帮着招待客人 就是这么招待的 我宗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宗依依死死地咬着唇 承受着宗老先生的贺耻 周围还占了不少看热闹的公子哥和明月 除了少数几位骄好的 谁不是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她哪里受得了这个 抬头看着宗老 我没错 是萧依依次次地戏耍我 混账东西 向萧小姐道歉 宗依依难以置信 瞪着眼睛 泪水在眼珠里打转 倔强地没有落下 我凭什么要对她道歉 我让你道歉 爷爷从来都不会这么急言立色地对她 平时都是宠着医着 因为爸妈已经不在了 所以她从小便是在爷爷身边养大的 也是爷爷教养的 是她老人家捧在手掌心的明珠 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逼迫过她 从来都没有 可是现在呢 居然为了一个萧依依 寄生虫来指责她 让她跟那种活色道歉 做梦吧 宗依依狠狠弯了萧依依一眼 一句话都没说 负气地离开 宗老先生试图叫住她 可是越叫她反而越走 她只得叹了口气 唉 这孩子越来越缺礼数了 给我软禁她一个月 让教心理数的老师好好地教教她 教教她什么叫做品性 什么叫做代课之道 什么时候学会了 在什么时候解除禁令 这些话都是对管家说的 管家立刻就去办了 表面上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内心却是惊诧的 老先生有多疼这个孙女 宗家上下都是看在眼中的 老先生将毕生所有的亲情和宠爱 连带着对去世的儿子儿媳 一并都给了宗馨仪 可是却将她给养的这样的浇灌 拿不出手来 她老人家也是后悔的吧 的确是我宠坏了 不会有下次了 我带我孙女向萧小姐道个歉 萧义立刻从丽华安的手里 把手收了回来 背在身后 汗血宝马的汗字已经擦干净了 可那个男人始终不肯放开他的手 现在宗老先生和他说话 他立刻找准机会 顺便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老先生客气了 我和宗小姐是闹着玩的 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您真的不必道歉 要的是我管教无方 让萧小姐不是了 我就道一声 再不道了 您客气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延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雁诺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五集 当晚宗家的餐桌上很热闹 一顿饭下来 不少支无形的硝烟 在空气之中碰撞 这顿饭 唯独还能够吃得下的 估计就只有宗老先生了 他在左相和右相 以及首富财阀之间左右逢源 以一个老者的身份谈笑风生 丝毫没有落下主人该有的气度和礼数 这可苦了消逸了 满桌子的美味佳肴 愣是没有办法往嘴里送 他总是能够出现幻听 左右耳朵里全部都是叉叉的电流声 三个男人 随便一个那都是制霸一方的王者 现在坐在一张桌子上 互相碰撞的王者气息 没见他们谁能压下谁一头 倒是把旁边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晚餐一结束 消逸便缠着顾白泽走了 再不走 他就要窒息了 回到左相府的晚上 宗老将那匹汗血宝马送了过来 当时消逸正在泡药浴呢 等他泡完之后 下楼想去找一点吃的 就被顾白泽给迁去了前院 是你问人要的 还是你抢来的 你这是什么话啊 为什么你不问一问 是不是我自己迎来的 你还觉得不服气了 就你那混世魔王的混蛋脾气 你能被别人给欺负去了才怪 今天在宗家我护着你 还没来得及问 究竟是不是你先招惹宗欣怡的 你要是说我招惹 那我可能真的就招惹了 顾白泽一脸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表情 恨铁不成钢啊 他这个舅舅做的 究竟还要给他擦多少次屁股 然后消逸赶紧说下一句话 直接把他整得两眼一黑 大概是我长得太美了 好多小姐姐都围着我 让那个宗欣怡嫉妒了 顾白泽嘴角抽了几下 侧头看着他 你要点脸 小义一黑黑一笑 龙锦身上的外套 朝着那匹汗血宝马靠近 一抬手试图碰一碰马 好家伙 他居然撇开了 这是在对他甩脸子 哼 有脾气是吧 我这就把你送给关大爷 我让他折腾死你 让你知道人间险恶 他一时兴起 还真就这么干了 让陈叔把汗血宝马 签去送给关城城 回到客厅里 他打算去翻一翻冰箱 找点吃的 路过客厅的时候 眼角像是看到了一道人影 他突然停下脚步 侧头一看 不是他眼花 沙发上真的做了个人 一眼看去 男人正好朝他看过来 黑眸青睿的一眯 似乎带着笑 他骨骼雅致的手指托着茶杯 杯眼靠近唇口 嘴角的那丝笑 遮都遮不住 萧依依把尖叫声 给压回到嗓子里 拔腿便跑 一头却撞到了 跟在身后进来的 顾白泽的怀里 他捂着心口 把小混蛋给推开 可是呢 他又黏了上来 躲到他身后去 只露出一双眼睛 防备地往沙发的方向看 小舅舅 那个麻烦的男人 怎么会在我们家 顾白泽翻了个白眼 心想 还不是因为你 丽环安什么人呢 惊天地气鬼神的宠妻狂魔 知道换了一副药育的配方 今天晚上又是他第一次使用 连顾白泽都谨慎小心 反复叮嘱府里的医生 用量少一点 还要两个女佣 进到浴室里面去 但凡萧依依有任何的不适 立刻停止要运 他都这么紧张了 更别提是某某人了 从宠家离开之后 丽环安的车就一直跟着他们 顾白泽看到了一枚支声 丽环安倒是狡猾得很 等萧依依进到浴室之后 他直接就进来了 理直气壮地坐在沙发上 不请自来 客人的姿态倒是摆得足足的 不关你的事 我是来找你的 你先回房间去 顾白泽想把萧依依依从身后 给拎出来 没拎动 又想亲自转过身去 可萧依依的一双小爪子 把着他的肩膀 愣是不让他转 怎么了你 小小舅舅 我 以为他是害怕了 又或者是刚刚的对视 丽环故意地给他脸色砍了 顾白泽立刻紧张起来 我 我里面没穿衣服 就是为了这个 原来他是因为这样 顾白泽眼角抽了抽 你不用说给我听 这个小家伙 不过男女关系上模糊不清 就连在他面前 也时常是懵懵懂懂 口无遮拦 要知道 他虽然有过女人 但是还没结婚呢 萧依刚才的那番话 怎么说都是该有点遮羞布的 可是呢 他偏偏就这么说出来 非常的理所当然 一点都没有觉得害羞 这真是把他当成爸爸了呀 毫无顾忌 行了 你赶紧给我上楼去睡觉 小孩子家家的熬什么夜 顾白泽将萧依依扯了过来 推着他往楼上走 谁知道上楼梯的时候 身后传来一道低沉的嗓音 我的请帖放在茶几上了 左相 三日后你可要记得来啊 什么请帖 我外婆的八十大手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立淮安的外婆 原来他母亲的那一只亲戚 居然是A国人 立淮安别有深意地 朝着萧依依看了眼 话却是对顾白泽说的 不打扰了 告辞 说完 潇洒地离开了 顾白泽盯着他越来越远的背影 心里哽了好大的一块包 嘴上说的倒是人模人样的 可是今晚强行进入人家的人 就只是为了送一张情帖过来 刚刚他看萧依依的那一眼 分明是在威胁他 要他将萧依依给带上 偏偏顾白泽还没有拒绝 或者从中作稿 那可是人家的外婆的八十岁的大寿啊 萧依依也应该要称呼一声外婆的 办那个寿宴 恐怕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要老人家 亲眼见一见萧依依 三天之后 萧依依还在床里呼呼大睡呢 被洗里糊涂地扯了起来 洗一束 吃早餐 然后哗啦啦地 一群造型师进到了房间里来 给他捣鼓了半天 打扮了一个人样 再往顾白泽的面前一塞 小舅舅这是干什么 萧依依哈欠连天 眼睛都睁不开 挠了挠头 刚要碰到 便被一旁的造型师把手 给压了下来 精心做好的发型 可不能就被他挠几下 给毁了呀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也 桓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六集 顾白泽上下扫了 萧依依依一眼 这身礼服 是丽桓安一早送过来的 别说 眼光独到 对她的身材尺度 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该这的地方 全部都遮起来 一点都没露 提腰的腰线之下 是戴棉制的长裙 一直没过脚踝 却又在脚踝处 开了两个岔子 露出脚上的那双 青花瓷色的鞋子 这是一身 很挑人的服装 算是旗袍类的款式 衣领斜着 开了几个 中国节的纽扣 长裙 长袖 一般人是驾驭不了的 很容易显现的 绑大腰圆 可是萧依依呢 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这件礼服 又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前凸后翘 见不着一丝坠肉 半碗的发丝 凸显她这个年龄 该有的青春活泼 又不失 庄重庸雅 美得让人晃不开眼 顾白泽的脸色突然间沉了下来 真是便宜那个姓丽的了 带你去墨园 参加丽丝她外婆的寿宴 一听丽丝 小依瞪大了眼睛 我不去 你知道我讨厌她 干嘛还要我去她家里啊 你他们以为老子想去吗 为了这件事 顾白泽连着 呕了好几天的气了 可是能怎么着啊 那是外婆 她外婆在A国的地位不低 是书密院的前任院长 现如今的院长是她的徒弟 整个书密院她有一半的话语权 你确定不去 书密院是什么 存放历史档案的分两个地方 一个是长老殿 还有一个便是书密院 长老殿里的都是正史 而书密院里的档案 更详细私密一些 简单来说 历代A国的皇室 包括位高权重的高官 明面上的成就过往 能在长老殿查到 但一些阴暗面的东西 只有书密院里有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 能进书密院的办法 也没有资格进去翻阅文件 书密院是只属于君主的 但是一旦记录在册 是连君主都无法更改的 那里面存档的资料 真实度接近80% 若是想要查20年前 你母亲和前朝覆灭的事 先进书密院是最好的法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笑意脑子有点晕 可是该天的重点也听清楚了 为什么书密院不好进呢 第一 已经在职的官员不能进 第二 想进书密院 必须得经过层层考核 脑力武力 还有侦破案件的洞察力 缺一不可 书密院历来招收的 都是还没有在官场上 浸染过的小白 换言之 是从一开始便进行培养 那么 成为书密院的一员 就能够随意翻译文件了是吗 职位分阶级的 特权也分等级 具体什么职位 对应什么权利 我并不知道 你就算了 你乖乖地当我的小米虫就好 书密院那种高智商聚集的地方 不适合你 瞧不起谁呢你 你非要这么说 那我就考一个给你看看 万一我能考进去呢 顾白泽眼里闪过了一丝流光一彩 很快被压了下去 为你是好吃的 萧毅倾斥一声 一点吃的就把他给打发了 你当他是官大爷呢 不过 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大了 他可没有去考的打算 今天这场寿宴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去 不过 我可不是看在丽丝的面子上 我是看在他外婆 书密院前任院长的身份上 他们需要调查的事情太多了 这些日子 他算是摸清楚了 乌白泽在A国的根基 这两年才稳 明里暗里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 就连司马莫川都防着他 先前拆检他去M国送命的行为 实在是恶心 所以他猜想 好多事情 顾白泽都不方便去做 也没有来得及去做 不管是长老店还是书密院 以他的能力 都没有能安插进人区 足以见得那两个地方 有多么的严谨 而里面存放着的资料 绝对真实 也绝对是他们需要的 这恐怕是能够尽快查清楚 二十年前逼宫前后的所有经过 以为丽丝举办的寿宴会很隆重 可是到了墓园之后才发现 来的宾客并不多 都是他商场上有过合作交情的人 还有外婆那边的亲朋 顾白泽和萧毅一到的时候 远远地看见丽丝 正扶着一个并发银白 面色白皙 鼻梁上架着流金眼睛的老太太 正在应酬客人 老人生得一副较好的面貌 即便是上了年纪 也不会给人沧桑的伴老印象 反而是华贵优雅 举手投足间 皆是得体庄重 从大家闺秀到一家主母 岁月雕琢 将她通身的气度和美 都刻在了骨子里 是很难得的美人骨相 岁月从不败美人 原来是真的 就连萧毅这种 常年沉迷在自己美貌当中的 自恋狂都不得不惊艳 看呆了眼睛 突然间瞥向了一道 优胜的视线 四目相对 她浑身像是被遮了一下 仓促地收回视线 顺便挽紧了顾白泽的胳膊 小舅舅 那个就是丽丝的外婆吗 是的 能够被丽华那样 恭敬对待的 必定是了 只是没有想到 她的外婆一脉 竟然在A国 那么也就是说 今天这场寿宴 明面上是给老人家祝寿 但实际上 是将自己的部分视力 曝光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世界首富大财阀 并且还是前任 书命院院长的外孙 多重身份 势必会成为 多方势力招揽的对象 从今墨锦园开始 顾白泽默默地 在心里数了一下 来了不下五位皇子 还有几位公主 世家大族的千金 也全都来了 目的不言而喻 除此之余 九皇子司马锦 和右相司马涵 也快他们一步 早早就到了 顾白泽心里 突突地直跳 那个蠢货想做什么 大财阀的身份 还不够他玩的吗 现在还一脚踏进了 权力圈来 小舅舅 萧依换了他一声 没有回应 顺着他的视线 看了过去 第一眼看向的 并不是老太太 反而有牵引似的 看见了丽环安 那气场贵胄的身姿 双眸像是被烫着了一般 收了回来 手指扯了扯顾白泽 我们是不是该去捉个兽啊 把礼物送出去 对 礼物 要不是他提醒 还险些给忘了 门口的那几个王八蛋 看见他顾白泽 亲自提了礼物 没收 笑盈盈地将他往里面揚 明明旁的人都收了 偏偏就是不收他的 可又不给扣下 那意思 是让他亲自送给老太太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蜜儿姐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七集 其实顾白泽心里更明镜似的 就立淮安那种蔫坏的腹黑性子 恐怕早就已经和老太太说明了一切 送礼是掩护 其实老太太想要近距离地 看一看自己的外孙媳妇 那才是真的吧 顾白泽怎么突然间觉得 自己沦为了惨兮兮的工具人呢 但这礼嘛 必须得送 还得恭恭敬敬地送出来 说祝寿词的时候 顾白泽目不邪视 眼角都懒得霹雳和暗眼 顺便将萧依依拉到身边 老太太 这是我的小外甥女儿 名叫萧依依 礼物是她选的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一套可以加热的保温杯 出手简陋了 还望您不嫌弃 我不嫌弃啊 谁说我嫌弃了 老太太都没有舍得 让下人或者利活安碰一下 亲自将礼物拿过手 颠了一下 有点重 萧依依下意识地 伸出双手去拖了一下 突然觉得不妥 又善善地把手给收了回来 嗯 还有一双五支的手套 原本是给小舅舅知道 但是我懒 一直都是一个半成品 这几天拿出来改了一下 改成了女款 不太好看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送您什么 我想今年冬天 能暖一暖您的手 老太太一直在打量着她 眼底带着淬亮的笑意 慈祥亲和的神色 比任何时候都要真实 只是一面 似乎就将眼前这个 看着娇娇小小的人 腾到了骨子里 看得太认真了 萧依一患落之后 每当老太太说半句话 心里便已经开始打鼓 以为自己寒碜的礼物拿不出手 再加上不小心听见一旁传来的嘲笑声 她说什么 自己知道 那种东西好意思拿来送给老院长 这女人谁啊 是不是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场合 怎么送礼物 也送得小家子气的 今天能被邀请来的 都是位高权重的 或者是商场上震慑一方的大财阀 随性来的小情妇 或者是女儿等等的 都以能够参加世界首付的宴会为荣 谁不是精心打扮 谁不是送了价值连城的礼物呢 突然听见什么保温杯 什么自己制的手套 这简直让他们笑掉了大牙 还从没见过这么别出心裁的博眼球的方式 太蠢了吧 在场的民怨千金们早就打听好了 丽丝到现在都还没有娶妻 这个墨园 处处低调中彰显奢华 无疑不是她财富的象征 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 想着今天能够找到机会接近李斯 最好是能够得到她的青睐 成为首付夫人 他们都还没有找到机会接近呢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送的礼物真的是太掉价了 但是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老太太一听是萧依依亲手做的 立刻将手套找了出来 至于那套顾白泽亲自挑选的保温杯 就那么随意地扔到了丽华安的怀里 她将一双手套给戴上 手背上两只毛茸茸的兔子耳朵 粉粉嫩嫩的 和老太太这一身装重的装扮很违和 却又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契合 好看吗 依依啊 啊 萧依依有点懵 她怎么觉得老太太过于热情了 顾白泽立刻推她一把 长辈问你话呢 萧依依立刻回过神来 小身板挺得直直的 像是受军训似的乖娃娃 好看 那个 不止手套 我还做了一对耳包 耳包 哪里啊 哪里哪里啊 快拿给我 说是拿给她 可是老太太等不及了 自己动手 从工具人丽某手里 将包给拿了过去 从里面找出一对耳包 她没有见过这么新潮的玩意儿 摆弄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用 易义乖乖 这个怎么带 医生易乖乖 突如其来的亲密称呼 让萧依依从骨子里打了个抖 比当初第一次从立环安口中听到小乖还要速马 她差点就飘了 可在飘之前 萧依依强行将自己给摁回到了原地 拿出自己平生最大的冷静 尽量让面上情绪不显 可是粉粉的小脸和微微卷曲的指尖 还是暴露了自己 她试着伸出手 老太太有意地配合着她 索性将耳包给拿过手 谨慎小心地带到老太太的耳朵上 就是这样的 保护耳朵不被风吹 耳包两次上依旧支着幼稚的小兔子 粉粉嫩嫩的颜色让老人家带 着实是为难她了 萧依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脑子抽了 选一套贵一点的礼物不好吗 干嘛非要心血来潮的自己亲手做呢 嗯 是我第一次做 有点丑 希望您别嫌弃 等我回去之后我多练练 能做得更好看了 我就再给奶奶您做一副 不丑 我喜欢呀 我很喜欢的 老太太生怕萧依也不高兴 拿着她的手 还盯了丁了丽桓安一眼 你说好看吗 好看 丽桓安面具之下的半张脸是柔和的 微微延伸到嘴角 喊着一抹宠爱 她老婆做的 能不好看吗 你也觉得好看是吧 我们异一做的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比什么贵重的礼物都好看 那些送了价值连城的贵重礼物的千金大小姐们 心上连着被扎了好几刀 我不管 今天整个宴会 我都要戴着 异一给我制的耳包和手套 老太太特意瞥了丽桓安一眼 那意思像是在说 下目吧 混小子 这是易奕给我的 他第一次做 只有我有 你都没有 丽桓安嘴角的笑意加深 轻轻地看了萧依依一眼 您高兴就好 随您 老太太哼了哼 就跟哼小曲儿似的 抓着萧依依的手不肯放了 你刚刚叫我什么 啊 叫奶奶啊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叫你啊 叫什么奶奶呀 你和小四一样 叫我外婆 老太太一巴掌轻轻拍在她的手背上 当即把萧依依拍得差点原地蹦起 这怂唧唧的小模样真是难得一见 想不到还有能够将她制成这样的人 老太太说的小四肯定就是李怀安了 萧依也不知道是哪个字 便自己带入 以为是小四 这难道是那个混蛋男人的小名吗 听着怪滑稽的呢 她总算是有了点笑意 也不那么紧绷了 那我叫您外婆不合适吧 合适 我说合适就合适 要是你觉得个应的话 我就只需你一个人这么叫我 那多不好啊 李先生该有意见了 他敢 从今天起 我不让他叫我外婆了 让他叫我奶奶 这么一来 以后就只有你有资格称呼我外婆 怎么样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立言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三十八集 怎么样 能怎么样啊 笑意有点摸不着头脑 第一次见面的老太太 干嘛就和她看对眼了呢 连自己的孙子都嫌弃得不要不要的 可毕竟是人家的外婆 还是丽丝的 就说那个混蛋 笑意一开始就没有打算 和老太太过多的热络 刚要白手拒绝 身旁的顾白泽突然出声 那感情好 小丫头 以后你就叫外婆了 别客气 笑意一笑地扭过头 这是哪一出啊 可以的 丽丝也说话了 笑意一瞬间觉得 这个世界变得玄幻了 老太太盯得笑意 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 我外婆 哎 真乖 老太太对她 正是喜欢到了心坎里 拉着手不肯放 满面红光 肖意一的一生外婆 对她来说 比反老还童的药还管用 接下来 又一个很难理解的 迷幻操作 她拿出了一个 大概是有砖头厚的红包 塞到了肖意一的手里 这个拿着 初次见面 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 给你点见面红包 你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周围那些同样是第一次见面的 明远千金们 淤血都哽得喉咙了 老太太 您看看我们呗 那我们长得是丑啊 还是怎么着 干嘛您眼里就只有那个女人呢 旁人羡慕都来不及呢 可是肖意一只觉得 这钱拿着烫手 老太太像是看出了她的包袱 跟着说了一句 这小子的钱 多得花不完 你拿着 这是还都还不去了是吧 嗯 那么 谢谢老夫人啊 叫我什么 外婆 哎 这才乖 老太太拉着肖意义 带着文露的手心 在肖意义手背上反复地拍着 眼珠子都快戳到她脸上来了 那样的喜欢和宠爱 完全不加掩饰 李桓安看得一阵好笑 倾壳了一声 外婆 差不多得了 嗓子不舒服 就去看医生 怎么 你安静待着就行 还有 我不是说了吗 不许你叫我外婆了 是你理解有问题 还是我没有特地和你说明 李桓安挑了挑眉梢 早已经习惯了老太太对她的嫌弃 眉眼间没有半点的波动 您再这么热情下去 小心把人给吓跑了 老太太汹汹的表情纵然一宁 像是被某句话给戳中了 稍稍置了置 然后很不舍得地放开了萧意义的手 我让人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你去挑挑 喜欢吃什么就拿 我还要去见几个老朋友 一会儿再找你玩 今晚上的宴席上 你可得坐我的旁边 知道吗 哦 知道了 乖 那去吧 说是放人 可是眼睛可没有打算放 一直盯着人家走远 连顾白泽对她礼貌的点头 也直接给忽略掉了 还看呢 让您收敛点 就是这么收敛的 我怎么了 老太太立马凶的一眼 耳朵上摆弄的兔耳朵 怎么看怎么滑稽 还带着一分可爱 我要是不收敛 这会儿就已经把你赶出去 给我外孙媳妇腾位置了 是是是 您想怎么着都行 可总得一步步地来是吗 我还怎么慢慢来 小朋友 你都三十多了 还没一个孩子 自己是个老牛吃嫩草的货 难道心里就没点十三数啊 我这么优秀的外孙媳妇 你也舍得放在外面 你爸在你这个年纪 早就被我催着生孩子了 我哪里舍得放她在外面 现在她有她的事要做 我能在近距离看护着便行 白婆 我再跟您说一遍 在易奕自己愿意联系我之前 寻求我的帮助或者庇护之前 您都不可以轻去妄动 知道了知道了 究竟是谁年纪大 你现在是越来越啰嗦了 你要是想让外孙媳妇不跑 那就得顺着她 那可是一只容易长毛的小眼猫 凡像都冒口不像 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听不懂 她早就习惯老太太这种小孩的性格 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 只是她老人家怎么也不肯去C国生活 守着这边的本家 李桓早在踏足A国的时候 就已经去了本家 可是连老太太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被轰出来了 还特意拆迁管家出来传话 说她是一个不会下蛋的老公鸡 每个一儿半女的 也赶到她面前来现眼 后来李桓又去了好几次 每次两手都是提满了礼物 可是哪一次都没准进去 礼物倒是收了 可就是不肯见她 再后来 还是搬出了萧依依 明言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 老太太这才疯一样地见了她 一声低调 喜爱清静的老人 为了见孙媳妇一面 愣是默许了李桓安 办今天的这场寿宴 她一声雷厉风行 年轻时性格尖锐 到老了反而是稚气了很多 李桓安对她也真的是丑 将老太太的几个好朋友 都给请来了 好了 您不是还要见老朋友吗 再不去招呼这 人家可走了 才不会呢 我们的闺蜜感情 才不像我和你的塑料祖孙情 这么脆弱 老太太哼哼唧唧地 傲娇地抬着头 双手平放在身前 特别自信骄傲地 将手套给露出来 戴着幼稚的耳包 就去见老朋友去了 那边 萧依依走远之后 还往后看了眼 确定已经走出 老太太的视线范围之内 长松了一口气 赶紧将那个砖头 不是 是厚厚的红包 给了顾白泽 小舅舅 你帮我拿着收着 我可不敢拿 你外婆给你的 给我算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外婆 哎呦 乱了乱了 你不要说 反正红包就是给你了 你收着 我不要 这玩意儿烫手 我可不敢碰 合着 她就觉得不烫手了 这可是人家老公的外婆 给她的红包 转手给自己这个小舅舅 算怎么回事啊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三十九集 行吧 我暂且帮你收着 以后再还给你 萧义不愿意听 她挺喜欢老太太的 可是不喜欢丽丝 她很讨厌她 就冲着那个男人 萧义也不会心安理得地 接受老太太的红包 不一会儿 有几个高官主动地 围着顾白泽来说话 萧义觉得无聊 自己找乐子玩去了 走之前 被顾白泽给拽回来 将西装外套脱下来 披在她的肩膀上 再三叮嘱她不许闯祸 这才放了人 寿宴伴在前院 热热闹闹的 好吃的东西也很多 萧义吃了几块蛋糕 看了看周围 都是一些生面孔 倒是那天在宗家 见到的那几位 宗新怡的闺蜜 还算是一个半熟脸 不过 人家对她 可满满的都是敌意 比仪轻蔑的视线 不住地朝这边看过来 自己看就算了 还和旁边的人 交头接耳 不知道说了什么坏话呢 那些听了几句 造谣的话 也开始用同样的眼神 朝着萧义义看了过来 没看到宗新怡的身影 听说她被宗老先生 给禁足了 和萧义义起过冲突的 正主不在 几个小虾迷 倒是蹦跋得挺欢 萧义义全倒没看到 拿了一杯果汁 慢慢悠悠地往别处走 她要是这点心理压力 都承受不了的话 早就玩完了 之前被萧止情 母女三人欺负的时候 可没少受 这样异样的眼光 可比现在要严重得多了 而且 她拿捏起那些个 千金小姐的心思 一掐一个转 不就是因为 她得罪了宗新怡吗 今天又受到了 寿星老太太的青睐 活该她被人当作 是眼中钉 钉就钉了吧 反正难受的又不是她 只是被不友好的 看上几眼 她都露出射击 和驭马的本事 可不会允许 那些个绣花枕头的大小姐 赶到她面前来嚣张的 萧义 堂而皇之地 往嘴巴里面 塞了一个马卡龙 慢慢悠悠地离开了 她觉得这儿很吵 打算朝人少点的地方去 顺便摸一摸 墨门的路线 找着老太太的房间在哪 她虽然在小舅舅面前 夸下海口 要去考书命院 可经过层层筛选之后 黄花菜都凉了 不如先采取一些 卑鄙一点的方式 说不定 她就能撞了大运呢 越往里走 便是后院了 萧义没有注意到 就在她进院子之后 暗处里跟着的 墨门中人 悄悄地对下人 打了一个手势 正准备去将萧义义 赶走的下人给支开 下人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会放宾客入内院 可是爷身边的这几位 很是得宠 让他们撤 他们便撤吧 不敢有半点的意义 萧义义私下看了看 尽量让自己 不显得贼头贼脑 突然瞥见了 面前一道人友 她觉得有点熟悉 那个人和她眼神一对 转身便跑 站住 陆婷秋没有来得及 脚下急刹车 连头都没回 身后轻轻浅浅 逼进来的脚步声 磨音一般 她呼吸一解 一咬牙转过身 哎呀 小嫂子 瞧得很啊 萧义义嘴里咬了一根草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 薅来的 她把腰间的香囊取了下来 拿在手里甩着玩 慢慢悠悠地朝着陆婷秋走了过去 嘴角轻轻地勾开一丝弧度 似笑非笑 陆家主 好巧啊 没想到你这个船运大哼 也会杀呢 陆婷秋看了她一眼 拔腿就想跑 这儿可是A国啊 言下之意 你一个C国的大佬 难不成在A国也有产业吗 他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陆家主有分公司开在A国 呃 那什么 我也是个商人啊 我这个身份地位和首富有点交情 那不是正常的吗 这不是老太太过寿吗 我是呃 带四哥来祝个寿 送送礼的 哈哈哈哈 一听四哥这两个字 小义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了一张 刀雕辅着般的面庞 四爷吗 四爷他怎么样 陆婷秋飞快地瞥他一眼 将他脸上那关切紧张的模样 收到了眼底 突然间抬手 假模假样地在湄弓上遮了一下 正好挡住眼底的神情 嘴里扑的一声 呛出一道哭腔来 呃 呃 呃 这 不好 很不好 自从你离开之后 四哥茶不思饭不响 人都已经瘦了一大圈了 笑意意地一颗心都揪了起来 眼睛迅速地红了 四爷 不过 他已经找到你在哪里了 这不 让我先过来护着你 别让别人欺负了你去 陆婷秋可不敢把这个小祖宗给真的惹上心了 他的确有恶作剧的想法 实际上他总是整他的 可是 要真给惹哭了的话 小祖宗掉一滴眼泪 那他可就要断一条腿了 眼看着他想说话 在他声音出来之前 陆婷秋先说道 不过四哥现在有事被绊住了 医师来不了 什么事 小祖宗走之前 将所有该了断的都了断了 只要他离开 暗地里盯着他 随时都准备 要对他下手的人也就能撤了 四爷身边不会因为他被牵连而有危险 可是陆婷秋 却说出他被事给绊住了 小祖宗非常地怕四爷会受伤 厉伯父突然生病了 现在厉家没有人主持大局 老夫人不放他走 四哥只好留下来坐镇 一切等厉伯父醒来再说 听到这样的消息 小祖宗已无畏杂陈 原来他离开之后 四爷身边依旧不能清静 五公公他怎么了 我走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说病就病了 也不是很突然吧 厉伯父这几年身体亏空的厉害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别担心 有四哥在呢 他会处理好的 陆婷秋没敢大声 心里不停地对远在大洋彼岸 身子骨硬朗的老爷子道歉 他可是被逼无奈啊 这些话那可是四哥教他的 实在搞不明白 四哥干嘛要把自己的身份搞得那么高调 偏偏呢 却要戴着面具 明明早就已经亲自来保护他了 干嘛还要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呢 陆婷秋以为 厉伙安江城首富的身份就已经够牛排哄哄的了 原来人家居然是世界首富 难怪呢 都说财富榜第一的那位 神秘的从来都没有漏过真容 那能漏吗 那可是利家家主啊 要是首富大财阀的身份在于曝光 全世界不都得疯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燕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前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集 陆婷秋有理由怀疑 四哥在各个国家都是有产业的 而江城只是冰山一脚罢了 他不得不佩服自己 当年穿开单裤的自己 怎么就生了一双火眼金睛呢 还在地上爬的年纪 就已经看出利淮安是人中龙凤 这辈子抱上这么粗的一条大腿 那真是死而无憾了 哎呀 你别担心 四哥现在好着呢 只是暂时抽不开身 因为他一走啊 利家本家没有人坐镇 底下那些被压了多年的旁枝 必定会有牛鬼舌身跳出来 这等利伯父一醒 香肠的担子有人分担之后 四哥就能来找你了 小义心跳跳得很快 眼皮也跳了几跳 脸上担心关切的表情不像是假的 他的嘴唇碰了碰 终究是没有说出话来 说什么呢 他是不想利淮安来找他 还是想呢 如今自己的处境可是站在刀尖上的 将四爷拉进来的话对他未免也太不公平了 陆廷秋只当他是在担心 并不知道潜藏在他身后的那些事 唉 别伤心 你也别硬撑着 要是想四爷了 或者有什么事搞不定了 尽管给四爷打电话 小义抬眸 那好像被浓雾遮盖着的双眼 飘忽不定地看着他 陆廷秋心中打了个秃 刚才那些话可不是四爷教他的 他的话有点多 容易暴露 他赶紧补充 或者找我也行 我会在A国留一段时间 小嫂子你随便因为什么事找我 我都能帮你搞定 他还想说 至于四哥那边 你想联系就联系 但他没敢说 人就在身边呢 说多了 怕把这场戏给戳穿了 宽慰几句之后 他赶紧就溜了 萧毅站在原地好半上 一阵冷风吹来 湖面上过来的寒意 吹在身上有些冷 他拢拢拢身上的西装外套 下意识将手伸到口袋里 套了套 什么都没有 嗯 手机呢 对了 他的手机在小舅舅那 因为他穿着裙子 没有地方放手机了 他忽然觉得眼眶好色 好想哭 好想四爷 再想想当初自己假死离开 是多么的蠢 四爷在找到他下落之后 一定心机如焚了 可是他分身乏术 要不然早就来他身边了 兜兜转转 萧毅以为自己的行为 是不给四爷添麻烦 可他终究还是成了麻烦 他像是一个游魂似的 在湖边走着 水面上倒映着他修长的身影 靠岸边太近了 暗处跟着的欧阳申和韩烈 好几次都忍不住现身 就怕他脚下一个不注意 会掉到湖里去 这湖可是有十多米深呢 似乎是这栋宅子建成的时候 便已经存在了 但是宅子里面的下人 都不想靠近湖 平时打扫 也是完事之后就迅速离开 有人听见过湖底 传过怪异的声音 尤其是晚上 听着怪圣人的 流传了几百年的老宅子 是最容易发生一些邪门的事的 传来传去的 连水鬼的谣言都传出来了 欧阳申倒是对这个湖挺有兴趣的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找到时间去探险 若是关城着那个小混蛋在这儿 估计早就已经将湖面和湖底 都给摸得清清楚楚了 这会儿 萧依依走在湖边 景美人美 画面更美 可就是她身子太过单薄 每一步都让人心惊肉跳的 恨不得以下犯上 将她从湖边给拽开 这时候 一风从前面路过 蹲在草丛里的欧阳申 捡了一颗小石子 朝一风扔过去 没有扔中 那家伙警觉得很 侧身抬手 准确地把石子给接住 仰手又丢了回去 这报复的小心眼 别玩 夫人在前面呢 你过去 吸引她的注意力 千万别让她掉水里了 你们俩怎么不去 论狗腿子的能力 谁能盖得过你驿馆家去 欧阳申特别地理直气壮 偏偏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一风很坦然地将这当作是夸奖 顶着腰杆就过去了 可是 要怎么吸引夫人的注意力呢 那边 萧义走着走着有点累了 正打算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 突然听见嘎嘎的叫声 恍如天籁 她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看见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 脸上戴着面具的男人 正拿着一根长杆 再赶一群大白鹅 萧义眼底的亮光 蹭蹭地暴涨 蹭蹭地近 一点点地进化成了 闪闪亮亮的太金眼 双脚更是不由自主地 朝着男人走去 目光 一直看着那群大白鹅 啊 这是你的鹅吗 一风回答得非常虔诚 是我们爷的 从大洋彼岸送过来的 不得不说 四爷真叫一个牛掰啊 连夫人钟爱的鹅 都给带过来了 好可爱啊 被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你知道吗 我家里面也有 好多好多的大白鹅 我们家的管家 可会养白鹅了呢 他就是那个 很会养鹅的管家 来了A国之后 谁都有被四爷 特地派出去的任务 他的任务呢 就是要伺候好 这群尊贵的鹅 唉 但是可惜了 我曾经最宠爱的 那只鹅去世了 一风嘴角抽了抽 一只鹅 也能又去世 您别伤心 我伤心 我可伤心了 那只鹅长得最漂亮了 我还给它举办了 隆重的后葬仪式 过了半年多了 它一定经历过轮回 重新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投生成了一颗蛋吧 嗯 说不定 就在这里面呢 一风很想说 这群鹅 都是墨井园里面的那一匹 只有少数的孵化 不久的鹅没有带过来 可能 还真就有被您后葬过的那一只 您要是喜欢的话 挑几只送您 我不要了 每一只鹅都是有生命的 是生命就会有感情 它们和你之间 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人鹅之情 我就算是再喜欢 也不能夺人所好嘛 神他妈的人鹅之情 它没有 它不是 它没有感情 这些鹅都是当初 夫人亲自养的 亲自喂过的 您再好好看看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一集 笑意根本听不到 一封心里的哀嚎 最后再看了看那群大白鹅 的确是喜欢得很 但是君子不多人所好 毅然转身 可是双脚呢 却很难迈步 顿了顿 他又转了回来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要不 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 以后呢 你多拍一些 他们的照片给我 行吗 一封立刻拿出 自己的手机 将他的肠杆 给夹在了腋下 另一头处进了 靠近湖水边缘的 水下软泥里 双手恭敬地 将手机往前伸去 啊 我加您吧 一定会每天 都拍一些照片给您的 用新建的微信 加了萧依依的好友 看着列表上 多出的一个人 萧依依给存了一个 特别的备注 鹅 饲养员 这下心满意足了 傅萧过来 看见萧依依 汉手 姿态坚放得很恭敬 可他本身厚重的气场 和刚毅的气质 就连低头都显得气势厚重 给人一种很不好惹的样子 萧依依礼貌地回了个礼 抓着手机 默默地往旁边侧开 爷在找你 那我现在就过去一趟 历火安找他 一定是需要他去接待 寿宴上的客人 一风想都没有想 一把将长杆塞到傅萧的手里 你帮我照看一会儿 傅萧眉眼一沉 手臂上的青筋脉络 清晰可见 你确定 不是确定还能怎么着啊 若是别的方面 义风可不敢在他面前这么横 可是这些鹅呢 可是夫人的 傅萧的胆子再怎么大 也不敢烤了来吃 所以他昂首挺胸 这辈子都没有在傅萧面前 这么硬气过 和他擦肩而过 眼烧都不带鞋的 自然而然地 忽视掉了傅萧 落在面具之外的 那半张冷肃的脸 经过草丛的时候 听见了滴滴的笑声 义风朝那方看去 立刻走回到 萧依依的身前 傅 萧小姐 以后您再来的时候 尽管找我 还有府里的下人 都是能够听您拆遣的 啊 他有点摸不清头脑 作为客人 这样的礼遇高了点吧 这不太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只要您开心就行 萧依突然觉得 自己给人家备注了一个 鹅饲养员 是不是不太地道啊 好吧 那您叫什么呀 我叫阿大 他是阿二 一封伸手往傅萧那边一指 真的就指了一下 他都没敢定住 就被傅萧那冷邦邦的眼神给刺了回来 顺势指向了一旁的草丛 还有阿三和阿四 他们是负责保护萧小姐您的安全的 只要是在宅子内 有事您尽管拆遣 你们主子给你取的名字 还真是随便呢 不随便 主子赐名是我们这一生的荣光 阿二复萧 阿三欧阳申和阿四寒烈 非常的无语 爷才不会给他们这么蠢到死的名字呢 他们看中一封那一副 鱼有熔烟的大义模样 真恨不得上去撕了他 可是那小子呢 嗅觉灵敏 窜得可快了 还没有等他们倒腾出怒意来 人便没眼了 吃过午饭之后 顾白泽陪萧依逛了一会儿 又被右巷找到借口给叫走了 萧依依也不想缠着他 老人家的寿宴不同意别的宴会 中途不能离开 正好 上午逛园子的时候 萧依依已经找到了老太太的房间 这个时间 老太太还陪着几个老闺蜜聊天说像呢 房间里正好是空的 萧依还在心里纠结 要不要干一点卑鄙的事 走着走着 就已经走到了老太太的窗户底下 手指轻轻地敲着下巴 抬眸望着二楼的某个房间 她站在桥的另外一头 前面是一条小溪流 身后突然传来了东西掉落的声音 萧依正是做贼心虚的时候 一点点动静都能够惊动她 双肩不自禁地颤了颤 扭回头 四下看了看 没见到有别人 可是 那棵树下扔着的绳索 小溪一眼别认出来了 那是官城城随身携带的 专门用来爬窗户的勾爪 她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可双脚却脱离了大脑的掌控 居然走了过去 还把绳子给拿了起来 抬头的刹那看到了树干上的一坨身影 官城城攥着拳头 用口型说 夫人 加油 她是去做贼的 加什么油啊 要不 就 用一次 去找一找 书命院藏书阁的钥匙 有没有在老太太的房间里 如果没有找到 再悄悄地离开 别的东西她一概都不碰 这么想着 就这么做了 还真是用官城镇的勾爪绳子 爬了窗口 捏手捏脚地翻进房间 刚准备往里面走 一打眼 瞥见靠床的躺椅上 躺着一个 并发斑白的老人 小义到处一口冷气 险些晕倒 脸瞬间褪色 傻白傻白地 转身就想走 可是又有一股 莫名的牵引力 将她给定在了原地 她把这窗檐 手紧了近 突然觉得 自己就这么走了 也不太地道 明明就看到 老太太身上的宝毯 掉落在地上了 窗户还开着 老太太躺的角度 正好是迎着风向 萧依依咬了咬牙 将绳子扔了下去 冲官城镇所在的 那棵树看了看 她知道 官城镇接收到信号之后 是会来将绳子 给拿走的 萧依依走到床边 轻着劲儿 将宝毯给捡了起来 细心地 搭在老太太的身上 还特意地将老太太 露在躺以外的手 塞到了宝毯里 房间没有开灯 窗外摇曳进来的光线 被遮了一些 老太太躺在 明暗交接的地方 轻轻地闭着眼睛 半边侧脸 被暖羊映照出 如同水晶璀璨般的白 鹤发童颜 说的大概就是 她这样的吧 突然 萧依依眼角轻转 瞥见不远处的矮柜上 放着一串钥匙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多人精品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面儿杰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眼睛都挪不开了 萧依看着熟睡的老太太 心里小小针住了一下 然后起身 脚步轻轻地 声音都被脚下的地毯 给吞没了 走近之后 萧依看见了 钥匙串上的那一块门禁牌 正面印着一栋 瑰丽辉煌的房子 而背面 是醒目的三个字 书密院 这是书密院的钥匙 和门禁卡 萧依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她太渴望知道 当年所有的事情的 前因后果 而面前 正摆着能够通往 藏书阁最洁净的一条路 鬼是神差的 萧依试图靠近那串钥匙 手 越发地近了 她指尖轻微地打着颤 手里已经起了一片 湿腻的冷汗 就要拿到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门被敲响了两声 将萧依依的一颗悬着的心 又给提了起来 她匆匆忙忙地撤回手 攥着手心 惊慌地看着门口的方向 门缝下有一片虚有 女人苍老的声音传了进来 老夫人 老夫人 心下了吗 萧依心里咚咚地直打鼓 耳旁似乎都能够听到 快得失贫的心跳声 嘴唇紧紧地抿着 一声也不吭 小脸在逆光的角度 煞白煞白的 她秉息凝神 等着门外的人 得不到回应之后 自行离开 悠默半分钟之后 突然间又传来了 门把手拧动的声音 难道说 门外的人是要进来吗 萧依依立刻有所行动 在门打开的时候 已经走到了门口 和外面站的人四目相对 她紧紧拧着双眸 对上柳嬷嬷的一双视线 手脚瞬间冰凉 这是跟在老太的旁边的嬷嬷 刚才在寿宴上 萧依依见过的 和她浑身乃至表情 都不自然地僵致不同 柳嬷嬷微微一震之后 眉眼轻弯笑出声来 原来是萧小姐啊 刚刚我又在厨房里 都没有听见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招呼不周了 萧依依很诧异 她没有地方躲 老夫人的房间里 摆设又很简单 衣帽间是上锁的 床底下也不能塞进一个人去 柳嬷嬷一开门 一眼就能够发现她 所以鬼使神差的 她走到了门口 想要装出一副 镇定的模样来 却被柳嬷嬷 抄出场里的反应 弄得恍然一愣 正常情况下 碰到这种事 身为主人家身边的大丫鬟 不是应该怒斥 突然间出现的人吗 怎么柳嬷嬷 压根就没有要责怪她的意思呢 甚至像是很欢迎她似的 对她的不请自来 一点都没有起疑 也没有过问 这倒是让萧毅情急之下 准备的措辞 突然间没了用武之地 哦 我逛到附近 想找洗手间 没有想到就找这儿来了 路过老太太的房间之外 看见老太太的毯子掉在地上 那真是麻烦小小姐了 都怪我粗心 事实上 伺候了老太太几十年的人 怎么可能会在这些小细节上 出现差错呢 柳嬷嬷明明是将门关得好好的 只是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言语间轻松随性 便让萧毅那无形的压力 给撤掉了 萧毅也是的确松了口气 心里还想着那串钥匙 看来今天是不能得手了 嗯 那个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柳嬷嬷将门口让开 您小心楼梯 慢些走 萧毅侧身出来 嘴角扯了扯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僵硬的微笑 走之前 她注意到柳嬷嬷手上端着的热水盆 水喷的边缘 整齐地搭着一条叠好的毛巾 这是 哦 这个呀 我刚在厨房里 就忙活上热水来着 每天老太太午睡之前 我都会用热水 将老太太的手脚给暖一暖 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曾经是书密院的高等官 好心密心 都是她亲自参与调查的 她难时可唬了 还总是和人打架 可是老了之后 身体便受不住了 什么毛病都找上来 近些年 随着年龄大了 时常会出现 手脚抽筋的症状 萧毅一双腿病冷 突然迈不开了 没有找医生看过吗 找了呀 可是医生也没有法子 这也不是什么外伤 就是年纪大了 身体继劳成疾了 医生也只能给开 一些疗养的药方 每次给老太太 睡前暖手脚的法子 还是我琢磨出来的呢 老太太也犯了 她觉得这样舒服 连药也不肯吃了 所以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柳嬷嬷的声音 越发的轻了 只是在说起老太太 年轻时候的事 脸上的神采是有光的 想必年轻时候的老太太 一定是一个灌溉精华的 奇女子 老了之后呢 皮像骨骼仍然那么漂亮 年轻的时候一定更美 这样的女子 优雅了一辈子 强悍了一辈子 也辛苦了一辈子 的确让人佩服 在和萧依依道别之后 柳嬷嬷往里走 身后却传来一道 鸭签的嗓音 对不起 我可以是什么 柳嬷嬷藏住 眼底划过的笑影 转过身 什么 我是说 我能帮老太太 暖手暖脚吗 萧依依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而且自己的身份 算是外人 仓促间找了个借口 老太太给了我 那么大一个红包 我又意外地闯到这儿来 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如果能够帮老太太 做点什么 我也能够安心一点 这 怎么能让您做呢 柳嬷嬷嘴上客气 可最后装作 架不住萧依依的热情 盆也被她给端走了 没关系的 我来吧 嬷嬷您教教我就行 萧依依是一个行动派 她不是说说的 很快便端着热水 到了老太太面前 正好旁边有一个矮板凳 她将盆子放在了板凳上 自己却坐在地毯上 柳嬷嬷暗暗地从吃惊到欣慰 别的世家千金 自诩出身高贵 绝对是不肯就这么坐在地上的 可是萧依依呢 却一点都不在乎 她可是左相的外甥女儿 这样的身份 是有资格 有公主般的待遇的 可是她呢 却是放着板凳不坐 柳嬷嬷小声地指点了几句 萧依依学得很快 拧干热毛巾 附在老太太的手上 她另外一只手 细心地拖着老太太的手 动作还是轻柔小心 哪怕对自己的亲外婆 恐怕也不会做到 这样的地步吧 这真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丽爷团宠妇人 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团队直播 欢迎订阅收听 第五百四十三集 后来柳嬷嬷悄退出去 一是寂静 拧毛巾时 水珠滴落下来的声音很清楚 萧依依很专注 一直感觉到水温渐凉的时候 她才停了下来 小心地碰了碰老太太的手 暖暖的 便又将老太太的手 放到了宝毯里 多坐了一会儿 也不知道怎么地 靠着椅子的边缘 便睡着了 几分钟后 老太太巧声地睁开了眼睛 近距离地看着 萧依依熟睡的模样 她侧着脸 枕在手臂上 翘脸压出了婴儿肥 红通通的很可爱 她的皮肤像是会呼吸 整个面旁都萦绕着一层暖意 老太太不自觉地弯了眉眼 早在丽环到A国的时候 故意透露信息给她 她在那小子找到府上之前 就已经知道墓园的幕后买家是她了 可就是不肯见的 哪里有三十多岁的年纪还不结婚的 她才懒得见呢 免得给自己添赌 可丽环一说早已隐婚了 老太太生了好大一头怒火 学什么不好 学人渣隐婚 多委屈人家姑娘啊 丽环并没有解释 老太太便更加地心疼 一心想要见一见外孙媳妇 第一眼看到便喜欢上了 也能够看得出来 丽环注视着萧依依的眼眸里 暗暗藏着宠妮的笑意 这个时候 虚眼的房门被推开 柳嬷嬷巧声走过来 弯腰看了眼萧依依 老太太 您可有福气了 孙夫人还不知道真相 就肯这么孝顺 可见她骨子里 就是个善良的女孩 哼 能被那小子看上 能是普通的女孩吗 就是可惜了 我们意义好好的一朵娇花 就这么被猪给拱了 我们意义 这见了一面 就成了我们意义了 要是丽环知道自己被亲外婆 给比喻成野猪 会怎么想 这嫌弃 都摆在面子上了 老太太给柳嬷嬷使了个眼色 柳嬷嬷瞄抖 立刻去衣帽间 拿了一件长款的厚外套 轻轻盖在萧依依的身上 起身的时候 柳嬷嬷撇到矮柜上的那串 伪造的书名院的钥匙 老太太 看来您的试探很成功呢 孙夫人在最后 还是没有碰 老太太的出身并不低 母族在A国 那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可她这个尊贵的千金大小姐 却没有使用特权 一直到成长为书名院的院长 人们才知道 原来她的背景是如此深厚 并且能够掌握书名院几十年 从来没有让任何秘密或者是资料泄露过的人 怎么可能会大意地 将能够通往书名院核心藏书院的钥匙 就这么放在房间里呢 从萧依出现在这个房间里 她的一举一动便被监控了 当然 包括她对钥匙起了心思 可最后还是放弃的举动 老太太的的黑毛微微眯起 最近左向私底下的动作频频 想要查二十多年前的那桩逼宫就案 她隐忍了多年 一直都没有暴露过任何野心和企图 突然反常的举动 就是从这丫头到她身边之后 从来没有人知道 顾白泽的绅士背景 就连书密院都调查不到 老太太 您说这左相和孙夫人 是不是和前朝的顾家有什么联系 老太太眉眼一顿 视线您在萧依依的脸上 眸子里闪过灰色的光影 这丫头不惜假死从淮安身边离开 甚至切断了和C国所有的联系 连萧至情母女三人 曾经多年欺压她 都被她轻易放过了 怎么看都像是仓促收尾 原有的计划被打乱 要么是她放下 要么就是有更重要的事 需要她去做 可从孙夫人离开之前 将许清云多年 给萧明留下药的事揭露 并将萧至情给送进了牢里 由此可见 她并没有原谅 也就是说 A国这边有事伴住她了 不管怎么样 护好便是 说这句话 证明老太太已经认可萧依依了 即使不用她做什么 丽环安也会将萧依依保护得很稳妥 那一族的人 最近有没有异动 都挺好的 按您的吩咐 藏在室外桃源 谁也找不到 还有 左相私底下调查司马一族的事 消息已经被书名院给拦截了 还没有被司马莫川觉察 哼 就是个窃取他人战功的小偷 资马莫川的皇位做得名不正 言不顺 这么多年了 也不怕烧屁股 柳嬷眼底尽是无奈的笑意 这老太太 不管多大的年纪 永远都改不了那份血性 越老了 这性格反而越发的像个顽童 这时候 笑意一动了动 似乎是蜷缩着睡觉并不舒服 半梦半醒间换了个姿势 老太太食指在唇间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挥了挥手 示意柳嬷嬷先出去 笑意一醒来的时候 窗外的霞光流泻进来 覆盖在她的脸上 她双眼闭着 一抹橙色闯了进来 她悠悠地转醒 揉了揉眼睛 惯心地想要伸一伸懒腰的时候 突然僵住了 打眼一看 这房间 她这是 在老太太的房间里 你醒了 老人温和慈爱的嗓音 就近传进耳中 笑意的睡意立刻变散了 堂皇地站起来 肩膀上披着的外套落了地 她急得低头一看 我也要去捡 啊 我 我有些冒犯到您了吗 老太太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面前的圆形茶几上 摆放着一套茶具 满是清新的茶香味 闻着便有舒缓的功效 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心 她笑盈盈地冲肖意一招了招手 快过来 柳嬷嬷刚煮的茶 来尝尝 肖意很是惶恐 心下有些发虚 听话地走到老太太的对面 挨着椅子坐下来 老太太亲自给她侦查 肖意一不感受 双手恭敬地捧起茶杯 我 她试图解释自己会出现在这儿的原因 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 便被老太太给抢了些 我听柳嬷嬷说了 是你帮我暖手脚了是吗 啊 肖意一手指碰了碰茶杯 有点心神不宁的 眼睛偷偷地往窗户瞥了眼 不知道观澄澄那时候 有没有接收到她的意思 将钩爪和绳子给收拾走 她怎么偏偏就睡着了呢 真是荒唐 要是一句话没有解释好 很有可能老太太 便会把她想成别有居心 故意留在这儿 等着她醒来呢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四集 嗯 您给了我那么大一个红包 我收拾有愧 什么有愧有愧的 跟外婆这么说话 见外了呀 还有 我让你叫我外婆 怎么我听柳嬷嬷说 你还是称呼我老太太呢 老太太脸色一摆 立刻就把萧依依给唬住了 我 外婆 嘿 真乖 你快尝尝 这茶的味道怎么样 刚醒来 喝点茶能舒服一点 还有 马上要到晚宴的时间了 你可是答应我的 要陪着我做的 萧依依一口茶水喝进嘴里 还没咽 差点被老太太的话给惊住了 小脸顿时憋得通红的 一手在唇边擦了擦 我 我坐您旁边 不太合适吧 那可是主席啊 想必来和老太太敬酒的人只多不少 可她今天只想低调 坐老太太身边 这怎么低调啊 我说合适就合适 我看谁敢有意见 别担心 我爱破罩着你 啊 好吧 这个老太太还真是热情过头了 萧依依能够坦然地应对所有的嘲笑和冷脸相对 可是偏偏老太太这种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热情 让她有些招架不住 喝完茶之后 洗里糊涂地扶着老太太出了门 眼看就要开席了 可是没有人敢来老太太面前催促 老太太也不急 慢慢悠悠地带着萧依依逛园子 说起来 我和这园子有些渊源 原来的主人在落魄之前 曾经在书密院下了单 点名要我来调查一桩命案 说着话 突然听见假山后面有稀稀素素的声音 萧依依耳朵间 女人暧昧的气息和低吟声 听得出来那是什么 居然有人这么大胆 敢在墨园里做这种事 她眼睛悄悄打亮了一下 看见老太太面上笑容没有丝毫的变化 以为老太太没有听到 正打算庄子自己也没有听到 脚下步子微微快了一些 然而老太太却突然把手 覆盖在她的手背上 轻轻拍了拍 带着她停下 外婆 嘘 老太太冲她挤了几眼睛 可视线转开的时候 唇间那次笑意明显地散了 她对柳嬷嬷使了个眼色 柳嬷嬷会议 朝假山侧边靠近 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假山 人工雕琢 中间不少空洞 原本是做来观赏的 可是宅子里经常会发生一些 吓人思想寿寿的事 但这宅子既然随了立环安 是断然不会允许那些肮脏的事情发生的 来到宾客之中 谁敢这么不要脸 胆大到在墓园的后宅里乱来 看着架势 老太太是要整只脏东西了 不过萧衣衣怎么觉得 老太太这是想要看热闹呢 自己外孙的宅子里 有人在做丑事 老太太一点都不生气 还那般饶有兴致地 让新妇过去看八卦 萧衣衣有点无语了 不过很快 她便明白老太太 那别有深意的神情 是什么意思了 一阵稀疏过后 两个人似乎完事了 再穿衣服 随即一道娇俏的嗓音 嗲得连空气都变得滑你浓稠 锦 你什么时候才去向主君要我呀 主君 司马莫川吗 这女人是司马莫川的 哎呀 急什么 你才进后宫不久 虽然不受宠 可那一晚我教你去勾引我父王 现在诊断出了有孕 他可宠了你一阵子 现在你让我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安排你假死 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那女人的声音听着很陌生 可是那个男人一开口 萧衣衣便认出来了 是司马莫 萧衣默默地拿出手机 录音 一旁老太太看他这个举动 眼底的笑意加深 正好瞌睡了有人递枕头 这些年 司马家族唯独出了司马锦这么一个招摇的 别人都以为司马锦身受黄恩 是不二的储君 可是明眼人谁看不出来 那个蠢货就是司马莫川推出来挡枪的 赏赏很多 给他的特权也很多 但是书密院这等地方 还有好几处笑命皇室的秘密机构 甚至男家 司马莫川从来都没让他碰过 恐怕这个蠢货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他以为自己是最受宠的皇子 越来越无法无天 胆大到敢染指父皇后宫的妃子 萧衣和左相不是在调查当年的逼宫吗 司马锦正好是能够将司马家族的遮羞布撕开一脚的最好突破口 所以当看见萧衣录音的时候 老太太黑毛里悄然闪过了一丝腥味 能够抓住送到手里来的把柄 算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而贾山里藏着的两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给围观了 当司马锦拒绝那个女人的时候 女人撒娇的声音更嗲了 我不管 我肚子里的孩子都已经快三个月了 你不想要我每天陪着你吗 不想看着孩子出生吗 哎呀 你在皇宫里 我照样能看着他出生 司马锦眼底划过一丝嫌弃 跟了他老子的人 就算肚子里怀着他的孩子 可两头侍奉的女人 也让他看不起 至于孩子嘛 生下来是个儿子的话 倒是可以利用 是个女儿那别扔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不是看这个女人生的美貌 他正眼都不会看她 还妄想进她的后宫 简直是在做梦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计划了 父王虽然宠爱我 可是这么久了 有关储君的事 一直都是别人口中传来传去 父王在我面前 只字未提 到现在都还没有要立我的打算呢 我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如果他不立我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 得到了他的宠爱 说不定啊 可是我不敢 主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锦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事暴露了 那下场 不会有那一天 司马锦断口结了他的话 面色发狠 用着他的肩膀 手绷得青筋都起来了 你要藏好一点 你被发现了 也就是我被发现了 还有你肚子里 我们的孩子 为了他 为了我们一家三口 你要争气一点 明白吗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有喜马拉雅出品的 精品多人有声剧 李妍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 苏苏唐 妙儿姐领先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五集 那一句一家三口 让女人眸中绽放出了华彩 索性将心一横 好 我听你的 王位 包括整个A国 都得是他的 必须是他的 绝对不可能送给别人 就算是有那么一天 司马末川公布 处决的人不是他 而是别人 那个人 也是从他司马锦手中 偷走的 嘎吱一声 谁 假身的侧房 柳嬷嬷 故意踩断一根枯枝 引起里面的人注意 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老太的身边 女人吓得往司马锦怀里躲 她安抚地拍了拍她 穿好衣服出去看 可外面什么人都没有 意呀 待会儿我介绍我的几个老闺蜜 给你认识 她们可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虽然和我一样都退下来了 可当年也是跟我一样 旗鼓相当的人物 就看你自己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 老太太在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而笑意已经听见了司马锦的脚步 将手机收起来 这是小舅舅的手机 被她给忘在了西装口袋里 待会儿回去之后 要把那段录音给烤出来 这么劲爆的皇室丑闻 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而后 她才猛地反应过来 老太太说了什么 外婆 你就不怕 我是哪里来的奸细吗 万一我回头害您了怎么办呢 哪有上赶着将自己的人脉 给抖露出来的 前任书密院院长的闺蜜 那能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吗 没想到翻个窗户 还给自己翻出一条洁净出来 她有预感 老太太能够帮她 打通很多难以打通的关节 老太太呵呵一笑 全然不在意 就算你害了我 我也心甘情愿 但是 你会吗 老太太说得满不惊喜 可是掩藏在眼中的笑意 却是她看也看不穿的精明 笑意立刻挺直身板 正面对着老太太 我不会 我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坑害您的 老太太眼中的利刃 悄然退去 满意地扶了扶她的手 傻孩子 说什么傻话呢 我一把年纪的 都还舍不得死呢 老院长 身后传来一道难声 是司马锦之出来了 老太太和萧依依交换一个眼神 缓缓停下来 装作只是从这里路过的 老人家转过身 面带微笑 不算恭敬 但也客气地打了招呼 是九皇子呀 都开席了 九皇子还有闲情意志 逛我的后花园呢 哦 我迷路了 墨园太宽了 正找下人把我给带出去呢 司马锦已经走到了前面 话没说完 一双色眼便盯在 笑意的脸上 不管看多少遍 这张脸 让她馋得心里发慌 天生绝世有物 可偏偏是死对头的人 不能动 还不能看看吗 当着老太太的面 司马锦一双眼睛 紧紧地盯着萧依依 呦 这么巧啊 萧小姐也在这 萧依依没搭理她 空气陷入死江一般的气氛 很少会有人敢对她甩脸子 要是别人 她早就发火了 可是萧依依就连对她冷漠 都是那么的好看 哪里生得起气啊 心里简直就像是被猫抓一样 你的小舅舅今天可是忙得很啊 结识了不少人 看来她是没空陪你了 不然 我来陪你啊 司马锦边说 便朝萧依依走了过去 老太太暗暗地看了柳嬷嬷一眼 后者会议 蝶放在身前的双手悄然起事 只要司马一感动萧依依 立刻就把她给披晕过去 然而萧依不光没臂 还坦然地将视线迎了回去 宝顺微微一挑 似笑非笑的模样 美得盖过了周遭的景色 司马锦眼中光芒大盛 更舍不得一开目光了 恨不得把她给拖进假山后 做一些成年人该做的事 想想这么个美人 在她身下翻云覆雨 那画面一定很美 我高攀不起 况且恐怕九皇子 您今天是没有办法陪我的 哎 这话什么意思啊 本皇子要宠谁 谁敢有意见啊 我 一道轻力的声音传了过来 司马锦微微一震 回头去看 看见一抹高挑的倩影 她拧着眉 端详了几秒之后 这才想起来 她是半个月前 自己取的侧妃 你怎么在这儿 百柔儿淡然的眸光掠过她 落在萧依依的身上 你看见了吧 我就只是站在这儿 我什么都没做 是司马锦 自己上赶着来做舔狗的 百柔儿冷哼一声 手中的鞭子展开 朝着地上用力地一打 她谁也没有看 灵力的嗓音 犹如刀刃一般 有破空之事 还不给我滚出来 她说什么 滚出来 还没有哪个女人 敢胆大到 在她面前说滚这个字 司马锦脸色冷了下来 百柔儿 这是墨园 况且老院长还在这儿 你口无遮拦的 是在吊谁的面子 九皇子还知道 这里是墨园 不是你的宫殿 百柔儿 百柔儿似是而非地刺了一句 语气调调 让人听着很不舒服 你什么意思 这次百柔儿倒是没有回答她 而是冲着老太太恭敬地弯了弯腰 对不起老夫人 我要在您的宅子里 做点过分的事了 侧妃请便 得到允许之后 百柔儿静止朝假山后走去 藏在那儿的女人听到脚步声过来 顿时慌不择路 看都没看 蠢地把自己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 百柔儿鞭子一扬 缠住女人的腰身 一把将她给拽了过来 跑什么呀 丑事都做下了 还怕被收拾吗 女人摔倒在地上不敢抬头 一个劲地想让头发把脸给遮住 突然一鞭子抽在手背上 抽得她皮开肉绽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 丽爷 团宠夫人是小作精 作者苏苏唐 妙儿姐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六集 女人疼得浑身静巒 双膝猛地跪在地上 还没有感受到嗜骨的疼痛 又是一鞭子抽了下来 一边又一鞭 百柔儿是练武出身 又是用鞭的行家 这一鞭鞭下去 知道要怎么避开药海 还能够把人给抽得皮肉连带骨头都疼 不过她手上是收了力的 既然是在做戏 把人给抽晕了 还怎么做戏啊 女人疼得都起不来了 在地上打滚 双手始终都抱着头 不敢把自己的脸给露出来 浑身蜷缩着 如同一条虫子一般 在地上滚来滚去的 她滚到哪儿 鞭子就跟到哪儿 绝对不放过她 别打了 别打了 我 我还了孩子 你今天就算是还了个怪胎 那我也得打你 老娘才进门半个月 后宫里那些就算了 外面的玩意儿 也敢跑到我头上种草原了 该打 那女人越是求饶 百柔儿就打得越是起劲 萧依忍不住在心里拍手称快 不过 她得维持着表面的端庄 毕竟老太太还在旁边呢 不好表现得太过幸灾乐祸了 如果这时候她肯看一眼 一定能看得懂 老太太那饶有幸违的眼神 分明就是吃瓜群众 为官八卦的标配 这个百柔儿 真是绝了 一口一个侧飞 理直气壮的教训 把人给打得哀叫连连 我要你住手 别打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要是得罪了我 住手 司马锦 立声喊了一句 百柔儿及时收住手 没有再打下去 不过编尾因为她的手里 抽在女人的侧脸上 她没管地上的女人 怎么哀嚎 怎么哭闹 正面对着司马锦 打人之后气息都不太喘的 眼底带着轻略的笑意 舅皇子这是要当着我的面 或者外面的女人了 你只是我的侧飞 聪明一点的 就该讨好我 看见了也当没看见 你这鞭子打的是谁 打的是你男人的脸 百柔儿仍然在笑 笑意不达眼底 黑药般的同人低处 沉着一片寒潭般的冷意 正因为我是侧妃 才不能装作没看见 如今九皇子的宫里 并没有正妃 唯独就我一个侧妃 自然是和宁后宫里的 那些妃子不同 也和外面的野货不同 既然九皇子高看我 抬了我做侧妃 那么 敢管的事 我当然要管 不能让谁 往我们头上泼脏水 您是快活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今天的事 传到主君的耳里 他会怎么看你 一提到司马墨川 司马锦身躯明显一阵 就连地上的女人 哭喊声都小了许多 倒不是被百柔儿 那一番话给镇主 而是抬出司马墨川的名号 这两个不要脸的 搅合到一起的人 心虚罢了 百柔儿可没有打算 就这么停了 仍然嘟嘟逼人 清君策 劝记殿下您缘小人 也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 如果您怨我 那也没有办法 司马锦脸都气抽了 开始后悔 怎么偏偏就取了 这么个刺头呢 到现在 别说拿捏住百脸了 他都快要被 百柔儿给搞秃头了 都怪那个女人 非要在别人的家里面 缠着她做那种事情 被百柔儿给撞着了不说 还当着老院长和 萧依依的面 司马锦这会儿可真是厌恶死了 地上的这个 被抽得不成人样的东西 但是他却忘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 要不是他管不住 自己的下半身 也不至于后院失火 被外人给看了笑话 我知道了 多谢侧妃及时提醒 司马锦咬牙切齿的 每一个字音 都是从齿缝里蹦出来的 脸色阴沉的 都能掐出水来了 把你那鞭子收起来 看着怪瘆人的 九皇子叫我收 那我就收 不过嘛 他碍了我的眼了 是关起来还是杀了寡了 我还拿不定主意 不如九皇子帮我想一个 杀 我 这女人也太嚣张了吧 她还有没有王法了 女人被吓住了 吓得不光被抽得 皮开肉绽的伤口在疼 连浑身都在打颤 她扑扶着 爬到九皇子的脚下 抱住她的腿 不 九皇子 你不能让她动我的 我是你的 司马锦一脚把人给踹开 长得是美 也美得妖娃妩媚 可偏偏是一个凶大无脑的蠢货 这都几次了 要不是被她给阻止 她打算口无遮拦到什么时候 那女人被这一脚给踹蒙了 双手下意识地护着自己的肚子 这里可还怀着孩子呢 她居然这么果断地对她下得去手 这一幕正好被萧依依看到了 一个女人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会这么重视自己的肚子呢 她薄唇缓缓勾起 心里已经有了计算 而老太太更是气定神闲地 维持着一个高等吃瓜群众的良好素养 这儿是她的地盘 可她呢 却在认认真真地看着别人表演闹剧 只是手一下一下地 拍着萧依依的手背 就好像正在看戏的老长辈 宠着膝下的小背 两人对视一眼像是一笑 司马锦丝毫不怀疑百柔儿的话 可既然说得出 她就一定做得到 皇室里的人命 莫名其妙消失得还少吗 虽说那女人随时都能气 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的筹码 暂时还气不得 哎呀 什么杀呀寡呀的 我不就一时管不住自己而已吗 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 浅个人把她扔出去就行了 还用得着脏你的手吗 司马锦开始说软话了 试图朝百柔儿靠近 她连眼梢都没有抬一下 换了个姿势 把手上的鞭子换到另外一只手上 正好隔在自己和九皇子的中间 鞭子上往下滴着血 险些掉在九皇子定制的皮鞋上 她匆忙往后退了一步 还不拿开 哦 百柔儿敷衍地应了一声 将鞭子递给身旁的下人 鞭子喝了血 拿去晾一晾 下人们面无表情地接过去 仿佛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 可司马锦看得却是眼角直抽 她究竟是取了个什么玩意儿 趁着百柔儿再发疯之前 司马锦叫来心腹 将女人给带走了 好听吗 记得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